老乞丐说,这八个人出现在京都的时候,其实年龄还很小,大概七岁到十岁左右,他们全都穿着方式的衣服,然后以这个杏作噱头,到处宣扬方式的理念,以长生为最终目的,练出长生丹。 他们以几千年被选天子的血统,集合起来一起对抗天,然后逆转人类的命运,成为天地的主宰,人人可长生。 可他们年龄太小了,而且这套理念说白了就是神经病,秦始皇听见了都得赏他们几个大嘴巴子,谁能信啊。 后来这八个小孩不但没有成功,还吃了不少苦头,最后他们觉得世人愚昧,于是放弃了,没多久就消失在了京都。 知道这事的人都应该上年纪了,其实这是不大,也就荡一笑话闲聊,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们的姓,如果是真的,那八个都算是皇室血统,皇帝都是天选之子,就算有些皇帝没有子嗣,但他那一脉的血统还是没有断的。 这些人的目的太夸张了,追求长生其实是每个人的理想,但说出来就有点闹笑话了。 读过书的都知道,古代的皇帝都有不少追求长生的,但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秦始皇还给徐福骗了三千童男童女,信这八个小孩那不是得被骗到苦茶子都不剩了吗? 后来他们自己就消失了,反正老乞丐没当回事,也基本没有怎么关注过他们,没想到这八个人居然成为最大的财团了,这可真让人始料未及。 听了老乞丐的话,我有些震惊,这不对啊。 之前修罗给我看过营连的资料,上面显示是继承的家业,妥妥的有钱人后代,然后到了现在慢慢成为了最有钱的财团世家。 可老乞丐却说,这八个人居然是穿着方式服来京都宣传长生里面的。 哪个有钱人会让自己孩子几岁就来干这个?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太对劲? 难道说,他们的身份都是假的?以他们现在的实力,完全可以造假。 可这样说来的话,他们完全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爬到现在这个位置。 你要知道,成为这种等级的财团,那必定是家境非常好的,一个普通人是不可能爬到这么高的,一定要本身就出生在终点的人。 可按照老乞丐刚才说的话,他们最多就是方式,根本不是什么有钱人的后代。 能爬到现在的高度,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啊,有人在后面捧他们。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能将八个人捧上京都的神坛,创造这么多不可思议的财富,这个人会有多可怕? 我想到了一个更可怕的事情,方式几乎已经灭绝了,不是这个时代。 而是秦朝过后,方式就已经很少了,因为方式本来就不太行,这个职业只会少量的风水知识,其余的本事就是炼丹。 可是后来谁还炼丹啊,追求所谓的长长也渐渐没落了,所以方式就渐渐少了。 戴了老乞丐的那个时代,应该也没有才对,但为什么会冒出八个小孩宣传这个呢? 小孩肯定是不会有这种意识的,背后百分百是有人在操控。 那谁会这么执着呢? 现在的人绝对不会执着于方式,那只能是以前的人了。 所以,我想到了一个非常不切实际的人,那就是徐福。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他,可能他算是比较出名的方式代表吧。 之所以说不切实际,是因为他是秦朝人,不应该能活到现在才对,除非他跟秦始皇一样,变成了不死不老的僵尸。 这时候,我又想起了闺谱看到的老头,会不会是他呢? 那老头到底是谁? 或许只有等我加入八大财团的时候,才能揭开这个秘密。 说不定把八大财团捧起来的人,还会主动出来见我。 我真想见见这个人,所以,我一定要赢。 一个将八个人捧上神坛的人,他得有多大的能耐。 造一个马爸爸,已经很恐怖了,他造了八个。 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 老乞丐突然开口,打断了我的思路,将我从杂乱的思绪中拉了回来。 这两天吧,但不好对付,他们已经不是当年的小孩了,他们才是通天,极其难对付,甚至能将龙虎山的紫袍道时,倾下山来。 我握紧了拳头,说实话,这次我也没有把握,这些人会极其很多高手,难度会比上次高出十几倍。 猝不及防和有防备是差距很大的,而且还有时间限制,他们缩七天,我就完蛋了。 我尽力吧,这是我唯一能做,承蒙你不弃,让我有个住的地方。 这人请我拿命还,如果老天爷不收,那就是老天爷让我多狗活。 老乞丐的话,让我心头一暖,顿时让我萌生了今晚请他叫小姐的冲动,只是他不好这口。 我跟他回了茶庄,然后等待周云恩的消息,只要知道八大财团的位置,我立马动手。 老乞丐进入茶庄后,有些诧异地说道,小子,你怎么搞到这个屋子的,可真有本事啊。 嘿嘿,买的。 其实是抢的,我没好意思说,不过也没什么,反正地藏爷也是个土匪,我抢他就是为民除害。 老爷子,这屋子有什么说法吗? 听你的语气,好像这个茶庄,好像很厉害一样。 之前胡仙进来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茶庄很不一般,感觉有点灵气,但又查不出什么来。 我住了这么久也是这样,感觉不对劲,又找不出什么不对劲来。 知道李连英吗? 老乞丐朝我问道。 我说当然知道啊,大太监李连英读过历史的都知道,慈禧太后跟前的大红人。 老乞丐指了指着地说道,听说这院子以前就是他的,传闻这院子有灵气,太监都能再生出小牛子。 李连英说的义子不是义气,是他亲生的,还娶了几个老婆。 不过我也是听说的,以前我们那个年代,这个屋子可不是一般人能住的。 民国的时候落到了一个军阀手中,那军阀十三个一太太,可是没有一个能生的,后来买了这个院子,一连生了六个大胖小子。 老乞丐说的挺邪乎的,如果真有灵气的话,那人常住身体就会好,增强了生育能力,是说得通的。 可太监还能再长出来,这就有点太夸张了吧。 在清朝以前啊,太监都只是割蛋不割鸡,也就是说,其实有些太监还是可以打扑克的,就是不能生孩子了。 但清朝乾隆年间开始,那太监基本上就是全割了,割蛋也割鸡,那就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 这还能长出来?还能生孩子?这院子有这么灵吗?我咋这么不信呢? 关于李连英的传闻,其实蛮多的,但大部分都是民间瞎扯,有几个是真的呀。 不过,我居然住过李连英住的院子,这种感觉,我怎么感觉但有点疼? 这就是名人效应吗? 以前古代的太监有权有势后,是可以出宫买房子,娶妻生子的,然后收个义子给自己送终,但说义子是李连英自己生的,这我可不信,我是一个理智的吃瓜人。 可说这个院子有灵气,我是相信的,因为胡仙也说过,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找不到源头,也调查不出确切的证据。 老爷子,你那时候,谁是这个院子的主人? 老乞丐面对我的提问,一时想不起来,他皱眉思索了一下,因为时间太过久远了,他得慢慢回忆,我也不去打扰他。 过了大概七分钟后他才说道,我想起来了,这个茶庄好像是一个姓郑的人住的,他挺有钱的,而且姓佛吃斋,不过供养的是黑佛,听说是无天。 这人深入简出,我对他的了解并不多,我后来就离开了京都,但我也听说他家出了事情。 出事?出了什么事?我连忙追问道,老乞丐摇了摇头,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应该是家庭变故。 家庭变故?那个年代,住这么大院子的都不是普通人,除非搞黄赌毒之类的,不然很难家庭变故。 他一个拜佛吃斋的,又深入简出,会干这些事情吗?会是什么家庭变故呢? 这个院子以前是地藏爷的,那他前一个主人,会是这个姓郑的吗? 这是太悠久了,探讨不出来什么结果,而且说这些也没有用,我让老乞丐帮我找一下,这个屋子是不是真有灵气? 源头是什么?灵气在屋子何处? 老乞丐左掐掐,右算算,可狐仙都办不到的事,他也无法办到,这个屋子玄乎得很,他也无法找到一些什么,最后只能作罢。 反正有就有吧,我常住的话没有坏处,没有也拉倒,无所谓了。 给老乞丐洗尘了一波,但由于现在,我还不能大摇大摆地出去,所以只能在家里招待他了,给他买了许多顶级美食,六碗美味的螺丝粉。 这应该是洗尘的最高待遇了。 老乞丐捏着鼻子,强行缩了一碗,没说好吃,也没有说难吃,毕竟是一个乞丐,食物对于他来说只是为了填饱肚子,根本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吃完他才擦了擦嘴巴说道,有件事忘了跟你说一下,咱们小区那女的也跟过来了。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不会是陈琳吧? 谁啊?我急忙问道。 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好像是姓白,他还带着他姐姐。 是白苏苏哦? 对,就是他。 老乞丐连忙附和着说道。 还好不是陈琳,白苏苏他来干什么? 我可没叫他,他带着一个阴森森的姐姐来京都干什么? 多不方便。 你跟他一起来干嘛? 我仰头苦笑,这嫂娘们不会不安好心吧? 我认识他之前,他就是一个利用巫术行骗的坏女人。 老乞丐白了我一眼,我不跟他上来,我哪有钱坐车? 我走路上来啊。 好像,说得也对,忘记给老乞丐打钱了,这货好像一直都甚无分文,连个坐车的钱都没有。 乞讨其实不是一个很穷的职业,有些职业乞讨一个月好的话,也有几万块。 特别是以前,我村有一个职业在城市乞讨的,他家都盖三层小楼,还娶了一个老婆。 不过现在乞讨没有那么吃香了,那都是我小时候的事。 我小时候那个年代,盖三层小楼已经算秒杀90%的农村人了,那时候普通人根本盖不起楼,更别说三层。 所以,穷的不是乞丐这个职业,而是老乞丐本身。 他现在去哪了?怎么没跟你一起? 我朝老乞丐问道。 老乞丐手一摊回刀,他说来京都办点事,人家也没有说见你啊。 他跟我在一起干嘛,你不要自作多情。 我? 泡你猴子,遭老头子说话这么损,下次我得在螺丝粉里面办点老鼠药才行。 那他有没有说去哪里?办什么事? 我又问道,白苏苏这个骚娘们怎么会无缘无故来京都,肯定有事。 老乞丐挠头思索着,这B某某意是不是老年痴呆症了,什么事都要想一下。 对了,我想起来了,他好像说要去什么楼来着,哦,孔明楼,但去干什么,他好像没有说。 老乞丐的话让我有些震惊,孔明楼,不会那么巧吧?白苏苏跟八大财团有关系吗?那八个人中好像没有姓白的吧?应该是我想多了。 孔明楼那么大,那么高,人多了去,不一定是去找八大财团。 他本来也要帮我的,但我没想找他,他的实力在京都根本不够看,掺和近来有可能会丢命,这里可是京都。 而且,他要照顾他姐姐,他死了他姐姐白木怎么办? 算了,不管他了,反正老乞丐到了就行,现在就等周语恩的情报了,我最多再等他两天,如果两天还没有,那我就不能指望他了,因为我时间也很紧,我得另谋出路。 可两天后,周语恩没有找上门,另外一个人却找上门了。 一个强的可怕的人。 那天早晨,老乞丐突然从床上弹了起来,好像受惊的野兽,然后面露凶狠之色地说道,有高人,而且带着杀气。 你惹了什么厉害的人吗? 我惹得高人多了,这我怎么说? 不够那股气势和杀气,我也感应到了,就在门外,他快要进来了,门拦不住他。 走! 先撤再说。 我连忙穿上衣服,打算跑路,可老乞丐却突然跟蛤蟆一样趴在了地上,头朝外,两腮鼓起,浑身清惊爆起, 周围有一股气荡漾了出来。 不行,跑不掉了,来不及了。 老乞丐望着外面院子说道,老乞丐的话没有错,确实跑不掉了,只听见轰隆一声,有扇门直接飞了过来,那是院子里的大门。 老乞丐早就准备好了,直接飞扑了出去,如同一只蛤蟆一样。 莫非,这就是失传多年的蛤蟆功?以前怎么没见这老乞丐用过?不对,我好像压根就没有见过他出手。 哄!老乞丐如同导弹一样,直接降门撞得粉碎,功力极其深厚。 是谁?老乞丐大喝一声道。 与此同时,一道黑影从外面冲了进来,速度非常快,好像风一样。 老乞丐见到那人想还击,可是却被一掌打飞了出去,直接撞倒了大厅的桌椅。 是守牧人?这老头找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守牧人看着老乞丐冷言说道,看来是相识的,守牧人比老乞丐大那么一点,应该是一个时代的人,但实力已经渐分小,老乞丐万万不是他的对手。 老乞丐一个鲤打挺站了起来,虽然瘦了一掌,但好像有点不疼不痒。 你不是帮苏家守牧吗?你来这干嘛?老乞丐朝守牧人问道。 他还不知道我的事,苏家的守牧人打苏家子弟,他自然奇怪。 你不用管,我今天来帮苏家清理门户,这小子已下饭上,居然敢杀家主。 守牧人指着我说道,这时候老乞丐也看向了我,表情有些惊讶,他应该没有想到,我居然敢动自己家族的家主,而且,这也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小子,他说的是真的吗?老乞丐不可置信地看向了我。 可我却摇了摇头,当然不是,我苏扬对苏家忠心耿耿,日月可见。 日月可见? 哈哈,守牧人大笑了起来,小子,你休要在我面前抵赖。 那天晚上,可不止我一个人看到和听到了,是苏家所有人都看到和听到了,你还敢不认? 你想要动手杀苏婷的事,现在谁不知道? 我如果说那个不是我,你信吗?我其实是被夺赦了,我连忙解释。 可守牧人哼了一声,哼,其实我是你爷爷,你信吗?你这个时候跟我扯这个,你怎么敢的呀? 老乞丐这时候瞪了我一眼,好像在说你找理由也找个好点的呀,这时候还在胡扯,这不自找麻烦吗? 我其实也不是想自找麻烦,只是有些读者不信邪,所以我随便说说。 我不想再跟你胡扯,拿命来吧,今天我就用你的血击败苏家的祖先,你下去以后,自己给他们慢慢解释。 守牧人已经没有耐心了,只想要我的性命,但老乞丐还是毅然决然挡在守牧人面前。 要想杀他,先杀我。 小子,你走。 我没想到,老乞丐居然会这么讲义气,我跟他两个人加起来都未必打得过这个守牧人老头,只能走一个留一个。 但他如果不管的话,守牧人不会为难他的,守牧人就是冲着我而来。 当我折死,你保不住他。 守牧人一点都不客气,双手混云而起,双掌如雷,直接击向了老乞丐。 老乞丐连忙接掌,可是完全不是对手,守牧人太厉害,这一掌直接震得老乞丐再次飞了起来,撞穿了大厅的墙,这回嘴角渗出了血丝,守牧人来真的了。 狗东西,当年京都最强果然厉害,臭小子,还不走,我顶不了多久。 老乞丐说完后,再次爬了起来,这次他阴狠了许多,眼睛不知道为什么发红了,手如铁块,双掌如龙出海,直接倾向了守牧人。 我不可能卖你,这是本来也不该归你管,你走吧。 老乞丐只帮我一次就行了,其实这个事我没请求他帮我,但他居然破例了,所以我才说他够一切。 我也拔出妖刀,直接砍向了守牧人,刀口发出紫光,妖气直冲守牧人的脸上。 看你这个鞋样,堂堂风水师,居然用妖刀,看来清楚你绝对错不了。 守牧人徒手接住了我的妖刀,居然硬生生将妖气逼了回去,他手会化皱,如风如雷,一道清明入刀刃,直接将我的妖刀弹飞了出去,然后一把掐住了我。 另外一只手挡住老乞丐后,以拳击爪,力道浑然天成,威力无穷,老乞丐再次不敌,被击得步步后退,背后顶墙才借力停了下来。 哎呀,你怎么不走,我们夹起来也未必能赢他,你不用担心,他不会杀我的。 老乞丐有些急了,但又无能为力,守牧人强他太多了。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守牧人掐住了我的身体,一道道杀气如墙一样将我围了起来,手如刀刃,想要迅速了结了我。 你还有什么遗言,我跟苏盛相识一场,别说我做得太绝情,给你一分钟说遗言。 守牧人还挺人道,你是非不分,若杀了我,你今后必无言见苏家的祖先。 我挣扎了一下,发现这家伙的力量已经到达了无法突破的地步,可怕的力量好像遏制了我全身,他施法连守绝都不用,任何东西都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能练到三花巨顶,武器朝圆,此人确实可称最强。 以我现在的实力,实在无法与其抗衡,苏听好阴险,完不起把这个老怪物给搬了出来,但这老东西是有良心的,并不是什么坏人。 哈哈,我有什么是非不分的,我亲眼所见,还会错杀好人。 无言见祖先的是你,而不是我,以下犯上,最无可恕。 有我在的一天,还轮不到你个矛头小子撒野。 守木人说完后,力度更加大了,找如风暴雷霆,将我的身体慢慢捏紧,随时会鼓抱一样。 可我没有求饶,也没有痛苦哀嚎,只是大声喝道,最无可恕的是苏婷,我才是替天行道的那个。 他为了得到女娲时,杀了女娲后人,手段残忍,简直就是败坏我们苏家的名胜。 我与他理论,可却被陷害和驱逐,我有什么错?我杀他。你有脑子的吗?我凭什么杀他?我能赢他?你醒醒,我才几岁,他可是苏婷。 你说什么?守木人被我的话一惊,立马松了礼,但只是对我的话半信半疑。 你可有证据,临死前的胡言乱语,谁信?我冷哼了一声,不用证据,我就问你一句,你见他的时候,是否觉得他变年轻了? 子夫曾经说过,苏婷变年轻,一定是恋化了女娲时,守木人也不傻,这个一眼就能看出来。 而且他已经恋到这个地步了,都没有烦恼还童,永保容颜,苏婷凭什么变年轻? 守木人皱紧了眉头,开始稍微有点相信了。 小子,你可别耍我,不然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永世不得投胎。 守木人放开了我,一个活了这么久的强者,他会有自己的分辨能力。 不管怎么样,苏婷变年轻是铁板钉钉的事情。 万一我所说的话属实,那他就错杀好人了,他自然要斟酌再三。 我疯狂咳嗽着,差点就丧命于他的手上了,怪不得那个家伙也没跟他打就跑了,这守木人就是一头猛兽。 我耍你干什么? 这个事情,你自己去查就知道了,女娲后人跟我们苏家还有婚约,苏婷为了女娲时,全然不顾道义,按下杀手。 被我发现后,连我都想杀,可我有戾气在身,他无法动手,于是就想办法,给我套上罪名,让苏家的祖先都不再庇护我,让所有人都追杀我。 可恶啊,我气得狠狠一拳砸在了地板上,接着无奈心酸地掉眼泪,为什么?为什么所有人都不信我? 公道啊,公道何在?难道家主就可以为所欲为吗?苏家是不是没有天理? 呜呜 行了行了,大老爷们哭什么,如果错不在你,我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 虽然我不是你们苏家的人,但我答应过会守护好苏家,就算是苏家的家主,也不能乱来,这样会毁了苏家的千年名声。 守护人还算明智,看来我应该是能躲过一劫了,但是危险还没有撤离,因为苏婷不会承认的,我又没有直接的证据,除非守护人直接能在她的身上感应出女娲时。 可苏婷非常狡猾,她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对付,这些事情我能想到,她也能想到。 但我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有什么就说什么,先保命要紧。 老前辈你要给我做主啊,我也是大长老,为了苏家的名誉,为了正义,我都敢跟家主斗了,可却落了个人人喊打的下场,公道何在啊。 还有那女娲后人才二十岁,就这样被苏婷那个王八蛋给骗杀了,真是太残忍了。 此等恶魔,凭什么当家主? 我不服。 我连忙黑了几遍苏婷,让她的地位从守护人的心中下降,这样就好办事了。 既然如此,你跟我回苏家,然后找苏婷对质。 守护人冷哼了一声,然后让开了路,意思是,让我快走,当然了,如果我不走,她会绑我去。 我当然要去啊,不去的话,我现在就死了,可我把握不大,如果胡仙能将黑桃带回来就好了。 有了黑桃作证,那白灵的死苏婷就做定了,可胡仙到现在都没有联系我,这宝珠就跟失效了一样。 难道说,她去的地方太远,保住没有信号了? 走,回去找她对质。 我连忙附和着,其实说实话,我并不想回去,但现在不回去都不行了,守护人不会放过我的,这死老头也太厉害了吧。 为了证明我的话没错,我们三人从茶庄前往苏家,路上的时候老乞丐好特意小声问我,刚才说的是,是不是真的? 其实他也担心我只是为了活下去,胡编乱造。 如果是假的,回去也是死,而且死得更惨。 那么多苏家的人,我回去就是被群殴,破颜时间也只是能多活一下子而已。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我说的话其实不假,但就是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的话,无论是真是假,都是假的,这是太大了,没有证据是不会有人信的。 现在唯一能祈祷的就是,希望守护人能在苏婷的身上找出女娲石,具体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她变年轻肯定是跟女娲石有关。 老乞丐见我也不确定,立马惊出了一身冷汗,这妥妥的赌命行为啊。 但她也知道我没有办法,不这样的话,刚才我已经死了。 回到熟悉的大门前,守护人大喝了一声道,开门。 声音如雷震耳,没多久,大门就敞开了。 守护人的派头在苏家非常大,几乎所有人都出来迎接她了。 可大家见到我后,立马开始动刀枪了。 我这个苏家叛徒,以下犯上,自然是人人得而诸之。 或许杀了我还要奖赏,他们当然要杀我。 苏毅从人群中钻了出来,然后站在前头对我说道, 嘿嘿,苏羊你个臭小子,果然逃不出老前辈的手掌心啊。 被逮到了吧,抓他进来凌迟。 哼,感动家主,活腻了吧。 苏毅话音一落,每个人都群情激愤,叫削着,要弄死我。 他们还以为是守护人抓我回来受死的。 可这时候,守护人却摆了摆手,都别吵,让苏婷出来见我, 这小子是生是死,等下再定夺。 说完后,守护人带着我跨进了苏家的门槛, 然后一步一步走了进去,他不动手, 其他人也不敢动手,只能干看着, 而且好像感觉有点不太对劲。 苏毅非常不理解地说道,为什么呀? 这小子最都定了,唯一可讨论的应该就是怎么让他死吧? 还有啥可定夺的? 老爷子,你可别给他忽悠了, 他这张嘴比加藤哥的手都厉害, 啥都能忽悠。 可守护人却瞪了苏毅一眼,少废话, 让你爸出来,我有事问他, 你们也悠着点,别给我搁这吵, 该杀的人我会杀,你们这些毛都没长齐的, 不配叫我做事。 守护人很严厉,苏毅不敢再顶罪了, 连忙慌张地跑过去找苏婷, 这王八犊子特别恨我,以前我就跟他有仇怨, 后面那个家伙又毒打了他一顿, 还是当着所有人的面打的, 他能不记恨我吗? 估计他现在想用最恶毒的办法来折磨死我。 此时所有人都鸦雀无声, 没有一个人敢在守护人的面前叽叽歪歪半句。 我现在脑子飞快地运转着, 如果失败了的话, 我该怎么逃? 我看了一眼苏家那么多的子弟, 又看看强大如神的守护人, 我能逃跑的几率好像为零。 所以, 我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有守护人亲自到访, 苏婷估计也不敢怠慢, 没多久就跟着苏一屁颠屁颠赶来了。 苏婷淡定很多, 明显是见过世面的人, 见到我后只是看了我一眼, 脸上没有过多的表情, 可能早已经想到我会跟守护人说一些什么了。 苏白, 抓到这小子处决了就是, 何以这么大的阵仗? 苏婷对着守护人恭恭敬敬地作一掌, 跟秦安一样, 看来他也不是不低头, 只是只对强者低头, 我还以为这老小子一身傲骨呢, 原来也不过如此啊。 守护人朝苏婷冷言问道, 你是不是为了夺女娲时, 杀了女娲后人? 苏婷居然一副震惊的样子说道, 苏白, 你听谁说的瞎话? 女娲一族向来与我们苏家交好, 而且还有婚约, 我怎么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这也太扯淡了吧, 说话得有证据啊, 苏白, 我敬重您, 但也请您不要相信小人的话。 苏婷跟狗一样, 说的话没有一句是人听的, 白灵绝对是她的杀的, 还得我在这里装。 苏婷, 你别装了, 没有女娲时, 你会突然变年轻, 你以为自己在修仙啊? 她骂我小人, 我当然要回怼她一句, 整个苏家, 除了我, 还真没有人敢忤逆她, 也就是我来了这里以后, 她这个暴君才有了对手。 可苏婷却被手冷笑道, 说话真搞笑, 功法千千万, 总有修复容颜, 恢复青春的秘书, 而且, 我这个幅度根本不大,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还功法, 我看你修炼的玉女心经吧? 什么秘书拿出来看看, 我不相信, 这世上有这种功法, 有的话, 早就有无数人来抢了。 我鄙视地看着她, 这家伙嘴可真硬, 不过在我的意料之中, 她怎么可能承认自己, 杀了女娲后人, 还剖尸夺女娲时, 这简直就是畜生。 苏杨, 你够了。 苏义见我对苏婷不敬, 立刻狗叫了起来, 就这王八犊子, 还跟她说什么? 敢这样跟我爸说话, 老爷子你别信她, 什么杀了女娲后人, 她就是在故意转移视线, 让我宰了她, 好祭奠祖宗, 这种叛徒, 跟以前的苏魂有什么两样? 早点杀, 早点解除隐患。 苏义说着突然拔剑, 然后就要剁了我, 这王八犊子, 跟我有十元九仇, 恨不得我现在马上就死。 可苏婷却阻止了她, 瞪了她一眼后喝倒, 退下, 书白在此, 不得造次。 可是, 爸, 他, 滚。 苏婷见她还不依不饶, 立马骂了一句, 这下苏义老实了, 收回了件一言不发, 一个字不敢再说, 惹怒了苏婷, 可没有好下场, 即使是她的儿子也不例外, 这个人有点狂躁症的。 守牧人见我和苏婷各执一词, 这样也无法分辨什么, 但他明白, 只要苏婷身上有女娲时, 那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苏婷你过来。 守牧人向苏婷招了招手, 苏婷不敢不从, 只是脚步缓慢地移动了过去。 守牧人突然对苏婷起手, 但这个老狐狸经验非常老道, 他知道守牧人不会伤害他的, 所以也是没有动。 守牧人突然探了一下苏婷的天灵盖, 然后就是二十六大学, 十二小学, 印堂还有天宗。 这时候守牧人没有说话, 只是皱眉和深思, 我和苏婷都紧张到了极点, 不知道这老家伙怎么了? 有没有头绪? 老前辈, 结果怎么了? 我忍不住先问了。 守牧人皱眉说道, 他体内没有女娲时, 但身体确实多了一股外来力量, 而且还没有完全炼化, 不然我探测不到, 苏婷, 你能告诉我这股力量是怎么回事吗? 苏婷明显脸色一沉,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这家伙估计都没有想到, 守牧人居然能探测到这种程度, 那股没有炼化的力量, 肯定是女娲时的力量, 但我没有证据, 说了也没用。 书白, 这力量是一个云鹤大腰的, 我杀了他, 取了他的腰单。 苏婷回答道, 这个理由明显编的。 你吸取腰单? 你在练邪功? 守牧人看向了他, 一脸的怀疑, 苏婷能看上腰单, 这玩意可能会让人入魔的, 腰可吸食腰单, 人吸食腰单是会出事的, 这种邪门歪道, 苏婷怎么可能看得上, 一个不小心可能毁了自己几十年的修为? 苏婷连忙摇了摇头, 书白误会了, 云鹤大腰是灵妖, 力量纯净, 吸食没有问题的。 灵妖? 你杀灵妖作甚? 人家纯羞, 又不杀人? 守牧人还是挺聪明的, 苏婷编的理由, 好像并没有那么完美。 书白, 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有天赋, 为了修炼, 我也需要一些手段, 妖始终是妖, 杀或者不杀, 我都没有错。 苏婷说的, 好像也有那么一些道理, 有人分好妖坏妖, 有人不分好坏, 是妖都杀, 但你也不能说他是错的, 只是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 那你杀了他, 尸体在哪? 我要去看看。 一下。 守牧人干脆扒到底, 而且也好让我服气, 如果苏婷体内那股外来力量真的是云和大妖的, 那女娲时就跟苏婷没有关系了, 女娲后人也不能说苏婷杀的, 除非能拿出更有力的证据。 尸体被我丢弃于悬崖底下, 不知去处, 如果书白需要的话, 我可去找来, 希望没有被其他东西啃食掉。 苏婷回答道, 好, 你要几天? 守牧人问道, 苏婷眉头一皱, 没想到守牧人这么认真, 这是要查到底了, 但话他已经说出口, 改口也来不及了, 而且苏婷如果不这样说的话, 守牧人可能会自己去找, 那样会更糟糕, 所以他只能答应了。 三天? 苏婷说道, 这家伙不会真的杀过云和大妖吧? 不然他现在去杀的话, 三天有点悬, 不是强不强的问题, 世界这么大, 你上哪找云和大妖去? 可他毫不犹豫就说了三天, 明显是自信的。 好, 先把这小子关牢里, 我可跟你们说了, 在我没有下定论前, 谁动他谁死, 明白没? 守牧人的话没人敢不听, 没多久我就被压到了苏家的地下牢房, 不过有老乞丐陪着。 来苏家这么久, 我还是第一次进苏家的牢房, 这里很冷, 而且有一股发霉的味道, 老乞丐则感觉没关系, 但我浑身不自在。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从牢房的另一边传来了笑声, 嘿嘿嘿, 你也进来了呀, 这下我有办了, 傅长生。 朝着黑暗的牢门向外望去, 不远处有一个被数十根魂链锁着, 摆到金服封印着的恶鬼, 他正是被苏婷俘虏的苏魂。 魂魂是你吗? 魂魂? 我嬉逼笑脸地看着他, 这家伙落到谁的手里不好, 居然落在了苏婷的手里, 这一下有他好苦头吃了, 苏婷这种对付杀父仇人, 是不会手软的。 苏魂冷哼了一声, 傅长生, 你少要在这里跟我嬉皮笑脸, 你的下场不会比我好上多少, 苏婷不会放过你的, 你运气不错, 居然夺回了身体。 切, 你放心, 我比你好上千辈, 我过几天就能出去了, 你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呢? 你现在是鬼, 死了, 应该无法投他的吧? 我嘲讽地看着他, 这家伙也算作恶多端了, 死有余辜啊。 你也放心, 苏婷杀不了我, 会有人来救我的。 苏魂居然跟我一样, 信心满满, 可我的仪仗是守牧人, 他的仪仗会是谁呢? 能进来苏家救人的人可不多, 想过苏婷这一关本身就非常难, 何况苏家的高手也不少, 除非跟守牧人一样的实力。 但这个家伙不像是吹牛皮, 他的样子极其自信。 这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但我不太确定, 所以我想炸他一下。 是张三丰吧? 我突然说道。 苏魂突然愣了一下, 随后静静地看着我几秒, 然后笑了。 你小子, 是不是找了痴妹婆婆? 苏魂果然狡猾, 话刚刚出口他已经反应过来了很多事情。 我也没有隐瞒他, 冷冷地回到, 我已经把他杀了。 他该死。 长蛇妇, 不忠心! 苏魂毫不同情地说着, 好像仿佛还要感谢我一样。 你的事他都说了, 我已经全部知道, 但我不喜欢留活口。 我再一次炸他, 痴妹婆婆其实知道的很少, 张三丰是我猜测的, 这样说或许能套苏魂的话, 希望他能上钩。 苏魂毫不在意, 是吗? 他知道个屁。 傅长生, 你在我的面前玩这种伎俩还差得远, 你恢复记忆或许还能和我斗一斗。 苏魂警惕得很, 我居然炸他失败了, 这家伙不愧是苏家头号反骨仔, 智商在线, 就是运气不太好, 运气好的话, 他已经夺了我这具身体了, 当年反家主也应该成功。 只能说, 天时地利人和他总是占卜权, 失败是天意。 千机散呢? 落到苏婷的手里了吗? 那可是我爷爷的东西, 你得还给我。 我连忙朝他问千机散的下落, 这东西身上好像有点秘密。 苏魂点了点头, 没错, 我被俘虏千机散就落到苏婷手上了, 但你我都是接下球, 还是想一下怎么出去吧。 还惦记着那个, 真是可笑。 苏婷拿到千机散会怎么样呢? 他知道千机散的秘密吗? 我得想办法拿回来。 他就是冲着千机散来的, 只是刚刚瞧我被那愚蠢的徒弟中伤了而已。 你想从老虎口中夺食, 你做梦吧。 苏魂的话, 让我之前的猜测得到了验证, 他果然是另有目的, 不然当时苏家都在追杀我, 他凭什么突然去找苏魂? 只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 他的目标居然是千机散。 那把伞虽然有些奇特, 可是感觉也没有非常厉害, 所以当时不在意, 没想到他身上居然另有秘密。 而且苏婷也想得到他的话, 那说明这家伙也知道千机散的秘密。 千机散到底有什么秘密? 那个找你的老头是张三丰吗? 他为什么说千机散是他的? 我一连串问出了一大堆事情, 可苏魂这个家伙毫无应答, 只是阴冷地看着我。 傅长生, 你一个远古时代的人, 有些事情还轮不到你管, 你就好好当你的麒麟之子。 苏魂果然不会说出自己的秘密, 就这样和我僵持着, 最后我也懒得理他了, 我们一个被关着, 一个被锁着, 大眼瞪小眼, 口水都喷不到对面去, 说再多也没用, 就是两人都沦为阶下囚, 感觉有些凄惨。 这时候, 我和老乞丐坐回了牢房的角落去, 远离苏魂后, 老乞丐指着那边说道, 这家伙之前不是死了吗? 居然变成恶鬼又回来了, 这怨气有点大啊。 老乞丐也是京都人, 苏魂反苏家的事应该也听说过, 毕竟这家伙差点成功了, 杀了病重的上一代家主, 偷袭几个长老, 最后, 要不是我爷爷和苏婷联手击杀了他, 未来的家主或许就是他。 变数其实就是我爷爷, 可惜啊, 我爷爷帮了苏婷, 如果帮了苏魂, 那他就成功了。 举其成功, 改变了苏家的血统家主制度, 苏家大变, 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可天意难测, 仿佛冥冰之中都有定数。 苏魂不是一个恶者, 是一个失败者, 失败后, 只能当一个恶者了。 他当年要是成功了, 在舞台上, 讲成功学的都是他, 名义就是, 推翻了苏家的封建残破制度, 输了就是反叛者, 历史上这种事屡见不鲜, 只是这个家伙非常执着, 变成鬼也要回来复仇, 真是个狠人。 前辈, 你以前也认识他吗? 我朝老乞丐问道, 苏魂比他少一辈, 应该也打过照面。 不算认识, 但见过, 这家伙以前很狂, 后面被苏盛调教过人, 就温顺了很多, 但不知道为什么, 还是反叛了苏家, 然后就被杀了。 他资质不错, 实力也上涨得很快, 可惜了。 老乞丐补了一句后, 叹了口气, 好像在惋惜什么, 可能是在惋惜一个人才的陨落吧, 苏魂绝对算得上一个人才。 前辈, 那你知道千基伞吗? 我爷爷做的, 你知道有什么秘密吗? 我说完的时候, 看向了苏魂的方向, 好像黑暗中有双眼睛在窥探我, 但我尽量压低声音不让他听见, 潮湿的空气中有些诡异。 千基伞, 这个倒是听说过, 当年一白仙霍乱民间, 后来被一人用千基伞给杀了, 那个人好像就是你爷爷, 可这个伞, 好像不是你爷爷单独完成的, 他找了一个人帮忙, 具体是谁, 我也不清楚。 老乞丐说的那个人, 不会就是之前找苏魂那个白眉白发老头吧? 这样就说得通了, 而且很有可能伞, 其实是他做的, 我爷爷只是拿了出来, 所以别人都认为是我爷爷打造的伞, 怪不得他要向苏魂讨要。 阴暗潮湿的地牢让人极其不舒服, 而且蚊子还多, 嗡隆隆地不停, 让人想睡都睡不着。 我跟老乞丐简单唠两句, 就靠墙睡觉了, 也不敢说太多, 一来怕有监控, 二来怕苏魂听到了什么。 苏家, 这算不算私自建牢房, 算不算私自囚禁人? 李奶奶的, 老子有命出去得举报他才行。 接下来的日子, 对我来说只有等待, 但我要算着时间, 因为八大财团给我的日子只有七天,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出去完成这个赌局, 除非我死在这里了, 但我相信守牧人, 而且, 我也只能相信他了。 地牢的待遇非常差, 没床睡地就算了, 吃得也跟猪食一样, 看一口都难以让人下咽, 苏魂比我好, 他瞄的是鬼, 连吃喝拉撒都免了, 不过他被这样封印着, 其实也不好受, 苏婷留着他不知道想要干啥, 按道理来说, 应该是要灭了, 毕竟杀父之仇。 可到了半夜的时候, 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 那就是白骨。 见到白骨我欣喜若狂, 它也没有让我失望, 给我带了许多好吃的, 还有老火亮汤。 果然一日敷七百日恩, 这有过同床梦的就是不一样, 关键时刻还能给我开开后门。 你吃点好的吧, 也不知道你能活几天, 死也做一个饱死鬼。 你说你好端端的大长老不做, 去谋朝篡位干什么? 这些什么都没有了, 还搭上性命。 白骨叹着气将美味佳肴都摆在了我的面前, 那些猪食实在吃不下。 而且, 那些苏家子弟很多都是苏裔的人, 他能给我好过吗? 我都怕他们在饭里拉屎拉尿吐口水, 所以我们都没有吃, 生生饿了一天。 见到这些美味的佳肴, 我跟老乞丐都狼吞虎咽了起来, 风卷残云后, 直到把最后一颗迷舔干净。 谢谢你啊, 白骨, 我比了一个心, 有些油腻, 但现在却是我最真实的想法。 说什么都没有用, 因为爱永远都是做出来的。 不用谢, 其实我想问你的是, 你之前是不是被夺赦了? 白骨说出的话让我愣了一下, 居然识别得出来。 这么多人, 只有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认出来了。 为什么这样问? 我饶有兴趣地反问到, 只有他认出来了。 不知道, 就是感觉有点不太像你, 感觉就是变了一个人。 白骨一边收着盘子, 一边低头说着, 这时候我发现他的眼光有异样, 好像在对我识眼色, 这时候我连忙靠近, 只见他的手心有一颗黑子的小虫子, 造型很独特, 有点像蚂蚁, 又有点像毛毛虫, 比拇指小一点点。 这是振心骨, 必要的时候吞下去, 会让你心脏停止跳动两个小时, 进入完全假死状态。 如果你能活下去, 那就逃离京都, 永远不要回来了。 你我虽有缘, 但我只能帮你到这。 白骨非常小声地说着, 然后副掌而下, 掌心和我的手掌对上, 那虫子立刻跟被控制一样, 慢慢地爬上了我的手掌, 然后顺着耳朵藏在了耳后。 要知道, 白骨这样帮我被苏婷发现的话, 她是会死的。 她居然为了我冒这么大的风险。 我都没来得及开口, 突然一阵高呼传来, 你在干什么? 朝着声音看去, 我发现苏婷居然站在了门口, 眼睛如狼一样盯着我们。 这个家伙, 什么时候来的? 刚才我们说的话, 她都听见了吗? 如果是这样, 那就糟糕了。 白骨脸色立马变得极其难看, 然后跪了下来。 家主恕罪, 我只是念她是大长老, 给她送点吃的, 没有别的意思, 我。 滚。 苏婷突然什么都不想听, 白骨没有说完就背她撵走了, 白骨连忙拾去地收拾完东西走了, 看都不敢再看我一眼。 要知道, 被苏婷发现她有反骨的话, 逐出苏家事都算小的了, 怕她到时候连命都没有。 苏婷这是什么都没有听见, 什么都没有看见吗? 还是说, 只是冲着我而来的, 根本没有空去管白骨。 可我错了, 她没有理白骨, 更没有理我, 她是冲着苏婷来的。 她一步一步地走向了苏婷, 然后眼睛紧紧盯着苏婷的眼睛看, 苏婷也根本不虚她, 眼睛和她对视, 就算沦为阶下球苏婷也一点不怂, 仿佛两只狼在互相厮杀。 你可来了, 我等你好久了。 苏婷首先开口说道, 但眼睛没有移开, 两双眼睛依然凶狠地对峙着。 可苏婷并没有开口, 而是框框框给了苏婷几个大嘴巴子, 把苏婷的鬼嘴都扇歪了, 甚至扇得直冒火星子。 苏婷歪嘴一笑, 并没有在乎, 甩了一下脸, 又恢复了。 为什么打我? 苏婷问道, 你该打, 一打你不守信, 二打你是废物, 连徒弟都赢不了, 三打你居然还要我来救。 苏婷说道, 这话, 我怎么听着有点不太对劲呢? 好好好, 我认错, 都怪我。 苏婷不怒反笑, 居然向苏婷认错道歉了, 不对, 这真不对劲。 钱击散呢, 快还我。 苏婷伸出了手, 伸到了苏婷的面前。 苏婷动了动手脚, 但无法挣扎开, 意思好像是在说他现在有手拿给他吗? 不得放开他才行。 可苏婷无动于衷, 依然冷冷说道, 是不是不在你手上了? 你放我, 我会给你拿回来的, 你慌什么, 相信我最后一次好吗? 苏婷立马讨好, 站他对面的仿佛根本就不是苏婷。 苏婷, 我在最后警告你一次, 你不要再给我耍花样, 不然我杀了你。 钱击散你自个儿给我去拿回来, 我不想惹麻烦上身。 苏婷指着苏婷的鼻子痛骂道, 每一个字都极具威严, 苏婷则嬉皮笑脸, 一边点头一边说好, 反正无论苏婷说什么, 他都答应。 你现在先放我好吧, 我保证千几伞给你拿回来。 苏婷再次保证, 而苏婷这次没有再说什么了, 退后两步后, 直接两指伸出, 然后宛如刀一样劈下, 恐怖的是, 十几根铁链全部瞬间毁灭, 上百道金服化为了烂纸, 飘散于空中, 甚至在此期间没有发出钉点声音, 仿佛空气在毁灭一切一样, 全世界都静音了。 不对劲, 他不是苏婷, 苏婷做不到这样的程度, 他比苏婷要强。 呵呵呵, 老子终于算出来了。 小子, 我已经说过了, 我会出来的, 苏家关不住我。 苏婷摆脱一切束缚后, 眼睛朝我这边看了过来, 非常得意。 魂哥, 自己人, 连我也一起放了呗。 我拱手说道, 祝他恭喜发财, 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 合家欢乐。 好人, 特么的一生平安, 扣一佛祖都保佑你。 切。 苏婷轻蔑一笑, 直接消失了, 鬼影只是闪了一下, 阴风过后, 无影无踪。 这时候, 苏婷看向了我, 盯了好一会。 你是谁? 我也一样看向了他, 易容树吗? 他绝对不会是苏婷。 别的先不说, 就这个说话方式和态度, 就不可能是苏婷了, 苏婷可是他的杀父仇人。 这个人能混进苏家, 装扮苏婷的样子, 救走苏婷, 实力深不可测, 刚才那两下子, 已经足以说明他的厉害。 可他没有回答, 我的问题与苏婷不同, 他大摇大摆走出了这里, 头也不回, 只是看我的眼神, 永远留在了我的脑海中。 他的眼神告诉我,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他会来找我。 人走了以后, 老乞丐突然在我耳边说道, 他不是苏婷。 谢谢你啊, 不是你说, 我都差点蒙在鼓里了? 呵呵。 苏婷逃走了, 看牢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知道, 但这个不关我事, 我只是一个坐牢的, 我瞎操心傻。 大概第二天天亮的时候, 才发现, 苏婷进地牢里, 就喊得跟死了爹妈一样, 嗓子都喊破了。 苏婷呢? 苏婷去哪了? 你们这帮饭桶, 饭桶, 还去通报家主, 苏婷跑了。 苏婷气得杨颠风都快发作了, 苏婷不但跑了, 还跑得毫无发觉, 他们都不知道, 苏婷是怎么逃掉的。 看牢的被苏婷, 打得牙齿都掉了几颗, 然后战战兢兢地跑了出去, 连忙去找苏婷, 不然等下要被苏婷打死了。 苏婷这时候, 突然轰的一声, 一脚踢在了我的牢门上。 苏婷, 你们关在一起, 苏婷怎么跑掉的你一定知道, 告诉我, 苏婷怎么不见了。 这时候我掏了掏屎, 然后一脸慵懒地回答道, 不知道, 你要是叫我一声爷爷, 或许我能记起来。 臭小子, 当了阶下球还这么嚣张, 老子不给你一点颜色看看, 你都分不清大小王。 苏婷说着, 连忙拿出来了水枪, 然后想要朝我们发射。 你可别乱来, 守木人说了, 罪行没给我定下之前, 谁也不能碰我, 不然就杀谁。 你可想好了。 苏婷这个愣头青, 一听守木人立刻怂了, 毕竟那个级别的实力和辈分, 不是他能惹的。 行, 你行, 不过你以为, 老子没有办法对付你吗? 不说老子饿你两三天, 我看你说不说。 苏婷恶狠狠地说着, 想要用另外一种方式虐待我们。 这时候苏婷出现了, 那些勘劳的把他找了过来, 不过有些奇怪, 他只答应守木人三天时间, 现在的他不应该去找云和大妖吗? 不然这个谎话他怎么圆? 莫非他真的杀过云和大妖? 不然他时间应该是很紧的, 根本就没有时间待在家里。 爸, 苏婷跑了, 苏杨这小子应该知道怎么回事, 可他就是不说。 苏义连忙跟苏婷告状, 只有苏婷给他撑腰, 那他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行行了, 就等着苏婷发话呢。 可苏婷却只是看了我一眼, 只是我现在这个样子不会开口的, 他比苏义聪明, 而且守木人已经说过了, 现在倒肯定理亏, 而且他在牢里关着, 本身就与我无关。 苏婷来到了苏婷关着的位置, 然后蹲下开始查看着情况, 比指挥无能狂怒的苏义要好。 十几根寒铁骤炼居然断成这样, 金服也尽数毁坏, 苏婷本来就有伤, 他不可能做到这种程度, 应该是被什么人救走了。 昨晚有什么人来过? 苏婷看出了情况, 然后朝看牢房地问道, 他知道我不会说的, 还不如自己查。 看牢房地突然说道, 你呀, 昨晚你就来过。 苏婷突然一愣, 你说什么? 我来过? 我什么时候来过? 昨晚凌晨一两点左右, 你来了一趟, 说是来看他们, 然后没多久就走了。 我也没敢问什么, 毕竟您是家主。 看牢的如实回答着, 可却迎来了苏义的又一巴掌, 三个人被打成了猪头, 少了一排牙齿。 苏义大吼道, 你们这群蠢才, 这些都是苏家的犯人, 家主会半夜三更大驾光临来看他们? 你以为他们脸上贴金啊? 一群蠢货, 被人一容竖骗了。 三个被又打又骂, 一句也不敢还嘴, 谁让他们办事不利, 看只鬼都看不好。 苏婷皱眉说道, 苏家的阵法非常严密, 外人根本很难进来, 除非有人接应, 昨晚除了我, 还有谁进来了? 看牢的想了一下, 然后说道, 还有白姑, 白姑进来一会, 您就来了, 您一来, 白姑就走了。 苏婷一听, 好像抓到了罪魁祸首一样兴奋, 连忙嚷嚷着, 我就说嘛, 就算易容也没有用, 竟我们苏家非常困难, 原来是这娘们通外鬼了, 有她做接应, 外人就可以进来了, 然后易容成家主的样子, 就走了苏婷, 好一个里应外合, 找那个娘们去。 苏婷怒气冲冲地, 带着三个看牢地走了, 那三个人也很是高兴, 因为注意力终于转移了, 不然要被打死, 苏魂这么重要的犯人逃脱, 他们的责任可不小, 就算苏婷不弄他们, 苏婷这个小人也不会放过他们。 这是糟糕了, 阴差阳错下, 居然让白姑背了锅, 可整件事根本跟白姑没有任何关系。 但以苏婷的狗性格, 她不会讲理的, 她认为的事情, 她觉得全世界就她最对, 跟网络喷子杠精一样, 而且极其可能会严刑逼供。 哎, 回来, 白姑只是来给我送饭的, 她啥也没干, 狗义, 回来。 她走了, 这回白姑不死也脱层皮, 这个锅她要背。 苏婷也只是瞪了我一眼就走了, 完全没说什么, 这家伙还在想办法对付我, 根本不想和我说话。 不行, 我不能坐以待毙了, 白姑有危险。 前辈, 你出去, 帮我去找一个人。 我对老乞丐说道, 白姑本来只是好心, 没想到阴差阳错苏魂背就走了, 苏姨肯定要把这个锅扣在白姑的身上, 我不能让她因为我而出事。 可我, 我怎么出去啊, 我跟你一起被关着啊。 老乞丐无奈地说道, 她又不是自由之身, 她陪我进来以后, 就没有那么容易走了。 想办法, 你没有罪, 而且不是苏家的人, 他们凭啥抓你。 来人, 我要吃麻辣毛蛋。 我一顿吆喝和踢劳门, 闹了大概半个小时后, 终于有人来了。 你有病啊? 喊啥喊? 你现在在坐牢, 你还以为自己是大长老呢? 还吃麻辣毛蛋? 你是个傻子吧? 虽然换了几个人看牢, 但态度还真是一点没变, 甚至比之前还差, 看来我当长老的时候 没好好收拾他们。 叫苏听来, 我有事要跟他说, 你们这些小的还不够格。 我连忙朝他们嚷嚷着, 叫了大半天, 终于将他们引来了, 可他们不够资格放人, 但我需要他们去通报, 白骨的是刻不容缓, 现在不知道他情况怎么样了。 哟, 你还要见家主, 你凭啥呀? 你是不是还以为自己是大长老呢? 还敢命令我, 给你得死的, 我就不去, 你有本事你报警啊! 这嘴脸是真嚣张, 站牢房外面 以为我没有办法对付他们, 可我突然盯着他们的眼睛念咒, 一道咒服在我们之间的落下, 扑斥一声, 火焰瞬间迷了他的眼。 其中一个看牢的眼睛 立刻迷糊了, 然后跟中邪一样朝我走来。 我二话不说, 直接掐住了他的脖子, 然后将他遏制了过来, 他虽然只是短暂地 中邪了几秒, 但已经足够了, 等他醒来的时候, 已然成为了我的人质。 臭小子, 你怎么还会有福的, 近来没缩他身吗? 放开他, 不然有你好果子吃, 你这样是最佳一等, 苏杨你想清楚一点。 可没等他啰嗦完, 老乞丐一发狠, 直接一小刀扎进了人质的小腿上, 鲜血立刻飙了出来, 疼得他哇哇大叫, 跟杀猪一样。 嘿嘿嘿, 再不叫苏婷来, 他就要死在你们面前了哟。 老乞丐怪笑着, 手段比我残忍多了。 另外, 两个人瞬间慌了, 连忙转头去找苏婷。 还是你狠, 我不禁对老乞丐竖起了大拇指, 这家伙虽然落魄了, 但以前肯定是狠人, 不然也不会一家人都被人杀了。 出来混, 总要还的。 学着点, 对付这些杂鱼就该这样, 他们听不懂道理的。 老乞丐说出了治理明年, 前辈, 你听好了, 出去以后找修罗将军, 让他来苏家宝白姑, 苏婷在阴阳江湖怕的人不多, 但他唯独不会轻易得罪官。 你见到他就说苏阳, 他会明白的。 近来牢里面通讯的东西, 已经全部被没收了, 不然就可以给修罗打电话了。 现在只能让老乞丐出去找他, 修罗可以救白姑, 苏婷不会为了弄死一个管家, 而跟官方作对。 白姑对于苏家来说, 根本一点都不重要, 苏一这人爱找背锅的而已, 而且他也知道, 我跟白姑走得近, 他想报复我。 我还叮嘱老乞丐, 如果他没有办法见修罗, 可以去找诸葛克, 同样替我好使, 出去后, 一切都拜托了。 老乞该让我放心, 他虽然不在京都多年, 但还是有点人脉的, 见个将军完全没有问题, 凭他的本事, 来去自如。 就是他没有想到, 居然我会用这种办法送他出去。 苏婷没到, 不知道会不会同意。 没多久, 苏婷还真来了, 看来他还挺关心苏家子弟的性命的。 苏妖, 放手! 你狗急跳墙也没有用。 苏婷来了以后, 直接一声大喝。 我直接就一手将人质推开了, 反正我只是想见苏婷而已, 不是真的想伤人。 放了他, 他不是苏家的人, 也没有做伤害苏家的事, 你没有理由把他关在这里。 我指了指老乞丐说道, 苏婷皱起了眉头, 关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 现在一起进来了, 倒是想走了? 你以为苏家是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吗? 老乞丐不乐意了, 一脸晦气地骂道, 苏婷, 你在逗我呢? 你问过我了吗? 直接就把我抓来。 我怎么说? 苏婷看向了老乞丐, 哼, 你不是离开京都了吗? 怎么还回来了? 而且跟这小子混一起, 说不定是他帮凶。 没查明真相之前, 你们就乖乖待在这里吧。 苏婷, 你莫要血口喷嚷, 你撕尽我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反正都全家死逛了, 小心我也让你全家死逛, 我可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了。 老乞丐直接回队, 跟苏婷展开了骂战一样, 而且句句都是狠话, 为了能出去帮我, 老乞丐也是拼了, 真够仗义的。 苏婷冷哼了一声道, 呵呵, 就凭你? 你算了什么东西? 我也懒得给你们吵了, 苏扬, 你说说苏婷是怎么逃的, 我就放了他。 苏婷终于妥协了, 但有交换的条件, 本来我是不想说的, 但是到如今我也只能透露一点, 就是不知道他信不信。 有一个人模仿了你的样子, 进来救了他, 就是这么简单, 我也不知道是谁。 我说道, 这些用你说, 我不早知道了, 这个模仿我的人是谁? 他是怎么进入苏家的? 如果没有里应外合, 他怎么通过苏家的阵法? 你说点有用的才行。 苏婷眼睛如狼一样, 阴险地盯着我, 这家伙比贼斗金, 真是卧槽了的DJ。 他是张三丰, 他是来要你命的, 还有千机伞。 这一句话, 一半真, 一半假, 你自己慢慢去琢磨吧。 苏婷眉头皱得更深了, 半心半疑地看着我, 张三丰, 张军宝, 你在逗我吗? 那都是什么时代的人了? 我爷爷没跟你说吗? 千机伞的事情, 你一点不知道。 我突然炸他, 其实我也不知道, 只是有话迷惑他。 苏婷没有回答, 而是嘀咕了一句, 难道苏胜当年说的那个高人 是张三丰? 不可能, 人怎么会活这么长? 我只知道千机伞里面有秘密, 但是什么秘密, 根本不知道。 别嘀咕了, 开门, 放人。 我生气地踢了一脚牢门, 我都说了这么多, 虽然是有一半骗他的, 但也算透露了。 这家伙不会不讲信用吧? 放了那个臭乞丐, 苏婷最后还是摆了摆手, 让人放了老乞丐。 成功了! 老乞丐离开后, 只是看了我一眼, 我回了他一个眼神, 示意他不要担心, 按照我说的做就行, 我会没事的。 老乞丐走后, 苏婷朝我问道,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白骨怎么样了? 我连忙问道, 他不是内贼, 苏婷跟他一点关系没有, 他对苏家这么多年, 也是忠心耿耿。 苏婷冷哼了一声, 宁可杀错, 绝不会放过。 这就是苏家。 说完后, 他拂袖而去了, 这时候我才明白, 无论我说, 什么都没有用了, 只要白骨有一点点嫌疑, 他都铁定会有事的。 见我也好, 放苏魂的内贼也罢, 他都有罪。 我愤怒了, 踢了一脚牢门, 不, 这不是苏家, 是你苏婷罢了。 只要可以丢弃的任何人, 瞬间就可以成为弃子, 这种做法太不人道了。 希望老乞丐一切顺利, 只要修罗来了, 他一定可以救出白骨, 苏婷不会跟他斗的, 除非白骨的价值, 足以让苏婷不顾一切, 跟一个将军拼命。 在牢里的日子非常难熬, 我做也不是, 蹲也不行。 而且, 这里光线昏暗潮湿, 根本不是人呆的地方, 但我只能忍耐。 离苏婷答应的日子越来越近, 离我沙巴大财团的日子, 也越来越近, 一切都那么地迫切和紧张。 可我不相信, 苏婷真的可以带来一只云鹤大妖, 云鹤, 在神话故事里, 就是仙灵, 也有仙鹤之名, 在现实中就算是妖, 那也是, 比较纯灵的, 一事难寻, 非常的稀手, 二事本事不低, 这么短的时间内, 现在去拿来, 还靠谱一点。 可是这样的几率也非常小, 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去杀这种妖的, 包括苏婷, 灵妖, 和其他的妖不大相同。 可是很奇怪, 等到第三天的傍晚, 我依然没有看见有人来, 不见苏婷, 也不见守墓人。 因为结果出来了的话, 要么还我清白, 要么杀了我, 但是没人来是怎么回事, 这很奇怪, 越是这样, 我越是不安。 入夜后, 地牢更加地黑了, 这时候进来了一个人, 但我看不见他的身影, 只能感觉他的存在。 哐当一声, 门锁被劈了, 声音很响, 但没有人过来, 很明显, 这个人已经将看牢的都解决了。 快走! 听到他的声音, 我愣了一下, 这不是守墓人的声音吗? 老爷子, 你要干什么? 我急急不解地朝他问道, 他这个架势, 根本就不是来放我, 而是来劫走我的。 如果是放我, 直接让人开门了, 而不是这种行为。 先别问这么多, 跟我走就行了, 出去我再跟你慢慢倒来。 守墓人说着, 直接声拉硬拽, 将我带了出去, 而且是翘无声息, 将我带出了苏家。 无意人能发现, 就算无意撞见了一两个人, 那也几乎是顺倒, 没有任何反应和喊叫的机会。 守墓人太强, 这些小辈在他面前犹如蝼蚁, 完全不够看。 他要带任何一个人走, 苏家没有人能挡得住。 出了苏家以后, 我急急不解地朝他问道, 老头, 你到底想干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带我出来? 苏婷的是怎么说? 不用说, 那天其实我已经验出来了, 他体内就是女娲的力量, 什么云和大妖, 我只是给他一个台阶下而已。 守墓人的话让我震惊, 臭老头, 你没事吧? 你早知道让我吃三天的牢狱之灾, 你是不是修行的时候把脑干修没了? 为什么? 我急急不解地问道, 那天都知道了, 还搞这么多东西。 守墓人叹了一口气, 苏婷毕竟是苏家的家主, 苏家对我有恩, 我不能直接拆家主的台, 这三天我跟苏家的祖宗谈了。 谈了? 这好啊, 直接告诉祖宗们这个禽兽做的坏事, 废了他。 守墓人这个做法不错, 祖宗们虽然死了, 但也应该明察秋毫, 苏婷就是个人渣, 快废了他。 守墓人果然厉害, 还能跟死人开个小会, 不愧是一等一的高手。 可守墓人的脸却一下子沉了下来, 拉得非常长, 脸色极其不好看。 苏家的祖先们说了, 让我不要管。 守墓人长叹了一口气, 好像有点无奈, 本来想主持公道, 没想到别人的事不让他管, 他一下子也为难了。 什么意思? 苏家的祖先这么偏心, 死人的话你可别听, 听我的, 废的苏听, 不然苏家完了, 有这样的家主走不远。 我怎么都没有想到, 苏家的祖先居然是这样的做法, 我还以为, 他们要守墓人代替他们执行家法呢。 你们这些死人, 能不能不要这么偏心, 讲讲理行不行? 以后老子不给你们烧纸钱了, 一群狗东西。 守墓人摇了摇头, 不行了, 现在我救你出来, 以后的事情只能靠你自己了。 以我所见, 你还是离开京都吧, 苏听不简单, 这步棋估计他也早想到了, 不然那天也不会那么从容 编个什么云和大妖出来。 我, 还是回去守我的墓吧。 小子, 祝你好运。 守墓人说完后, 无论我再怎么劝说和挽留都没有用, 好不容易能站在我这一边了, 可是却不能管了, 真是气人。 一眨眼的功夫, 他已经强行消失在我的面前, 而救我出来, 已经是他最后能做的一件事情, 接下来的事, 只能靠我自己了。 没多久, 苏家就传出了犯人逃跑的呼喊, 一下子, 苏家里面的动静就大了起来, 毫无疑问。 我再次成为了苏家的叛徒, 以下犯上, 刺杀家主的二五仔, 跟苏魂一个待遇。 苏听, 真有你的, 不过这步棋, 咱们不相上下。 我看着灯火通明的苏家, 陷入了沉思, 守墓人虽然走了, 但我们两个都没有损失, 没有守墓人的加入, 我就没有那么害怕苏听了, 胡先回来的话, 就可以想办法杀了他, 虽然我更想洗脱罪名, 让他身败名裂, 可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后, 我一样会选择跟他死骗。 你要我死, 我也想要你死。 苏听, 等我。 出来的第一时间, 我就想方设法去联系老乞丐, 但最终是修罗联系了我, 一辆车接走了我, 而到目的地时候, 老乞丐和白骨都在, 但白骨是昏迷的, 遍体鳞伤, 全身没有一处好的, 被苏义折磨得非常惨, 这家伙果然是想驱打成招。 他给我一个保命骨, 但我没事, 他却遭殃了。 苏义这王八蛋, 苏听我暂时解决不掉, 那就先拿他开刀, 不杀了他, 难解心头之恨。 现在白骨挂着吊瓶, 人昏迷不醒, 医生说能不能醒, 还得看他命运不应了, 白骨不止身体, 头部也遭受过重创, 就回来的时候有手术过, 但人无法醒过来, 如果一直不醒, 有可能成为植物人。 对不起, 我去晚了, 没想到那人这么狠, 审问能将人打成植物人。 老乞丐有点自责地说道, 表情带着内疚。 我摇了摇头, 不管你是, 苏义本来就不是什么善茶。 这时候我蹲下来, 握住了白骨的手说道, 我会给你报仇的, 我亲自提苏义的头来见你。 你到时候睁开眼睛好好看一下。 白骨对我的话毫无反应, 如同一个死人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要不是会呼吸, 根本看不出这个是活人。 修罗这时候从门外走了进来, 苏扬, 你出来一下。 看向门外的修罗, 我跟着走了出去, 这家伙这次挺上道, 虽然晚了一点, 但帮了我很大的忙, 白骨如果死了, 接受最深重罪孽的不是苏义, 而是我。 他是因为我而出事的, 这份罪孽我被一辈子, 跟语焉上次一样。 和我猜的一样, 苏家果然不愿意, 为了一个白骨跟将军抗衡, 修罗说带走他就带走他了。 苏扬, 你可警告你, 别为了一个身份卑微的女人耽误了大事, 我只帮你这一次, 下次这种事不要找我。 修罗说完后, 极其不满意地回瞄了一眼里面的白骨, 白骨在他眼中自然是身份卑微的女人, 而他为白骨去苏家大动干戈, 有时候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从而泄露一下秘密。 修罗将军你放心, 没有下一次了, 我保证。 我保证个屁, 你个工具人不当工具, 还能干什么, 下次还是你去救, 不然白给你升官发财吗? 我苏扬又不是什么好人, 能给你白嫖, 你省省吧。 八大财团的事情, 你加点紧, 我想赶紧升, 打仗太累了, 做办公室里喝茶比较好。 修罗在我耳边叮嘱了几句, 然后就离开了, 这家伙还不知道, 我想加入八大财团, 还在做着升官梦。 到时候, 连你一起做了, 还升官, 不干掉他, 他也会干掉我, 我是他的工具人, 他也是我的工具人。 飞鸟进, 梁工藏, 走狗砰, 我必须先下手为强。 小子, 你怎么会跟将军有关系? 危险啊, 干我们这行的, 都少跟这些人走近。 老乞丐出来后, 轻声说道, 他说的没错, 其实不止这一行, 做哪一行, 都不要轻易勾结这些人, 但我是没有办法, 身陷险尽, 只能利用身边的一切, 以寻求活路。 前辈, 你先帮我看着白姑, 能有需要我再来找你, 我先去帮点事。 好嘞, 老乞丐点头答应, 毕竟他那天也吃了白姑做的饭, 以为一饭之恩不用还吗? 新爷请乞丐叫鸡, 还叫睡梦罗汉权呢? 这几天我不在茶庄, 不知道周宇恩有没有去那里找我, 他的资料对我很重要, 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连忙赶回了茶庄, 有人进来过的痕迹, 应该是周宇恩, 因为我找了一圈后, 发现墙上留下了一行大字。 来西院找我, 事情已经办妥了。 我简单乔装打扮了一下, 然后就来了周宇恩的戏院, 这里一直都人山人海, 京都非常多追求周宇恩的男人, 可想一清方泽比登天都难, 周宇恩根本看不上他们, 但他们女神, 我早已经完烂了。 跟往常一样, 我特拳入了他的闺房, 等待他收工。 他今天演的朱英台, 等回方卸妆的时候, 我在背后一把抱住了他, 吓了他一大跳。 调皮, 以后可不准这样吓我了, 人吓人会吓死人的, 而且不能直接摸这里。 周宇恩说着, 直接将我的双手压低了八度, 直接放到了腰上。 欠, 不给就不给, 这个地方还是诸葛小姐的放着舒服, 我嘿嘿坏笑道。 你说什么? 周宇恩突然回头瞪着我, 眼神有点酸, 女人啊, 就是爱攀比。 没说什么, 我就随便提一嘴。 我连忙转身坐下, 然后玩着他的口红, 是半妥了是吗? 对, 查出了一个, 因为他女儿来了, 不然的话还真不一定。 周宇恩一边拍打着我的手, 一边让我不要乱碰他的口红, 他说这是千面如来送的, 男人碰了小心他发现。 女儿? 谁啊? 他跟他女儿失散了吗? 我继续玩着他的口红, 然后一边说着, 还时不时涂在了嘴巴上, 和周宇恩亲亲, 既然是千面如来送的口红, 那怎么也得让他有点参与感, 用着他送的口红跟周宇恩亲嘴, 他应该参与感很重吧? 爱心觉罗, 天意。 周宇恩推开我, 舌头拉着丝, 果然会, 以前一副死尸的样子都是装的吧? 呵呵, 女人。 这个新爱心觉罗的女人我记得, 还有一个叫朱乔的我也记得, 没想到她都有女儿了, 不过感谢她有女儿, 不然还找不到她的行踪, 八大财团都很神秘, 加上又跟我打了赌, 就算是周宇恩也很难获取其位置。 在哪里? 快告诉我, 我连忙问道。 周宇恩非常小心, 他没有说, 而是拿出了纸条, 然后小心翼翼地写在了纸上。 我拿起来一看, 这个地址不是周浩住的那个贫民窟吗? 那是京都最郊外, 最贫穷, 最乱的地方, 不过周浩有钱后就搬离了, 天忆果然小心, 居然躲到了那里。 他这是逆向思维, 因为有钱人都是躲在最高贵, 最豪华的地方, 他躲在最贫穷, 最落后, 最乱的地方, 那样我就想不到了。 那我是感谢他女儿, 还是感谢你啊? 我在后面环抱住了他的腰, 然后亲吻着他的脸颊, 不过亲了一嘴粉, 他卸妆没卸完。 谁都不用感谢, 杀了他, 苏杨, 全都靠你了。 周宇恩突然狠了起来, 估计想起了自己身上的重担, 完成这个任务, 曹毅才能死得明目, 他也报答了曹毅的恩情。 这是当然, 不过, 我今晚来不止为了这个, 我还想你帮我做一件事。 我抱得更紧了, 让他紧挨着我的佛下童子, 他轻哼一声, 没敢叫出来。 神? 什么事? 帮我勾引一个人? 我说道。 周宇恩立马皱紧了眉头, 然后怨气非常重地看着我。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不是真勾引, 只是引他出来, 接下来你什么都不用做, 我自己来就行。 他沉默了一回, 最后还是问道, 谁? 苏家家主的长子, 苏义。 我回答道。 男人, 实色性眼, 我就不相信了, 苏义那货能抵挡得住三大美人之一的诱惑, 而细子出身的周宇恩, 对苏义这种年纪的人有更大的杀伤力。 这个家伙, 我一定要亲手做了他。 你为啥要杀苏家的人, 这样苏婷能放过你吗? 那是他大儿子。 周宇恩急急不解地看着我, 这不是让自己更加危险了吗? 虽然苏家现在跟我不合, 但我杀了苏义, 那肯定矛盾更加升级, 苏婷百分百会找我拼命的。 无所谓了, 苏婷本来也没有想过要放过我, 但不管怎么样, 苏义一定要死。 我已经下了狠心, 谁来劝都一样, 苏义必须死。 我不是不帮你, 只是帮你的话, 我也很危险, 我任务没有完成, 如果出了事。 周宇恩一副极其为难的样子, 而且不停地在犹豫着。 没事, 你不帮也可以, 我不会勉强你的。 那我找别人吧。 我连忙其身打算离去, 这种事情, 讲究你情我愿, 自然不能勉强别人, 因为确实危险。 等等, 可周宇恩看我快离去的时候, 还是将我叫住了, 我帮你。 为什么? 你不怕危险吗? 我回头饶有兴趣地看着他。 怕, 但我更怕你危险。 你要是死了, 我的任务可能就要泡汤了, 所以, 你不能有事。 周宇恩说道, 原来是不舍得我这个工具人出事, 没事, 能进入他身体的工具人, 也挺好的。 我给了他一个地址, 让他将苏毅勾引到那里, 然后我再动手。 苏毅这个家伙, 用其他办法都不太行, 就得用美人计, 因为他经常带很多人, 但约会美女的话, 他就不敢带人了, 他是有家世的人, 儿子都跟我同岁了, 这种事情也不算太光彩, 怎么可能让别人知道。 我还嘱咐周宇恩, 千万不要让千面如来一容去, 万一被识破, 那将功亏一篑, 失败的话, 他就有提防了, 到时候再想杀他就不容易了。 周宇恩点了点头, 这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让千面如来去也不太好, 毕竟是勾引苏家的长子, 这是很大不说, 千面如来还容易吃醋, 到时候可能会坏事, 还是我们两个人密谋就好。 我给的地址很隐秘, 是一个比较小的私人戏院, 就是那种只能包场的, 不为别的, 只是给足苏毅面子, 让那里成为他的坟墓。 周宇恩一个戏子, 约他去那种地方, 也不违和。 我本来是想让周宇恩缓一缓的, 因为这个要时间, 得让周宇恩慢慢撩拨他。 可周宇恩却说不用, 其实苏毅也偶尔会来听他唱戏, 也借戏之名说要见他探讨一下, 但是周宇恩那时候都拒绝了, 一方面是千面如来, 一方面那时候地藏爷这边也棘手, 如果让他们知道见了苏毅, 那麻烦事可不少。 地藏爷一直想让周宇恩去见曹爽, 都给推了, 见苏毅那不是打自己嘴巴子吗? 所以, 他谁也没见。 只要周宇恩约他, 不敢说百分百, 百分之九十应该可以成功。 既然周宇恩有把握, 那我自然欢喜, 杀苏毅要趁早。 而且我一刻都不想等了, 这家伙, 我非得剁了, 他的狗头不渴。 跟周宇恩商量好后, 我就离开了, 等待明天周宇恩的表现, 回来的路上, 我给老乞丐打了个电话, 问了一下白姑的情况, 白姑还没醒, 不过生命体征正常, 至少没有性命危险, 但醒不过来就是植物人, 活着也没多大意思。 幸亏走的时候, 从看牢的手上, 拿回了所有东西, 不然谁都联系不上, 现在不知道, 苏家是不是又在到处找我了, 现在我越狱了, 那什么都不用说了, 罪名肯定是悲伤了, 苏婷也不需要再证明自己, 这守木老头, 是不是在坑我呀? 不管了, 能出来就行, 其他的都无所谓了, 苏家先让他们折腾, 但我总会证明自己的清白, 我可不想背上跟苏婚一样的罪, 虽然我也不清白, 五长老就是我弄死的, 等一下我还要弄死苏役。 回到茶庄后, 我正想开门, 可是很奇怪, 锁断了, 门是开着的, 门上掩着一条非常大的缝, 有人? 难道是苏家的人来过? 我观察了一下门前, 发现没有杂乱的脚印, 苏家人多, 如果是他们来的话, 那肯定门前会有非常多杂乱的脚印, 上一次就是这样。 那应该不是苏家, 会是谁呢? 八大财团? 不可能, 他们现在跟我打赌休战中, 不会再派人来杀我。 那是谁? 我想不到了, 不管了, 先进去看一下吧。 说不定只是个小偷。 我不动声色地前了进去, 没想到回自己家, 还跟做贼一样, 真的让我感觉有点不爽。 家里居然亮着灯光, 很明显是有人的, 我悄悄地进去, 打算在他发现我之前, 先制服他。 可是大厅没人, 其他房间也没人, 倒是浴室传出了水声。 水声还很大, 应该是有人在洗澡。 不对啊, 这不我家吗? 不管是来找我麻烦的, 还是做贼的, 怎么也不会在我家洗澡吧? 这什么情况啊? 我抓准时机, 然后一个猛辣, 哐当一声, 浴室的门直接给我拉开了。 白苏苏, 白木。 我没想到, 居然是这两姐妹, 她们不是去孔明楼找人了吗? 怎么会来我这里? 而且, 她怎么知道我住这的? 我的下场可想而知, 直接被水冲了出来, 还有恐怖的尖叫, 还差点挨了几个大嘴巴子。 这能怪我吗? 还有, 我可什么都没有看到, 我是正人君子。 再说一次, 我是一个单屎, 都不偷吃的老师。 该看的我会看, 不该看的, 我只会偷偷看。 大概十几分钟后, 白苏苏才从浴室里出来, 两姐妹都披着半短不长的浴巾, 姐姐的身材更加火爆, 但是姐姐跟个中邪的木呆子一样, 她身上有鬼, 这我早就知道的, 白苏苏一直在帮她寻求破解之法, 但是到了现在都没有成功, 而且白木的情况不容乐观, 迟早会被体内的鬼吞噬, 成为一只厉鬼。 你小子流氓得很, 居然偷看我和姐姐洗澡, 你休不休? 怎么, 想双管齐下啊? 嘖嘖嘖, 风流像失俗样, 可真是风流哦。 白苏苏跟以前一样, 还是半点都没有变, 说话满嘴昏心。 姐姐, 这是我家, 我家呀懂吗? 你进来能不能说一声? 还我偷看, 你怕是分不清大小王。 我直接埋怨她, 这是能怪我吗? 我也是受害者啊, 我还怕长睁眼呢, 是我想看的吗? 姐, 我上奶说去, 你又不在家, 我身上实在太脏了, 那地方臭烘烘的, 所以我进来就先洗了个澡, 然后等你回来喽。 白苏苏解释了一下, 不过, 她不是去孔明楼吗? 怎么还臭烘烘的? 那地方可高档着。 你不是去孔明楼找人了吗? 没找到, 然后又掉进臭水沟了, 我连忙问道, 白苏苏摆了摆手道, 别提了, 本来是去孔明楼的, 后来发现是在贫民窟, 我真不知道京都居然还有这种烂地方, 进去一趟, 身体都感染了那里的气息, 臭得很。 白苏苏提起那个地方的时候, 都满脸厌恶, 好像这一辈子再也不敢去一样。 可这时候我却突然愣住了, 不会, 周宇恩说的女儿。 在京都确实没有太多落后的地方, 能被形容成贫民窟的, 只有周浩以前住的那里了。 她要去孔明楼八大财团的地方, 去那个贫民窟的话, 也有天忆在那边, 不会这样巧的, 除非她是。 难道说, 她是爱心觉罗? 天忆的女儿? 苏杨, 你怎么了? 白苏苏连忙用手在我眼前晃着, 因为我突然愣住了, 许久都没有反应。 没什么, 我想问你一下, 我犹豫了一会, 你这次来找人, 是找你母亲吗? 这次轮到白苏苏愣了一下, 仿佛在说, 你怎么知道的? 完了, 真是, 我猜中了, 她是天忆的女儿。 你, 怎么知道的? 白苏苏当然奇怪, 她又没跟我说过, 就算是跟老乞丐提一下, 那也没有具体说找什么人。 你母亲心爱心觉罗, 对不对? 我再次问道。 这次白苏苏不淡定了, 连忙站了起来, 然后极其惊讶地看着我, 许久才说道, 苏杨, 一段时间不见, 你算挂的能力, 可以达到这种地步了吗? 我有点哭笑不得, 这我该怎么解释呢? 这事也不能跟她说啊, 没想到这个骚娘们, 还有皇家血统。 等等, 我居然要杀了她母亲, 这是怎么搞? 苏苏, 你居然是八大财团的女儿, 可为什么, 你要带着你姐姐去流浪吗? 还为了钱偷懵拐骗, 这不符合常理啊。 我脑子里一百个问号, 以天意的实力, 白苏苏和白木简直可以锦衣玉食, 无忧无虑, 要什么都可以轻易得到吧。 何必去流浪, 还偷懵拐骗? 唉, 说来话长。 白苏苏叹了一口气, 一副根本不愿意提及的样子。 而且, 她好像也没有跟我熟到 可以提及伤心过往, 别看她跟我满嘴跑火车, 但这种女人不容易掏心掏肺, 狡猾得很。 你不想说我不勉强你, 但是你必须尽快离开。 我可是要杀她母亲的, 她留下干什么? 见到她我会有负罪感。 可八大财团就找到了这么一个, 天意必须死, 就算是白苏苏的母亲也没请讲, 因为她不死, 就是我死。 你干嘛? 我刚刚来就要赶我走, 你是不是人? 我还想在京都多晚几天呢? 白苏苏直接躺在柔软的沙发上, 一副赖上我的样子。 你母亲是八大财团, 才是通天, 你还要赖在我这里? 搞笑吧? 我冷哼了一声, 突然脸色沉了下来, 我不能跟她客气了。 你干嘛这么凶? 我跟我妈关系不好, 我借促一下怎么了? 你怎么说变脸就变脸? 你好小气哦, 听说小气的男人都很小哦。 白苏苏坏笑着, 还想着跟我有嘴滑舌, 如果是正常情况, 我都不会管她的, 但这次不一样了。 或许, 我们以后会成为仇人。 我老实跟你说吧, 我现在很危险, 很多人在追杀我, 你应该知道老乞丐也上来了, 如果不是有事, 我不会让她上来的。 所以, 你现在马上给我滚。 说完后, 我毫不客气地将他们姐妹俩行李 全部扔了出去。 滚! 我立声喝道。 白苏苏吓了一大跳, 她从来没有见过我这么凶, 人直接就从沙发上弹了起来。 走就走, 你凶什么凶? 谁惹你了, 跟吃火药一样。 白苏苏实在想不通我, 怎么突然大发雷霆, 但她也没有办法, 只能换好衣服, 然后带上姐姐拖上行李, 离开了这里。 幸亏她是白苏苏, 不然一个漂亮的女人走在黑夜中, 我还不太放心, 但她是白苏苏, 一个老江湖, 比老油条还油条, 我是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白苏苏走后, 我给修罗打了一个电话, 然后让她帮我查查白苏苏和白木两姐妹, 八大财团的人不好查, 但白苏苏应该没有那么神秘, 以修罗的权利, 查这两姐妹绰绰有余。 我总感觉, 她们母女俩应该发生过什么事情, 多了解一下天意不惠是什么坏事情。 而且我很想知道白苏苏的父亲是谁, 那个让八大财团给她生孩子的男人。 白苏苏被气孕后, 拖着行李箱离开了, 虽然对我破口大骂, 但我一点也不在乎, 因为这样是为了她好, 我即将要成为她的仇人了。 虽然这是一个意外, 鬼知道爱心绝罗。 天意会是她的母亲, 但是事情已经无法扭转了, 她不死就是我死, 我只能成为杀她母亲的凶手。 白苏苏离开后, 我躺床上一宿没怎么睡着, 天亮的时候倒是闭眼了一会, 人睡得迷迷糊糊的, 还做了几个噩梦, 梦见狐仙被一团火给困住了, 那火有点像八卦中的梨火。 后来我醒了以后才想起来, 或者那就是传说中的南明梨火。 听闻南门梨火是朱雀一族的半生之火, 也是先天八卦之中的梨味之火, 威力无穷, 是一切阴神鬼怪的克星。 听闻当年达摩祖师在杜伟之江 取西方之金和梨火之金 熔炼了一把宝剑, 名为南明梨火之剑, 不但妙用无穷, 还钻破一切邪魅, 统遇天地万火。 这把剑最后落入后尘, 不知所踪。 想起梦中的场景, 我不禁担忧了起来, 我的梦一向都很准, 跟第六感一样, 也有可能是胡仙向我托梦。 如果是南明梨火的话, 胡仙还真有可能被困住, 而且也刚刚好能克制宝珠跟胡仙的联系。 可胡仙身在何处我根本没有头绪, 这人海茫茫, 我上哪找他去? 让他去找黑桃, 怎么会跟南明梨火扯上关系呢? 就在我头疼不已的时候, 突然周宇恩来了电话, 说苏毅上钩了。 我一下子就来了精神, 让周宇恩一切按照计划行事, 后面的事情交给我就行, 不要打草惊蛇, 保全自己。 简单叮嘱了周宇恩几句, 我立刻把给老乞丐打了个电话, 前辈, 我带你去杀个人, 姐姐们。 甚好, 老乞丐怪笑了起来, 估计也憋坏了, 回来京都不是被关在牢里, 就是要当个看护病人的保姆, 哪有杀人来的乐趣多。 到了下午的时候, 我跟老乞丐顺利会合了, 然后两人偷偷来到了小戏院礼部, 这个小戏院早就被我收买了下来, 我不差那几个钱, 这样更方便我行事。 一般看戏都是下午三点开始, 我看了一下时间, 应该也快到了, 果然美人机就是管用, 一下子就把苏宜调了出来, 这油腻大叔想得也太美了, 居然把算盘打到了三美之一的周宇恩身上, 他儿子都跟周宇恩一样大, 真不害臊, 脸皮厚果然是我们苏家的传承。 他们很准时, 到了三点的时候, 周宇恩真的跟苏宜来了, 那家伙梳着个大背头, 打扮得像个爆发户一样, 估计今晚的房间都开好了, 开着个敞篷宝马。 怎么约到这里啊? 这戏院也太小了, 不符合咱们的身份, 为什么不去你呢? 苏宜看着周宇恩一副猥琐的样子说道, 眼睛上下瞄着, 别看他平时挺正经的, 私底下看见美女也就这样了。 哪样? 跟我一样呗? 我那不方便, 熟人多, 怎么? 你不怕被人看见啊? 周宇恩撩拨了他一下, 一副浪荡的样子, 戏子就是会演戏, 当然也有可能不是演的。 也对, 苏宜笑了起来, 顺手就搂上了周宇恩的腰, 周宇恩没有挣脱, 反而阴冷地笑了起来, 然后眼睛瞄了一下戏院二楼的阳台, 仿佛再给我讯号。 我当然明白, 而我早已经准备好了一切, 这个戏院就是苏宜的葬身之地。 两人有说有笑地进入了戏院, 而这里空荡荡的只有他们两人, 因为周宇恩早就已经跟苏宜说了包场, 他不想给别人打扰, 只想享受二人世界。 苏宜心领神会, 连忙凑过去, 想亲周宇恩。 你个小妖精还挺会的, 今天怎么突然就看上我了? 周宇恩没让他得逞, 直接一个闪身躲了过去, 然后小垂了一下他的胸口说道, 讨厌, 不要这么着急嘛, 我先去换衣服, 等下唱戏给你听, 今晚, 我再慢慢跟你说, 我是怎么喜欢上你的。 说完后, 周宇恩还垫了苏宜一下, 顶得他浑身酥麻, 手指往他胸口上轻轻一戳, 这打情骂靠可给他整明白了。 靠, 你上哪整的骚娘们, 这是个男人也挡不住啊。 老乞丐看了都浑身发痒, 不禁吐槽了起来。 他平常不这样, 我苦笑了一下, 他只是平常不对你这样吧。 老乞丐一双智慧的双眼, 仿佛洞察了一切。 我? 周宇恩一顿操作下来, 苏宜立刻神魂颠倒了, 连忙点头说好。 周宇恩笑了一下, 慢慢走入了后台, 苏宜开心地手舞足蹈, 估计在想着今晚怎么更田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啪的一声, 所有的门窗自动关上了,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操纵一样, 牢牢关紧。 苏宜吓了一跳, 然后慌张地张望着,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时候, 我跟老乞丐从后台走了出来, 我阴冷地对他说道, 欢迎啊, 苏家的长子, 苏宜。 苏洋? 苏宜看着我, 一脸的震惊, 但他也不傻, 马上就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他立刻破口大骂了起来, 周宇恩, 你个臭娘们, 居然跟苏洋和七伙来因我。 苏洋, 你这个苏家的叛徒, 你还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怎么不敢? 你个狗东西, 把白骨折磨成这样, 我以为苏家就我一个畜生, 没想到你连畜生都不如。 我冷笑着回骂道。 折磨他怎么了? 他跟你一样, 都是叛徒。 他罪有应得。 苏宜指着我骂道。 哈哈, 我大笑了起来, 叛徒? 白骨兢兢业业, 对苏家忠心耿耿,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他是不是无辜的? 你比我还清楚, 你就是一只畜生。 苏家如果以后让你当家做主, 那苏家必落幕, 杀了你, 应该就是对苏家最好的报答了吧。 哼, 苏洋, 你也太小看我苏宜了吧? 苏宜突然低头阴冷地笑了起来。 你以为, 我真这么傻吗? 苏宜说完后, 突然打了一个响指, 只听见齐刷刷的无数声, 好像有很多人落到了屋顶上。 早知道有鬼了, 只是没想到, 这个鬼是你而已, 胆子真大, 还想用美人计杀我, 你也太不把我苏宜当回事了, 跟我斗, 你还嫩得很。 没想到苏宜这傻子还真不傻, 说实话, 周宇恩演得也太过了, 而且有点突然, 一般人都会起了警惕性。 可也不能怪周宇恩, 因为时间太赶了, 他也没有办法, 我就是想解决了苏宜在杀天翼, 因为天翼我没有把握, 万一死了, 狗翼就没人收拾了, 我总不能指望天收他吧。 小哥, 计划有变, 要不我们先撤退? 老乞丐紧张了起来, 望着天花板说道, 本来是想因苏宜一手的, 可被发现了的话, 那情况就危险了, 不适宜继续下去, 撤退是最好的选择。 不用, 苏婷没来吧? 我朝苏宜喊道, 这家伙想邀功。 果不其然, 苏宜冷笑了一声, 哼, 你当我苏宜是巨婴吗? 什么都要靠父母, 其实根本就是有两个苏养, 是不能打的那个。 我不能打? 是吗? 我笑了, 然后望向了天花板, 下来吧, 家人们, 让我瞧瞧太子爷都带了什么高手来。 苏宜想立功, 他当然不会找苏婷来, 而且他也没有确定就是我, 通知苏婷的话, 万一是个乌龙, 那他就秀大了, 上一次魔窟事件, 他还嫌不过丢脸吗? 我话音一落, 天花板立刻破开了, 十几个人从下面打穿了屋顶, 然后直接跳了下来。 这十几个人有熟面孔的, 比如苏建国, 苏锦成, 苏江河等等, 也有一些不怎么熟的, 平时打个照面而已。 苏锦成喝了一口酒, 然后打了一个酒歌说道, 大长老, 好久不见啊, 没想到再次遇见你, 居然是来抓你的。 这个酒鬼实力还好, 而且对苏家忠心, 之前笼络他没成功。 苏江河倒是我的人, 可惜啊, 现在已经不是了, 我如今就是个叛徒, 他怎么可能还会站在我这边, 帮苏义抓了我, 还能领赏。 今非昔比, 以前的大长老, 现在只是个落魄叛徒, 自然是物是人非, 离我远远的还来不及呢, 怎么敢跟我攀上关系。 苏建国立马拔剑对着我说道, 苏杨, 你乖乖束手就擒, 跟我们回去见家主吧, 或许念在你爷爷苏圣的面子上, 能饶你们一命。 呵呵, 你们刚才也听苏玉说了, 是两个苏杨, 杀苏婷的那个又不是我, 给我定啥罪啊? 我冷笑着看向了他们, 这帮苏家的人有自己思想吗? 可这时候他们却沉默了, 只是看着我, 苏义则扬声说道, 少跟他废话, 抓回去再说, 是非好坏, 自有家主定夺, 轮不到他在这里狡辩。 还我狡辩, 不是刚才自己说的吗? 真搞笑哦。 他们果然听太子爷的话, 我垮台了, 那就狗屁不是, 不可能有人会站在我这一边的。 十几人纷纷亮出家伙, 全部如猛虎一样朝我扑了过来。 我拔出了妖刀, 寒光一闪, 妖气如舌孝, 力量澎湃, 行如龙卷。 今天是我跟苏义的私人恩怨, 你们硬要挡我的话, 那就死。 可我的话, 无法震慑住他们, 面对我, 他们如正义的一方, 清除叛徒, 人人有责, 他们只会越来越勇, 怎么会退缩? 妖刀一斩, 笑风四溢, 我挥舞着妖刀与他们血战。 即使面对他们十几人, 我依然不须, 一身人亡谷极其强悍, 妖刀吸取的力量, 完全压制着他们的武器, 就连苏锦成的酒壶都被我劈成了两半, 刀过无痕, 血溅八方。 同胞相残, 对于我来说已经麻木了, 大家都想活着, 都没有错, 我们各怀目点, 为了明天而战。 等我满身鲜血, 从尸体堆里爬起来的时候, 苏义见到我如嗜血修罗一样, 站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终于动容了, 手脚同时间哆嗦了一下。 我虽然没有那个家伙能打, 也不是无伤, 但是这些人, 我还是屠戮殆尽了。 身上有着他们留下的各种伤疤, 他们的血和我的血混在了一起, 粘稠得有点残忍, 刘海上的血滑落面颊, 有些痒, 我抹了一下, 放入了嘴里舔着, 手里的腰刀跳动着, 仿佛越来越兴奋, 眼前出现了一个少女的形象, 如一个病胶一样不停吟唱着, 杀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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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太子爷, 我能打吗? 我看着眼前的苏义, 然后阴狠地说着, 声音好像刚刚行行完的柜子手。 你, 你怎么, 好像的魔? 苏扬, 你堕入魔道了。 苏义看着我, 不知道为什么总往后退, 直到被撞到了结实的门。 你怕了吗? 太子爷, 你好像在发抖啊。 我悠悠地说着, 时不时发出怪笑吓唬她, 让她的心理防线变得更加薄弱, 我虽然欲血而起, 但也伤痕累累, 可没关系, 她死定了, 因为我不止一个人, 还有一头狼在盯着苏义。 苏义咬了咬后曹牙说道, 苏扬, 你已经身负重伤, 入魔又怎么样? 也该奄奄一息, 生死历劫了吧。 苏义知道自己退无可退来了, 只能背水一战, 而且她觉得, 我应该也快到极限了, 激战十几名高手, 虽然赢了, 但绝不会毫发无损, 留下的伤疤足以让她减死机。 她想落荒而逃, 但是自尊不允许, 但她错了, 如果逃,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但她不逃, 那就只有死了。 苏义, 今天必是你的死期, 你已经穷途末路了。 苏义说着, 双指竖起, 阴风四起, 五行恶鬼凭空出现, 挥舞着鬼爪朝我袭来。 五只恶鬼身上分别写着, 金、木、水、兔、火、 五行之鬼、五行阴力。 异鬼如金, 力大无穷, 浑身金光, 钢筋铁骨, 体如城墙。 异鬼如木, 生出绿光, 浑身长之, 高长如篓, 双手生木。 异鬼如水, 阴柔无比, 口吞水流, 双指生珠。 异鬼如土, 可遁地百变, 可化土成墙, 长如矮人, 粗腰粗腿。 异鬼如火, 浑身火光, 口吐火莲, 掌心成年。 五鬼互相配合, 带着五行之力 和极其强大的阴气, 直接朝我袭来。 我连忙挥动腰刀抵挡, 将其前来的水火披散, 然后掐住土鬼, 一下子狠狠砸在了地板上, 地板开裂, 但土鬼却钻了下去, 顿得不见了。 没想到, 苏仪还会这玩意, 可真是难缠, 不过他如果只把重心放我身上, 那就危险了。 五鬼来势汹汹, 而且各显神通, 金木水土火的能力 在苏仪的控制下 被其运用得淋漓尽致。 可是, 凭这五只鬼还奈何不了我, 只是会耗费我的体力而已。 苏仪在打什么, 算盘我知道, 但他忘记了, 我可不是只有一个人呢哦。 就在这个时候, 苏仪突然愣住了, 一阵阴风从他脚底吹过, 他瞬间头皮发麻。 禁毒第一劲咒诗, 无用。 苏仪喊出这个名字的时候, 脸色都变了, 可能太想杀我了, 已经忘记了老乞丐的存在。 嘿嘿嘿, 我出风头的时候, 你应该还是个小屁孩吧, 居然记得住我的名头。 老乞丐不知道何时 出现在了苏仪的后头, 而且一脸的怪笑。 笑的时候, 他突然含住了自己的大拇指, 然后疯狂撕咬着, 嘴巴里立刻满是鲜血, 大拇指居然被其活生生咬断了下来, 而且是他自己的大拇指。 这是什么说, 全要利用自残来完成。 苏仪一脸的惊恐, 因为他不能动了, 此时我好像在他背后, 见到了一个犹如魔鬼一样的身影, 那魔鬼身长武装, 奇形怪状, 若隐若现, 他也没有其他的动作, 只是如雕像一样站在了苏仪的身后, 一动不动。 更怪异的是, 苏仪的大拇指也不见了, 鲜血滴答滴答地滴落在他脚上。 无用, 你要是敢碰我一下, 我爸必定会将你碎尸万段。 这是我们苏家的事,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苏仪急了, 连忙怒吼道, 被偷袭的苏仪在老乞丐的手上宛如一个提线木偶。 以此同时, 我利用佛印瞬间打碎了金鬼, 破了他的鬼精之身, 腰刀一斩, 瞬间杀了木鬼。 没有苏仪的控制, 他们就好像迷茫的孩子, 而且行动缓慢, 实力大将, 我抓紧机会将其斩杀, 其他三只也未能幸免, 都被我一一用法术全部毁灭了。 老乞丐这时候, 笑得更加诡异了。 你刚才不还说不肯老的吗? 现在又搬出苏婷了? 呵呵, 让你见识一下, 当年人人闻风丧胆的大惊咒吧。 老乞丐说着, 突然又挖了自己的右眼, 扑斥一声, 活生生的眼珠被他强行挖了下来, 场面极其惊悚, 而且他脸上一直带着怪笑, 他丝毫不感觉疼痛, 反而是想享受。 他张大嘴巴, 一口将活眼珠子吞下, 此时苏义突然惨叫了起来, 他的肚皮慢慢裂开, 肠子慢慢滑落, 伴随着许多恶心的粘液, 开口处长出了一只带毛的眼睛。 无用, 无用, 住手, 住手啊, 你敢敢杀我, 杀我? 你个狗东西, 我爸不会放过你的。 苏义跟杀猪一样叫着, 他现在后悔不通知苏婷了, 等到死亡来临的时候, 他才知道恐惧, 可是已经迟了, 他以为他带的这点人能擒住我, 见到我的第一时间就应该跑, 那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线生机的, 可惜了, 他太自大。 嘿嘿嘿, 停不下来了, 这猎杀的快感, 让我兴奋无比, 嘿嘿嘿, 我停不下来了。 老乞丐像一个变态一样疯狂笑着, 我终于知道别人为什么要杀他全家了, 这是真特么变态, 而且手段极其残忍, 用虐杀来形容毫无过分。 老乞丐张大嘴巴, 然后狠狠咬在了自己的手臂上, 他疯狂撕咬着, 直到咬掉了一大块皮, 鲜血瞬间涌了出来, 而他则津津有味地嚼着那块自己的皮。 不用, 住手, 住手! 不要! 苏义感觉极其痛苦, 他肠子都掉下来了, 居然还没死, 甚至都没有晕过去, 这树太恐怖了, 这正常人怎么抗得住? 老乞丐最后咕噜一声, 直接吞下了那块皮, 还一脸的享受, 丝毫不感觉到恶心。 与此同时, 苏义的身体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扒着他的皮, 那玩意划过他皮肤的时候会发出呲呲的声音, 好像刀划在了玻璃上, 那种声音真是听了让人毛骨悚然, 头皮发麻, 整个人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从头开始, 苏义的皮被一点一点地往下包, 我都不忍心再看了, 太残忍。 活泼人皮我也感受过, 虽然是幻境中, 但也是切身体会过的, 不过我感觉苏义这个比我痛, 而且它是真实的, 鲜血全部涌下来就算了, 那种藕断丝连的粘液看着才最吓人。 苏义已经叫得嗓子都哑了, 就在人皮包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他身上绷出了八道雷。 八级雷? 躲开! 老乞丐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连忙一声大喝, 我反应也快, 立马用腰刀挡在了身前, 然后不停往后退, 可还是被震到了, 八道雷极其恐怖, 戏院都被劈得四分五裂了, 老乞丐的树直接被破, 人也给震得飞了出去, 狠狠砸在了地板里。 烟雾过后, 苏义已经不见了, 门窗都给劈烂了, 而老乞丐的树已经被破, 苏义也可以动弹了, 他肯定跑。 这时候, 老乞丐爬了起来, 然后挥舞着眼前和周围的烟雾, 苏婷估计为了保护他, 从小在他体内种下了八级雷, 幸亏我用这种虐杀的方式, 他到最后才有生命危险, 所以最后才处罚。 那赶紧追吧, 别到最后给他跑了。 我有些紧张地说道, 好不容易到了这个地步, 弄不死他, 我可睡觉都闭不上眼, 一定要杀了他我才能安心。 可老乞丐一点也不急, 反而笑道, 哈哈, 你放心就好了, 一个肠子都掉了出来, 人皮包了一半的人, 他还能活吗? 哈哈, 他已经是个死人了。 老乞丐说的也是, 不过很诡异, 他身上的伤痕居然消失了, 挖的眼珠子, 咬的大拇指, 咬的手臂皮, 一切都消失了, 仿佛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问他的时候, 他只是笑笑不回答, 说这种书太邪了, 他会带入目中, 不会叫任何人的。 我也懒得理他了, 连忙爬上了二楼, 苏伊那样子, 别说跑远了, 估计跑出去都难。 果不其然, 苏伊再步远处, 一脚一脚地走着, 走一步, 停半分钟, 他捧着紧剩的肠子, 半丝拉的人皮, 还在滴着血, 奄奄一息地喊着, 救, 救命, 有没有人能救救我, 我是苏家长子, 谁救我, 我给他, 一个亿, 罢, 救我。 他说的话, 断断续续, 含糊不清, 而且样子太恐怖了, 根本没人救他, 最多打电话报警。 最后扑通一声, 倒在了不远处的街道上, 浑身是血死相惨烈。 天空乌云密布, 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 夏季的雨说来就来, 而有些人, 不走也得走了。 雨水冲刷着我的伤口, 将我身上的鲜血, 全部清洗干净了, 不过带来的却是疼痛, 那些麻痹的神经, 好像突然全部都复活了一样, 雨水是酸性的, 会让伤口更加不舒服。 雨中许多人撑着散在围观, 有人报警, 有人拍照, 苏伊的尸体, 凄凉泡在雨水中, 甚至将雨水染成了红色, 几节肠子散落在地上, 半拖拉的人皮, 看着极其甚人。 他死了, 苏婷最后一个儿子也死了, 不过没关系, 他还有孙子, 不算绝后。 该走了, 突然屋底下有个女人在叫我, 出神的我, 嗯,我回了一句, 确实该走了, 等下条子应该就来了。 看着苏伊凄凉的尸体, 我只是默默说了一句, 白姑, 我替你报仇了。 说完后, 我从屋顶上跳了下来, 下面也满是水了, 尸体被浸泡着, 雨水变成了血水。 这些尸体不能留, 我帮你搞定, 你先走, 我是八大财团的人, 净橘子也能马上出来。 周宇恩对我和老乞丐说道。 说完后, 周宇恩拿出了一瓶化石水, 这玩意瞬间就可以把尸体给化了, 没想到他居然有这玩意, 曹毅教了他不少东西。 那拜托了, 走。 我对老乞丐使了一个眼神, 然后两人消失在破烂的小戏院中。 回到茶庄后, 我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 然后就躺下休息了。 这次的伤不算轻, 我得尽量多缓和一下, 因为我还有人要杀。 睡到午夜的时候, 我被雷声惊醒了, 雨不但没有变小, 反而越下越大了, 外面全是雨声, 吵得我有点心烦。 以前下雨我最喜欢听雨声了, 越听越安神, 这次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感觉有点心神不宁。 醒了, 老乞丐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他在我的房间里抽着雪茄, 不知道这家伙什么时候进来的。 买来的雪茄? 我敲了几下生疼的脑袋, 强行坐了起来, 身体好像散架了一样, 苏家的那些高手, 在我身上留下来的伤疤非常多, 我接下来的几天都得忍受疼痛, 可我没想到会这么重。 抽屉里找的, 应该是前主人留下来的吧。 老乞丐黑黑笑着, 好像很多年没有开婚一样, 他烟瘾挺大的样子, 但由于贫穷, 又不能一下子抽个爽, 这一下可如愿了。 地藏爷确实喜欢抽雪茄, 这些应该都是他留下来的存货。 新闻有上了吗? 我朝老乞丐问道, 上了, 苏婷去领的诗, 接下来你要小心了。 老乞丐提醒道, 这不用他讲我也知道, 我杀了苏婷的长子, 他肯定不会放过我的, 之前还不算特别拼命地搜刮我, 现在可不一样了, 他非得容了我不可。 但他短时间内, 查不出是我干的, 只要我在这一两天内杀了天翼, 成功坐上八大财团的位置, 那苏婷估计, 也拿我没有办法。 我跟苏婷最大的区别在于, 他失败了一次后, 人就没了, 而我还活着,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可也最多只能顶一两天, 以苏婷的本事, 他会很快就找出幕后黑手。 我打了个电话给阴眼老七, 可阴眼老七有点为难, 说现在是下雨天, 他的指人不方便出去, 最好等天晴。 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 这两天都有雨, 可我没有时间等了, 两边都急, 八大财团那边有时间限制, 苏婷查到我的话, 我也会更加危险, 到时候动手杀天翼, 就会有变数。 这时候, 朱老九主动请阴, 他虽然没有阴眼老七的本事, 但他混下酒流习惯了, 去那种场所打探不成问题, 而且他开眼的话, 晚上夜市也比别人有优势。 可我却摇了摇头, 朱老九被抓过, 天翼认得他, 他去的话容易出事。 阴眼老七和朱老九都不能去, 那找谁呢? 强威吗? 不行, 他跟朱老九一样, 都被八大财团抓过, 是一个熟脸。 这时候, 我脑海里浮现了一个人, 周浩, 他以前在那里住过, 让他去打探最为清楚了, 而且, 天翼应该不认识他。 我连忙给周浩打了个电话, 问他伤好了没有? 周浩支支吾吾了半天, 明显伤势没完全好, 抓师妹婆婆的时候, 他也付出了代价, 但他没有拒绝。 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收了雇主的钱, 自然要替雇主分忧。 而且只是打探消息, 他觉得自己可以胜任。 正所谓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不殆。 上次也是这样, 对付银联的, 不然赢不了那么轻松。 那个贫民窟很乱, 地形又复杂, 而且地带偏僻, 是京都最外围, 最郊区的地方。 我根本不知道, 天意在那里布置了什么, 有多少人, 贸贸然过去的话, 能杀他的几率不高。 而且很有可能, 我们这些人会, 全部被搭上。 周浩接受以后, 我算松了一口气, 只要查明情况, 很快就能动手了。 而且, 周浩对那里的地形非常熟悉, 他本来就是住那的, 应该不会出什么事。 安排好以后, 我继续打算休息, 可是怎么翻来覆去都睡不着, 老乞丐继续吞云吐雾, 他也不说话, 就一直看着窗外的雨, 好像在想着失去的家人。 前辈, 你听说过难民离火吗? 我突然想起了昨天的梦, 于是睡不着之际, 就顺口提了一句。 老乞丐恩了一声点了点头, 竹雀一族的半生之火, 先天八卦的离位之火, 传闻比三位真火还厉害。 真有这玩意吗? 不会吧, 我皱紧了眉头, 为什么我会梦见这个? 我的意识里, 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这个什么难民之火。 就好像一个, 你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东西, 应该是不会出现在你的梦中。 最诡异的是, 这个还跟狐仙有关, 他失踪时间太长了, 我也没有些担心。 有, 会先天八卦的人, 还有朱雀一族。 老乞丐说道, 会先天八卦的人, 我不就会先天八卦吗? 可没有这个什么难民之火, 虽然确实有描述, 但那只是卦和博, 你让我搞点火出来, 我还真不会。 先天八卦就不说了, 这个朱雀一族是怎么回事? 所谓的朱雀一族, 就跟你一样, 出生的时候, 带着朱雀的胎迹。 老乞丐吐了一个烟圈说道, 有点漫不经心, 像是在讲故事。 这样的吗? 那我不是麒麟一族? 有麒麟胎迹的人, 应该不止我一个吧? 我皱眉思考了起来, 这样的人, 会成为一个族群吗? 还是命运有什么安排? 麒麟之子, 身带麒麟胎迹, 出生就好运, 朱雀之子, 天生带火。 难民离火吗? 当然不止你一个, 以前我认识一个老天师, 他徒弟就是麒麟之子。 老乞丐回忆了起来, 我并不关心这个, 而是关心所谓的朱雀一族 到底在哪里, 因为很有可能 跟胡县的失踪有关。 如果他们掌握了难民离火, 那我的梦可能就是真的。 我连忙朝老乞丐问道, 前辈, 你认识这什么朱雀一族的人吗? 老乞丐抽着雪茄, 仔细回忆了起来, 大概十几分钟后才说道, 认识倒不认识, 不过以前很年轻的时候听说过, 好像是在黄河一带活动, 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 黄河? 黄河离京都可够远的, 胡县会找黑桃长那么远吗? 看来解决了手头的事后, 我得去一趟黄河那边了, 真有生下来就带有朱雀胎记的人吗? 聊着聊着, 我又睡着了, 但这次没有做梦, 也没有半途惊醒, 一觉睡到了大天亮。 睡醒以后, 精神好了许多, 疼痛和伤疤也减轻了不少。 我一睡醒, 就连忙看手机, 但除了几个群 在发黑昆昆的表情包, 其他的消息一点没有, 电话也没有。 我在等周浩的联系, 一整晚过去了, 他不可能还没搞定。 我拨了一个电话回去, 可是周浩的手机关机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隐隐感觉要出事。 我早饭也吃不下了, 连忙让朱老九 找到周浩师妹的电话给我, 拨了过去以后, 他师妹说周浩整晚未归, 出门到现在都没有回来。 去了一晚上, 虽然不能说一定出事, 但总感觉很不安。 外面还在下着雨, 只是雨量少了许多, 我有点坐不住了, 随便对付点饭, 就跟老乞丐出了门, 我要亲自去那个郊区贫民窟看一看, 周浩不能出事, 不然我怎么跟他师妹交代。 以前是穷, 但至少还能活着, 现在有钱了, 人倒没了, 有什么用? 老乞丐极力劝阻我, 以我现在的状态, 伤势为好, 在不明情况下, 最好不要去。 可周浩一夜未归, 而且失去了联系, 我怎么还坐得住? 管不了那么多了, 莽撞一次又如何? 而且, 我也不是直接就去干, 只是去窥探一下。 老乞丐拗不过我, 只好同意了, 我们两个乔装打扮一下, 然后穿上黑色的雨衣, 偷偷来到了京都最郊区的地方。 这个地方我来过一次, 就是找周浩的时候, 就算下雨, 这里也会散发出一股特殊的恶丑。 满地的垃圾, 破旧的房屋, 不过一个人都没有, 虽然是下雨天, 但我还是感觉有些奇怪, 这种地方毒狗很多, 他们会不停发出声音, 还有各种嘈杂的脏话, 不至于这么安静, 和一个人都没有。 小心, 这里可能已经被天翼清场包了。 我对老乞丐说道, 我们非常小心, 没有直接走大门, 而是偷摸摸地从旁边绕进去, 还是贴着墙跟走。 雨又开始大了, 不过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好事, 雨越大越方便藏匿, 至少脚步声可以消去。 这里虽然跟贫民窟一样, 但还是蛮大的, 而我们根本不知道天翼在哪里。 我本以为有天翼的地方, 会有许多保镖出现, 但是什么人都没有, 就连正常的人都没有出现过一个, 仿佛都在躲雨不敢出来一样。 前辈, 能找出人所在吗? 他在的屋子, 一定有很多人, 虽然不出来。 可是老乞丐对我的话, 没有一点反应, 反而看着不远处, 我还以为雨声太大了他听不见, 所以又重复了一遍, 现在找出天翼在哪个屋子里面最关键。 可是老乞丐还是没有反应, 又转头看了我一眼, 然后指了一下刚才他看的方向, 是他吗? 我连忙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 在非常高的屋顶上吊着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双手被粗绳反绑着, 然后高高掉在了破烂不堪的房顶, 他的身上全部插着刀子, 雨水冲刷着他身上的鲜血, 他的脸非常煞白, 而我已经认出了他来。 没错, 他就是周浩。 操! 我怒骂一声, 连忙起身想拒救周浩, 可老乞丐却一把将我给按住了, 冷静一点, 那就是个诱饵, 你出去不暴露了吗? 那人活下来的希望非常小, 你为了一个死人冒这个险不值得。 周浩浑身插着刀子, 鲜血已经被冲刷干净, 人一点生气都没有掉在屋顶上, 真的已经不像个活人。 不行,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就算死了, 我也要将他的尸体抬回去。 我挣脱了老乞丐的阻碍, 然后想冲出去, 可这时候, 雨中一道道湿气从我们背后袭来, 跟刀子一样凌厉。 我跟老乞丐都连忙回头向后看去, 顿时发现, 后背不远处站着一只僵尸。 这只僵尸站在雨中, 居然湿身不湿, 雨水好像遗落到他的身上, 就会被他自动吸干了一样, 又或者瞬间蒸发。 看他身上的服装, 好像年头已经不少了, 不过他的出现让我明白, 这次真的暴露了。 老乞丐看着僵尸说道, 这不是扇茶, 是汉拔, 但你要去救人, 就去吧, 我来对付他。 汉拔已经几乎是僵尸的最高形态了, 我怕老乞丐一个人应付不来, 所以没有去。 一起杀了他, 然后就周浩就走, 分开实属有点危险。 我对老乞丐说着, 然后拔出了腰刀, 这玩意有一个极其棘手的能力, 它能让许多东西干话, 就跟那雨一样, 直接吸干了。 而且, 汉拔铜皮铁骨会飞会跳, 水火不清, 不是那些普通僵尸可以比的。 那也甚好。 老乞丐嘿嘿笑道, 电光火石之间, 我们都同时出手, 僵尸再厉害也是动作僵直, 速度始终比人慢, 不过他獠牙一路, 狮吼震天, 身上的湿气澎湃而出, 一点都不害怕我们。 汉拔强悍的肉体, 加上它可以让人瞬间变成干湿的能力, 我跟老乞丐都不敢直接接触它, 生怕被它吸干水分。 我的腰刀直接招呼在它身上, 铿锵一声, 火花四射, 居然没砍断它, 但腰刀的威力也不可小觑, 直接将它震退了。 老乞丐则绕到侧边, 但只是用简单的竖皱, 皇甫在水中绽放, 发出一道金光, 然后轰在了汉拔的胸口上。 轰一声巨响, 汉拔胸膛发出一声闷哼, 但也仅仅是后退了几步而已, 这僵尸皮试得很。 僵尸没有八字, 不在五行, 我无法对它用镜皱, 只能用震尸皱, 但它太硬了, 很难撼动得了它。 老乞丐解释道, 汉拔确实不简单, 震尸皱明显没有起太大的作用, 而且皇甫很难伤到它了。 让开, 我来。 我说完以后, 妖刀突然横劈了过去, 虽然一刀了结不了你, 但我不信你能硬吃我石刀, 摆刀。 妖气带着雷霆一击, 破开汉拔的湿气, 植入它的胸膛, 可汉拔却口吐狂杀, 瞬间将我吹开了, 它飞起跳跃, 一个猛压朝下顿了下来, 脚踩我脑袋, 想将我抱头。 我连忙闪开, 只听见轰的一声, 瞬间地面爆裂, 水珠似箭。 这玩意真棘手, 皮屎力量大, 还不敢轻易靠近它, 一个不小心吸干你的水分, 你就变成人干了。 大天罗, 煞尸咒。 老乞丐一声呐喊, 顿时五幅环绕, 如莲花一样旋转成一个阵法。 阵法的力量很大, 暂时将汗拔困在了其中, 让它无法出去。 砍它脑袋, 脖子长毛脆弱, 那里应该是最适合下手的地方。 老乞丐连忙提醒道, 好不容易才困住了它, 我可不能错失这个机会。 说话间, 我的妖刀已经提了起来, 踏前一步, 后天八卦带着我的咒语, 砸在了汗拔天灵盖上, 与此同时, 我的妖刀瞬间出手, 红光万丈, 刀影无限, 切得一声, 手起刀落, 八卦的魅影跟汗拔头颅一起掉在了地上, 八卦碎, 头颅滚了几下。 我松了一口气, 终于杀掉了, 我跟老乞丐联手, 才短时间内杀了它, 如果我们都是单个人, 恐怕有得打。 可是我和老乞丐都大意了, 掉头的汗拔居然还没死, 它双手一拱, 轰了一声, 直接将剩下的扶阵破了, 然后飞了出去, 居然双手抱着地上的头颅, 跳开了十几米, 然后自己将头颅又安装了上去。 它居然复活了, 而且一点事都没有, 这就是汗拔吗? 我吐了一口吐沫, 手紧握腰刀, 看来是一场应战, 急不得, 再有机会, 直接跳上了屋顶, 然后跳走了, 不再跟我们纠缠。 我们也没有追, 就周浩要紧, 连忙掉头去解绳了。 还有一口气, 这小子命真硬, 这么多刀子, 插身上居然都没死。 老乞丐探了一下他的鼻息, 周浩居然还活着, 简直就是奇迹。 走, 别磨叽了, 快回去抢救他。 我连忙背上了周浩, 然后朝外冲去, 但是我非常小心, 天意绝对不止一个 汗拔僵尸那么简单。 他会这么轻易放我走吗? 他不知道在这里埋伏了多少人, 因为周浩已经暴露了我。 可是非常奇怪, 居然没有人出来杀我们了, 好像真是只有一个汗拔僵尸, 逃了的话就没有人前来阻挠我们了。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 天意非常小心, 一点浪的机会都不给。 再知道, 我发现了他的位置后, 直接撤离了, 这个汗拔僵尸只是用来试探我们的。 如果真是这样, 那八大财团也太稳了, 他们想一点机会都不给我, 如果留下来弄死我, 有可能会被我反杀, 天意选择了最稳妥的办法。 只要我输了, 我一样死。 可现在, 我们想不了那么多, 只能赶紧把周浩送去最好的医院抢救。 能不能活, 就看他的造化了。 能扛到这个时候, 其实他已经是非常命运的人了, 这都不死, 身上的刀已经扎得跟刺猬一样了。 我没敢告诉他师妹, 两人相依为命, 怕他承受不住。 而周浩已经被推进手术室了, 这家医院已经是京都最好的医院, 医生也是最好的, 希望他们能救活周浩。 没多久, 朱老九和英年老七也赶来了, 两人一见这情况就吵了起来, 朱老九大骂英年老七扎的什么鸟指人, 还怕水。 不防火防水, 扎什么指人, 周浩出事都怪英年老七。 如果是指人去的话, 被发现也没事, 没就没了。 英年老七不服, 但也只是哼唧了几声, 没敢怎么反驳。 我让他们别吵了, 这是谁都不管, 怪只能怪天意比英年聪明太多了。 而且, 他本来就知道, 我有可能会去找上他, 周浩被反证也正常。 这里是医院, 不适于大声喧哗, 我让他们安静一下, 然后守好周浩, 他出来后打电话给我。 虽然周浩情况非常危急, 但我也没有什么时间了, 明天就是第七天, 而今天也已经过半。 天意是唯一一个发现行踪的人, 但是他现在已经跑了, 这个女人非常稳, 一点机会都不给我, 几乎稳赢的局, 他直接跑了。 这对于我来说, 不是什么好的事情, 他一走, 我就彻底输了, 当时他要是杀我, 我至少还有一点机会。 其他几个完全不知道藏在哪里, 而现在时间不多, 根本无法去寻找了, 找到也不一定能杀。 现在, 我已经没有办法了, 走投无路的时候, 只有一个办法, 诸葛克。 以他的聪明才智, 或许能破局, 这些八大财团一个个都不是擅长, 能爬上这个位置, 就算有人帮忙, 也得非常厉害才行。 离开医院后, 我直奔诸葛家, 十万火急, 我连忙敲门, 没有诸葛克, 我可能要输了。 管家见到我的话, 又是眉头一皱地说道, 怎么又是你啊? 你这次找我们小姐什么事? 这个管家啰嗦得很, 跟家长管早恋一样, 问长问短, 可能是怕他家的那颗大白菜, 让我这头猪给拱了。 我直接就给他一手刀, 管家眼睛一翻, 直接晕过去倒地了。 离奶奶的, 真当自己一回事了。 你家小姐的身体我都尽得了, 我还尽不了诸葛家。 管家倒下后, 我直接闯入了诸葛家, 因为事情太紧急了, 根本来不及跟这个啰嗦的管家在那里瞎扯淡。 苏雅, 你可太鲁莽了。 突然, 一句清脆的声音从二楼传了下来, 正是诸葛克的声音。 我连忙冲了上去, 反正我也来过许多次了, 对诸葛家有点熟悉。 诸葛克正在闺房里练字, 看来杨了的杨算是给他玩通关了。 你也太无理了吧? 是我以前对你太好了吗? 我诸葛克的闺房, 也不是说你想进就进的。 诸葛克说完后, 突然比如飞剑一样朝我刺了过来。 可这种小手段怎么可能伤得了我? 我直接接住了他飞来的笔。 诸葛小姐, 笔不错哦。 我观摩了一下, 才女的笔就是不一般。 哼, 那是自然。 这是曹操曾经握过的笔, 不过给我诸葛家收藏了起来, 说来讽刺, 但是用它让我非常有自豪感。 诸葛克说着, 举起了他刚刚写下的字, 那是一个大。 大的四字, 就写了一个四字? 什么意思? 四在我们广东, 代表死, 他在暗示什么吗? 谁练字无缘无故写了一个四字呢? 还有这个笔, 曹操握过的笔, 曹握的笔, 等等, 莫非他在暗示我什么? 你又在瞎想什么? 你少在我这里施展你那肮脏的想法。 诸葛克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我的面前, 将我手中的笔顺利夺了回去。 这关我什么事, 是你自己说曹握的笔啊? 能怪我多想吗? 诸葛小姐, 有急事, 别怪我鲁莽。 我连忙说道, 可我话音刚落, 诸葛克直接将那个四字摆在了桌面上。 知道了, 这个字送给你, 解了你的事就解了。 我愣了一下, 诸葛克居然提前知道了。 这样的话, 那我跟苏家的事情, 是否他也已经知道? 可为什么他只字不提? 是我太小看他了吗? 这时候, 我又把目光移到了那个四字上面, 仔细一看, 矿里面其实就是个八字, 在暗指八大财团吗? 困住八大财团, 在我们算卦的字节里面, 这叫困龙痘, 可我根本不明白诸葛克的意思, 我如何能困住龙? 我现在连他们的人都找不到。 诸葛小姐, 不能明说吗? 我有点着急地问道, 因为时间实在是有点太紧了。 诸葛克摇了摇头, 不行, 我说了, 不就泄露天机了吗? 你自己慢慢平吧。 诸葛克将笔装好, 好像写这个字就是为了我, 而且从一开始就在这里等我。 一个四字, 里面是八, 明显是八大财团, 以为困龙痘, 四代表死, 这样就可以杀八大财团了吗? 可我误不透, 诸葛克就是诸葛克, 挂意有点深, 一时半会难解开真正的意思。 我只能帮你到这了, 这对于你来说, 是一个生死局, 我已经是窥破天机帮你, 但我不能说出来。 诸葛克望着窗外, 不知道在思考着什么, 但京都每个大人物都揣着心事, 诸葛克也一样, 他虽然是一个女人, 但心不比男人低。 至于他在想什么, 我也无法知道, 女人心, 本来就是海底针, 聪明的女人就是宇宙黑洞针了, 我捞不着。 诸葛, 其实我, 苏家的事, 我本来想承认之前骗了他, 因为他迟早会知道的, 其实我早跟苏家闹翻了。 事到如今, 跟他坦白最好, 现在苏一死了, 迟早我跟苏家的矛盾更大, 现在京都的阴行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苏家长子被杀不是小事, 虽然凶手没有找到我头上, 但那是迟早的事情。 可诸葛克居然完全不在乎, 甚至打断了我的话, 没必要跟我说这个,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只在乎一件事情, 你什么时候杀修罗? 话中有话, 我已经听出来, 上一次我根本没有骗到他, 其实他早已经知道了, 只是他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 他只要我杀了修罗。 诸葛, 为什么选中我? 我将心中的疑惑问了出来, 阴阳江湖有的是人, 为什么偏要选中我? 我骗他, 那就应该把我剔除了吧。 居然毫不在意, 那很明显是铁了心选择我了。 这时候诸葛克笑了一下, 冷笑中带着无奈和鄙视, 你说一个敢杀修罗的人, 出来给我听听。 我愣住了, 不用想, 没有, 就算是苏婷, 也绝不敢硬杠修罗。 普通人死了, 死于灵异事件, 那如果查不到, 时间久了就会不了了之, 最后封档案, 或者落入一些特殊部门。 可修罗死了, 那就不是一句简单的灵异事件了。 高权者的生命, 国家非常看重, 你要是跟国家斗, 除非能撼动到国家, 但是谁能够? 要杀修罗, 只能用计, 非常合适的计。 那你不怕我骗你吗? 就连我也根本不敢杀修罗。 我迟疑了一下, 但还是说出了这句话, 虽然这句话并不是那么的适宜。 诸葛克常常吁了一口气, 那就骗我吧, 最好骗我一辈子。 人的一生, 不是什么愿望都可以完成的, 有一个人骗一下, 让我活在梦里, 也是莫大的幸福。 给我一个希望, 至少能让我快乐一点。 诸葛克果然聪慧, 仿佛看透了什么似的, 修罗根本不是说杀就能杀的, 包括我。 可他心中的仇恨, 虽然一个支点, 需要别人给他一个希望。 你如此执着, 是因为你喜欢曹毅吗? 我又问道。 诸葛克听了我的话, 突然猛了一下, 随后扑哧一声就笑了出来。 你放什么屁, 我们这个年龄, 他当我叔叔还差不多, 他在我心目中就是岳飞的存在, 是偶像。 我还以为诸葛克对曹毅暗生情愫, 没想到居然没有。 对啊, 谁都有偶像, 我也是一名艾困。 这种仇恨, 我能切身体会。 诸葛克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然后鄙视地看着我, 你最好是。 我当然是。 我坚定地说着, 然后举起了手中的那个四字, 困龙斗, 可对应现实的话, 和解。 我现在连他们, 人在何处都不知道。 诸葛克没有说话, 好像依然没有打算帮我, 只是看着远方。 难道, 又要我用龟捕吗? 可字都出来了, 我居然一点都不想用那玩意, 用龟捕要从心。 生死局, 何破啊? 既然诸葛克只能帮到这, 那我也没有必要久留了, 拿着那个四字走了出去。 幸亏我走得快, 那管家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醒了过来, 拿着扫把沾着屎, 如天神下凡一样朝我追了过来。 你个臭小子, 不讲武德, 居然敢偷袭我老人家, 看我不打死你。 这气势谁不怕, 我惹不起, 还躲不起吗? 连忙脚底抹油溜了, 这使但凡沾上半点, 也是极其晦气的, 除非是用诸葛克的事。 雨还是那么大, 只是不打雷了, 地上的雨水哗啦啦的响, 我抬头看着雨天, 又看了看这个四字, 总感觉想到了什么, 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想到, 总是差那么一点点。 老八秘制小汉堡, 老八秘制小汉堡。 突然斗里的手机, 铃声响了, 我接起来一听, 是朱老九打来的。 小哥, 周浩的魂出来了, 他们没看见, 我这只眼睛看见了, 我不敢说。 朱老九好像是在厕所一样, 说话有回音, 而且声音非常小, 明显是背着别人告诉我的。 神艳朱老九, 以前就靠那只眼睛, 吃饭了, 他能看到周浩的魂不出奇, 手术室里面周浩的魂跑出来, 意味着什么, 我比谁都清楚。 这代表, 已经回天乏术了, 那伤势挺不过来很正常, 那癌到现在才断气, 已经算不错的了。 怎么办, 小哥, 他师妹体弱, 本身就有病, 我怕他扛不住。 朱老九叹了一口气, 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虽然我们出来混的都知道, 早已经将生命置之度外, 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但真正出事的时候, 最亲那个人恐怕承受不住。 九爷, 你会抓魂吗? 别让他的魂跑了, 我连忙说道。 朱老九愣了一下, 问这个干什么? 你要超度他, 这不用抓魂, 也可以超度的吧? 不, 我要给他续命, 我握紧了拳头, 听说过七星续命灯吗? 七星续命灯, 当年两人用过, 一个是诸葛亮, 一个是刘伯温。 诸葛亮点七星灯, 灯灭人王天不救, 最终失败了, 刘伯温点七星灯续命十二年, 而刚刚好, 之前我就得到过一本刘伯温的书籍。 靠谱吗? 这还能续命? 朱老九有点不太相信。 说实话, 我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只能尽力而为了。 能不能成功, 一切看天意? 周浩还在手术室吗? 我对朱老九问道, 在啊, 还没出来呢? 我也纳闷, 怎么魂线出来了? 朱老九极其不解, 不应该死了魂才离体吗? 如果死了, 那周浩应该会被从手术室推出来。 我猜应该是周浩只是跑了一魂出来, 他想去看他师妹最后一眼, 他知道自己要没了。 如果死了的话, 有时候魂一出来就会被鬼差带走, 这样跑出一魂的话, 可以先去看他师妹。 周浩连死都惦记着自己师妹, 这太痴情了, 但是已经回天乏术了, 希望七星灯能逆天改命, 将他续命。 但续命是续命, 不是复活没事, 能续几年命都不好说。 这样啊, 那可不能让他跑了, 我让老七用指纹把他抓回来, 你赶紧回来吧。 朱老九连忙将电话给挂了。 我连忙趟着雨水去买七星灯, 一刻都不敢耽误。 买好了七星灯后, 我立刻赶往了医院, 这时候周浩居然还在手术室, 没完全死吗? 这家伙断气可真难, 或许真有得救。 朱老九连忙迎了上来, 我朝他问道, 魂呢? 抓到没? 这时候, 朱老九看了一眼英眼老七, 英眼老七连忙驱动指人, 只见一个阴森森的指人飘落, 然后站到了我的面前, 指人里面有魂, 应该就是周浩的, 这英眼老七还挺有能耐啊。 这时候, 又有一个魂出来了, 也是周浩的, 朱老九直接指着门喊道。 这样下去, 周浩必死无疑了, 只能用七星灯续命。 出来的魂, 又被英眼老七抓在了指人里面, 这时候, 直接闯入了手术室, 医生护士立马大叫了起来, 甚至想把我们赶出去。 这时候, 老乞丐直接出手, 几下功夫不到, 他们全部倒下了, 一个接着一个的不省人事。 你要干什么? 老乞丐还不知道我的意图, 虽然周浩必死了, 但是这样, 直接闯入什么意思? 根本没有必要吧? 拿出了七星灯他才知道我要干嘛, 然后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七星续命灯。 你要给他续命? 我点了点头, 对, 这是唯一让他活下来的办法, 至于续命多少年, 我也没有办法掌控。 等等, 老乞丐突然按住了我的手, 他给自己续命, 失败了最多灯灭人亡, 天不救他, 可你给他续命, 是你操作, 失败了, 你是要折兽的, 值得吗? 值? 活那么长干什么? 老子本来能长生的, 我要过吗? 精彩几年就行了, 老了玩不动了, 也就甘等死。 老乞丐? 老乞丐听了一愣一愣的, 仿佛我再叫他去死, 但我来不及解释那么多, 直接甩开了他的手, 然后算出周浩的八字, 点亮了七星灯。 一起护着灯, 别让他们灭了, 七夜把魂给我。 我说完后, 夺过了纸人, 然后一掌将两只魂 从纸人里面打了出来。 魂飞出来的瞬间, 我捏着他们的脖子, 以黄斧以度, 将其打入了周浩的身体。 现在魂齐了, 灯亮了, 就看天意了。 这面能不能续, 一切都只能看天。 我只是近人士。 关上手术室的门, 我们围坐了起来, 大家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生怕将灯给吹灭了。 但我告诉他们, 不用害怕这个, 用气是吹不灭的, 反而人气可以护住这七星灯, 让其不灭。 我这样说, 大家就放心了, 连忙紧紧护住了面前的灯, 可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一开始, 灯还是没有问题的, 可大概几分钟左右, 明明没有风, 但灯火却在摇坠着, 仿佛要灭了一样, 无形中有一只手在控制着生命。 强卫和朱老九, 还有英年老七立刻急了, 想用手护住灯火, 但没有用, 这不是寻常灯火, 而且根本就没有风, 手挡一点用处没有。 眼看灯就要灭了, 我跟老乞丐连忙发功, 以浑身的法力注入灯中, 以保灯火旺盛。 可是这玩意, 别看只是一盏灯, 但是吸法力很快, 我跟老乞丐都犹如泥牛入河, 两人没一会就满天大汗了。 不行, 这扛不了多久, 老乞丐意识到不对劲, 立刻说道, 以这样维持下去, 用不了多久, 我们就法力耗尽了, 灯该灭还是得灭。 强卫, 把刀给我, 今晚老子麒麟见命, 老天爷, 给点面子。 我夺过强卫腰间的匕首, 然后割破了手指头, 将血分别递在了几盏七星灯上。 麒麟血燃烧了起来, 火变成了红色, 本来是很微弱的, 而且是那种跳动的小火苗, 好像随时会灭了一样。 可是低落麒麟血以后, 火更加大了, 而且稳了起来, 变成红色的火焰, 犹如跳动的小人, 半点要灭的迹象都没有。 天选之子果然不一样, 老天爷都要宠溺三分, 这血直接将火稳住了。 老乞丐暗暗撑齐, 没有这血, 七星灯毙灭, 想靠人力强行宝灯, 根本不可能。 这时候, 大家都长叙了一口气, 因为火苗逐渐强壮了起来, 强壮到无法熄灭的程度了。 最终, 我们续命成功了, 七星灯不灭, 周浩不死。 八年, 老乞丐掐指一算, 吐出了两个字, 这个时间不算短了, 能多活八年, 那是老天爷的恩赐。 我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然后虚弱地倒在了地上, 本来伤就没有好, 现在滴落这么多血, 身体自然吃不消, 眼前一黑昏了过去。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 我自己也躺在病房里面了, 但我的第一句话, 还是问周浩怎么样了。 续命成功, 那家伙应该死不了了吧? 强壮在照顾我, 其他人都回去休息了, 他说周浩没事, 中途醒过来一次, 但是又晕了过去, 但命是保住了, 那些医生都说是奇迹。 当然是奇迹, 特么是我创造的奇迹, 不是你们。 醒过来后, 我饿得肚子咕咕叫, 本来就受伤, 又失血过多, 醒来就是体力急发。 医院不能做饭, 我出去给你打点吃的吧。 强威说道, 我摇了摇头, 不用, 你下面给我吃就行。 虽然很呃呃, 但是胃口不大, 因为心事重重, 诸葛克给的四字没有解开, 现在自己又这一副模样, 别说去杀人了, 我估计下床都成问题, 明天是最后一天了, 怎么办? 这时候, 强威有些尴尬, 连忙羞涩地看着病房周围, 啊, 在这里, 不好吧, 不知道有没有监控之类的。 想哪去了, 我说下个面给我吃, 方便便, 我哭笑不得地说道, 我现在这身体, 我能干什么? 你以为我是金刚之体啊, 随时随地可以推吐吗? 哦, 我, 我现在去。 强威脸一红, 连忙不好意思地跑了出去。 我摸了一下旁边的衣服, 然后将四字那张纸拿了出来, 然后仔细端向着, 我一刻都不敢休息, 时间太紧了, 现在已经是晚上九点, 再解不开这个四字, 明天一到, 我只能等死了。 我想过, 耍赖不认逃跑, 但是八大财团都陪我玩, 我不可能当得闹肿, 不然只会成为京都的笑话, 认赌服输最好。 可我, 绝对不想说。 我聚精会神地看着那个四字, 然后不停思考了起来。 困龙斗也是有讲究的, 困龙可为土, 可为水, 可为金云等等, 但是八大财团基本上是天时地利人和战境, 根本不会被这些东西所困, 他们随意而往, 可来去自如。 我想了很久, 这些东西都困不住他们的话, 那就只有一样可以困住了, 那就是人。 我突然好像想明白了什么事的, 有了, 我好像知道怎么做了。 这时候, 我问强威拿来了一支口红, 然后在四字上面画着。 四字这个框有四笔, 组成了一个口字, 将八字困在了里面。 我画了第一笔, 然后笑道, 这一笔得留给苏婷这个老家伙, 呵呵。 我又画了第二笔, 那个家伙怎么也得留个位置。 接着我又画了第三笔, 但第三笔我想了很久, 左思右想, 还是觉得修罗最适合。 然后就是第四笔, 第四笔的话不用问, 留给我自己吧。 现在四字的口变成了红色, 然后将四字里面的八围在了框里面。 困住了, 困龙斗。 我笑了起来, 诸葛克呀, 诸葛克呀, 你可真是个天才。 虽然这个办法不难想, 但我确实没有想到, 想要杀八大财团, 还是得借助别人的手, 困住他们后, 我就能杀了。 没有诸葛克的提醒, 这回, 我估计人就没了, 这个四字还真是博大精通。 想明白后, 我整个人都通透了起来, 蔷薇下面真的香, 吃得我榴莲忘返, 想再吃一次。 我看了一下时间, 还有好多个小时可以做事, 够。 这时候, 我打了一个电话给周宇恩, 他吓了一大跳, 说我怎么这个时间段联系他, 这是非常危险的。 我让他别害怕, 我就交代几句话, 之前那些尸体, 虽然用化湿水做了, 但是他们的物品, 应该还有一些吧。 周宇恩恩了一声, 说那些东西, 都给他集中起来, 然后埋在了一个极其隐秘的地方, 比如, 剑啊, 法器之类的东西, 化湿水可容不掉。 这就好, 周宇恩跟了八大财团也有好些年了, 一定有八大财团的一些东西, 把那些东西跟死者的物品混合在一起, 然后找个理由, 将它们送给苏婷, 现在就去, 一刻都不要耽误。 周宇恩惊呆了, 但还是压低声音, 非常谨慎地说道, 苏杨, 你疯了吗? 你想干什么? 苏婷他怀疑我怎么办? 你这不是让我去冒险做死吗? 你放心, 苏婷不会怀疑你的, 以你的本事, 根本杀不了那些人, 就算怀疑, 也是怀疑你背后的人, 那正好, 如果不怀疑, 那些物品估计也够了。 我阴冷地笑了起来, 幸亏杀了苏婷, 没想到一切都还可以利用起来。 你, 想嫁祸给八大财团? 周宇恩反应了过来。 对, 让他们狗咬狗, 我们做兽鱼翁之力。 我冷哼了一声, 以苏婷的脾气, 苏婷死这么惨, 他咽不下这口气的。 周宇恩虽然有点害怕, 但还是接受了我的建议, 因为我只能孤注一掷了, 他必须帮我。 天意的行踪再次失去, 现在八大财团七个人, 没有一个人知道在哪的。 而我只有一天时间了。 周宇恩咬牙挂断了电话, 这回他硬着头皮也得上了, 不过我让他不用担心, 他是八大财团的人, 又有千面如来护着, 苏婷不至于说杀就杀。 当然了, 他现在还不能直接暴露身份, 在外人眼里, 他还是那个京都三美之一, 一个畅大戏的弱女子。 越是这样, 苏婷越不会怀疑他, 只要找个理由, 说是怎么发现那些东西的就行。 挂了电话后, 我知道自己也不能闲着, 因为我要去找那个家伙了。 这对于我来说更危险, 比周宇恩的行为都要危险百倍。 他跟我的恩怨, 可还没有完全化解。 我来不及继续休息, 跟老乞丐直接离开了医院, 两人直奔黑木崖。 之前去过一次, 好像殷山派的基地就在那,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搬。 殷山派也发生了重大的变故, 痴妹婆婆被杀, 苏婚战败不知所踪, 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我也不清楚, 那家伙不会直接当上掌门了吧? 不过殷山派人员稀少, 掌门也就是个名头, 有跟没有一样。 来当黑木崖的时候, 老乞丐都打了个哆嗦, 说这地怎么如此凶? 这鬼气, 直接让人不寒而栗, 里面是否住着恶鬼? 我冷哼了一声, 奇质恶鬼, 简直就是恶鬼中的恶鬼。 不过也说明了, 那个家伙, 应该就在这。 现代社会阴地不好找了, 很多地方都被人为开发严重, 在想找跟黑木崖一样, 他不搬家也正常。 你要来这种地方找谁? 怪瘆人的。 老乞丐看着黑悠悠的高崖和树林, 整个人都紧绷着, 仿佛下来了十八层地狱一样。 找个故人, 这次的事情, 光靠我们两个, 应该是成不了了, 我需要他们的帮忙。 我说着, 踏上了黑木崖, 老乞丐跟在了我的身后, 这地方死尽死尽的, 连乌鸦都没有一只, 总感觉到处都鬼影重重。 上了崖坡的时候, 突然一阵阴风吹了过来, 但身后的时候有一小孩背对着我们, 不知道是何时出现的。 小孩? 这地方会有小孩? 老乞丐眉头一皱, 顺势就拿起一块大石头砸了过去, 可那小孩突然脑袋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身, 头动身不动, 然后以头及时将那石头瞬间震碎。 蔡文姬? 我认得这鬼小孩, 之前在这里见过他, 长得跟蔡文姬一样, 乃凶乃凶的, 但是鬼气也不小, 拿着个大铁锤, 差点把蛇仙都给抡死了。 大师兄, 你又带人回来烧烤了吗? 这次我要吃大腿, 还有小牛子? 小孩说完后, 突然口水直流, 看着老乞丐两眼发光, 怪不得黑木崖底下全是尸骨, 这全是他们吃的吧? 老乞丐胯下一梁, 连忙夹紧, 然后指着小孩骂道, 大胆小鬼, 不可无礼, 我虽已经用不上这玩意了, 但也想死后保存完毕之身, 你吃了算什么回事? 不对啊, 他怎么叫你大师兄? 老乞丐突然反应了过来, 一眼惊奇地看向了我, 仿佛我跟人合伙, 把他骗上来这里杀一样, 因为我跟他大师兄, 长得有点像, 但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跟他没有关系。 我说完后, 没有去理这个蔡文姬, 而是对着整个黑木崖, 大喊了一声道, 出来, 有事找你。 声音飘荡其中, 在山崖不断回荡, 一阵接着一阵。 这时候, 蔡文姬扭着小脑袋, 慢慢蠕动到了我的脚下, 还以为我在玩游戏, 也跟着大喊了一声, 出来, 有事找你。 他的鬼声更厉, 整个山崖仿佛都在颤抖着, 我和老乞丐连忙捂着耳朵, 差点耳膜都震破了。 大概几十秒左右, 一个鬼影呼啸而来, 倩影魅力, 大长腿上包裹着诱人的黑丝, 长发飘飘。 几十道鬼气, 跟杀人的刀刃一样, 朝我们袭来, 我跟老乞丐都防出去了, 警戒着两人后退了几步, 那鬼影没有追杀而来, 而是落于旁边的大树之上, 站立于树梢。 何人来我黑木崖放肆, 不知这是我们阴山派的地盘吗? 一只女鬼现身后, 对着我们说道, 她双手还胸, 气质犹如富家千金, 严容靓丽, 短裙在黑夜中显得那么性感。 你故人? 老乞丐朝我问道。 我摇了摇头, 然后朝女鬼说道, 把素杨找出来, 有事相求。 老乞丐听了眼睛瞪得奇大, 然后用尖头碰了我一下, 说啥呢? 你不就是苏杨? 你魔症了? 嘘, 别吵, 等会你就知道了。 我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这时候, 女鬼看着我也有些出声, 可真相, 不过也正常, 身体本来就是她的, 跟她一模一样才是对的。 哼, 你胆子可真大啊, 居然敢直接找过来? 女鬼冷哼了一声, 有些发怒的样子。 你可知道, 这些年她是怎么过来的, 都是因为你。 居然还敢主动找上门来? 女鬼说完后, 好像暴气一样, 整个人身体都有股力量飘浮了起来, 她好像要跟我们动手。 冷静一点, 我跟她的事情已经解决, 不要动手。 我连忙阻止, 可是已经来不及, 那女鬼为了给她报仇, 已经冲了过来。 蔡文基连忙在旁边鼓掌, 好爷好爷, 二师姐又要驾暴了。 说实实, 那十块, 眨眼的功夫一道鬼气, 已经暴冲了过来, 女鬼掌心有双道明火, 在黑夜中绽放后, 全然砸向了我。 不得已的情况下, 我只能拔刀自卫, 可这时候, 突然轰了一声, 一个大铁锤猝不及防地 落到了我脚上。 那一瞬间, 我的眼泪直接飙了出来, 斜头跟地面的石头一起开裂, 疼痛让我咬牙切齿。 嘿, 偷袭, 我们要两个人打大师兄。 蔡文基咬着奶瓶, 举着比他大几倍的大铁锤 狠狠砸在看我的脚尖上。 蔡文基, 老子要把你奶瓶给养了, 你个老六。 痛, 痛痛痛。 干得好啊, 小师妹。 女鬼笑了, 笑得很阴森, 而手中的阴鬼明火 想将我焚尘灰烬。 可这时候, 老乞丐挡在了面前, 轰了一声, 一道浮光如圣令, 直接将鬼火灭了, 瞬间将女鬼震退, 女鬼滑向于空中击你才停下来。 是故人, 还是仇人啊? 老乞丐看了一眼两只鬼, 两只手开始活动了起来, 掌心摩擦出了许多浮火, 一道道咒语在嘴上念出。 是故人, 也是仇人, 但不是他们两个。 我踢开硕大的铁锤, 然后跳了开去, 我脚趾全是血, 鞋头都破了, 这小皮孩, 我得教训他一顿才行。 谁跟你是故人, 来了就死着吧。 女鬼悬舍而起, 阴气逼人, 一道道阴风如龙卷, 她双爪的指甲 全部如尖刀一样长了出来, 非常可怕, 这一爪能给人喉咙给割成两半。 嗖的一声, 女鬼已经再次杀来, 老乞丐也没有惯着他, 两掌起火, 浮如雷锋, 直接轰向了女鬼。 而此时我已经拎着蔡文姬的苦茶子, 如小鸡一样喊着, 别打了, 让他出来, 没找你, 你激动什么? 二师姐, 我无了。 呜呜呜, 大师兄欺负小孩? 蔡文姬哭丧着脸, 一瞬间被我打了一百二十七下屁股, 那皇甫在手, 打得火花都起来了, 年纪轻轻不学好, 学人偷袭, 卑鄙, 女鬼说着, 双臂一展, 飞杀走失的瞬间将老乞丐逼退了, 老乞丐护着眼睛, 没太敢走近。 这女鬼虽然算不上非常强, 但经验很丰富, 也不好对付。 老乞丐说道, 没事, 目标不是她。 我说道, 然后阴冷地看着那个山洞, 那里仿佛有一道门, 上一次她就是从那里出来的。 让她出来, 不然我杀了她。 我仰起妖刀, 然后手起刀落, 这小鬼必死, 妖刀威力无穷, 杀鬼小菜一叠。 女鬼气得握紧了拳头, 咬牙切齿之后, 突然一道, 鬼扶如令箭一样, 击中了那个山洞的门。 既然你急于找死, 那我成全你。 女鬼话语一落, 山洞的门已然被鬼扶震开, 这时候, 山洞吹出了一股又一股强大的阴风, 周围的一切仿佛都陷入了冰点一样, 结出了白霜, 天空乌云盖顶, 黑木牙整个都被包裹在了鬼气当中。 老乞丐惊了一下, 低声呼道, 这么强, 里面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厉鬼? 鬼王都荡零食吃得超级恶鬼, 阴山派的, 小心一点。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山洞口, 一点都不敢松懈。 大概一分钟后, 一道黑光射了出来, 接着就是一柄极其阴寒的鬼枪。 闪开, 我来。 我连忙扔下小鬼, 然后将老乞丐拉下身后, 手无寸铁的老乞丐可不能硬吃这一枪, 对我有妖刀。 妖刀一挡, 顿时火花四起, 无数的妖气和鬼气碰撞到了一起, 枪魂发出力声龙吟, 恐怖的力量如潮水一样慢了过来。 妖刀出魂, 一少女飞身而起, 慢声尖叫, 与阴龙相撞, 发出了恐怖的爆炸声, 周围顿时断裂, 飞杀走石, 树木净毁。 轰的一声, 我被震飞了出去, 可那鬼枪也给震退了, 一个和我长得一样的家伙飞了出来, 只是衣服偏黑, 脸色苍白, 面容阴冷, 浑身都是杀气。 她接住了鬼枪, 然后站立于我的面前, 冷眼看着我。 老乞丐不停揉着眼睛, 好像不敢相信看到的一切。 一样啊, 身高都一样。 怎么爹, 你已经死了? 蔡文基也站起来, 摇着脑袋两处张望, 怎么, 两个大师兄? 说话间, 突然举起了大铁锤, 一锤砸向了对面苏杨的脚尖, 可震得他手发麻, 差点飞了出去。 这个是真的。 蔡文基咬了一下手指头说道, 苏杨一把拎起了他, 然后扔给了女鬼, 梦桐, 带小布点回去, 接下来交给我就行。 赵梦桐点了点头, 将蔡文基的头按在大胸之间, 抱着他, 跳回了山洞之间。 苏杨扭了扭脖子, 一脸冷酷地说道, 傅长盛, 我之前跟你说过了, 再让我看见你, 我一定杀了你。 虽然我已经不想做人了, 但我依然看你不顺眼, 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话音一落, 砰的一声, 地面碎裂, 万道鬼气随魂而动, 狂风呼啸, 例如千山。 好强! 老乞丐惊出一声冷汗, 想给我挡一下, 可是连苏杨的边都没碰到, 那速度快如惊雷, 只是转了一个身, 人家已经越过了它, 很明显苏杨对它根本没有兴趣。 这, 这么夸? 老乞丐惊恶不已, 身体反而呆若木鸡。 黑枪就是冲着我而来的, 无穷的鬼气伴随着枪鸣, 可他的这一击比上一击强, 我被推着一直往后退, 他力量很可怕, 比上一次交手强太多了。 九雷阵火, 吃! 鼓咒法一爆, 将枪头的鬼气撤除, 我这才缓和了一下, 瞬间抵住地面, 身体停了下来。 苏魂, 你想不想杀? 他可没死, 我连忙趁此机会说道。 这话确实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的进攻欲望也瞬间降了下来。 你来找我, 就是为了说这个。 苏杨冷哼了一声, 还记得那三个紫袍老道吗? 他是京都八大财团的人, 现在苏魂在八大财团的手里, 你不去杀了他。 而且, 那些人的仇, 你不报了吗? 你可给我惹下了不少麻烦, 也该给我解决一些了。 我一口气把想说的话都说完了, 说骂我怕这小子不给机会, 上来就要宰我, 给我的时间可不多。 他眉头凝中了一下, 但随后却是把枪收了回去, 这时候, 我才长叙了一口气, 有戏。 你确定苏魂在他们手里吗? 他冷冷问道, 眼睛狠狠盯着我, 杀我已经不再是第一目标, 苏魂才是。 骗了他这么久, 一直利用他, 还想杀了他最想守护的人, 这笔账可不好算, 现在苏魂可比我要十恶不赦的多了。 确定, 但时间很紧, 明天他们就要把苏魂转移走了, 他要离开京都。 你为什么要帮我找他? 你傅长生会这么好心? 苏杨看着我, 一脸的怀疑, 特意来告诉他苏魂在哪, 确实有那么一点突兀, 毕竟我也不是他什么人。 我不是帮你, 我是在帮我自己, 你拍拍屁股走人了, 留下一大堆烂摊子给我, 我要帮你擦屁股啊。 我一脸无奈地苦笑着, 这家伙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忽悠他去杀八大菜团。 还有, 你毁了那三个紫袍老道其中一个的手臂, 他们不会放过我的, 反正他们跟苏魂勾结, 你顺便解决苏魂, 也顺便解决他们, 这是你也有份, 别想什么都不做。 可我话音一落, 他却突然举起, 枪对在了我的面前。 你闭嘴, 我不需要你叫我做事, 傅长生, 我凭什么帮你, 看在你带了一个消息来的份上, 我今天饶你一命, 给我滚。 他一点情面都不讲, 直接给我下烛颗令了, 可能不杀我, 已经是对我最大的恩赐了吧。 好, 我走。 这个家伙说一不二, 他可没跟我开玩笑, 他让你滚, 多说一句, 他直接就开杀, 从不废话。 我哪里还敢说, 直接拉上老乞盖走了, 他不为难,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你们长得一样, 还说是故人, 他恨不得包了你的皮, 而且, 他根本不是人, 是一只恶鬼。 老乞盖一路上喋喋不休, 问长问短, 仿佛脑子里有一百个疑问。 说来话长, 不知道怎么给你解释, 不过, 我黑黑笑了起来, 不过, 我们此趟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完成了? 不会吧, 他不是说不帮你吗? 老乞盖有点不解。 我摇头阴冷地笑了起来, 他是不帮我, 但你放心好了, 他必定会去找八大财团, 我说苏魂在哪, 而且是, 马上就要走了, 这家伙不会忍得住的, 他一跟八大财团发生争执, 那我们就可以趁机而入了。 你又怎么肯定, 他一定能找到八大财团那些人呢? 老乞盖的话, 其实也没有错, 我不肯定, 但我相信他, 这家伙的本事, 加上对苏魂的仇恨, 他一定会找到八大财团的, 我们就等着看戏好了。 我们连忙下了山, 虽然我伤了脚, 但已经算最好的结果了, 我还以为得打起来很激烈, 看来这个家伙对苏魂的怨恨, 已经到达了极深的程度, 他听到苏魂的消息, 已经没空理我了。 回去以后, 天已经蒙蒙亮了, 我连忙给周元打了一个电话, 他没接, 我还害怕他发生了什么事, 担心了好久, 不过两个小时后, 他给我回了一个电话, 这时候我悬着的心, 才彻底放了下来。 成功了吗? 怎么样了? 我连忙朝周元问道, 如果苏婷那边也顺利的话, 那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 修罗本来就是我这边的, 困隆阵摆好, 以人为阵, 那八大财团就是问中桌变。 我不知道, 我说了, 但苏婷比苏毅高深莫测太多了, 他只是简单问了几句, 然后就让我走了, 甚至脸上都没有任何表情。 周宇恩的回答我并不感到意外, 苏婷本来就是老谋深算, 但是真假参半, 不算全骗, 因为他拿过去的那些法器, 信物之类的东西, 确实是真的, 这样可以迷惑到苏婷。 苏婷或许会怀疑周宇恩杀了他们, 但肯定只是怀疑, 因为周宇恩的本事, 根本不足以杀了那些高手。 他说了什么吗? 我连忙朝周宇恩问道, 其实苏婷的每一句话, 也相当重要。 他什么都没说, 直接让我走了。 周宇恩回答道, 什么都没说, 丧子之后, 有仇人的信息, 他连问都不问, 周宇恩可能会知道什么事情, 他为什么不问, 这样不就可以查出杀苏义的凶手了吗? 苏婷这只老狐狸到底在想什么? 你跟谁去的? 我连忙问道。 周宇恩想了一下, 最后才说道, 跟我干爹千面如来去的, 但苏婷也是没有说什么, 只是看了干爹几眼。 你说, 他会不会怀疑千面如来? 我又摇了摇头, 说不会的, 千面如来也没这个本事。 苏婷还不至于怀疑他。 八大财团的东西放了吗? 我又问道。 周宇恩恩了一声, 说放了, 放了其中一个人的, 就是不知道苏婷能不能在一天之内察觉, 这好像挺难的。 确实难, 要他在一堆法器中, 发现一样本来不属于苏家人的东西, 这要非常敏锐的洞察力, 而且对时间也有限制, 我们只有一天时间了, 他要在一天内发现, 这个概率是非常低的, 还要发现是八大财团的东西, 这更加是难上加难。 你放了什么? 我朝周宇恩问道, 一块玉佩? 朱巧的。 周宇恩回答道, 那玉佩跟朱巧很久了, 后来掉了, 我捡到一直没有还给他, 太忙忘记了, 没想到这次派上了用场。 朱巧? 明朝的后人吗? 我记得他。 随身物品的话, 以苏婷的手段是有可能找出来的, 还有头发, 皮肤之类的, 只要本事够高, 都可以找出来。 只是我还没到那个程度, 苏婷这种老古董董的术法, 起码比我多十倍。 宇恩, 你做得很好, 接下来我们就看命了。 我看着窗外的天说道, 你一定要赢, 我感觉, 我感觉, 如果你输了的话, 我这次也会暴露。 周宇恩非常紧张, 他好像感觉到了危险, 这回他也陪我赌了, 而且赌得很大。 就算八大财团没有发现他, 苏婷也迟早查到他身上, 苏医是他约的, 在结合送这些遗物去苏家, 周宇恩根本很难逃脱嫌疑, 苏婷迟早会逮住他。 只要我赢了, 当上八大财团之一, 是孤注一掷, 我们都必须赢。 挂上电话后, 我叫来了英言老妻, 然后给了他一笔钱, 我要他花两个小时的时间, 给我扎出上百个纸人, 然后发散到整个京都周围。 只要有什么想动, 我要第一时间知道, 这些纸人就是我的监视器。 雨终于停了, 太阳照在湿答答的地面上, 空气中有些粘稠。 很多人群中挤进了不少古怪的纸人, 他们跟活人无异, 只是普通人根本发现不了他们, 这也是英言老妻的本事。 扎纸一族能将纸人扎得跟真人一样实属不易, 英言老妻也是个狠人, 收了钱以后任务直接完成超标, 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那么多纸人, 本来只是想要他扎个一百个, 可他却拿出了几百个。 这几百个纸人跟鬼妹一样在京都散开, 犹如监视器一样监视着整个京都。 之前打赌的时候, 已经跟八大财团暗许过了, 不能离开京都, 现在只要京都有什么动静, 那我必定能知道。 接下来就看苏婷和苏杨得不给力了, 如果他们也找不到八大财团, 那我就没辙了, 这是最后的赌注。 我打了一个电话给修罗, 让他随时等待我的消息, 他不需要杀人, 只要给我提供一点点的帮助就行。 修罗自然答应, 没有我, 他怎么胜关发财? 只要我提出的要求不是特别过分, 他都不会拒绝的。 我有些累, 在茶庄上眯眼了一会, 可一眯就是大中午了, 睡了好几个小时, 醒来后立刻去看手机。 可是很失望, 英言老妻没有找我, 也就是说八大财团没有消息。 现在已经是中午一点, 今晚十二点一过, 我就输了, 我要提头去见八大财团。 这七个家伙到底躲在哪里了? 苏婷和苏杨有没有出动? 能找得到他们吗? 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 我已经一点睡意都没有, 人急得好像热锅上的蚂蚁, 不停地在屋里来回踱步。 老乞丐也没有说话, 只是不停抽着烟, 眉头皱得比我还深。 到了下午五点的时候, 还是没有消息, 眼看太阳就要下山了, 我再也坐不住, 直接给阴眼老妻打了个电话, 可这家伙说, 京都安静得很,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也没有八大财团的动静, 这样下去的话, 事情可大。 大的不妙? 难道苏婷也找不出他们的下落? 还是压根就没上钩? 不行, 这样下去不行, 不能干等了, 我要做两手准备, 已经穷途末路了, 该用那个归捕了。 在太阳没有下山之前, 我想算一挂, 就用那个归捕。 我拿归捕出来的时候, 老乞丐看着这玩意有些震惊, 还手摸了一下说道, 这东西哪来的? 好东西啊。 爷爷给的, 没空废话, 待我先算上一挂。 我连忙开启了挂数, 手掐口算, 然后将几枚铜钱, 扔进了归捕里面, 按照蚂蚁挂数, 开始算了起来。 老乞丐谈了谭言辉, 之前不急, 现在才来算, 这不找事做吗? 跟你说不清, 我得凭感觉, 不是说算就算, 这个归捕主人有规矩。 我回答道, 借, 你们这些风水佬, 就是爱装高深莫测, 再晚点算, 你该隔屁了。 老乞丐歪嘴鄙试了一下, 然后又大口抽着雪茄, 但眼神还是瞄着我这里, 不过不是欣赏我的挂数, 而是欣赏这个归捕, 这神器好像被他看上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扑斥的一声, 铜钱瞬间着火, 而且一秒不到, 马上成灰, 极其怪异。 怎么? 算挂失败了? 老乞丐一惊, 瞬间将烟头弹了出去, 然后人坐直了, 神情比我还紧张。 可我却摇了摇头, 不是失败, 是被反挂了, 对方有比我还强的挂失, 而且非常强, 连归捕都能反挂。 所谓的反挂, 就是我不但算不到别人在哪里, 还被摧毁了挂意, 暴露了自己的行踪。 我怎么都想不到, 居然归捕都算不出, 还得反了一道, 八大财团那边到底还有什么人? 竟如此厉害? 京都有名的挂失不多, 诸葛家算一个, 但诸葛克不会跟我作对, 能超越我苏家的挂失应该没有了, 有可能不是京都的人。 归捕这么神奇的东西, 还会被人反挂, 对方到底是何方神圣? 你人没事吧? 老乞丐关心地问道, 我摇了摇头, 人倒是没事, 就是连归捕都算不到他们的位置, 那真的只能等了, 他们已经把我最后一条路给封杀, 我无路可走了。 八大财团啊, 八大财团, 你们可真是有种, 身边到底还有多少高手? 人没事就行, 等吧, 一切看天意。 老乞丐叹了一口气, 然后望着外面的天空发呆, 他也爱慕能住, 只能等了, 其他的什么都做不了。 我收起归捕闭上了眼睛, 开始戒掉焦躁, 沉心等待, 老乞丐说得没错, 即使没有用的, 已经穷途末路, 静待天意, 这是一种无奈, 也是一种智慧。 可黄天不负有心人, 入夜八点后, 鹰眼老七居然给我打来了电话。 小哥, 有消息了, 进度黄鹤楼, 他们在黄鹤楼。 黄鹤楼不是市里的黄鹤楼, 只是别人间的景点塔, 不对, 这个景点塔, 好像也是八大财团的, 怪不得找不到他们, 原来躲到那里去了, 那个塔楼还挺高的, 而且人多, 如果正常开放的话, 还真的不好注意。 你是怎么发现的? 我连忙朝鹰眼老七问道, 找这么久都没有找到, 不可能是他直接发现的, 一定是有什么契机。 有鬼, 有一只恶鬼在那里打起来了, 所以被我发现了, 他们都在, 七个都在, 鹰眼老七很激动, 但是这对于我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 他们居然聚在一起了。 鹰眼老七说的那只鬼, 应该是苏杨没错, 那家伙本事真不小, 居然将那七个人挖了出来, 现在估计在大闹黄鹤楼。 你盯着点, 我马上就到。 我挂了电话后, 给老乞丐使了一个眼色, 然后两人匆匆前往黄鹤楼。 去的途中, 我给猪老九和强威打了一个电话, 为了以防万一, 我让他们准备许多汽油, 如果实在杀不了他们, 老子一把火将那个地方全烧了, 到时候看运气, 能烧死一个算一个。 来到黄鹤楼以后, 我跟老乞丐偷偷靠近, 这个景点就是仿造书里造的, 但多了一点人工的修饰, 比描述得要更漂亮, 不过带了许多现代的气息, 没有古代那种感觉了。 入夜后, 这个景点塔就不接客了, 周围由城墙围了起来, 有大概五米高, 里面还有不少景点设施, 但都是为了衬托这个塔。 可这个塔此时却发出清光, 犹如妖塔, 鬼气冲天。 你的故人, 好像在里面。 老乞丐使劲嗅了一下鼻子, 貌似在闻那家伙的鬼气, 但我不用闻都知道是他, 太熟悉了。 他果然在里面大闹, 看来黑木崖那一趟去得值得, 不知道之前的三个子袍老道在不在。 如果在的话, 苏杨估计也没有想象中 那么容易在这里撒野。 可关乎八大财团的性命, 那三个子袍老道不可能不在, 咬牙也得卖一个面子保他们过今晚。 不管他, 里面好像闹得很厉害, 我们进去趁乱杀人就行。 这本来就是我的计划, 只要杀了一个八大财团的人, 那我就赢了。 我二话不说, 直接翻墙进去, 老乞丐紧跟随后, 这再高的墙都无法挡住我们, 一六烟的功夫罢了。 里面的安保其实还蛮好的, 保安也有好几个, 苏杨是鬼, 根本就没搭理他们, 这还对我跟老乞丐出手, 不但解决了保安, 还解决了一些摄像头, 直接将他们砸得稀巴烂。 这些都是顺手的东西, 不解决了怕以后有什么麻烦, 老乞丐出手非常狠, 差点就把那些保安的脖子给扭断了, 幸亏我提醒了一句, 他手下留情, 改为了打晕。 这外面都是喽啰, 里面才是大家伙。 老乞丐擦了一下自己的手, 好像杀手一样, 其他的地方可以脏, 但手不能脏。 我看向了黄鹤楼, 这个塔高十几层, 算是京都比较高的塔层了, 京都是大城市, 城市化严重, 基本上很少景点, 有个这样的塔算不错了。 塔看着不太正常, 不断溢出青色的圣人光芒, 好像不是那个家伙的原因, 这个塔本来就成了这样。 有人故意试了法吗? 这塔的颜色很不正常啊, 跟个妖塔一样。 老乞丐说完以后, 连忙用黄符试探, 可黄符一靠近塔身, 立刻词的一声, 瞬间成了灰, 那青色的光芒如鬼火一样, 不知道套了什么东西在塔周围, 好像想进去还没有那么容易。 老乞丐抬头望向了塔顶, 仿佛看到了什么, 然后喃喃道, 清明五音符, 替判官办事的青帝吗? 哼, 有钱果然就是任性, 青帝都成为金钱的傀儡了吗? 谁是青帝? 我朝老乞丐问道。 老乞丐冷哼了一声, 说地府里的判官也好, 鬼差们也罢, 有些事情是不适合上阳间办的, 所以他们在阳间都有代理人, 青帝乃是封都鬼城里的人, 湘西鬼王都不敢得罪的存在, 因为他有判官罩着。 可这么一个人, 居然为了钱低头, 给八大财团打工。 清明五音咒和福威力极大, 不可小觑, 破这玩意, 估计都得耗费点气力, 上这个塔都有门槛, 真不简单啊。 没事, 随便破, 判官的人又怎么样? 我说着, 正想拿出昆仑镜, 这东西, 不天刻他们清明五音吗?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外面传来了响动, 好像有人来了。 不会是那些保安醒了吧? 老乞丐非常坚定地摇着头, 最起码得天亮他们才能行, 我下手不清。 既然不是保安, 那还会是谁? 我过去看看。 老乞丐说道, 可我却一把将他扯了回来。 不要, 我们躲一下, 这样保险一点。 我说道, 听着脚步声越来越近, 我跟老乞丐连忙找个地方躲了起来。 大概十几秒后, 那人终于露脸了, 居然是苏婷, 他最终还是来了。 果然丧子之痛, 让他无法平静, 他还是忍不住来找八大财团了, 而且也找到了黄鹤楼吗? 这下齐了, 困龙正摆好, 八大财团插池难飞。 苏婷走到塔前的时候, 还拿出一个东西看了一眼, 这应该就是周远恩所说的物品, 那是猪巧的东西。 可苏婷没有直接进去, 因为他被清零五音符给拦住了, 整个塔都入了阴, 跟妖塔一样, 外面好像有什么笼罩着, 一碰就交, 或者把你弹开, 这是一种极其邪门的防护症, 塔顶放置清零五音符即可, 再配合一小段咒符。 可这些难不倒苏婷, 只见他双手混圆而开, 一手一个八卦, 左手为阴, 右手为阳, 然后双掌击在了塔身上, 八卦起火, 阴阳合一, 双手合十, 黑白光不断旋转, 一道道法力流转着, 瞬间将清零五音之力溶解, 泄去, 然后打开了一道八卦之门, 苏婷从容走了进去, 毫不费力。 这老东西越来越强了, 这功力我见了, 都要望尘莫及啊。 老乞丐感叹着说道, 但他骂别人老东西的时候, 能不能勘探自己, 你们也差不了多少。 苏婷本来就强, 后来又吸收了女娲石, 现在他当然厉害, 破个清零符还不是简简单单。 这样也好,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他打开了通道, 我们就不用搞了, 直接进就行。 走, 事不宜迟啊。 我给修罗发了一条信息, 让他派人将这里围起来, 然后就连忙踏入这八卦门。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也有一只脚 跟着我一起踏入, 我还原是老乞丐, 但没想到, 抬头竟然是一张 毫无血色的阴森脸, 是苏魂。 傅长生, 我说过了,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苏魂抬头一笑, 但阴森森的。 你也来, 莫非你是跟踪苏婷而来的? 你要他手中的千鸡伞? 我好像想起了什么, 怪不得他要来, 明明八大财团 傅长生, 今晚我只为千鸡伞, 没心思对付你, 所以请你离我远一点。 好不容易终于等到 那老不死的东西出苏家了, 对于我来说, 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苏魂也大胆地承认了, 不过这些在我的意料之中, 他要夺回千鸡伞, 只有这么做了。 他要对付苏婷, 自然不可能再分心对付我, 不然他会死得很惨, 他也不是傻子。 呵呵, 是吗? 我这时候看向了上面, 可你好徒儿也在上面, 你不怕吗? 苏魂在这里, 没想到歪打正招, 他还真特么来了。 阿魂, 还是别进去了吧, 里面全是苏杨。 呵呵, 只要我不跟他打, 他奈何不了我, 他的本事, 还是我教的。 苏魂不听劝啊, 为了这千鸡伞也是拼了, 可能是救他的那个神秘人, 给他的压力太大了, 不要命也得追进去, 把千鸡伞给夺回来。 那你请, 前辈, 请, 请, 请。 我连忙将脚拿了出来, 然后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不差这回功夫了, 多一个, 脚屎棍我乐意至极, 赶紧让他先进去。 苏魂看了我一眼, 不知道我搞什么名堂, 冷哼一声走了。 干嘛对他这么客气, 苏魂这小子狂得很, 现在变成鬼了, 还是这么狂。 老乞丐极其不解。 狂就对了, 苏杨的性格还真是全学他的, 不过这样才好, 现在热闹了, 我偷鸡就更轻松, 趁乱杀人不就是我的拿手好戏吗? 走, 我们也进去, 让他先狂一下, 反正先进去探路, 也对我们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我说着, 走进了这个黄鹤楼塔, 塔内有很多东西, 装修的也很不错, 毕竟是旅游塔, 而且灯火通明, 跟外面完全不一样。 不知道那七个家伙在哪一层, 不过现在跟上去应该还可以, 苏婷并没有走远, 有他打头阵, 我们可以坐收鱼翁之力了。 我们顺着楼梯一路走, 塔内不断发出阵鸣声, 好像有什么人在打斗, 时不时抖一下, 跟地震似的。 塔内的鬼气满满飘了下来, 跟雾一样, 整个塔都弥漫着那个家伙的味道, 不知道他在大战谁, 反正如果分不出胜负, 这塔迟早得踏。 我们一路爬楼梯, 这个塔有十几层, 如果爬到顶的话, 估计还需要一点时间, 可我跟老乞丐都嗅到了苏羊的鬼气, 那家伙就在塔顶。 所以我们不得不继续往上爬, 但我们速度并不快, 因为我们前面还有苏魂和苏婷, 为了不办路直接碰见他们, 我们稍微晚一点无所谓的。 可很奇怪, 爬到第七层的时候, 突然没有路了, 网上的楼梯诡异消失, 不知道是压根就没有见, 还是拆掉了。 但苏婷和苏魂都不在, 也就是说, 他们应该上去了, 是有上去的路的, 只是我和老乞丐没有找到。 周围都是一些简单设施, 比如凳子、桌子, 还有一些具有观赏性的摆设, 可唯独没有上去的楼梯, 也找不到其他通往八楼的路。 这是怎么回事? 那苏婷和苏魂是怎么上去的? 老乞丐也不服输, 硬是找了十几分钟, 但就是没看到有任何通道。 大爷的, 既然没有路, 我们就强行开一条路吧。 我就不信了, 活人还能让尿给憋死。 老乞丐咒骂着, 然后抬头看向了天花板。 他的意思很明显, 既然没有路, 那就把天花板给卸了, 然后再爬上去。 可抬头看向天花板的时候, 我这才发现了天花板的图案。 因为心思不在这, 谁现在还有空去看什么图案? 直到老乞丐说要卸天花板, 我才仔细看了上面的图。 这是一幅朱雀图, 朱雀的身上有一层层神火, 它张开双翼和羽毛, 被神火包裹着。 本来这图也没什么稀奇, 朱雀本来就是四神兽之一, 雕刻这个图其实很正常, 可是朱雀的下面居然有一个颅顶。 这是要练朱雀吗? 这个颅顶是什么意思? 练丹? 还是练药? 一般来说, 雕刻任何四神兽的图案都非常正常, 这寓意摆在这里, 但下面加个颅顶都我真没见过, 所以整个图案显得那么奇怪。 这个塔楼是八大财团的, 而看见他们, 我又想起了那一幕, 他们八个人被放进炼丹炉里面, 有一个老头在生火炼成他们,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朱雀给我的感觉也如出一辙。 这是什么意思? 是代表着什么? 在我陷入思考的时候, 突然轰的一声, 老乞丐一拳将天花板给打穿了。 走, 路开了。 老乞丐兴奋地说道, 开了天花板, 我们就可以爬上去了, 不用再找路。 老乞丐说完后, 一个纵身跳了上去, 可是几秒不到, 突然他就摔了下来, 身上有两个大爪印, 血立马喷涌了出。 有汗拔, 快闪开。 噗, 老乞丐连忙大喝一声, 可这一声又动气加深了他的伤, 虽然喷出了一口老血。 汗拔? 不至于一下子把老乞丐伤成这样吧? 可我错了, 汗拔确实无法一下子将老乞丐伤成这样, 但他没说有几只啊。 话音一落, 十几只汗拔直接从上面跳了下来, 湿起惊人。 一只汗拔都够难缠了, 这是僵尸修为达到最高时才能有的形态和能力, 能走会飞, 钢筋铁骨, 水火不清, 这一下子来十几只, 那可真是够仇人的。 怪不得老乞丐直接被打了下来, 估计上去就被群殴, 没反应过来就被伤了, 不过这已经非常厉害, 没被汗拔直接杀化, 那万一碰一下人, 直接就敢。 我收到老乞丐的提醒, 早就有了准备, 立刻退开拔刀就斩。 可这些汗拔如此高的修为, 早就开了灵制。 而且数量众多, 一大群瞬间叫我为殴。 圣灵斩尸咒, 破。 一道咒服出手, 如波纹一样荡漾开来, 逼退他们后, 腰刀后手, 瞬间斩了一个360度, 他们不是无脑僵尸, 是会躲的。 他们避开腰刀, 然后再次进攻, 可趁此机会我连忙让老乞丐, 重新爬了上去。 这其实不是正确的道路, 老乞丐这回鲁莽了, 不过上面的汗拔已经全部下来, 那代表上面已经安全了, 我们爬上去再说。 汗拔本来就是行尸走肉版的最高级僵尸, 现在数量又多, 我不想跟他们拼命, 所以跑为上策。 跟他们较劲完, 那估计不用杀人了, 我自己怎么也得付出代价, 我怎么可能跟一群行尸走肉换血, 那太不值当了。 老乞丐上去以后, 我也紧跟随后, 汗拔想跳上来, 但连忙拿出了昆仑镜, 以鲜血引渡, 一道金光照下来, 那些汗拔扭头夺脸, 不敢聚集跳上来了, 全部朝外避开。 前辈你没事吧? 我连忙看了一眼老乞丐的伤势, 但应该问题不大, 小伤口而已。 没事, 大意了, 那个猪雀其实是封印, 老乞丐有些后悔, 但不能怪他, 谁想到上一层关了这么多汗拔。 我用昆仑镜封住断口, 那些汗拔根本上不来, 这天花板既然是个加层, 应该是用来封印这些汗拔的, 这个塔楼内有乾坤, 我们感觉它是妖塔, 应该不是苏阳的原因, 八大财团不知道在这个塔楼动了什么手脚。 前辈, 你看有没有露出去, 没有就破了这个加层, 我们没有时间一直在这里好。 我对受伤的老乞丐说道, 我站这里一直举着昆仑镜也不是办法, 我们总要上去的, 一只汗拔的形成时间起码要上千年, 有些还不止, 八大财团倒好, 居然有这么多汗拔。 老乞丐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后, 开始按照我的意思去寻找出口, 幸亏他中的势毒不深, 不然的话就麻烦了。 真特么奇怪了, 苏婷和苏魂到底从哪里出去的,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根本就没路, 那他们去哪了? 老乞丐比我还纳闷, 毕竟吃了亏, 本来是有领头羊的, 没想到所谓的领头羊不见了。 老乞丐一边说着, 一边拿出了手机照明周围, 这个加层很是昏暗, 而且可能封印了汗拔的原因, 这里面恶臭无比。 可照亮加层以后, 发现这周围也全是图案, 每一幅图案都是朱雀, 还有各种药顶, 丹顶, 朱雀的身上有一团团火, 而且火的颜色非常鲜明, 这是故意用颜色表明了火的特殊。 南明离火吗? 传说用朱雀的半生之火, 南明离火炼丹, 可炼出长生不老丹, 这塔楼在记录一些远古传说吗? 老乞丐摸着那些图案, 眼睛都差点出了神。 可他提到长生不老的时候, 我心里颤了一下, 八大财团的终极之梦吗? 他们会不会相信了这个传说, 一直在寻找朱雀一族, 寻求古老的南明之火, 以做炼丹? 前辈, 你要研究可以拍下来, 然后出去再说。 这家层密不透风, 怕是没有路, 只能跟刚才一样来硬的, 破墙而出, 也好过僵持在这里。 这味道, 我闻久了, 我想吐, 一大帮汉拔不知道在这里关了多久。 老乞丐明白地点了点头, 拍了几张照片后, 他蹲了下来, 再次施展了蛤蟆弓。 只见他四肢一动, 头颅跟炮弹一样飞了出去, 轰了一声, 家层直接爆开了一个大洞, 人稳稳地冲了出去。 开了, 第八层。 这第七层和第八层没有路, 中间有个家层, 隔开了两层的路, 一旦打开家层, 几乎没有命能上去。 这么多汉拔, 耗也耗死你, 那些玩意符咒威力, 已经对他们很小了, 红绳, 磨斗, 糯米这些全部失效, 打半天也打不死他们。 上来, 老乞丐这回安然无恙, 透过那个大洞对我招了招手。 我连忙收回了昆仑镜, 然后以麒麟血封路, 一张三圣符贴在了那个位置, 以镇尸咒结尾, 这些汉拔起码十分钟内无法突破, 那时候, 我们早走了, 暂时挡住他们就行。 我连忙跳了上去, 那个大洞足以让我通过, 上去就是第八层了。 这里什么都没有, 一切安全, 下层有陷阱, 他们估计也不会再想在这个塔层动手脚。 别耽误时间, 继续走, 离十二点很近了。 我看了一下时间, 已经九点半了, 过了十二点, 我杀不了他们其中一个, 我就输了。 老乞丐顾不得伤痛, 陪我继续闯塔, 两人一路照着塔顶爬。 大概十点的时候, 我跟老乞丐终于爬到了塔的最高一层。 塔间是最小的, 可是里面的空间我感觉并不算小, 甚至要比任何一层都大, 不知道是错觉还是那有乾坤。 我们期间没有再遇到任何阻碍。 来到塔顶后, 这里面跟着小型皇宫一样, 有一个比较矮的台阶, 上面铺满了金色的毯子, 台阶之上放着八张霸气的龙椅, 不过有一张龙椅是空着的, 其他七张龙椅都坐着人, 有男有女, 独缺的一张龙椅应该是银帘的。 龙椅的两边围着不少人, 分别一字排开, 跟古代的大臣上朝一样, 中间的镜头站着一个老头, 他就是苏廷。 这个老东西真的上来了, 可第七层根本没有落, 他是怎么上来的? 如果他跟老乞丐一样, 强行破开路的话, 应该会留下痕迹才对。 苏廷来这的原因很简单, 他要为自己的儿子讨回一个公道, 八大财团到底跟他儿子的死有没有关系, 他要问清楚。 只是他们的对话, 好像被我和老乞丐的闯入打断了。 所有人都看向了我, 苏廷也很是惊讶, 他没想到我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场面一顿鸦雀无声, 甚至有些尴尬, 大家都是大眼瞪小眼。 而塔顶的最外面, 正打得热火朝天, 是谁就不用我多说了。 那个家伙虽然强, 但八大财团的人也不是吃素的。 这时候, 猪巧站了起来打破了将军, 然后朝我说道, 可以啊, 没想到你能找到这里来, 不过就剩最后两个小时了, 你又能做得了什么? 其他六人也是比笑了一下, 在龙椅边上嚣张地看着我。 而下边两排的人也蠢蠢欲动, 估计要杀了我妖公, 他们能占于龙椅前, 估计都是八大财团的厉害又重要人物。 老乞丐吞了吞口气, 突然有点紧张地摸到我边上小声说道, 小哥, 我看我们还是保命要紧, 这些人全部是善茶, 加起来够我们喝一壶了。 左边一排第一个就是青帝, 那个穿黑衣服, 领子上插着鸡毛的判官在人间的袋里, 实力无容置疑。 右边第三个叫惊天命, 是控尸的高手, 我猜那些汉拔都是他控制的, 不然这种僵尸放出来会敌我不分, 贱人就有, 根本无法用来御敌, 他的地位跟永夜有得一拼, 就是控尸, 没有控鬼墙。 右边一排第五个叫唐灵, 是唐门后人, 鬼气和用毒高手。 其他的都是生面孔, 可能是外地的, 也有可能是我离开京都后出现的佼佼者, 他们身上的气势和杀气, 绝不在你我之下。 老乞丐说完, 看了一眼苏婷, 仿佛终于明白苏婷为什么上来后, 会这么乖了, 不打也不闹, 只是拿一个物品跟人对质, 周宇恩说了, 那是朱桥的东西, 是他放进去的。 苏婷这脸色, 估计是有点后悔上来了, 但又不可能退走, 硬着头皮也得上。 老乞丐这样一说, 再看那两排高手, 我人都有点发麻, 这打多久了, 现在都没分出胜负, 不知道外面塔顶的对手是谁, 紫炮老道吗? 如果苏扬真给了他们压力, 那这七个人不会这么悠闲地坐在龙椅上, 跟没事人一样悠哉悠哉。 说实话, 我感觉自己的计划有点落空了, 因为我完全低估了八大财团的实力, 他们躲开我根本不是因为怕, 是因为稳, 这七个人可以稳到一点机会都不给我, 就算避赢的局, 他们也会当防御塔的奴隶, 缩塔不出去。 他们能混到这个地步不是没有理由的, 真正的boss都是浪死的, 而他们稳如老狗。 苏婷和苏扬并没有办法压制到他们, 我想从中获利就只能是幻想, 八大财团已经是无可厚非的京都最强。 在我面前的是, 一头京都巨兽, 有史以来最强的对手。 杀了他吧, 本来还能多活两个小时, 偏要想不开。 天忆在龙椅上挥了挥手, 下达了杀我的命令。 一声令下, 十几名高手立刻杀气腾腾地 朝我们走来。 此时我马上跳到了苏婷的面前, 然后妖刀一挥, 紫光大线, 整个塔内都充满了恐怖的妖气。 家主快走, 有我在, 休想动他一根寒毛。 你们要杀就杀我, 与我苏家家主无关。 我忠心护住, 天地良心。 本来目标只是我, 这时候所有人的目标都共同锁住了我和苏婷。 你小子因我, 苏婷眯着阴狠的眼睛, 冷光注视着我, 已经知道我在干什么。 说这些, 有福不能同享, 有难不得同当吗? 我笑了起来, 今天来都来了, 不得跟我分享一下烦恼。 我杀了你, 提你的人头跟他们说话, 他们应该就不会这么冲动啊。 苏婷握住了拳头, 发出啪啪的声音, 好像手指每个关节都在宣泄着对我的厌恶, 他已经恨不得对我碎尸万段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无数的暗器已经发了过来, 唐门的暴雨离花针吗? 家主小心! 我嘴上虽然这样说着, 但人已经快速闪开, 在我身后的苏婷, 如果不出手, 就会吃一个大满罐。 居然利用我, 你个臭小子! 苏婷没有办法, 只能出手了。 他突然拿出了千击伞, 然后打开挡住了所有唐门毒气, 逃过了一劫。 现代唐门居然跟古代一样, 手艺不减啊, 暗器依然还是那么凌厉, 只是凶狠程度不是电影核能描述出来的。 可千击伞也刚刚好能挡他毒气, 苏婷算是有恃无恐。 苏婷想开口说我跟他没有关系, 可是已经来不及, 其他的人也是抱着宁杀错不放过的原则, 反正来了一起宰准没错, 所以直接动手了。 十几个黑影一起朝我和苏婷杀来, 苏婷非常无奈, 只能跟被动还手, 他不还手, 就要被打死了。 我挥动着妖刀响突围, 但是身边无数的黑八卦朝我袭来, 仿佛要将我困住一样。 八卦是黑中有白, 白中有黑, 就好像阴和阳一样, 黑白两面, 太极生两依, 两依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纯黑色的八卦我还是第一次见。 使用黑色八卦的人也穿着一身黑, 跟个黑无常一样, 但脸却煞白, 他的性别我看不出来, 好像是女的, 又好像是男的, 他连气息都是颠倒的, 只稀气不吐气, 非常古怪。 他的八卦咒很厉害, 上来就是连环卦, 一卦接着一卦, 无数的黑八卦具象化后, 还能将我围起来。 我的法力全部被他卸走了, 腰刀砍八卦, 好像砍在了漩涡一样, 全部的妖力被卸掉了一样。 我退后一步, 八卦碰八卦, 后天八卦一出, 犹如阴阳之力, 黑白象棋, 砰的一声, 两个八卦撞到一起, 仿佛空气都炸裂了一样, 周围荡漾出漩涡, 阴阳开始扰乱, 很多人都退了开去, 我用尽全力, 将他的黑八卦震了出去, 他咬牙退后几步, 八卦尽碎, 吐出了一口鲜血, 略逊我一筹, 但是八卦未停, 口吐黑色莲花, 人作八卦之上, 随时找机会把场子找回来。 一个高手我不怕, 待人太多了, 他们车轮战, 而且各个身怀绝技, 后都耗死你, 别说一起上。 苏婷这边, 也比我好不了多少, 除了唐灵的暗器, 惊天命突然以雪祭天, 然后口念诗咒, 顿时我感觉下层的封印被破了, 没多久, 那十几只汗拔居然窜了上来。 苏婷见到这么多汗拔, 脸色变得铁青, 口里直骂娘, 此时她差点就对我破口大骂了起来, 没骂是因为没空。 十几只汗拔什么概念, 我跟老乞丐已经体验过了, 这玩意非常难缠, 一时之间又杀不死, 数量多了的话, 会感觉非常头疼。 苏婷怒吼一声, 知道再也无法澄清什么了, 只得大开杀戒, 杀不出一条血路, 她跟我一样都得死。 她双手如雷霆, 皱如洪荒, 一道道雷影, 随着符纹打了出去, 瞬间将跳上来的汗拔阵飞了出去, 可尽管她已经不保留实力, 但那些汗拔依然很难杀掉。 只是被打飞, 就算皮开肉战, 对他们行尸走肉来说, 根本没有影响。 这时候, 青帝突然如鹰蛇一样出现在苏婷背后, 只见一只笔如血剑一样刺了下来。 笔如雷霆, 笔尖篝火, 一道鹰气点缀着, 落于苏婷身下。 苏婷反应过来后, 立马用千击伞挡住, 可是千击伞居然被破了, 笔入伞叶, 直刺苏婷天灵盖。 判官笔, 苏婷大惊连忙躲开, 可是已经后知后觉, 没想到千击伞遇到了判官笔, 躲晚了一步后, 肩膀被刺伤, 鲜血溅了出来。 老头, 该走了, 判官笔一出, 你已经离黄泉不远。 青帝仰头, 非常狂傲地说道, 笔尼一切的眼神仿佛他高人意等。 你算个够吧, 你爹来了, 也得给我磕三个头。 苏婷大怒, 一道力气震了出来, 反手打了连缓九十九道雷霆八卦, 青帝的判官笔连破五十八道, 但他好像气不足, 还是太嫩了一点, 最后几十道八卦都在被动挨打, 判官笔抓不稳, 直接震入了墙内, 他手震的发麻, 不断在发抖。 轰的一声, 苏婷抓着他的头, 直接刻入了地板上, 但苏婷的肩膀也在不断冒着血。 判官的一条狗, 也敢在我前面费。 这青帝也太狂了, 居然敢直接晋升, 找苏婷单挑, 无论是控尸汗拔的惊天命, 还是使用暗器的唐灵, 全都是远攻, 车轮战, 哪一个敢晋升跟苏婷打。 青帝站着自己有判官笔, 居然看不起苏婷, 这顿毒打挨得该。 法器虽然厉害, 但也得本人实力够硬, 不是说拿了就无敌。 青帝脸真硬, 直接就把地板砸了个稀巴烂, 整个塔楼都在颤抖着, 跟地震一样, 这脸皮应该是战板级别的。 血染红了地板, 可是青帝也不是小学生, 吃扁归吃扁, 他以青名音符化为干纱, 居然从苏婷的手中逃脱了, 苏婷的手上只留下一堆 诡异的青名黑符和沙子。 没多久, 青帝出现在了墙上, 然后满脸血地拔走了判官笔。 呸,老不死的玩意, 还这么能打? 青帝吐出了一口血沫, 满牙都是红色。 可苏婷不是只对付他一个人, 不然肯定追着他锤, 他逃了以后, 那些汗拔立刻围了上去, 苏婷只能不停重复着打僵尸。 几十道风雷打出后, 那些汗拔也只是倒地滚出去, 身体冒烟, 可想解决它们真不容易。 不止苏婷这边吃扁, 我也好不到哪里去, 被一群人围殴根本不好受。 我前进七步, 就会被打回来九步, 两把封魔剑如鬼魅一样出入我前后, 一男一女, 一个剑如霜, 一个剑如火, 魔气滔天, 斜剑封猴, 剑术虽然不及夜无牙, 但是两人配合默契, 而且剑招诡异, 剑剑的时候不见人, 剑人的时候又剑不到剑。 我艰难地抵挡着, 妖刀乱舞, 妖气化成几十条藤蛇飞了出去, 可都被两把封魔剑给挡住了去路。 说实话, 其实我是想突围杀那七个人的, 他们就算跟银链一样练过舞, 也无所谓, 在我面前就是小鸡。 只要给我三秒, 我就能杀他们一个人, 但问题是根本突破不过去。 现在, 我只能把这个重任寄托在老乞丐身上了, 他跟我不一样, 他的静咒是可以隔空杀人的。 我把他护着身后, 希望他能趁机杀人, 他们虽然人多, 但一时之间也不可能拿下我。 老乞丐立刻咬血, 然后在脸上画了一个奇怪的图案, 好像是远古的蝌蚪, 又好像是什么不认识的咒字。 以血为蒙, 以身其咒。 老乞丐啪的一声, 双手合十, 然后口吐咒语, 人跟发扬巅峰一样颤抖着, 很像以前村子里跳大神的, 但他幅度没有那么大和, 没有那么夸张。 为了掩护他, 我手指妖刀如山一样, 屹立在他身前, 就那一小会, 我怎么也得坚持住。 杀了他们其中一个, 我就赢了, 这场战斗也该结束了。 横刀立马, 血染苍穹, 他们如天将之兵, 但我一步不退, 如修罗一样与之对战者, 挡幅驱魔, 以妖刀击退强敌。 就在这个时候, 老乞丐脸上露出了得意之色, 仿佛那天杀苏义一样。 成了! 老乞丐说着, 突然狠狠咬在了自己的手臂上, 鲜血之流, 他大口嚼着自己的血肉, 仿佛恶魔一样, 让人不寒而栗。 这时候, 突然朱乔惨叫了一声, 他的身体皮肤开始溃烂, 在龙椅上摔了下来, 他双眼瞪大, 非常惊恐地看着自己伤势,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他人连忙去扶他, 一下子龙椅上就混乱了起来。 前辈, 来狠的, 一击毙命, 别整这些。 我说道, 这种伤虽然足以让他尖叫害怕, 但是无法让他丧命。 老乞丐听完后点了点头, 突然掐向了自己的脖子。 朱乔那边突然发颠, 他将要扶他的人全部推开, 然后拼命呜呜呜叫着, 他发不出声音, 脖子好像被什么扼住了一样, 他快要呼吸不过来了。 阻止他, 快点, 来人! 天意发现了老乞丐的存在, 连忙大声吼道。 这时候, 那帮人也发现了, 但只有其中一个大光头知道怎么做。 京都大尽咒诗, 无用! 遇到我是你倒霉, 你在我面前毫无作用。 大光头说着, 双手合十, 他脖子上的佛珠突然爆开了, 然后发出金光。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哼! 金光爆开, 好像净化了什么东西一样, 金光中盛开莲花, 佛音缭乱, 佛咒在他口中蹦出, 如山一样压在了老乞丐身上。 百亿虚迷! 三千世界! 哼! 轰的一声震响, 老乞丐好像被山撞了一样, 反应非常大, 整个人直接飞上了天花板, 然后再摔下来, 口吐鲜血, 浑身的皮肤都裂开了。 前辈, 你没事吧? 我大惊, 老乞丐的树居然被破了, 而且还反噬让其身受重伤。 我连忙点了他天池和天宗两大学, 给他止血, 不然要失血过多而亡了。 本来就要成功了, 但没想到, 突然杀出了一个光头和尚, 以佛门大咒三千世界, 将老乞丐的静咒全部进化了。 老乞丐艰难地爬起来, 跪在了地上, 然后推开我的手说道, 赢不了, 你想办法走, 不用管我。 此时的他身受重伤, 知道已经无法给我提供任何帮助了, 只会成为我的累赘, 而杀八大财团的美梦, 好像已经破灭。 这时候, 朱乔突然就恢复了, 他惊恐地呼吸着空气, 一切恢复了正常。 如果不是这个和尚及时一点, 朱乔已经下去见阎王爷了, 运气差了一点, 不然的话, 我们可能就赢了。 杀了他们, 快点, 杀了他们, 杀, 杀, 杀。 朱乔大吼, 一个刚刚从死亡边缘回来的人, 对死亡的恐惧达到了巅峰, 他明白了, 只要我不死, 那他们任何一个人都还有死亡的风险, 虽然小, 但不代表没有, 刚才他差点就死了。 其他六个人也是满脸巨色, 差点就让我得逞了, 而且说不定下一个就是他们, 他们永远都无法肯定, 我能不能杀了他们。 这里的高手已经够多了, 但是我依然能差点要了他们的命, 我突然有了威慑力, 他们突然有了恐惧感。 这时候, 其他人立刻朝我杀来, 我连忙抵挡, 但我不会丢下老乞丐的, 一起来, 一起回去。 这时候, 苏婷非常聪明, 他已经开始往外走了, 他要跟苏杨一样逃到塔顶。 苏婷一走, 其他一部分的人立刻追了出去, 只剩下我和重伤的老乞丐。 而我们面对的也是一群人, 这对于我来说, 情况非常严峻。 本来差点就杀了朱桥, 没想到被一个死光头坏了事, 这一下, 我跟老乞丐都束手无策了, 苏婷这老家伙也只是想着逃走。 我太小看八大财团了, 集合我们几个人的力量, 也不足以将他们死困, 反倒我们成了隆中之物。 阿弥陀佛, 我都会遇到我的佛法克制你吧? 你早该死了, 多活这些年, 就当是佛祖的恩赐吧。 这里将是你的葬身之地。 死光头双手合十, 掌发悲鸣, 直接轰向了我们两人, 功力深厚, 身如顿墙, 力如千金。 我跟他对了两掌, 一阵轰动后, 掌冒青烟, 两人各退了几步, 死和尚是少林人嘛, 武功这么高。 和尚也对我赞不绝口道, 小小年纪, 一身横练筋骨, 让你走, 绝对是放虎归山。 闭嘴吧, 臭和尚, 要你管。 我冷哼了一声, 直接妖刀劈向了他, 此时两把蜂魔剑 再次发出血色的光芒, 直接挡住了我的妖刀。 一个还行, 但他们这两把蜂魔剑 跟雌雄双剑一样, 一男一女配合默契, 而且是用剑高手, 虽利不如我, 可却用剑术巧劲, 封住了我的去路。 两把蜂魔剑发出红光, 剑影如雷, 如风, 刚柔并济, 又邪又魅, 刀刀想封我猴, 挥剑之间有如狂魔现实, 空中有奇怪的影子。 我的妖刀震天而劈, 妖魂冲天而起, 咆哮而去, 他们两个有些惊讶, 但剑招还是死封着我命门, 一人管下三路, 一人管上三路, 剑数非常高超。 以此同时, 那个黑八卦再次出现了, 旋转的天地, 犹如枷锁一样扣在我身上, 地方就这么大, 他们围着我, 我退无可退。 我终于知道苏婷为什么要逃出去了, 这根本施展不开。 不行, 我也要走, 不管怎么样, 出去至少好打一点。 在黑八卦没有完全成形困住我的时候, 我立刻跳了出去, 然后手持昆仑镜, 镜发金光, 如刀一样刺在了黑八卦上面。 砰的一声, 那黑八卦再次粉碎, 不复存在。 昆仑镜? 这家伙全有昆仑镜? 众人有些惊讶, 随即便是满眼的贪婪, 看着我手中的镜子直流口水。 哼, 别光看着, 有本事, 你们就来抢啊。 我冷哼一声, 然后手拎起了老乞丐, 对着外面大吼一声, 唐刀。 悲直在。 一声回应在塔外传来, 得到回答后, 我直接将重伤的老乞丐扔了出去, 呼的一声, 老乞丐直接从上面落了下去。 与此同时, 唐刀在高大的塔身上不断奔跑着, 仿佛无视地心引力一样, 直冲上来后, 奋力接住了老乞丐, 而后鞋站在了塔身上, 周围一大片僵尸也爬了上来。 活尸? 这血脉有点邪门, 跟人一样。 和尚看着外面的锦衣卫说道, 而唐刀他们没有我的命令, 也不会进来, 也不需要他们进来, 只要将老乞丐安全带下去就行。 老乞丐虽然失败了, 但也已经尽力, 我必须保住他的安全。 唐刀他们是僵尸, 这塔虽然高, 但以他们的实力, 完全可以自由活动。 就算摔下去, 也不会死。 不用管其他人, 就杀苏阳。 朱乔非常聪明, 就认准了我, 其他人杀了也没有意义。 事到如今, 他们必须赢, 而我也必须死在这里。 他们听到朱乔的命令后, 立刻明白该怎么做了, 再次朝着我虎视眈眈, 可老乞丐脱险, 我的心神起码安了一半, 看一下时间, 已经十一点了, 还有一个小时。 这时候的苏婷还没出去, 外面是一个栏杆, 他要跳上去, 然后才能跃上外面塔顶的位置。 除非他跟老乞丐一样, 不用在乎任何东西, 直接跳下去。 苏婷双掌打飞靠近的几人后, 连忙跳上了栏杆, 而外面身头就是塔外了, 十几层对于人来说也非常高了, 掉下去必死无疑, 再厉害也是血肉之躯, 所以苏婷非常小心。 在他跳上栏杆的同时, 那十几只汗拔跟疯了一样, 直接也冲向了他, 汗拔又摔不死, 所以今天命控制他们的时候, 根本不顾一切。 苏婷现在的位置非常危险, 正是杀他的好时机, 如果让他上了塔顶, 那结果就不好说了。 可苏婷也不是省油的灯, 立刻一口气吐出十八枚血桃钉, 每一枚血桃钉都钉在了汗拔的喉咙上, 这些汗拔立刻无法动弹了, 虽然无法镇住太久, 但至少能让它们一分钟无法动弹, 血桃钉发出红光, 好像染过厉害的血一样, 而桃钉本体其实是焦黑色的, 很明显是被雷劈过的桃木制造而成。 被雷劈过的桃木浸泡厉害的血, 那暂时镇住这些汗拔也不是什么事, 而且每一枚都精准钉在了汗拔的喉咙上, 无以偏差, 苏婷的手法也太厉害了。 老家伙, 我不信你就这么掉, 能全部控住我的事? 惊天命感觉有些丢脸, 双掌合十, 嘴里好像在吟唱一样。 可是, 无论他念什么咒语都无济于事, 那些汗拔确实无法动弹了, 如木头一样站立着血桃钉发出的红光力量很足。 可恶。 惊天命只能放弃, 但他也知道这钉子无法镇住汗拔太久。 这时候唐灵接手连忙飞出了几百个火星小锤子, 数量惊人, 仿佛满天烟火一样。 这暗器的数量足以杀死几头大象, 这人下了中本了, 而且本事真不赖, 能一次性发这么多暗器。 可苏婷有千击伞, 只是被判官比戳烂了一点, 挡暗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苏婷连忙向后仰, 然后不停旋转着千击伞, 以高速的旋转将那些暗器全部挡住, 然后弹开, 等差不多的时候, 苏婷立刻往上一跃, 谁都拦不住他。 可在他往上跳的时候, 突然一股阴风吹过, 满天都出现了鬼影, 然后眨眼之间, 他们合作为一了, 正是厉鬼苏婷。 苏婷飘在了苏婷的上方, 正是苏婷要跳上来的中间。 苏婷,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苏婷大惊, 他怎么都想不到, 这个杀父仇人居然挡在了半空中。 别说苏婷, 就连我也没有想到, 他会出现在那个位置。 他进来后一直不现身, 也没有被人发现, 不知道他藏在哪里了。 苏婷, 该去见你罢了。 有名鬼爪! 苏婷在跳跃滞空状态, 而且苏婷出现得猝不及防, 一记快速的有名鬼爪, 直接往苏婷的身上招呼了过去。 哄! 无穷的鬼气随即在苏婷身上爆了开来, 一道鬼爪在他身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记, 鲜血如泉涌, 苏婷一声爆喝, 身体马上往下坠落, 苏婷顺势夺过了他手上的千击伞, 再补上一脚。 鬼可以在空中飘着, 自由活动, 但人不行, 除了牛顿的弟弟牛逼, 谁也无法无视地心引力。 苏婷手脚无助地挣扎一番后, 开始往下坠落, 鲜血也跟着洒在了空中。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苏婷大笑着, 他残忍地看着苏婷如一块石头一样, 慢慢地往下掉, 直到消失在朦胧的夜色中。 他仿佛一个胜利者, 低头俯视着苏婷, 希望他掉入地狱的深渊, 永不超生。 苏婷虽然解决了苏婷, 夺回了千击伞, 可有利也有弊, 这时候一声爆喝在苏婷的身后响起, 苏婷。 没错, 正是那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家伙, 他今天来这里, 就是受了我的蛊惑, 来找八大财团交出苏婷的。 没想到给我歪打正招, 苏婷还真出现在这里了。 事情出现得太突然, 大部分都愣了一下, 没想到突然出现一只鬼将苏婷给打下去了。 趁着这个机会, 我一个踏雪无痕, 踩着那些汗拔的僵尸头, 跳上了顶端, 速度非常快, 主要他们分神了, 一下子没人拦我。 而且我伸手也非常快, 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这个塔顶的空间还算大, 除了避雷针以外, 塔顶中也没有任何东西, 周围非常空旷, 往下看黑乎乎的一大片, 虽然不算非常高, 但现在是晚上, 往下看也是看不到底的。 抬头也是一片乌云, 天空已经被遮住了, 不见一点心斑, 周围全是恐怖的鬼气, 那家伙的味道冲上云霄, 荡漾开来后, 形成一个又一个可怕的骷髅头。 除了苏杨, 这顶上还有三个子跑老头, 有一个断了臂, 这是上一次苏杨干的, 原来就是他们几个 在塔顶打得难解难分。 这回好像不分上下的样子, 三个老头占不到一点便宜, 但这次跟上次不一样, 这次苏杨, 是鬼, 这样打下去的话, 他们三个老头力气耗尽, 赢的是谁, 不用我多说。 面对苏杨的暴喊, 苏魂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并且掏了掏耳朵, 喊这么大声干什么, 吓着你师父了。 苏杨长枪一指, 对着苏魂冷哼道, 哼, 徒弟, 你也配, 上次让你跑了, 这次可没有这么好运了。 是吗? 哎哟, 我好怕怕哦, 老子千鸡伞到手, 懒得理念。 苏魂也不傻, 既然打不过的话, 为什么还要跟他打? 而且他这次来也不是为了苏杨, 目的只是为了夺回千鸡伞。 现在任务完成了, 也懒得跟苏杨在纠缠, 直接一头往塔下栽去, 飞升而下。 他是鬼, 跳下去也没有什么事, 反正可以飘。 跑? 哪这么容易? 苏杨不再管那三个子跑老头, 而是直接去追苏魂, 因为他此行的目的就是杀苏魂。 苏魂骗得他如此惨, 还想杀了赵梦彤他们, 苏杨怎么可能留他狗命? 说完后, 苏杨紧跟随后, 也一头栽了下去, 两道鬼火立刻追逐了起来, 断壁的子跑老头下意识地上去追, 但却被中间的子跑老头给拉住了。 你干嘛? 你也想跳下去啊? 中间的子跑老头呵斥道。 那断壁老头不敢顶嘴, 连忙缩了回去, 他再厉害, 也不可能从这十几层高的塔楼跳下去, 还安然无恙。 鬼跟人始终有区别, 与实力无关, 要相信科学。 人跳下去真的会死的。 这时候, 你们知道谁最尴尬吗? 对, 没错, 我特么最尴尬。 魁龙菊, 直接没了两个, 我成了那个八字了, 八大财团才是那个矿。 苏婷和苏杨都没了, 剩下我一个孤零零跑上来吹着寒风, 他们的人一个接着一个, 然后将我围在了中间, 我显得那么落小, 那么无助。 十几个汉拔虎士单单看着我, 仿佛在盯着我的脖子咽口水, 其他人也是如豺狼虎豹, 我就跟一只小白兔一样。 本来有一部分人去杀苏婷的, 苏杨则对付这三个子跑老头, 现在好了, 也不要欺负谁。 我和蔼可轻地对他们说道, 然后紧张地咽了咽口水, 这特么这么大, 我这不是上来找死的吗? 他们全部都一致地摇了摇头, 包括那十几个臭僵尸。 你看, 连僵尸都不想单挑, 这我还怎么活? 三个道长, 你们应该也知道了, 我跟那个家伙是两个人, 刚才你们交手, 应该知道全部实情了, 你手臂也不是我断的, 我这是被恶鬼夺赦了, 所以我们是无仇无怨的, 你们是龙虎山的道士, 不能助纣为虐, 乱杀人吧? 我连忙站在道德的最高点指责他们, 我站在盛光下, 他们看不清我的脸。 可我怎么都想不到, 他们看不清我的脸, 干脆就不看了, 三人如冷漠的筷子手, 直接被过了身去, 只是说了一句, 爱莫能助。 我去, 现在的道士都这么没节操了吗? 不救人就算了, 还杀人? 你们对得起你们身上的紫袍吗? 可他们不但不听, 还捂住了耳朵, 有道德, 但不多, 他们不知道, 是为了还人情还是怎么样, 反正就是铁了心, 要帮八大财团, 而我说什么都已经无济于事, 他们不会帮我的, 不过他们不出手。 放下昆仑镜, 放下那把妖刀, 你自己从这跳下去, 是生是死, 看你命硬不硬了。 亲弟一副怜悯的救世主模样, 这家伙还挺特么的贪心, 还想拿我的昆仑镜和妖刀。 你可真会开玩笑, 我从这里跳下去, 还看命硬不硬, 这特么十几层楼高啊, 我下去使都得喷出来。 你怎么说的, 好像我还得谢谢你的样子。 唐刀他们如果还在的话, 那还行, 但为了以防万一, 怕他们也得死在这里, 我早让他们走了, 这个场面已经不是他们能对付的, 能带着老乞丐安全离开就行。 所以我跳塔, 等于去直接投胎。 我对亲弟比了一个中指, 我苏杨喜欢真小人, 但绝不欣赏假君子, 你要杀就杀, 还特么搞得好像给我一个机会似的。 亲弟眯了下眼睛, 眼缝中透露着无穷的杀气, 这个中指伤害不高, 但侮辱性极强。 看什么看, 有种单挑啊。 我看了下时间, 已经十一点半了, 说什么都是死了, 我一个将死之人, 你不要在我面前装逼, 李奶奶的。 亲弟受到我的挑衅后, 突然清惊爆起, 怒吼道, 给脸不要脸, 那就将你碎尸万段。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跟我单挑。 急了急了, 二臂玩意, 没中直说, 我回骂道。 嘿, 这小子还真没让我失望, 他确实没中。 这群人也没想过跟我单挑, 能群殴, 何必单挑呢? 说实实那十块, 所有人齐力朝我发起了进攻, 无数的力量, 无数的手段, 一阵接着一阵, 我甚至都看得眼花缭乱, 自顾不暇。 就算眼睛看见, 可身体根本无法去应对这么多的攻击, 有句老话说得好, 双拳难得一白手, 去李奶奶的, 一个人怎么打这么多个呀, 而且都是高手。 哼, 我身中无数标, 剑气如网, 直接将我横展成了十几块, 恐怖的阴力, 阳力, 身上, 瞬间将我碾成了肉泥。 碎尸万段都是青的, 这已经连段都没有, 这些家伙一个比一个狼, 没有一个是善茬, 甚至没有一个有骨气的, 居然全部选择群殴。 你们是人吗? 青帝还冷哼了一声, 然后挥动着判官笔说道, 敢骂我, 我看你连投胎都不用了, 直接诸魂在此。 这家伙真特么狼啊, 死了都不放过, 真不是人。 可是我死了以后, 突然连渣都没有了, 所有一切化为一团烟, 飘散于空中, 然后消失不见了。 身外化身? 突然, 那个和尚尖叫了一声, 仿佛明白了怎么回事一样。 申你妹, 你修仙看多了吧? 惊天命反抽了一下他的大脑壳。 这时候, 中间的紫袍老道惊呼道, 不对, 这是昆仑镜制造出来的分身, 下面还有人吗? 这时候, 所有人都交头接耳议论了起来, 然后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除了八大财团, 没有人在下面了。 打嗨了, 全部都追了上来, 因为敌人都逃出来这里了。 中间的紫袍老道则大喝一声, 糟糕, 上当了, 我们全给骗了。 如果是普通的咒法分身, 咒服分身, 那以三个紫袍老道的实力, 不可能看不出来。 可这一次不一样, 我用的是昆仑镜, 他制造出来的分身, 三个紫袍老道也看不出来, 其他人也是完全看不出一点端倪。 你要问我是什么时候找的机会? 很明显, 只有一个机会, 那就是苏魂出现的时候。 他出来的一瞬间, 鬼气满盈, 实力非常强悍, 而且是突然出现的又在偷袭苏婷, 所以一刹那的时间, 所有人的目光都被他吸引过去了。 而这个时候, 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直接用昆仑镜制造了一个分身, 然后分身也直接跑了出去。 目光于是就直接落到我分身的身上了, 所以我抓住了这个机会, 因为本来场面也混乱, 大家都打得有点上头。 当然了, 我本身也动用了一点障眼法, 不然的话不可能瞒得过去。 不可能的, 他就算用了分身, 那他自己那么大个人去哪了? 这时候, 大家都发出了匪夷所思的疑问, 而中间的子袍老道则大喝一声, 别管了, 快下去救人。 救人? 呵呵, 还来得及吗? 时间倒退五分钟。 在大家都追上塔顶的时候, 八大财团纷纷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然后紧张地望着外边。 真是一群窝囊费, 这么多人杀一个杀半天, 有没有搞错, 也好意思拿钱。 朱翘儿骂骂咧咧地说着。 这时候, 突然苏婷传来一声惨叫, 然后从空中坠落了下去。 一个男人看着冷哼了一声, 这老家伙总算交代了, 这么高摔下去, 应该是隔屁了。 不过杀他的居然不是我们的人, 真不爽。 不用管他, 杀了苏杨就行, 苏家的家主又怎么样, 不足为患, 这次我们不能输, 输了怎么跟主人交代。 另外一个男人根本不管苏婷, 只想一心宰了我。 急什么? 你以为那小子还能有活路吗? 龙虎山的道士还在上面? 天一冷哼一声, 信心十足, 我逃上塔顶也是个死, 不会有任何生机的。 就在这个时候, 苏婷直接化身而下, 苏杨大鹤一声追了上去, 两团鬼火追逐着, 速度非常快, 眨眼就不见了。 什么玩意, 他们是怎么上来的? 上来干什么? 刚才那个男人有点不满地抱怨道, 都说自己是高手, 结果连一只鬼都拦不住, 真是搞笑, 这群饭桶的工资该减了, 给他们太多钱, 把他们养废了。 可男人话音刚落, 突然就尖叫了一声, 把其他六人都吓了一大跳。 你有病啊, 你瞎叫什么? 朱巧离他最近, 被吓得差点摔在了笼椅上, 人吓人是会吓死人的, 突然叫一声真确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家人一起走了呢? 你们看那边有一张符, 是不是在动? 那个男人, 指着满地散落的黄符, 其中一张说道。 刚刚打都那么密集, 又是因人为多, 现在满地都是写和符, 而其中一张居然动了起来, 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那张符已经树立了起来, 然后慢慢化成了人形, 开始变成了人。 没错, 这张符就是我变成的, 不过, 我不是变成了符, 都是障眼法而已。 我还是人, 他们只是把我看成了符罢了, 跟魔术原理一样, 但比魔术悬一点。 在没人注意的时候, 很容易达成这样的效果, 而这几个普通人, 蒙他们就更容易了。 天意大惊, 连忙指着我说道, 来人, 苏杨, 苏杨在这儿, 他怎么会在这儿? 可那些人都在围殴我, 暗棋乱飞, 符咒大暴, 剑声呼呼地响, 上面的风也大, 他喊也没用, 暂时没人听得到。 给我的时间不多, 七个人, 我得杀一个, 而且, 要用最快的速度。 我找了一个离我最近, 而且必须是他们之中最柔弱的人, 因为杀起来不费劲, 节省时间。 这个人就是朱巧, 明朝的朱家, 他离我最近, 而且是个女人。 游戏结束了, 财团们, 你们输了。 我提刀冲向了朱巧, 杀了他, 我就赢了。 我手指腰刀, 杀气腾腾, 直奔朱巧, 其他六人别说阻止了, 见我前来, 居然都下意识地后退, 谁也不想死啊。 事到如今, 什么赌局, 什么尊严, 全都是狗屁, 只有活下来, 才是王道。 苏杨, 别杀我, 你赢了, 你别过来, 我宣布你赢了, 你能加入八大财团了。 朱巧见妖刀发出恐怖的紫光, 知道这不是他能对付的, 直接投降能保命, 他可不想死。 别跟我来这一套, 我不是傻子。 万一到时候, 他们不认怎么办, 杀了他是最稳妥的。 什么投降, 老子已经近在咫尺了, 投降你也得死。 妖刀从上而下, 杀意如潮水一样, 将朱巧包裹, 他连动都没有机会动, 我的刀快如闪电, 从他天灵盖上面往下劈, 扑哧一声, 血溅了出来, 人直接分成了两半, 内脏洒落一地。 啪两声, 一半倒在了左边, 一半倒在了右边, 人瞬间升天, 其他六人可以吃席了。 按照约定, 你们输了, 我高兴地说道, 看了一下时间, 现在才11点50分, 还有10分钟才到12点。 就赢你们10分钟, 虽然凶险, 但我已经包揽了胜利。 与此同时, 三道旋风出现将我围住, 然后身影落地, 速度快如闪电, 正是那三个紫袍老道。 慢了, 你们慢了大概五六秒左右。 我扛着腰刀说道, 这时候, 三个紫袍老道看着朱桥的死状, 顿时火冒三丈。 臭小心, 赶赢我们。 除了三个紫袍老道, 其他人也火速赶了下来, 一下子全部将我给围住了, 如一堵密不透风的墙, 一副要马上整死我的样子。 别这么嚣张, 我现在也是你们老板了, 哥哥们, 么么哒。 我加着声音说了出来, 眼神有些轻蔑, 一群肌肉难罢了, 一辈子都是当打手的料, 想杀我, 你们还嫩了一点。 散开, 他赢了, 谁都不能动手, 以免坏了我们八大财团的名声, 我们还是玩得起的。 天忆挥了挥手, 是以其他人全部走开, 他们输了, 我要加入八大财团, 从此以后, 我也是他们的人。 这时候, 可把他们看得咬牙切齿的, 特别是这个亲弟, 这些人中最心高气傲, 目中无人就是他。 可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就喜欢看他这一副 想干掉我却无能为力的样子。 其他人全部缩了回去, 毕竟这是上司的命令, 他们也只是帮八大财团打工而已。 这时候, 子袍老道看了一眼猪巧, 被劈开两半的身体, 好像有些不忍, 连忙拱手对八大财团说道, 让我给他超度吧。 我不知道, 子袍老道为什么唉声叹气, 是因为他死得太惨了吗? 还是说, 子袍老道跟他有深厚交情? 不用了, 你们回龙虎山吧, 感谢三位的帮忙, 你们也不欠, 我们什么了? 天忆居然拒绝了, 还将三个老道士赶回龙虎山, 也有可能是人情还完了, 加上事情一了, 他们没有留下来的必要。 本来这三个子袍老道 就是请下来对付我的, 现在我已经赢, 而且要成为八大财团之一了, 他们留下来的意义也不大。 这, 为什么? 我只是超个度。 子袍老道非常不解, 他们走可以, 但超度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这也是一片好心。 这时候, 六个人都同时看向了朱乔的尸体, 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一样, 原因也没有说, 只是冷哼了一声, 不必多问, 人已死, 搞那一套没必要, 再怎么超度, 都是要下地狱。 子袍老道仿佛心领神会, 作一告辞, 不再逗留, 三个老头直接下了塔楼, 然后迅速离去了。 苏杨, 你赢了, 明天来一趟孔明楼。 他们嘱咐了一句, 然后就带着人走了, 只留下我和朱乔在这里。 没错, 他们里都不理朱乔的尸体, 就这样冷漠地走掉了, 但临走前我看见他们走出门口的时候, 打了一个电话, 嘴里一边说, 还一边看着我。 哼,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他们应该是在打电话报警。 果然啊, 他们信守承诺了, 但没完全守, 这算最后一个干掉我的机会吗? 刚才还一副友好的样子, 原来始终没把我当自己人啊。 不过也正常, 我算新来的, 他们还没接纳我呢。 而且, 我还是杀了他们两人这种方式加入的, 这有点拉仇恨了。 果不其然, 条子来了, 他们撤得很快, 而我已经来不及走了, 被逮了个阵阵。 当然了, 我一点是没有, 我是个卧底, 朱乔就是操纵黑石的幕后老板, 我来抓他, 他要杀我, 我反杀了他, 请问这是紧急避险, 还是自卫? 修罗有他的那一套说辞, 而且有权, 三两下就把我弄出去了, 要他来这里, 不就是防八大财团这一招吗? 死无对证啊, 说你朱乔是黑石幕后操纵者, 又怎么样? 随便制造一点证据不就行了, 而且他也真是, 这倒没有冤枉他。 八大财团不会为了一个死人开脱, 那得花费许多的精力和金钱, 而且修罗已经介入, 他们一旦出手, 很容易被修罗抓到把柄, 到时候得不偿失。 真奇怪啊, 八大财团背后的高权者, 到底是谁啊? 都这个样子了, 居然还不露鸡脚, 想逮住他, 真不容易。 修罗送我回去的时候, 在车上说着, 他想反贪立功, 查获一个高权者, 那功劳可不小, 加上这一次捣毁黑市, 抓到幕后黑手, 不知道得升多少级。 这家伙贪功, 他可不是曹义, 只想报效祖国, 他想坐办公室里喝茶的同时, 还未高权重。 他出来也没用, 现在被我弄得人心惶惶, 非常混乱, 黑市也没了, 将军插手此事, 他自己也害怕, 出来怕有什么祸。 我漫不经心地回答着, 这应该是我最后, 坐修罗的车了, 不好意思, 明天开始, 我就在八大财团那边了, 他要是不跟我翻脸, 我们还是好兄弟, 他要是跟我翻脸的话, 那也只能斗上一斗了。 今晚最后一次利用他了, 想来还得跟他说一声谢谢, 没有他, 我估计什么都办不成。 回到茶庄后, 我整个人都虚脱贪软在椅子上, 这可是玩命的局, 看着赢了, 但过程并不轻松, 甚至非常惊险。 只要慢一步, 错一步, 人头落地的就是我。 我仰头看着外面, 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然后心里咯噔一声叫了出来, 不对, 没有见苏婷的尸体。 没错, 塔楼下面根本没有见到苏婷的尸体, 如果他掉下去, 死了的话, 尸体一定在下面, 可我下去以后, 根本没有见到他的尸体。 之前一直忙着自己的事, 现在回到家, 才想起了那个老东西, 他没死。 命真硬啊, 苏婷, 十几层高的塔楼掉下去, 都摔不死你, 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法子活了下来。 可这家伙记仇, 既然他活下来了, 那跟我, 跟苏婷的仇恨只会有增无减。 至于苏婷应该没事, 他不跟苏扬打的话, 其实根本杀不了他, 毕竟那家伙也不是省油的灯, 但他夺回千机散了, 真是让我难受啊。 他成功了, 比杀了我还难受。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一声苏扬吓了我一击灵, 连忙站了起来, 但看见是周宇恩后, 我立马又软了, 继续摊在椅子上。 你怎么每次都是翻墙, 就不能敲门吗? 我埋怨地说道, 我刚刚耗费了巨大的精力回来, 自然注意力没有那么集中, 周宇恩这次来我都没有反正, 人有点虚脱感, 因为一个人达到巅峰紧张的时候, 再放松下来,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苏婷, 你赢了, 你真棒。 周宇恩今晚比以往都主动, 而且特别高兴, 仿佛是他自己打了胜仗一样。 不过话又说了回来, 周宇恩这回确实帮了不少忙, 他的功劳不能少。 你进入八大财团, 那就可以将他们全部杀死。 苏扬, 周宇恩还想说着什么, 但却被我一个小指头拧住了嘴巴,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 但我不是傻子。 他对我始终没有感情, 他就算帮我, 也只是利用我罢了, 我不可能一直被他牵制着。 现在, 确实我们的共同敌人就是八大财团, 但保不准以后有什么变卦, 我不会被任何一个人完全牵制住的。 我刚刚回来, 累了, 我不想听这些。 我连忙岔开话题, 他的目的很明确, 已经帮我取得八大财团之位了, 下一步就要明确我们的合作关系, 让我帮他毁掉八大财团。 我知道, 辛苦你了, 你真厉害, 比千面如来那个废物厉害一百倍。 周宇恩夸赞我倒是真的, 说的话非常忧心, 就是千面如来, 这个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让我感到有点心酸, 以后不叫他千面如来了, 有点玷污佛祖的意思, 就叫他费洋洋吧。 那有什么奖励吗? 不能光让牛干活, 不给牛草吧。 我摸着他的发丝, 他的头发很浓密, 跟在座秃头小宝贝不一样, 而且发丝很香, 有股让人让迷醉的味道。 你还来, 大家都说你是种马, 你不害臊啊。 周宇恩始终有着一股 大家闺秀的矜持, 但跟之前的冷漠不一样, 以前是一股开工就干活的味道, 只为完成任务, 现在已经是玉拒还迎了。 害臊什么? 懂我的人自然懂, 什么都没用,你说是吧。 我揽着他的腰, 将他拉入了怀中, 他现在看我的眼神都能拉丝, 我都有点搞不清楚, 他是崇拜, 还是故意够我的心了。 不过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送上门来的美人, 总得好好招呼不是, 怠慢了那多不好。 只是老话说得好, 美人百变, 那也是左手摸右手, 为了搞点新花样, 我掏出了手机, 让他中途打电话给千面如来, 那边的千面如来还被蒙在鼓里, 以为周宇恩在跑步。 清晨的阳光格外灿烂, 周宇恩的变化不止一点点, 他居然还给我做了早餐才离去。 离去的时候, 他覆在我耳边轻声说道, 今天可别迟到哦, 八大财团的人不喜欢别人迟到, 昨晚辛苦了, 给你做了韭菜鸡蛋, 生蚝, 还有羊腰子, 你趁热吃。 我听到这些菜, 整个人都暖羊羊了起来, 周宇恩还真会, 全是好东西, 太补了。 他说话软绵绵地, 搞得我耳朵发痒, 他身上很香, 有一股独有的气味, 但进入闲者模式的, 我倒没有什么感觉了。 他亲了我一口后就走了, 我没听他的话, 继续睡了一会, 迟到就迟到, 八大财团那些人, 我还怕他们, 我就故意迟到, 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那又如何。 醒来的时候, 已经日上三竿了, 昨晚累得有点严重, 吃上周宇恩做的饭, 我整个人才算回了一点神。 看时间不早了, 我便前往去孔明楼, 这算入职吗? 这次来到孔明楼, 跟上一次不一样, 之前不是鸿门宴, 就是赌命局, 现在我是大赢家, 进去的时候, 甚至有些趾高气扬。 坐电梯上来后, 八大财团的人对我无比客气, 迎接我的居然是曹刘, 这家伙的脸色比屁股都难看, 没想到七天时间, 我特么成他顶头上死了。 曹丞相, 怎么了? 见到我不高兴吗? 我调侃了他一句, 气焰无比嚣张, 这是他欠我的, 他拽过我, 该我拽回去了。 曹刘没敢回对, 忍气吞声地说道, 这边请, 等你很久了。 那带路吧。 我哼了一声, 冷笑地看着他, 曹刘估计已经在心里杀我一百遍了, 但是这种想干我又干不掉的神情, 怎么如此让人着迷呢? 曹刘没再说话, 跟条狗一样在前面带路, 他可以说是八大财团的得力助手, 也可以说是八大财团的一条狗。 我坐上去以后, 我就是他的主人, 狗敢对主人呲牙咧嘴吗? 他不敢。 来到了一条非常狭小的走廊, 这走廊很诡秘, 不断有烟冒出来, 跟仙境一样, 周围虽然小, 但也布置得非常精致, 有如仙境, 前后都是进入走廊后跟要上天庭一样。 这八大财团是魔障了吗? 怎么禁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还想长生是不是有点痴心妄想了? 不管怎么样, 至少现在看来, 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正常情况下长生的。 所谓的正常情况就是不修鬼, 不修尸, 把自己搞成僵尸那种, 肯定能活很长时间啊, 但那种不当人的就有点二臂了, 不算真正的长生。 这不是我说的, 是江辰说的, 所以他们想长生就是痴心妄想, 再有钱也没用。 当年秦始皇整个国家都是他的, 也没长生成功啊。 后面还是变成了僵尸, 才活到了现在。 穿过走廊来到尽头, 潮流打开了房间门, 让我进去了, 里面跟会议室一样, 有一张很长的桌子, 那六个人还是穿着方式的衣服, 他们围坐在桌子上, 仿佛就是在等我一个人的到来。 你可面子真大, 让我们六个人等你半天。 一个男人见到我就直接呵斥了一句, 与此同时潮流离去, 砰的一声将房门给关上了。 我不管他们, 跟回到了自己家一样, 然后自主拉开椅子坐了下去。 这位是, 我指着刚才那个男人问道。 我姓李, 叫李天。 男人粗犷的声音回答着, 但他的声音中是带着不满的。 哦, 李呀, 唐朝吧。 我自顾自地说着, 李天没接嘴, 只是冷哼了一声, 看来对我的意见非常大, 周宇恩没说错, 八大财团确实不喜欢迟到的人, 更何况我是一个新人。 苏杨, 别太嚣张, 你当不当八大财团都是我们说了算, 我们要你死, 也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 天意的口气属实有些大, 果然爱心觉罗才是天之骄子啊, 可惜, 清朝早就亡了。 我没嚣张啊, 我只是来迟了, 你们用不着针对我吧。 家人们。 我假装无辜, 其实我就是故意迟到的, 总不能让他们觉得我是个老实人吧。 别废话, 换上这身衣服, 跟我们去见一个人。 这时候, 李天突然扔出了一件方式服, 让我跟他们穿得一模一样。 我不知道, 为什么他们非得穿上这样, 但这是规矩, 我一个新来的, 好像没有的选择。 万般无奈之下, 我只得穿上了这玩意, 我仿佛回到了清朝一样。 那时候, 方式是最鼎盛的, 后面就开始没落了。 这些歪门邪道, 老想着练长生不老单, 活该他们没落。 他们带我走了出去, 然后搭上了属于他们专属的电梯, 电梯一路往上升, 我嘴瓶一直找他们六个搭话, 但没有一个搭理我的, 电梯里一阵沉默, 搞得我有点尴尬, 好像他们都不愿意接纳我, 一副要孤立我的样子, 直到我跟天忆低声说了白苏苏的名字。 天忆立刻身体抖了一下, 然后斜瞪了我一眼, 眉头紧皱, 仿佛我说漏了他什么秘密一样。 明白了, 然后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也很乖巧地闭上了嘴巴, 当然了, 现在还不是威胁他的时候, 他这么紧张, 看来有两个女儿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好事, 我得找个机会在他身上捞一笔。 电梯来到顶层后, 他们带着我进入了一个超大的房间, 这里好像整层都是他们的, 根本无人打扰。 而且这里没有密码, 根本进不来, 就连电梯都要刷卡。 进入房间后, 上下都有一个超大的八卦, 如果盯着这些八卦, 感觉他们在转动一样, 分分钟会头晕, 我念着八卦口诀也无济于事, 这上下两个八卦, 好像有自己的生命意识一样。 这是哪里啊? 我们要见什么人? 我连忙朝他们问道, 搞得神神秘秘地跟传销组织一样。 闭嘴, 跪下。 房间内还有一个房间, 那道门也刻着一个八卦, 各种天地玄动的咒服也在上面, 他们全部对着门跪了下来, 仿佛里面有什么厉害的人物。 主人, 我们带他来了。 李天对着门说道, 然后几个人坚决按着我, 要我跪下, 说这是规矩, 里面的人从今天开始, 就是我的主人了。 主人? 这八大财团, 果然只是别人扶上去的傀儡吗? 只是老乞丐就说过, 他们八个人很小, 就在阴阳两界, 宣传方式的一些东西了, 还呼吁恋丹一起寻求长生之道, 只是效果甚微, 还被人当成了二臂。 那时候, 他们年龄并不大, 根本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就是一群小屁孩, 有可能是有人, 将他们由全国各地搜集来, 然后当傀儡使用。 我没有办法, 只能迫不得已地跪下, 不然估计见不到里面的人, 我倒想看看, 能将八大财团都扶上这种地位的人, 到底是何方神圣? 是龟并里面算的那个老头吗? 这时候吱压的一声, 门慢慢地打开了, 但是没有人出来, 我连忙用尽全力往里看, 可是房间里面, 除了有八个炼丹炉,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也没有看见什么人。 等等, 这个房间怎么跟我在龟并算完挂后 看到的环境一模一样, 那时候我看见了八大财团八个人 都在炼丹炉里, 一个老头在炼他们, 情况极其的诡异。 苏杨, 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一个声音从房间里传了出来, 但不见其人, 怎么回事, 躲在丹炉里面吗? 等等, 这个声音, 我记起来了, 在苏家地牢里, 有个人易容成苏婷的样子, 就走了苏魂, 那个人有跟苏魂对话, 而现在这个声音, 就是跟苏魂对话的声音。 是他, 错不了, 是他易容成苏婷的样子, 在地牢里面, 就走了苏魂。 原来是你? 你到底是谁? 我连忙站了起来, 之前看他的眼神, 就如同好像在说, 我们下次一定还会见面, 没想到这么快又遇上了。 他到底在哪? 为什么躲起来不见我? 休得无力, 跪下! 他是我们的主人。 李天豹喝了一声, 想要阻止我, 这个房间里的人, 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高贵, 他们能站到金钱的顶端, 全靠房间里面的人。 闭嘴, 还轮不到你说话。 想要我跪可以, 先出来见我。 我突然掐住了奔来的李天, 他挣扎着, 但无济于事。 其他人立刻慌了, 连忙让我住手, 这样下去, 我又成为他们的敌人了, 居然敢对主人不敬, 这一天就捅了幺蛾子, 还当什么八大财团。 这时候, 房间里面倒反应不大, 而且长吟了一声, 你们都走吧, 让他一个人留下。 其他人傻眼了, 居然容忍了我的不敬, 但他们非常听话, 跟狗一样乖乖退了出去, 一句怨言都不敢有。 等他们走后, 我立刻大喝道, 该出来了吧, 何必藏头鹿尾的, 这样有意思吗? 我突然这样, 是因为他跟苏魂是一伙的, 或许苏魂就在他这里, 我肯定不可能乖乖听话的。 而且, 我太想知道他是谁了, 非得将他逼出来不可, 不让一直在房间里躲着, 故弄玄虚, 让人极其难受。 诺大的房间, 就只剩我一个, 其他六个人, 已经全部退了出去, 房间内的房间门大开着, 可我除了能看见八个炼丹炉, 其他的什么都看不见。 里面有一把声音, 一直在鼓弄玄虚, 可就是不出来。 出啦? 不出来, 我就进去了, 我再次大喝着。 那你进来。 呵呵, 里面的声音居然笑了出来, 笑声非常绵长, 仿佛在等着我一样。 既然他留下我, 他自然是不怕我的, 可我真就这样进去了, 会不会中了他的圈套? 怎么? 害怕了? 刚才不还挺嚣张的吗? 你加入八大财团, 就要听命于我? 不然你为何要来? 声音变得淋漓了起来, 仿佛在警告我, 可是我总不能让他这样下着了吧。 好, 我进来。 我握紧了拳头, 不管怎么样, 既然选择了加入八大财团, 那迟早都得会一会这个人。 我一步一步地走入了房间, 里面的空间除了放下八个单炉以后, 已经所剩无几了。 能挪布的地方也不多, 但我进去以后处处小心, 房间虽然暗, 可我却不停地扫射着每个地方和每个角落。 我进来了, 你缘呢? 我没有到处去找他, 以防万一, 我得极其小心。 你看到最后的那个单炉没有, 那就是为你所准备的, 你进去, 我就在里面。 声音再次浮现, 可是我根本听不出声音所在, 又或者, 这个声音根本就不在房间里面。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 连忙转身响出去, 但这时候门却砰的一声关上了, 在门的背面有一个太极图, 这个太极图是镀金的, 非常大, 几乎整个门的背面都是他。 你早就料到我会进八大财团了, 对吗? 我冷哼一声, 然后手握妖刀, 想将门给劈了。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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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让你进的八大财团, 我不放水, 你根本进不来, 就你那些小伎俩, 也就能跟这些废物玩一玩了。 声音冷哼着, 说话非常蔑视, 他是故意引我进八大财团的, 这个单炉早就为了我所造。 单炉是青铜的, 上面有两个大字, 刻着苏杨, 其他的单炉也一样, 刻着其他财团的名字。 为什么? 你要拿我炼丹吗? 我回了一句, 然后妖刀直接劈了下去, 可就在这个时候, 太极图突然转了起来, 如一个黑洞似的, 不管我使出多少力量, 全部都给卸掉了, 妖刀也无法伤之分毫。 以柔克钢, 四两拨千斤, 以英慧阳, 太极两一刀。 我收回了妖刀, 这是一个用太极八卦的高手, 此阵不可应来, 不然破不了。 想要破门而出, 看来只能用昆仑镜 吸收他这个太极图了, 这玩意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强, 布阵的人手段太高明了。 你放心, 我不会杀你, 杀你不需要这么费劲, 我就在单炉里面, 你进来, 我们好好谈谈。 声音再次响起, 可是很明显并不是单炉里面发出来的, 写着苏杨那两个字的单炉里面 一点动静没有。 骗人写点草稿好吗? 谁会往陷阱里面跳? 刚才说让我进来就现身, 现在呢? 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吗? 进来就关门, 你比臭流氓还流氓。 我一边说, 一边偷偷默默拿出了昆仑镜, 想要以昆仑镜的力量 将这个太极图给吸收了, 不然的话, 这种阵法可以吸收你的力量, 你力再大也没用, 以柔克刚, 太极图就是有这种特性, 妖刀起步的作用。 哼, 行, 我出来。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突然就现身了, 可能是听了我的话受了刺激, 几秒后, 我的身后就站了一个人, 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出现的, 只感觉一阵凉风吹在了我的后背上, 我转头就看见了一个先锋盗骨的老头, 他穿着道袍, 年纪一大把了, 眉头胡子头发却是血一样的颜色, 手拿浮沉。 这个老头我记得, 就是龟卜里面看见的老头, 那时候他正在练着丹炉, 丹炉里面则坐着八大财团, 八个人如同药物一样被他矿在里面。 他突然出来打乱了我的计划, 我连忙将昆仑镜缩了回去。 你是何人? 我连忙问道, 人我终于见到了, 但不认识啊, 就是在归捕算命的时候见了一回。 张三丰! 他说着, 呵呵笑了起来, 面容慈祥, 还挥动了几下手中的浮沉, 仿佛将士鲜翁。 我皱起了眉头, 张三丰? 张俊宝吗? 不可能, 他不可能活得到现在。 哈哈, 是吗? 老头哈哈大笑了起来, 那我问你, 苏婷是不是变年轻了? 我愣了一下, 没错, 苏婷确实变年轻了, 但他是吸收了女娲食, 不过这个老头是怎么知道的? 他会去注意苏婷这个吗? 苏婷虽然是变年轻了, 但也不至于年轻的那么夸张, 可以引起外人的注意。 你还注意到了这个?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反问道, 老头无视我的问题继续问道, 你就说, 他是不是年轻了? 这无可否认, 我点了点头, 苏婷确实年轻了。 既然他变年轻了, 说明世上是有提高寿命的办法的, 我怎么就不能活到现在了? 张三丰呵呵笑着, 仿佛在告诉我, 这个世界上不止一个办法可以延长寿命。 他是吸收了女娲食, 那怎么能一样? 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女娲食吗? 如果四个女娲后人分别有一小块, 那按照苏婷恢复的年龄来算, 就算他把四个女娲后人的女娲食都吞噬了, 那也最多提高提高寿命几十岁, 或者极限一点提高一百岁, 但张三丰是什么年代的人? 这可不止多活一百年了吧? 女娲食尚且如此, 别说其他的东西了。 你别管那么多, 这不是你该知道的, 反正我张三丰就是活到了现在, 我有自己的本事。 还是那句话, 丹炉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你进还是不进? 老头好像不想跟我废话了, 直接指了指丹炉。 我看向了那个丹炉, 如果我进去的话, 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万一有诈, 老子直接不是没了? 我要是不进呢? 我反问道, 你放心, 不进我也不想勉强你, 但你得走了, 我当年一手扶起了八大财团, 现在我是他们的主人, 你进来就要听命于我, 明白吗? 老头倒也没有动手, 只是用言语威胁我, 意思就是不进丹炉就得滚, 休想再加入八大财团, 之前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 这个家伙想练麒麟, 他想练天, 之前龟卜出现的画面中, 就有他说想练天的话。 呵呵, 说实话, 我想给他练, 练天? 有意思, 跟天斗, 真的会有好下场吗? 练我麒麟, 斗无天子, 但天命不可为, 练天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什么样的结果? 他是个疯子, 我也是, 他的想法只是逆天一点, 而我的想法简直堪称变态。 我可以进去, 但得回答我一个问题, 我朝他说道, 事情好像变得有意思了起来, 但有趣的事情都需要去冒险, 去冒生命大险, 越是这样, 越刺激。 能遇到一个赶练天的疯子, 我真想陪他玩一玩, 可我心中还是有些谜团, 需要他解答一下的, 比如, 关于苏魂, 关于我爷爷。 你问, 老头说道, 我看着他问道, 救苏魂的是你吗? 老头点了点头, 并没有否认, 对, 就是我救的, 我一容成苏婷的样子, 就走了他。 这样说来, 那找千机散的也是你了, 我想问的是, 千机散到底是谁做的? 你做的, 还是我爷爷做的, 诱惑着你们一起做的? 我连忙问道, 这些答案我早想知道了。 我做的, 你爷爷只是借用而已, 但我没想到, 你爷爷是个无赖, 借了就不还, 后面还给了徒弟苏魂。 哼, 苏魂也不是什么好鸟, 一直躲着我, 找了好几次都不见他。 老头好像有些生气, 说起这个的时候, 满肚子怨气, 仿佛我爷爷坑了他。 可这都, 只是他一面之词, 我会这么轻易相信吗? 之前他跟苏魂的对话, 明明就是有交情的样子。 再说了, 我爷爷要是真贪你这把伞, 那就不会把他赠予苏魂, 早就自己留着了。 可我没有反驳他, 而是顺着他说道, 我爷爷贪恋你这把伞, 一定是这把伞, 有什么秘密吧? 不然你也不会这么紧张了, 一直想要回来, 能告诉我, 千鸡伞有什么秘密吗? 老头并没有直接回答, 反而停顿了一下子, 不知道在思考着什么, 越是这样, 越是心里有鬼, 但现在的情况, 我根本不适宜去揭穿他。 老实跟你说了吧, 千鸡伞的伞业, 其实是一幅地图, 地图是找到朱雀一族的关键。 老头说出的话, 让我有点震惊, 不过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这么紧张这把千鸡伞了, 他想找南明里火炼丹, 但这种火只有朱雀一族拥有, 所以他想找到朱雀一族。 你问够了吗? 话太多了吧? 我可没有时间跟你啰嗦, 到底进不进去? 老头有点不耐烦了, 开始催促着我。 进啊, 怎么不进? 我是铁了心, 加入八大财团的, 怎么会不服从命令呢? 我看着那个写着苏杨两个字的丹炉说了一句, 然后慢慢朝那个丹炉走去。 丹炉还挺大的, 至少可容两人, 当年看西游记, 不知道孙猴子在里面是什么感觉, 这些终于可以体验一下了, 但练我的人不是太上老君, 我也不希望练出个什么火眼金金了, 我的喜能摆个一摆桌, 我也算黄泉有面了。 进入丹炉后, 我盘腿做, 这里面有骨药的味道, 但还混着血腥和恶臭味, 不过并不算明显, 这丹炉什么玩意, 估计都练过, 不是说为我专门准备的吗? 那应该是新的啊, 这遭老头子坏得很, 估计刚才说的话没有几句是真的。 练吧,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练活人? 我干脆直接白烂,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倒要看看你能搞出什么名堂。 哼, 没想到你小子还挺干脆的, 在我的意料之外。 你放心, 我说过不会害你就不会害你。 突然浮沉一甩, 扑斥一声, 炼丹炉下面猛然起火了, 但是丹炉并不热, 然后下面转了起来, 亮起一道火光后, 变成了旋转的太极八卦。 这一转, 我人立刻就晕了, 好像中了咒一样, 恍惚间, 周围都在变化, 空间在扭转, 时间好像变成了蝌蚪一样, 一切的一切都浸在这个太极八卦中。 扑,扑,扑三声, 我的两边尖头, 头顶升起了三把火, 这三把火非常亮, 直接照亮了周围, 而且在燃烧着周围的一切, 太极分出了天地, 可是天地被锁链捆着, 只是升了一定的高度就不升了, 仿佛天地都被什么东西掌控在了手中。 本来老天可以压下来的, 但是因为我的存在, 它只是在摆动着, 它一压下来, 就会将中间的我压得粉碎, 而且我那些燃起来的火, 变成了一只麒麟, 然后仰天长吼着, 力量极其恐怖。 哈哈哈哈, 我就说, 我就说, 可以炼天, 可以炼天, 哈哈哈哈, 那声音再次传来, 可是一点都不慈祥, 而是一种极度扭曲, 变态, 阴冷的声音。 火在烧天, 火在烧地, 因为我的存在, 麒麟的出现, 仿佛掌握了天地一样。 果然, 它想炼天, 利用我去炼天, 但这又有什么好处呢? 它能得到什么? 跟天作对吗? 不甘不屈, 还是为了好玩。 有意思啊, 张三峰, 但我知道, 你并不是。 不要以为整几个太极八卦, 就可以糊弄我了, 但你好像掌握了很多不得了的东西, 想知道这些真相, 只能陪你玩下去吧。 还有, 我极度地想知道, 你到底是谁? 别给我整那些, 什么长生的套路, 我不相信。 张三峰确实比其他普通人长寿, 但他绝活不到现在, 除非站我面前的是僵尸, 可他明显不是。 就在我思考的时候, 突然一切东西都消失了, 我视线回到了丹炉中, 火也没有了, 我人满身大汗地坐在里面, 仿佛刚才经历的一切是幻觉。 自己的身体, 出冷汗打湿了衣服, 其他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人也好好的, 这一点老头好像倒没有骗我。 他还真没害我。 出来吧, 每个月初一来这里一趟, 我一个月只会练你们一次,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八大财团之一了。 老头说完后, 搜一声就不见了, 仿佛跟昏暗的房间融为了一体, 消息得很邪门, 来的时候无影无踪, 走的时候也是。 我从炼丹炉爬了出来, 然后整个房间都找了一遍, 发现这个房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普通的房间, 除了放了八个单炉, 基本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 那这人, 他到底藏奶了, 怎么出现, 怎么消失的? 我的思绪很乱, 而且满头大汗, 浑身都湿了, 我连忙走出去, 大口喘着气。 等我稍微缓过来一点后, 我开始整理着发生的一切。 我现在终于明白, 为什么这个老头, 要找古代的皇家血统后人了, 在古代, 皇帝都是天子, 这个家伙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炼天, 包括现在找上我这个天选之子。 可有一点我不明白, 他这样练有什么用? 我明明什么事都没有, 也没缺胳膊少腿的, 而且丹炉里也没练出什么。 练丹练丹, 你怎么也得练出丹药来吧? 可并没有, 那他练了个寂寞吗? 以防万一, 我检查了一下身体, 反反复复地检查, 还打坐运气, 可从里到外, 从上到下, 我什么都没有少, 好像就是刚才进去做了一下而已。 这个老头的秘密太多了, 我必须挖出来, 炼天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一想到这个, 我就浑身兴奋了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 不然我也不会进那个炼丹炉了。 或者, 这种逆天的大事真的很刺激, 这个老头仿佛掌握了某种力量, 他在企图跳出天地的掌控, 我猜测他是想长生。 不过有一点我是确定的, 他绝不会是张三丰。 原因很简单, 我手上有个黑盒子, 那是张三丰给沈家的, 但八大财团当时极力想得到, 可如果他们的幕后黑手是张三丰的话, 不至于会不顾一切的要回自己东西吧。 张三丰既然当年给了沈家这个盒子, 送出去的东西又怎么会要回来? 就算要回来, 那也是知道里面是什么, 不会表现的一副非常渴望, 而且完全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的样子。 所以, 这个老头绝不是张三丰, 我也不相信张三丰能活这么久。 可他为什么要冒充张三丰呢? 目的是什么? 这样有什么好处? 就在这个时候, 门被打开了, 门外进来了六个人。 他们全部给我鞠躬, 然后一起说道, 欢迎加入八大财团。 看来我已经得到了那个老头的认可, 这六个人自然是无法说什么的, 他们只是老头的工具而已。 哼, 好戏要上演了。 真正加入八大财团后, 我获得的资源也是极其庞大的, 最巨大的, 自然是财富。 他们是资源共享的, 包括钱, 好像他们是一个人似的。 他们的生意遍布全球, 不只掌握着京都的经济命脉, 甚至还关系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 但他们是八个人, 死一两个倒没什么影响。 除了财富和生意, 八大财团手下还有很多人, 这些人有的为钱, 有些则是还人情。 八大财团会以强大的财力帮助很多强者, 世间的强者也是人, 是人都会遇到困难。 这时候, 只要八大财团伸出援手, 那就可以赚人情了。 那三个子炮老道, 我估计也是这样, 不然以龙虎山的威名, 绝不可能会入红尘帮他们做这种事。 有了这些钱和人脉, 还有各种人才, 我苏杨从今天开始起, 我要在京都横着走。 苏婷, 该碰一下子了, 我知道你没死。 前辈, 你没事吧? 在医院中, 老乞丐非常虚弱地躺在了病床上, 送他到医院后, 也是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 没想到被破了法后, 他伤得那么重, 那死光头有点东西啊, 不但克制老乞丐, 一招三千世界佛法无边, 直接让老乞丐差点歇菜了。 老乞丐虽然被糖刀救了回来, 但是伤太重了, 在医院治了一两天, 也没有好转。 我解决了一些事情后, 马上就来看他了。 呵呵, 没事, 我年轻的时候杀人多, 能多活一天都算老天恩赐的。 嗨嗨, 老乞丐说完后不停咳嗽着, 而且还可出了血来, 这可有点严重了, 看上去好像看不了多久一样。 前辈, 我给你带了一个人来, 保你能好? 说完后, 一个男人从门外走了进来, 只见他一身白衣, 然后亮出了几根银针。 老乞丐眼力非常好, 居然直接惊呼了一声, 太乙神针。 你上哪找的人? 我已经是八大财团之一, 这都是小事情。 我呵呵笑着, 幸亏我不负众望, 终于混了进去, 不然老乞丐必定一命误户。 以他现在的状态, 根本扛不了多久, 一周可能人就没了。 太乙神针非常厉害, 几下子就把他给救活了, 这是我依靠八大财团的身份找来的, 不然太乙神针的后人不可能会鸟我, 有钱也没用, 全靠人情和薄面。 虽然说一者人心, 但这世上病人这么多, 他们也就不了全部, 而且太乙神针的后人并没有行医, 反而躲起来过着平淡的生活。 他们改了名字, 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低调行事, 别说请他了, 估计找都找不到他人。 他们之所以这样, 都是因为太乙神针太厉害了, 不隐性埋名的话, 会被人抢夺和杀害。 是真真正正的太乙神针后人。 等最后一根针拔出来的时候, 老乞丐常常吐出了一口浊气, 跟着就是吐出了几口黑气的淤血, 脸色一下子就红润了起来, 精神抖擞, 仿佛活过来了一样。 多休息, 少伤筋动骨, 一个星期左右可以完全恢复。 白宁叮嘱完后, 直接离开了, 一句话都没有多说, 仿佛巴不得离开是非之地一样。 他来行针, 其实非常危险的, 一旦暴露身份的话, 还不知道会引来什么样的祸害, 所以急着走也能理解。 老乞丐两天后就能下床了, 捡回一条小命的他, 没有过多逗留在京都这个城市, 再次击败自己的家人后, 他默默离去了, 我给他一笔钱, 但他没要, 因为他说他如果要钱, 简直比喝水还简单。 临走的时候, 还嘱咐我要小心八大财团那些人, 不要被眼前的一切冲昏了头脑, 最后落得跟他一样的下场。 八大财团所给予的一切确实丰厚, 包括这一次, 如果没有太义神针的后人, 那老乞丐已经嘎了。 可得到的越多, 付出的代价也越大, 这个世界没有免费的午餐。 我当然明白老乞丐的话, 那八个人加一起凑不出一个妈, 他们是什么, 货色我心里明白, 但是最凶的不是他们, 而是背后的老头。 可我现在需要他们给的力量, 之后再找机会干掉他们。 老乞丐还朝我提醒了一个人, 那就是白素素。 这个女人虽然实力不强, 但也绝不是什么善茶, 以她闯荡江湖的眼力镜, 一眼就知道对方是什么货色了, 眼光非常毒辣, 这个白素素能不进就不进, 她这次来京都肯定也是抱着目的的, 不然不会带着一个被鬼缠的姐姐满大街跑。 老乞丐的话我同意, 白素素确实不是什么单纯的小姑娘, 但我不怕她, 我跟她一样嘿, 而且天忆是她母亲, 我们总会有交集的。 老乞丐走后, 我又去探望了周浩, 她倒没什么事了, 但她的命是借来的, 不是恢复了, 等时间一到, 她还是得死, 不过我们都没有说, 不知道她自己会不会知道。 周浩出院后, 回了自己的家, 和师妹团聚去了, 但我给了她一笔钱, 让她不要再出来, 做事了, 她现在时间有限, 把剩下的时间多陪陪自己师妹吧。 一开始, 周浩没说什么, 但后来她知道自己命是借来以后, 又开始找我了, 她时间有限, 她要给师妹治好病, 不然她死也不瞑目。 当人知道自己真正的寿命以后, 那她就会把所有未完成的事情去做一遍, 周浩就是。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出院的那天, 周浩并不知道自己的命是借的, 等她发现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月后。 两个伤员都没事后, 我也算长嘘了一口气, 沙巴大财团并不容易, 就这些战损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接下来, 我恢复了自己所有的店, 然后强威和猪老九也顺利回到了自己的岗位, 这些店利润还不错, 蚊子再小也是肉, 而且能给猪老九和强威一个正经身份, 现在黑市都倒了, 他们总不能回去继续混下酒流吧。 现在强威管一家酒店, 两家酒吧, 一家餐厅已经算是在京都混得比较开的了, 以前那些童丧都羡慕她。 猪老九年纪大了, 则没有那么贪心, 管一个茶楼就够了, 平时溜溜鸟, 洗洗脚, 找找女人, 生活算是比较安逸的, 无忧无虑, 乐得清闲, 跟退休一样。 跟我混了这么久, 也算摆脱了刀口填写的生活, 而且还活得非常滋润, 这是他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以前的钱都是用命赚, 而且还是赃钱, 落多了就得马上花,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嘎, 或者直接落网。 至于英言老七, 他这次也赚够了, 我给了他不少钱, 他后面没跟我, 拿着钱买个别墅, 娶老婆生孩子去了。 不过他扎的纸人, 真真办了不少忙, 我是想留他在身边的, 可惜了。 这个人很聪明, 赚了就退休, 才是大彻大悟之人。 搞定了一切后, 我得去找语焉了, 但找语焉之前, 我还得找一百个活迹品, 这是之前跟他商量好的, 他要请邪神诅咒夜无牙, 让他拿不起剑。 原来我的实力, 根本不足以去抓一百个活人来陷阱, 这又不是古代, 失踪一百个人, 那不得上新闻, 条子马上就彻查我了, 这个数量是很惊人的, 可不是死一两个那么简单。 可现在我不一样了, 因为我的身份是八大财团, 知道曹毅为什么要除掉八大财团吗? 因为八大财团经常跟国外勾结, 背地里为了利益, 没少做损害国家的事情。 所以, 曹毅才让周宇恩进去做卧底, 搜集证据, 担掉八大财团, 可周宇恩一点也不争气, 进去这么多年, 啥也搜集不到。 但我要表达的并不是这个, 而是八大财团的恐怖, 并不只是国内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它在国外也有势力, 特别是一些小国家, 在那种国家, 简直有钱就是神。 为了抓一百个人活计, 我把眼光瞄在了缅北地区, 听说那个地方唐僧师徒四人上午去了, 下午就可以到西天, 牛魔王去了, 也得更一天的地, 佛祖去那走三步, 就得挨一个大逼兜。 反正那里很混乱, 人根本不是人, 那里是诈骗和赌博的温床。 可我不信邪, 麒麟之子申请出战。 既然人不是人, 那抓他们回来活计献天刚刚好, 还不用有负罪感。 那些全是畜生, 杀他们, 我直接功德加一, 这不纯纯好事吗? 当然了, 我作为反派主角, 加功德这样的事情, 有点损害我的人设, 所以我把这件大好事, 让给了曹刘。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曹刘两个儿子全死了, 现在他行善积德的话, 说不定可以生个第三胎。 以前我们虽然是死敌, 但现在我们是一家人, 我不得不为他着想一下。 曹刘就是曹刘, 你可以怀疑他的人品, 但你不能怀疑他的能力, 这家伙可真没让我失望, 他还真给我搞了一百个人回来, 就是这个路子, 不知道正不正规, 他说这些人全是搞电信诈骗的, 没一个好人。 我管不了他那么多了, 直接让他用飞机把人运到指定地点, 这些人如果真是死有余辜, 那就是给曹刘行善积德了, 如果不是, 那也不关我事。 我已经好久不见语焉了, 下飞机的时候, 我们热吻了好久, 他一个人在这里布置祭坛, 也挺寂寞的, 而且守了好几天。 这里挺偏僻的, 一个人都没有, 语焉画了一个阵法, 阵法中有股血腥味, 看上去好像是狗血, 中间他用一些砖头, 雷起了一个比较小的祭坛, 看上去非常简陋, 但语焉说人头才是重中, 活计只要有人血就行, 祭坛也就做做样子, 邪神大人不会怪罪的。 语焉说的邪神, 我还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 什么神我几乎都听说过了, 就是没有听说过什么邪神。 不过, 一些比较邪门的派别, 会有自己供奉的神灵, 比如, 捞尸人会供奉龙王或者河神。 曹刘放下人就走了, 这些人虽然都是活的, 但是全部都昏迷, 没有一个有意识的, 而且, 他们的额头上全有黑色的印记, 这估计是用了阴咒抓的人。 这种咒有点像降头, 但应该不是降头, 因为咒字是汉文。 别搞出什么事来, 八大财团虽然厉害, 但也不是神, 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曹刘扔下一句话就走了, 为了装人, 他带了很多架小型直升飞机来。 也难怪他提醒, 沙百人已经算小人徒了, 毕竟现在是现代, 如果不是迫于我的压力, 曹刘不会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暴露进去就不是采缝刃机那么简单了。 可八大财团的命令对下属就是天, 曹刘不爽也没有办法。 宇嫣看见这一百个人如牲口一样躺在地上, 人也有点懵圈。 你上哪找的这么多人? 说实话, 我以为你吹牛批的, 没想到你真弄来了, 我也是第一次请歇神。 而且杀这么多人, 我有点, 感觉, 下不去手。 宇嫣以前跟着王天奇也没少杀人, 没想到数量一多就耸了。 这些都是坏人, 明北的诈骗团伙, 死有余辜, 他们也害了不少人, 你下不了手我来杀? 我的心硬起来可是很黑的, 为了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 是我一贯的作风。 再说了, 这些都是该死之人, 不必怜悯。 宇嫣点了点头, 然后开始做法, 他觉得硬很怪, 有点像古代那种乌法, 甚至有埃及法老的影子。 手绝一掐, 他就开始念叨咒语了, 然后撒了几张黄符, 遥想同龄, 这时候才有几分我们术法的样子, 随着无数黑烟升起, 宇嫣口含鸡血, 然后朝天一喷, 顿时一股邪气升了起来, 鸡血化成火焰, 但并没有照亮黑夜, 而是渐渐冻成了冰, 非常古怪。 与此同时, 宇嫣一掌拍在了地上, 顿时一个符印, 如同蜘蛛网一样散开, 蔓延, 等到足够大的时候, 他发出了一阵红光, 红光之上出现了一道门。 邪神大人, 弟子一百人请咒, 往邪神大人, 降下诅咒之列。 宇嫣五体投地的跪拜, 渐渐黑色的天空, 仿佛染上了血一样, 空中的门在慢慢被推开, 枝丫一样, 一个庞大的丑陋脸庞伸了出来, 他的头感觉就有几十斤重, 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但是身穿盔甲, 身高三米左右, 宛如一个巨人, 浑身都是邪气, 眼睛心红无比。 这就是邪神吗? 我怎么感觉有点像地狱爬上来的恶鬼? 听闻地狱也有些恶鬼, 是不归阎王野管的, 他们甚至脱离十八地狱, 游离于地府之外, 魂极其凶恶, 身在一个比地府还恐怖的地方。 嗡! 这玩意发出一声如骨一样的震慑声, 仿佛在跟宇嫣交谈, 宇嫣也在冻着嘴皮子, 但是没有发出声音, 应该是在跟这个所谓的邪神交谈, 但是用我们听不懂的宇嫣。 我还以为要一个个杀了一些忌鞋, 但没想到宇嫣几句话后, 那什么邪神大人突然大口一张, 直接朝那百人吸出了一口气。 我连忙逃得远一点, 怕他误伤我, 连我也当鸡皮给他吸了。 那口气跟龙卷一样, 吹得我们眼睛都睁不开, 缠绕着百人一个接着一个地 进了他嘴巴里, 没几分钟, 百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根本不需要我们动手。 于嫣也是第一次请邪神, 估计具体怎么样他自己也不知道。 这样也好, 免得弄脏我的手, 这样全部都消失了, 连骨头都不剩, 省去了许多麻烦。 啊, 邪神好像吃饱了一样, 发出了一声满足的叫声, 非常难听, 跟吃了屎一样, 我捂着耳朵都感觉要聋了。 这时候, 突然于嫣的额头上出现了一个印记, 于嫣顿时高兴不已, 仿佛目的已经达到了一样。 谢谢邪神大人。 于嫣大喜, 连忙跪拜, 那邪神大人舔了舔带满刺的舌头, 然后门啪的一声, 直接关上了, 所以诡异的东西全部消失, 不留下一点痕迹。 怎么, 成了吗? 我连忙朝于嫣问道, 看他这个样子, 应该是八。 久不离时了。 于嫣点了点头, 还指着自己额头的印记说道, 邪神已经降咒, 但是有时间限制, 我额头上的印记消失的话, 那诅咒也会跟着消失, 所以你要抓紧时间了, 我猜不会超过三天。 三天? 我皱紧了眉头, 三天确实少了, 看来还得动用我的势力, 不然这么短时间, 连引他出来都难。 叶无牙之前被素养所伤, 现在都躲家里养伤, 怎么引? 看来, 得强攻了, 直接去灭了叶家吗? 这样感觉不太稳, 但我暂时想不到其他的办法。 八大财团的人确实多, 但叶家跟苏家一样, 也不是省油的灯, 说灭就灭也不配成为大家族了。 需要我帮忙吗? 语焉看出了我的难处, 但我却摇了摇头。 他帮我诅咒就好, 以他的实力, 上去也是炮灰, 但现在, 如果叶无牙用不了剑的话, 那叶家或许真能攻下。 那个家伙用我的身体, 差点杀了叶无牙, 吞佛童子, 鬼叶三人, 他们都是心高气傲的高手, 而且地位不低, 以他们的脾性, 此仇必报。 加上苏婷也想弄死我, 不假以时日, 他们可能会联合一起来对付我, 所以, 我要先下手为强, 将他们一个个弄死。 鬼叶之前, 虽然被我要挟了去孔明楼, 但他好像逃掉了, 这是曹刘告诉我的, 三个子跑老道虽然厉害, 但他们一副并不想随便杀人的模样, 估计是放手, 让鬼叶溜走了。 这家伙也惊得很, 逃走后就躲了起来, 我要派人查他下落, 但一直都没有找到他, 他要躲起来也有很多办法, 找他不容易。 既然这样, 那就继续弄, 这次从叶无牙下手, 一个个将他们彻底击溃, 杀掉。 那个家伙给我惹的麻烦太多了, 现在我只解决了一半, 而这也是我要加入八大财团的原因。 摧毁了那个法阵后, 我跟雨嫣离开了那个地方, 我带她回茶庄温存了一晚上, 再次体验了充施逆途的快乐后, 我便要干正事了。 可雨嫣额头上的印记确实淡了许多, 好像撑不了三天就会结束, 这个印记一枚, 诅咒就消失了。 看来事不宜迟, 今晚我就得动手了, 不然事情恐怕会有变。 可在我动手之前, 居然受到了其他六人的阻拦。 叶家可不是什么小鱼小虾, 这么一个大家族, 如果我以八大财团的名义 去跟他们为敌, 那必定会起很大的利益冲突, 而且要灭一个大家族, 那是要很大本钱的, 他们当然会反对。 除非杀了叶无牙, 灭了叶家, 对八大财团有什么天大的好处, 可是我这样做, 好像并没有多大的利益, 只是我的私仇罢了。 这几个人不说排挤我吧, 但起码对我肯定是不会过多的热情和帮助, 新人一个, 来了就惹事, 他们肯定给白眼。 可我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老子加入你们就是想为所欲为的, 不让我干这, 不让我干哪, 我还加入干什么? 反正出了什么事, 他们也要背锅, 我一意孤行又如何, 出事他们肯定给我兜底。 不过他们不同意的话, 我能召集的人手就不多了, 毕竟我是新加入的, 其他人不表态, 而且还阻止, 那我能带出的人自然不多。 其中, 我最看好的一个人就是惊天命, 那个控尸的家伙。 那些汉拔非常厉害, 如果他能控制一大堆汉拔入侵业家, 在业无牙不能用剑的情况下, 那我们赢的几率就非常大了。 至于其他的, 他们愿意跟就跟吧, 不过大部分都是不大鸟我的, 因为比较大的事情都是要一致同意的, 我一个人折腾根本没用, 要知道, 灭业家可不是什么小事了。 特别是那个亲帝, 只给我冷眼看, 其他人不同意, 根本叫不动他, 我真想拿判官笔, 直接戳进他的菊花里。 之前, 估计跟他把仇结下了, 现在还怨恨我, 不过没事, 他这种愣头青, 看我以后怎么整死他, 居然敢跟上司翻白眼。 为了笼络今天命, 我直接上硬货, 十个亿的支票砸在了他的面前, 钱管够后, 今天命对我的态度发生了惊天大逆转, 突然就毕恭毕敬了起来。 不过, 我还是喜欢他原来桀骜不驯的样子, 希望他能恢复一下。 控尸的比养鬼的穷, 一只鬼能卖很多钱, 但敢尸, 卑尸, 养尸之类的, 根本很难赚钱, 收入不多。 而且这行的人已经非常少了, 养鬼尸则越来越多, 自从泰国传入养小鬼保命生财后, 很多有钱人都请小鬼养, 所以养鬼尸这个职业比他们吃香。 十亿可不少了, 惊天命自然喜笑颜开, 而且那些汉拔是比较高级的僵尸, 我不相信他不用养, 这都是非常高的开销, 惊天命也很无奈, 处处都需要钱, 穷的话不止给人看不起, 鬼神也会看不起你, 甚至会觉得你晦气远离你, 觉得你晦气。 虽然惊天命还远远没达到穷的地步, 毕竟是跟着八大财团混的。 可当我说起, 要去干叶家的时候, 惊天命眉头就皱起来了, 甚至有点想打退堂鼓。 四大高手中, 只有叶无牙和苏廷是大家族, 他们是有家族背景和靠山的, 鬼叶和吞佛童子则有点属于歪门邪道, 只是到了他们这一带单纯的实力强。 杀叶无牙的话, 最好是引他出来, 然后暗杀, 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 如果想强攻, 甚至把叶家也灭掉, 这有点不太现实。 除非是八大财团一致决定, 召集所有人手, 不然就凭我们两个, 那就是去送。 其实金天命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 而且我也不是没有想过, 但是叶无牙躲鱼叶家不出来, 想赢也没有那么容易, 加上我时间不多了, 所以才想着强攻, 但我也没有想到, 其他六个人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居然反对我做的事。 钱你已经拿了, 那引叶无牙的办法你有没有? 我连忙朝金天命问道, 自从叶无牙被打伤后, 现在已经不是谁都能见的了, 闭门不见客, 怎么引? 传话传不了, 见也见不到。 金天命明显是不想把钱吐出来的, 但他也不想去冒险送命, 于是敲了敲桌子说道, 有办法, 让亲弟用判官笔将他魂勾出来, 就算叶无牙厉害, 很快就回魂, 但也足够我们杀他了, 魂死留下来的肉身也没用, 你看这个办法行不行? 我皱起了眉头, 办法是可以的, 但就是这个亲弟根本不配合我啊。 而且, 判官笔真的可以勾叶无牙的魂吗? 可以隔空将他的魂引出来? 阴天命点了点头, 非常坚定地说道, 苏老板, 你放心好了, 判官笔应该可以做到, 就是有些人的魂也很强, 勾出来有危险, 会迅速回魂或者跑掉, 而且这方法可能有点违规, 亲弟没办法跟判官交代啊, 就看他愿不愿意了, 偷偷来上这么一次, 应该是没问题的。 如果真是这样, 那亲弟可真能派上用场了, 叶无牙现在连剑都拿不了了, 勾他魂出来那更是双重保险, 杀他更简单了。 可问题就在于, 这个亲弟我该怎么搞定他, 这家伙对我有怨气啊。 我正犯愁怎么搞定亲弟呢? 没想到惊天命倒是提醒了我, 他发狠地说道, 杀业无牙麻烦而已, 但你可以杀亲弟啊, 你是老板, 他就是打工仔, 你给他扣个罪名, 搞他一波, 他能怎么样? 懂我意思吧? 惊天命说着, 嘿嘿笑了起来, 还朝我实眼色, 一副你懂的样子。 他不想把钱吐出来, 所以这是他希望能成, 一旦有利益冲突, 那他卖亲弟不是正常操作吗? 懂? 穿小鞋吗? 嘿嘿, 我也笑了起来, 怎么我就没有想到这个办法呢? 看来这个惊天命也是个老鹰笔。 事不宜迟, 说干就干, 这亲弟给老子蹬鼻子上脸, 本来想留着以后收拾他的, 没想到还得靠他帮忙, 那就只能提前收拾他了。 亲弟本来驻风都鬼城, 但这次被召集来京都, 怎么都要好好玩一把才回去, 他住那鬼地方真没什么好乐子, 但京都可不一样, 隐隐艳艳, 乐子多的是, 加上有钱的话, 在这里可以活得像神仙。 趁他没走之前, 我得好好宠爱他一番, 这家伙赶给我冷眼, 下回我要是有难他必定第一个落井下石, 我得把他打服了。 其实他的作用和地位在八大财团算高的了, 因为人好找, 鬼使可没有几个。 判官手下办事的话, 作用肯定比普通人高几倍, 有些英事只有他能做, 这也是他为什么比另外一些人高傲的原因, 八大财团惯着他, 他就有恃无恐, 而且有判官做背景, 他就觉得自己很牛批了。 今天命说, 亲弟有三大爱好, 其中一个是喜欢赌, 但他不赌钱, 他赌命、 受命或者灵魂。 愿赌服输, 他这样也不算缺德, 但这家伙从来没输过, 所以一定是用了手段的。 封赌鬼城的人修炼法门有点邪, 都跟魂有关, 不是鬼魂就是活魂。 他们常年下阴地, 又生活在那种地方, 所以容易短受, 他要因别人的命来叙受, 这也是他为什么这么喜欢赌这个的原因, 他明面上是正的, 因为他从不用强迫和拐骗的手段, 都是自得愿赌的那种人, 那输了也无话可说, 这样的话, 判官也没什么好说的。 第二个爱好, 就是女人和吃猴脑, 这两个没什么好说的, 人的欲望罢了, 而且有点变态。 不过吃猴脑犯法, 这家伙只能偷偷来。 今天明知道, 那家伙会在哪里, 他来京都也不是第一次了, 每次都会去一个叫云莫轩的地方。 这个地方名字听着优雅, 明面上也是一个下棋的正经地方, 可是暗地里却有很多肮脏的勾当, 只要你成为他那里的VIP, 那就可以帮你办很多事, 多到你无法想象, 可以说是黑市的侏儒板, 但是服务比黑市好, 黑市太脏了, 而且鱼龙混杂, 什么人都有, 不像云莫轩, 基本上还是一对一服务。 青帝每次来京都都会过去云莫轩那里玩, 他好像是钻石会员, 去那里尊贵无比。 云莫轩其实已经在京都见很久了, 但很奇怪, 最近这一年才把名头打出去, 而且迅速招揽了许多大客户, 像青帝这种数不胜数, 别看京都外表光鲜亮丽, 但其实还有很多光照不到的黑暗角落。 有利益的地方, 黑暗永远都不会消散, 有需求就会有供给, 怕死的人很多, 但怕穷的人更多。 既然这个云莫轩已经见了很多年, 但却是最近才把名头打开的,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应该是发生了什么变故, 不然早就火了, 也不会突然等到现在。 我问今天命是什么原因, 他说具体情况他也不清楚, 但他听说是换老板了。 这道合情合理, 之前那个老板没什么本事, 或者说不干这些, 换老板就换了个风格, 活起来理所当然。 哼哼, 没想到还有这么有趣的地方, 既然要去那个地方逮青帝, 那必然是要大闹一场, 怎么也得跟云莫轩的老板打声招呼, 而且, 青帝是他们的VIP会员, 到时候, 有可能云莫轩的人会护着他。 我主动打声招呼, 亮明身份, 云莫轩估计不敢惹我, 他自然不敢偏袒青帝了。 云莫轩的老板, 叫什么名字? 你帮我引荐一下行不行? 我要去见他。 但他这么熟悉, 百分百经常去玩。 说实话, 有这种地方, 哪个有钱人不喜欢去玩, 什么那魔空姐都给整上, 或者三线小明星, 再赌两手遗情一下, 吃个野味, 那真是人间天堂。 有钱人跟我们普通人不一样, 我们的快乐都太低级了, 而他们低级的快乐, 已经无法刺激他们, 说白了就是玩腻了, 他们需要玩得变态一点, 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叫什么来着? 我想想, 我好像还见过他一面, 是个大美女, 而且还很年轻。 惊天命用力思考着, 对了, 我想起来了, 他姓沈, 叫沈洛依。 什么? 我突然跳了起来, 然后猛然抓住了惊天命的衣领, 抱贺医生问道, 你再说一遍, 他叫什么? 惊天命吓了一大跳, 他没想到我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但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叫, 叫沈洛依, 怎么了? 他甚至都有点口吃了起来, 估计给我这个行为突然吓到了, 毕竟老板生气也是后果很严重的。 确定吗? 我再问一次, 确定啊? 我记得他就是叫这个名字。 惊天命咽了下口水, 紧张地回答着, 我这个样子好像要打他一样, 他肯定怕。 我松开了他, 表情迅速沉了下来, 说实话, 绕二十个弯, 我也想不到, 这个云莫轩新换的老板居然是沈洛依, 他也来了京都吗? 我惊讶的是, 他居然会做这种生意? 沈洛依就是一个乖女孩, 纯纯邻家女孩的样子, 怎么会做这种生意呢? 而且这个云莫轩之前应该不是做这个的, 变成了这样, 也就是说是他全盘干了这个, 并且把名头打响了。 沈洛依啊, 沈洛依, 快两年没见了, 你到底变成什么样子? 为什么会这样? 我要见他, 一定要, 帮我引荐, 快点! 我握紧了拳头, 对着惊天命大吼道。 这快两年的时间里, 你到底经历什么? 我的初恋? 我变了, 你也变了吗? 沈洛依从古屋离开后, 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他带走了鬼王的女儿, 我也没有再收到过他的消息, 没想到他出现在了这里, 还接手了所谓的云墨轩。 这个云墨轩, 跟黑市的性质有点像, 根本不像沈洛依的风格, 他虽然是九英之女, 但却纯如白纸。 带我去见他, 我要马上! 我立刻对惊天命说道, 本来是想着去找亲弟的, 可听到云墨轩的老板娘是谁后, 亲弟就成了我的第二目标了。 行, 行, 现在就去。 看我这么急, 惊天命连忙点着头, 一刻也不敢怠慢, 而且给我突如其来的行为, 而且这家伙好像还挺轻车熟路的, 还敢说自己没来过。 有这种循环作乐的地方, 谁不喜欢来? 云墨轩跟黑市不一样, 他明面上是正规场所, 就是高雅的夏祁轩, 这里什么旗都有, 象旗, 军旗, 围旗, 国王旗等等。 其实来的人也不算少, 这里还提供茶水点心, 而且装修的古香古色, 生意蛮不错的, 当然了, 这种赚的钱, 跟走歪路子赚的钱, 无法相提并论, 起码是千倍万倍之多, 这齐轩就是个幌子, 用来装饰肮脏的地下场所的。 惊天命说, 想体验真正的服务, 可不能随便来都行, 要熟人推荐, 还要买VIP, 他确实来过, 但没有亲弟这么疯狂, 只是办了一个黄金会员, 而亲弟这家伙, 则是钻石会员。 这种地方, 如果不小心隐秘一点, 估计也早被人打了, 其次就是, 老板后台要够硬, 这话就不多说了, 说多怕要进小黑屋, 反正懂得都懂。 这样说来, 我还多亏有了惊天命引路, 不然我连门槛都够不着, 有些事情不是有钱就可以, 哪都有哪的规矩, 坏的规矩, 别人就不愿意带你玩了。 来到云莫轩后, 惊天命给一个穿着旗袍的美女, 出示了自己的VIP卡, 那玩意是黄金打造的, 上面还刻着惊天命的名字, 旗袍美女见到惊天命后, 立刻会议地点了点头, 然后带着我们来到了一间 比较昏暗的房间, 跟特么不正规的洗脚城一样。 美女, 不对啊, 怎么带我来这里, 我有资格下低下一层吧。 惊天命, 好像这次的待遇跟之前不一样, 连忙晃了一下手中的VIP卡。 没错, 你是有资格, 但这位先生没有资格, 我们一般不接受新人, 你应该知道我们的规矩, 你可以下去, 但他不行。 旗袍美女说的还算有礼貌, 但他拒绝了我的进入, 这让我有点窝火。 惊天命连忙说道, 那我推荐他, 我推荐他半卡, 这总行吧。 旗袍美女还是摇了摇头, 不行, 推荐人要钻石会员以上, 抱歉。 这次惊天命没有办法了, 只能歪头看向了我, 他是亲弟推荐的, 而亲弟正是钻石会员, 而他不是。 别废话了, 我要见你们老板娘, 让他出来。 我懒得再跟他说, 这些有的没的, 老子八大财团还半卡, 你以为去发廊吗? 旗袍美女依然是微笑着说道, 不好意思, 我们老板娘业务繁忙, 不是说见就能见的, 抱歉。 他话音刚刚落, 我突然就一脚踢在了他的小腹上, 一点都没有连香西域, 他直接飞了出去, 然后狠狠撞在墙上, 口吐鲜血, 发夹掉落地上, 劈头散发, 极其狼狈。 黑事我都断, 区区一个余末宣算什么? 告诉你们老板娘, 我叫苏杨, 我要见他。 我对着旗袍美女立声说着, 给你脸了是吗? 老子如果不能在京都横着走, 那银联和另外一个八大财团, 不就白死了吗? 旗袍美女先是害怕, 然后是愤怒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一边跌跌撞撞地往外跑, 一边大嘴巴喊道, 来人, 有人闹事, 龟奴, 有人闹事, 你死哪去了? 喊了大概十几秒, 很快就有一大帮人冲了进来, 每个都是一米八到一米九的壮汉, 而领头的是一个身高不足一米五的男人, 他驮着的背跟龟壳一样, 长着凉撇猥琐的小胡子。 我看谁敢在这里闹事? 不要命了是吗? 云墨轩可不是你们来撒野的地方, 龟奴冲进来后, 直接朝我和惊天命喊道, 一副要收拾我们的样子, 可十几个壮汉在我面前还不是肉煞包。 我是八大财团的人, 你一个龟公别在我面前呲牙咧嘴, 不然你的下场可不会有多好看。 我冷哼了一声, 善意地提醒道, 我不是来闹事的, 但如果有人挡在我面前不让我见沈洛依, 那我绝不手下留情。 今天我就算把云墨轩翻了, 我也要见到沈洛依。 哥笑了,嘿嘿嘿, 海八大财团, 龟奴姿牙笑了起来, 别提有多猥琐。 来,V50, 我看看实力, 海八大财团, 笑死人了。 我告诉, 云墨轩来的人全都是达官贵人, 大有来头的, 你在这装什么饼? 八大财团虽然名头大, 但几乎没有人见过那八个人的样子, 又不是某云, 天天上电视吹牛批, 很多有钱人都是很低调的。 而我的样子才二十岁出头, 如果说是八大财团的儿子之类的, 可能可信度还高一点, 但说我是八大财团之一, 那铁定是乳羞未干的小子吹牛皮, 龟奴不相信也正常。 他话音一落, 我突然就掐住了他的脖子, 然后将他整个提了起来。 救,救命, 动他! 龟奴拼命挣扎着, 然后大喘着气呼救, 这时候那些壮汉立刻前来打我, 但不用我动身, 今天命率先一步, 全如狂风, 一拳一个, 那些玩意跟蝼蚁一样全部躺下了, 在普通人, 无论身高体重多少, 在今天命面前都不堪一击, 这是一个驱赶汉拔的恐怖驱逝人。 龟奴吓到了, 脸色瞬间铁青, 那气泡美女知道事情不对劲, 来闹事的绝非泛泛之辈, 立刻往外逃了出去, 但我没去追, 让她去通知其他人也好, 我本来就是要来见沈洛依的。 龟奴虽然害怕, 但还挺有担当的, 居然不耸地说道, 我们云莫轩可不是好惹的, 你要敢动我, 绝对走不出这里。 是吗?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走的, 我就在这里等着, 我倒要看看, 云莫轩到底有什么能耐。 快两年了, 沈洛依将云莫轩打造成了第二个黑市, 我倒要看看, 他到底增长了什么本事, 有多大的能耐, 按这样发展下去, 说不定这里会成为第二个地下黑市。 一个阳光照不到, 给有钱有权人宣泄欲望的地方。 我一拳打在了龟奴的胸口上, 他吐血浮墙, 而我则将他踩在了脚下, 不让他动弹, 这龟公有点意思, 可不能让他走了。 与此同时, 房间突然多了几个影子, 但他们好像跟墙合二为一了一样, 就在墙上跟壁虎一样游走着。 我冷哼一声道, 别装神弄鬼了, 出来会会我。 话音一落, 惊天命立刻会议的一掌打在了墙上, 四面墙接链, 顿时那些黑影跟烟雾一样, 从墙缝里面钻了出来。 惊天命立刻逃开, 烟雾化成几十个黑衣人, 几乎要将房间都围满了, 这些都是鹰人, 应该比刚才那些肉沙包能抗。 滚, 不然, 死。 为首的是一个红面精之人, 其他的都是黑精, 就他是红精为脸, 而且听声音, 好像是一个女的。 这些人还当真是人狠话不多, 杀气腾腾, 手拿刀剑, 武器仿佛都有自己的魂一样, 而且眼神每一个都犹如野兽。 老板小心, 这些人不简单。 惊天命虽然摩拳擦掌, 但还是警惕了许多, 这些人跟刚才那些肉沙包有很大的差别, 而且, 他们数量太多了, 你们是谁啊? 藏头鹿尾就不说了, 出来也是蒙着脸, 很不见的人吗? 我冷哼一声说道, 红面精拔出了金银匕首, 杀气极其重地说道, 空铜派, 让你死个明白。 空铜派? 不是吧? 这么大一个派别, 会落落到这里当保安? 时代变了吗? 这些人全是狠人, 话还少, 一声令下, 全部如猛虎一样朝我和惊天命扑了过来。 惊天命啪一声, 双掌合十, 口念咒语, 血色惊现, 他身上居然长出了尸毛, 跟僵尸一样, 手指如尖刀, 力大无穷, 全身上下都硬了, 跟铁皮一样。 汗拔没带来, 这家伙亲自上阵了, 可没想到, 是将自己催化成尸, 以增加自己的防御和攻击。 刀剑砍于惊天命之身, 只是发出铿锵的火花, 而他双手横扫, 周围的人则被全部震开了, 口吐湿气, 内练外练都是横径, 以尸身强化肉身。 红面巾则单独朝我袭来, 匕首穿心, 想要给我一击必杀。 可我一脚踢开龟奴, 反手抓住了他的手腕, 他挣扎不开, 另外一只手爆出一张符咒, 轰的一声, 跟炸弹一样, 随后匕首划出强火, 树如疾风, 快如闪电, 同时双脚往我小牛子上蹬去, 起招快且狠。 可我退后半步, 全部轻松防出去了, 他有些惊讶, 但电光石火之间愣神一秒, 已是败局。 我一掌基于他的胸口, 他倒飞了出去, 吐血而跪, 怨恨的眼神抬头狠狠看着我。 怎么, 还不服说啊, 你们这么多人也赢不了我, 而且你好像是空同派打杂的吧? 这实力在我面前还是不够看的, 别把我当杂鱼了。 我阴冷地笑着, 用言语羞辱着跪在地上的女子。 我虽然看不见她的脸, 但我知道那红色的金面下, 一定是一张无比愤怒的脸。 摆空同阵。 红面精突然喊道, 在我又接连击倒几个黑衣人后, 他已经知道他们没有胜算了, 就算数量压倒性地碾压我们, 也绝不是我和惊天命的对手。 这些空同派的人, 绝对是小虾米, 估计在里面打杂, 或者学几年就走了的, 实力感觉有些弱了一点。 别摆阵了, 没有时间陪你玩, 让沈洛一出来见我, 不然我让你们全军覆没。 我话音一落, 腰刀随即出窍, 紫光照亮了房间, 轰的一声, 四面墙全部倒塌, 周围的人全部跟风筝一样飞了出去, 满身伤痕, 在地上哀嚎着打滚。 红面精浑身是血的, 从人堆里爬了上来, 但已经是跌跌撞撞, 无法行走或者站立, 我一刀破了他们的阵, 秒了他们所有人, 现在留给他们的, 只有恐惧。 闺奴吓坏了, 没想到今天来了一个硬茶, 闹时闹成这样, 已经不是他能解决的了, 踢腿就想跑, 可今天命却一个飞身挡在了他的面前, 让他无路可退。 我老板让你走了吗? 今天命说完后, 一脚将龟奴踢飞, 他跌到了我的面前, 看着我不知所措, 除了害怕, 连话都说不出来, 跟刚才一开始的气势完全不一样。 普通人就是这样, 落于下风就只能耸了, 毕竟他也只是找口饭吃, 他也怕死啊, 硬气只能让他挨更多的打。 龟公, 我现在可以去见你老板了吗? 我直接脚狠狠踩在了他的驼背上, 然后狠狠撵着, 让他发出悲惨的哀嚎。 可以, 我这就带你去, 别打我了, 别打我, 求求。 龟奴终于妥协了, 来的人被我全部收拾, 他只能认怂, 不然还不知道回吃多少皮肉之苦, 这又何必? 我连忙将他逮了起来, 然后往前一推, 带路。 龟奴不敢反抗, 连忙唯唯诺诺地走到了前面带路。 这个云莫宣我已经测试过, 安保工作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 还有没有高手我不知道, 但目前来看, 如果来一个一等一的高手, 他们是完全拦不住的, 看来想做到跟黑市一样, 还有断距离。 而且, 他们的规矩太严了, 会对客人有很多硬性要求, 这也让他们无法跟黑市一样发展。 不过, 这样会很安全。 龟奴带着我们往地下一层走, 每个半层阶梯都有人站岗, 地下一共有五层, 私密工作做得非常好, 每一层都有很多保安, 但刚才龟奴已经见识过我们的本事, 知道反抗也是挨打, 所以只能默默听话了, 这些保安惊天命收拾他们跟晚一样, 这家伙变成半人半师后, 连电棍都不怕的。 青帝也在这五层当中, 但我现在并没有心情去找他, 我要见沈洛依, 现在就要见。 第一层是赌博, 这种抓到也就罚罚钱, 不算太大问题, 所以安排在了第一层, 其他的四层则是越往下越奇葩, 甚至有泰国的美食, 你们懂我意思吧? 在别处体验不到的东西, 在这里都有, 包括你要找基建选手。 还有各种变态奇葩的美食, 比如鼠三枝。 所谓的鼠三枝, 就是刚刚出生没有毛的乳鼠, 然后沾上各种美味的调料。 筷子加上的时候, 乳鼠会叫上一声, 沾调料的时候, 乳鼠又会叫一声, 咬在嘴巴的时候, 乳鼠又会叫一声, 俗称鼠三枝。 云墨轩的东西太奇葩和变态了, 我都没眼看, 而且毫无兴趣, 就连惊天命都感觉有点接受不了, 他来这里也是为了找女人。 闺奴说老板在第五层, 而第五层则有一排排的房间, 看上去跟牢房洞口一样, 但闺奴说这不是官人的地方, 只是包厢, 而且还是VIP包厢, 是非常尊贵的客人才能进入, 至于进入做什么, 那都是保密的。 来第五层的人做什么的都有, 优点只有一个, 那就是隐秘, 客人无论在房间里做什么, 都不会被发现和泄密。 所以, 一个小小的包厢里面有怎样肮脏的交易, 可想而知。 不过, 我感觉这个闺奴好像在吹牛撇, 因为我路过一个包厢的时候, 我听见里面有一个女的在喊射手上, 射手上, 这可把我听笑了, 来这里还有玩游戏的, 你跟说的那么牛干什么? 本来我还觉得挺肮脏挺黑暗的, 但路过以后, 我就觉得龟奴这样说只是在吹牛批打广告, 根本就没那回事, 打个游戏说得跟国际接轨一样。 再说了, 要上也是坦克先生, 射手上什么鬼? 保安不行, 客人不行, 这与莫轩跟我想象中差远了。 来到最尽头的一间屋子, 龟奴这才对我说道, 平时老板都是在这里休息的, 他今天在不在我可不知道。 敲门, 我对龟奴说道, 这家伙估计又怕我打他整个人都快缩成王八了, 唯唯懦懦的。 龟奴不敢不从, 连忙小心翼翼地敲着门, 然后害怕地看着我和今天命。 敲到大概第五下的时候, 里面突然传出了一个声音, 谁啊? 龟奴看了我一眼, 不知道怎么回答, 说错了, 估计连小命都没有, 他自然不敢乱说。 回答, 不要多说, 不然, 小心你的龟命。 我轻声说道, 尽量将声音压到了最低。 我, 龟奴。 龟奴咽了咽口水, 然后回答道。 过了大概几十秒后, 房间里面又说道, 进来吧, 门没锁。 龟奴还是看着我, 什么都不敢做, 好像在等着我的指示。 这时候, 我对今天命说道, 看好他, 在外面守着。 今天命点了点头, 而我则这个时候, 独自走了进去。 既然门没锁, 那也用不着龟奴了, 我直接推门而入。 这个房间不大, 但是却装修得非常漂亮, 古香古色的, 跟古代千金的龟房一样, 一张红绸大床摆在了墙边, 然后有一张粉红色的布帘挡在了中间, 外面是桌椅等东西, 里面是箱床, 还有他的主人。 不是龟奴啊, 你是谁? 隔着布帘, 我们互相都看不见谁是谁, 但这个声音, 我认得出来。 确实是他, 九英之女沈洛依, 我第一个女人。 说是我的初恋也不过分。 我竖起指尖, 然后往下一滑, 撕的一声, 指尖好像刀一样, 直接将布帘分开了两半。 布帘慢慢掉落, 香床的人终于和我见面了。 床中有一人一鬼, 两个都面容娇好, 而且性感无比, 红唇烈焰, 低胸睡衣, 散落的头发, 勾人的眼神, 让人心神缭乱的香水味。 苏杨哥哥, 沈洛依终于看见了我, 也认出了我, 但她不再是那个青春的小女孩, 这大波浪的性感发型, 也将她推向了更成熟的领域。 她旁边的女鬼, 就是鬼王女儿, 她的姿色不亚于沈洛依, 只是阴森森地, 看着有些吓人, 脸色白得跟纸一样, 即使涂了胭脂水粉, 依然难掩那一张面无血色的脸, 她和沈洛依和亲密, 她们什么关系, 我一清二楚。 沈洛依是九阴之女, 鬼怪的最爱, 也是鬼王女儿的最爱。 不知道为什么, 见到沈洛依这个样子, 我百感焦急, 甚至没有一丝高兴。 我的白月光, 终究变成了朱砂痣, 那个清纯的女孩, 已经长大了吗? 苏洋哥哥, 你怎么来了? 沈洛依虽然变得成熟性感了, 但依然亲热地叫着我苏洋哥哥, 而且叫得更魅了, 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内心毫无波澜。 这样, 还不如以前? 她把我从记忆中唤醒了, 也叫醒了现在的我。 对啊, 是人都会变的, 她长大了, 我也是。 她爷爷死的那一天, 以前的她也死了吧, 但不管怎么样, 她至少是变强了。 嗯, 来看看你。 我回了一句, 然后看着眼前仿佛不认识的沈洛依, 我突然有种想逃跑的感觉, 我宁愿自己从来没有来过。 看来, 云莫是真的火了, 连你都开始知道了。 沈洛依对着我笑了起来, 笑得很吸引人, 每个神情, 动作都是精心设计过的, 但我毫无动容。 我要的并不是这个。 你一直都在京都吗? 也知道我在, 为什么不来找我? 我朝她问道, 她应该是离开古屋后就到了京都, 而我在京都也是各种折腾, 苏杨这个名字在我挟持冷卢霜, 并拍卖她的时候应该已经传遍了京都, 沈洛依在的话, 她知道很正常。 沈洛依眉眼一滴, 突然一副让人联系的样子说道, 你是苏家少爷, 而我已经不是沈家小姐, 我只是一个流浪的女人, 找你作甚。 这个沈洛依都误会了, 我可不是京都苏家大少爷, 苏浩才是, 我进入苏家也只是个杂鱼罢了。 你知道我不会在乎这些东西的。 我连忙说道, 沈洛依摇了摇头, 但我在乎, 不过你放心, 我现在过得很好, 云墨轩在我的手中一定会发扬光大的, 我沈洛依不需要靠任何人, 也能屹立于天地间, 做我自己想做的人, 想走我自己想走的路。 她是九阴, 你是纯阳, 你们不会有结果的。 说话间, 突然鬼王的女儿飘了起来, 仿佛要赶我走一样, 生怕我抢走了沈洛依, 但她说的话有点搞笑, 我纯阳, 沈洛依九阴, 那你是鬼, 沈洛依是人, 你们就会有好结果吗? 不用害怕, 我不是来抢走任何人的, 只是来见一面。 看着沈洛依的样子和决定, 我突然明白了什么,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走哪条路的权利。 以前的沈洛依死了, 现在他是于墨轩的老板。 我尊重他的选择, 也尊重他的改变。 顺便帮我做件事, 交出清帝给我。 这, 才是正事。 清帝? 这可是我们于墨轩钻石会员, 苏洋哥哥, 你这不是让我出卖客户吗? 这怎么行? 这可是会坏了我们于墨轩名声的。 你应该知道, 我们于墨轩客户至上。 沈洛依在香床搔手弄资着, 已经没有之前的清纯样, 而且他并不想交出清帝, 但也能理解, 毕竟清帝是这里的常客了, 出卖他, 其实跟砸自己招牌一个样, 以后谁还敢来云墨轩。 可我今天, 还非得找出清帝不可, 这家伙,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至关重要。 你交出他来, 我不闹事。 你要想拦我, 整个店, 加起来, 也不是我对手。 我冷哼了一声, 已经不准备客气了, 故人相见, 或许不应该闹得太不愉快, 但利益相对, 当时人也毫无办法。 沈洛依坐了起来, 横梅冷对着我, 苏洋哥哥, 你这是要跟我翻脸了吗? 青帝我今天一定要见到, 翻不翻脸, 决定全在你这里。 话已至此, 他也应该明白 我里外的意思了。 这时候, 他突然给鬼王女儿 使了一个眼色, 鬼王女儿猛然浑身发红, 头发也变成了血一样的颜色, 鬼气如十几刀利枪一样 冲向了我, 道道致命, 想要贯穿我的身体。 我挥手一挡, 掌心雷浮轰天, 瞬间将鬼气打散。 来吧, 我看着鬼王女儿, 想揍这活很久了, 当初我就不该带他回来。 虽然他增长了不少实力, 但我升级比他快多了。 鬼王女儿看我的眼神 就跟情敌一样, 恨不得将我生吞活泼, 话音一落, 已经跟发疯一样朝我扑来, 鬼气如潮水, 双爪抓向了我, 一道道可怕的鬼气 想要将我撕开两半。 等他靠近的时候, 我立马佛印出手, 轰的一声, 狠狠砸在了他身上, 佛音缭乱, 一道道佛力升起, 仿佛大山一样压在了他的身上, 冥王合魂, 一佛一邪, 黑色的力量将其鬼气彻底粉碎。 鬼王女儿抱贺一声, 被打得步步后退, 双爪生出黑烟, 那就跟人流血一样, 身上遭受重击, 立刻出现了一个窟窿洞, 但很快就还原了, 这玩意比之前他父亲鬼王猛, 没那么容易终极, 这佛音要不是赋予了冥王的力量, 估计使他身上也没有那么厉害。 鬼王女儿爬上了天花板, 然后如针子一样扭头一百八度倒挂着, 身上冒着黑烟, 被我打得有点惨。 可这样的伤痕对他好像没有太大的影响, 跟擦了皮一样。 这回他更加凶了, 头发全部倒立着, 阴风呼啸, 屋子里大部分都浮了起来, 鬼气好像影响了很多东西。 早就该宰了你了, 还敢对我呲牙咧嘴。 说完后, 我慢慢拔出了腰刀, 这下我也动杀心了。 可刀拔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沈洛一挥袖说道, 行了, 别打了, 你赢不了他。 这句话明显是对鬼王女儿说的, 他好像很不甘心, 但非常听沈洛一的话, 一句话就让他服服贴贴了, 化回原来的样子, 飘回到了沈洛一的身边。 经地在第三层, 503房间。 沈洛一居然低头了, 但他不低头也不行, 因为短暂地交手以后, 他已经知道斗不过我。 结果是一样的, 又何必再做挣扎, 他不是坏云莫轩的名声, 他是保不住。 我没有说什么, 转身打算离去, 可这时候沈洛一叫住了我。 苏洋哥哥, 看在我的面子上, 不要, 在这里杀人。 我依旧没有说话, 但我不会杀青帝的, 这次找他是有事。 推门而出, 龟奴跟只小鸡一样被惊天命逮着, 一动都不敢动, 真跟王八一样了。 去三层的503, 带路, 我狠狠踢了一下龟奴的屁股。 他跌跌撞撞往前扑, 差点撞到了地板上, 但幸亏扶住墙, 没有倒下去。 奇怪, 老板居然卖了客户, 龟奴皱着眉头, 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 而且觉得很不可思议。 他好像不相信沈洛一会出卖客人, 因为在这里客人就是上帝, 而且隐私相对来说是完全保密的。 就算你背着老婆来这里偷情, 那他请全城最好的私家侦探来也查不出。 快特么带落, 磨磨蹭蹭的, 想找打啊。 今天命不耐烦了, 再次举起了拳头, 龟奴这才害怕地加快了脚步, 今天他虽然没有倒下, 但却是挨打最多的, 还不如当时就倒下呢。 来到三层后, 龟奴带我们找到了503, 然后折纸门牌说道, 就是这里了。 这是我二话不说, 直接就踢开了门, 门开以后, 我看见青帝坐沙发上, 搂着两个性感漂亮的美女, 而她的对面坐着一个男人, 那男人满脸胡渣, 秃头, 长得很瘦, 年龄大概40左右, 神情紧张。 他们中间有一张桌子, 桌子上放着牌, 很明显, 他们在堵。 桌子上除了一箱子钱, 还有一张泛黄的纸, 纸上写着很多字, 那些字泛着鬼光, 好像是契约。 这家伙又在坑人家受命了, 虽然我不知道是怎么操作的, 但拥有判官比的他, 很明显, 能做到我们都做不到的事情。 以前做幼儿, 很多人都会上当, 我之前就说过, 大部分都怕穷, 不怕死, 只要给足够的钱, 就会有人拿命来跟他赌。 我踢开门后, 那两个女人和中年男人都很紧张, 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然后看着我和惊天命, 可唯独亲弟非常淡定。 这家伙很聪明, 直接就看向了惊天命, 王八蛋, 我带你找乐子, 你出卖我。 不是我, 你能知道这里, 你连进来的资格都没有。 惊天命倒也坦荡, 直接冷笑道, 亲弟, 我惊天命出来混就讲三样, 谈钱, 出卖朋友, 够老六。 再说了, 我们都是给八大财团打工的, 老板要找你, 我有什么办法? 哼, 说得真理直气壮, 亲弟冷哼了一声, 随后不想鸟这个惊天命了, 眼光扫了我一下, 随后说道, 小子, 别坏我事, 有什么等下再说, 等我赢了他。 继续啊, 不用管他们。 亲弟说完后, 朝那个中年男人, 敲了敲桌子。 这个中年男人不用说, 妥妥的大院种, 桌上有很多钱, 少说有一千万, 但他不知道, 这些钱他一分, 也别想赢到, 反而要给出自己的寿命。 中年男人在亲弟的再次邀请后, 又开始麻溜地坐了下来, 然后望着桌上的钱直咽口水, 一千万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 那真是无比诱惑。 可这个男人硬堂发黑, 倒霉透顶, 根本不可能赢得了满面红光的亲弟, 我不知道是不是亲弟耍了什么手段, 但在运势来说, 这个中年男人必输无疑, 毫无悬念。 你怕什么? 这是余墨轩, 能出什么事? 亲弟再一次安抚着男人, 然后将两个女人揽入了怀中, 他还不知道, 我今天是来找他干嘛的, 他甚至都不会相信我会打他。 要不改天吧? 男人被打扰, 还是有些坐立不安了起来, 可主熟的鸭子怎么能飞走呢? 亲弟自然不愿意让这个男人离开。 别废话了, 简单一点, 一人抽一张牌比大把, 你赢了, 这一千万你拿走, 你输了, 二十年寿命归我。 说完后, 亲弟急忙在扑克中抽了一张牌, 但是他却抽了一只红桃寺。 红桃寺在扑克中几乎是垫底的牌了, 没有几张比他小的。 中年男人一看, 立刻笑了, 可亲弟也笑了, 中年看着那一千万差点流出了口水, 亲弟看着中年男人差点流出了口水。 红桃寺啊, 只要运气不是太差, 那基本上随便抽一张都赢了。 中年男人连忙下手去抽牌, 可这时候我却及时按住了他的手, 他急了, 立刻朝我瞪眼说道, 你干嘛? 你是谁啊? 我喝了他一句, 别废话, 不想输的话, 就让我帮你抽。 我的声音有点大, 一下子将这个中年男人吼住了, 趁此机会, 我连忙遏制住他的手臂, 然后去拿牌, 他有些抗拒, 但是牌翻出来的时候, 是一张红桃舞, 不多不少, 刚刚好比亲弟大一点。 赢了, 中年男人大喜, 直接高兴地跳起来, 差点就抱着我猛亲了, 幸亏我及时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子, 让他清醒过来。 亲弟这时候, 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摇着头, 不可能, 以他现在的运势, 喝凉水都能塞牙, 比倒霉鬼都要倒霉, 怎么可能赢得了我? 苏阳, 你耍花样, 帮他出老千, 你敢坏我是? 我笑了, 连忙晃了晃空空的双手, 哼, 我用得着出老千, 老子的运势分一点给他, 碾压你有多, 你故意抽一张红桃寺钓鱼, 骗人骗鬼, 你可真是个人渣, 别耍赖, 把钱给人家。 那个中年男人还挺精的, 连忙抱着钱走了, 他看情况有点不太对, 万一亲弟耍赖翻脸怎么办? 刚才不算, 重新来过, 休想拿走我的钱。 亲弟突然起身去追, 但惊天命却立刻用肩膀挡住了他的去路。 操, 惊天命, 你是不是想打架? 亲弟彻底火了。 这时候我挥了挥手, 让那两个女人出去, 那两个女立刻跑得比兔子都快, 这种场面有个新眼的都知道, 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 等外人都走后, 我坐到了沙发上, 翘着二郎腿说道, 不就是一千万吗? 我给你十倍, 二十倍, 帮我做件事, 钱少不了你的。 亲弟轻蔑冷笑, 完全不把我的话当话, 一脸的不服气说道, 你省省吧, 其他老板不同意, 我不可能独自帮你, 业家不是省油的灯, 跟你们苏家一样, 跟元后, 是一个千年以上的大家族, 我凭什么冒险帮你? 等其他老板同意了, 你再找我吧, 我是帮八大财团办事, 不是帮你苏阳办事, 滚开。 亲弟说完后, 立刻去推经天命, 可经天命不动如山, 身体依然紧紧挡在亲弟的面前, 就是不让开。 什么意思? 亲弟握紧了拳头, 眉头皱成了一团。 我冷笑了一下, 亲弟, 杀业无涯困难而已, 我杀你还不容易, 我杀业无涯他们全部人反对, 但杀你可没人反对, 你只是一个打工仔而已。 呵呵, 判官手下, 你猜判官能不能管阳监视? 我觉得, 你报警会更好一点, 如果来得及的话。 亲弟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 立刻咬牙说道, 卑鄙, 无耻, 下流。 话音一落, 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判官比立刻出手, 笔尖一阵顿时一道波纹一样的力量荡漾了出来, 惊天命还真扛不住判官比, 直接被打飞了出去。 亲弟借此机会想走, 但我立马起身朝他奔去。 苏杨, 别说我以下犯上, 你自找的, 杀了你也别怪。 亲弟不服从我, 甚至想杀了我, 这家伙早对我有怨气了。 那你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我抱起冲向了他, 判官比和妖刀同时出现, 两股力量相交, 轰的一声, 顿时周围爆出一股恐怖的火花。 刀魂出现, 妖光四起, 判官比也不弱, 亲弟挥笔下咒, 字字如山, 然后形成了一道道鬼咒, 疯狂攻击着我。 我右手起咒, 口念八卦, 空中出现黑白之色, 阴阳相交, 形成了一道八卦, 挡在了前面。 轰的一声, 八卦虽然挡住了判官比, 但也被瞬间震碎, 碎片中, 妖刀趁机而出, 直接指向了亲弟的喉咙, 亲弟连忙再次起笔, 一笔招鬼魂, 两笔请妖灵, 三笔骷髅君降临, 周围阴风大起, 黑影澎湃。 无数黑暗的力量, 带着诡异攻击着我, 我一刀划破黑暗, 昆仑静遁出, 镜中曙光, 瞬间将所有鬼物毁灭, 将判官比的所有力量反弹了。 亲弟有些始料未及, 判官比连忙用笔尖抵挡, 可是昆仑静的力量太大了, 他被震得虎口出血, 连连后退, 这时候砰的一声, 不知道什么时候, 惊天命跑到后面墙那里去, 他穿破墙, 直接在亲弟背后出现, 长满毛的尸首, 瞬间遏制出了亲弟喉咙, 狗东西, 阴我, 亲弟转头看向了后面的惊天命, 我控尸来, 你也不是我对手, 装什么? 惊天命呵斥道, 你放屁, 汗拔又怎么样, 老子跟你拼了, 亲弟说完后, 突然判官比对近了自己身体里, 这时候, 一道力量顿时从背后冲出, 惊天命被轰得飞了起来, 撞碎了地板, 头破血流, 可他顾前就顾不了后, 顾后就顾不了钱, 我的腰刀直接贯穿他的肩膀, 将他钉在了墙上, 他咬牙忍着疼痛, 想要将体内的判官比拿出来, 但我却冷冷说道, 别动, 不然我会将你斩成无数块, 不信你可以试试, 亲弟被我和惊天命前后夹击, 双拳难敌四手的他, 被我用腰刀钉在了墙上, 我继续抵抗, 但被我几句话喝了下来, 赶再还手我就让他命丧皇权, 人可以再找, 不是非他不可, 如果他继续以命拨命, 那说明他死都不会屈服我, 那就只能让他死了, 再说了, 他死了以后, 判官比不就是我的了吗? 可亲弟不敢动了, 这家伙还是怕死的, 命比较重要, 苏杨, 你可太卑鄙了, 带个人来因我有种单挑, 亲弟的话让我太想笑了, 我呵呵说道, 这句话我怎么那么耳熟呢? 对了, 我记起来了, 那天在塔顶的时候, 我好像说过一样的话, 可你死活要群殴, 哈哈, 你可真有脸说这句话, 亲弟听了以后, 脸一阵白一阵轻, 一副尴尬的样子, 你别废话, 你到底想干什么? 亲弟知道, 那套对我不管用后, 连忙转移话题了, 刚才我已经说了, 帮我对付叶无涯, 说完后, 我另外一直将一张支票拍在了桌面上, 这是十亿, 棒, 这钱就是你的了, 做得好, 我还可以给你们一人多加十亿, 不帮, 死, 杀你一个, 其他六个人也不会说什么, 八大财团有的是人, 亲弟不是傻子, 他望着那十亿沉默了起来, 不帮的话, 他今天必死无疑, 帮的话还有十亿拿, 甚至二十亿, 再继续跟我斗气下去, 对他来说, 没有任何好处, 还会丧命, 哼, 我还有得选吗? 亲弟最后冷哼了一声, 有点傲娇地说道, 我收回了刀, 然后迅速回敲, 一掌机向了桌子, 桌子立马朝亲弟飞去, 亲弟逼停了桌子, 将那十亿支票拿在手中, 然后揣进了自己的兜里, 早这样不就好了, 何必多吃骨头, 跟自己上司斗, 你可真是个大聪明, 我冷哼一声, 今晚行动, 回去处理好伤口, 钱拿了, 就别给我掉链子,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什么规矩都能坏, 这个规矩可不能坏, 既然亲弟收了钱, 那我就不怕他背叛, 如果他坏了这个规矩, 那这行都不会再有人敢请他, 谁知道他拿了钱, 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言而无信最可怕, 今天命也站了起来, 拍着满身灰说道, 你个狗东西, 下手真重, 老子真想宰了你, 今天命也被判官笔打得头破血流, 不过幸亏没什么大事, 回去简单处理一下就好, 你闭嘴吧, 你个二臂, 不是你他会知道, 我在这里, 我真想用判官笔捅进你菊花里, 亲的骂了一句, 手捂着伤口直接离开了, 还白了今天命一眼, 被人卖确实很不爽, 今天命还是他推荐来这里的, 不然今天命还进不来, 我也跟今天命一起离开了, 不过走的时候给了闺奴一千万, 然后说道, 这是维修费, 破坏的东西我全配, 剩下的给我半张卡, 以后我也要来, 卡你先给我兜着, 我以后来取, 闺奴不敢不从, 看我这架势, 就算不是八大财团, 也绝不是什么善差, 那, 那卡上写什么名, 闺奴连忙问道, 云莫轩的会员卡都是有名字的, 今天命黄金卡就有, 但我不想用自己真名, 转身说道, 京都六爷, 就用这四的字吧, 我和今天命潇洒离去, 只留下闺奴一个人愣在原地, 本来我还以为亲的已经走了, 但没想到一出来见到这个家伙, 好像在寻思着, 砸人招牌, 嘴里还骂骂咧咧道, 还特么顾客至上, 以顾客为主, 顾客就是上帝, 特么的转头就卖了我, 什么狗屁店, 老子今天非得砸了他, 然后一把火烧了, 亲弟愤怒也正常, 一家主打服务的店, 居然出卖客户, 那换谁都得起, 闺奴不带我去, 我肯定是没有那么容易找到他的, 里面下棋的顾客被吓到了, 连忙逃走, 本来是想出来看热闹的, 没想到亲弟太凶了, 几声吆喝就吓跑了那些人, 只有几个徘徊地用手机在拍, 可最后也被云莫轩出来的人赶跑了, 其他人过来阻止亲弟, 但都不是亲弟的对手, 瞬间被打伤在地, 就算肩膀受伤这些人, 也不可能是亲弟的对手, 愤怒的他不砸烧了云莫轩, 如何气消, 钻石会员受到这样的待遇, 他如何顺气, 我还以为沈洛依会出来解决, 但没想到, 他这个老板一直都没有出现, 相反倒出现了一个老头, 这个老头穿着布衣, 一脸的白胡子, 年纪已经非常大了, 出来就挡住了亲弟, 不让他继续撒野, 这样是非常影响生意的, 亲弟眉眼一横, 隐狠地说道, 老头, 你最好滚开, 不然别怪我不遵老, 老头呵呵一笑, 并没有怒气, 这位兄弟, 我们云莫轩做得不地道, 我们认错, 但云莫轩建立多年, 实属不易, 希望你高抬贵手, 你可以打我一顿消消气, 这个招牌的话, 希望你手下留情, 这个老头说话还算客气, 而且也知道是自己不对, 一直属于礼让的态度, 哼, 我笑了, 老头, 你这身子骨能接我几下啊, 我怕打死你我, 还得赔钱, 特么直接原告便被告了, 亲弟看着眼前不起眼的老头, 有点蔑视, 放心, 打到你满意为止, 死伤都不用负责, 我但凡退后一步, 这店里随便砸, 老头一脸自信, 仿佛根本不当回事, 亲弟脸色马上凝重了起来, 你认真的吗? 臭老头, 当然, 这种话怎么能开玩笑, 老头认真的点了点头, 好, 我倒要看看, 你有什么能耐, 这店你护得住吗? 说完后, 亲弟毫不客气地一拳打在了老头胸口上, 连开始都不说, 一点准备不给老头, 只听见一声闷响, 老头的胸膛跟鼓一样响了一下, 但他没事, 亲弟真的手臂发软, 疼得直甩, 人立刻后退了几步, 老头, 你是什么做的? 这么硬, 亲弟没想到老头不是普通人, 一边甩手一边问着, 老头依旧呵呵一笑, 外脸筋骨皮, 内脸一口气, 这位兄弟, 你气消了吗? 我消你大眼, 老子更窝火了, 亲弟大吼着, 直接掏出了判官笔, 老头可没说不准用这个, 亲弟见拳头无法伤及这个老头, 立刻掏出了判官笔, 他想要杀人, 判官笔的笔尖发出一道诡异光芒, 直刺向老头的身体, 这老头倒也奇怪, 居然不躲不闪, 不动如山, 跟他刚才说的一样, 就是要站着给亲弟打, 直到他消气为止, 判官笔如刀剑一样, 直接扎在了老头的身上, 可是很奇怪, 笔尖突然如连花一样绽放开来, 判官笔是古代那种大毛笔, 合拢的时候可以当剑杀人, 但是笔毛散开后, 杀伤力就没有那么大了, 只有笔杆触碰到了老头, 老头毫发无损, 判官笔居然无法伤他, 这让我们都感觉到极极不可思议, 特别是亲弟, 你是什么人? 门破我的笔咒? 亲弟咒眉看向了老头, 老头还是呵呵笑着, 老夫是谁不重要, 重要都是, 你气消了没? 亲弟不是傻子, 眼前的老头根本不一般, 再继续胡搅蛮缠下去吃亏的, 有可能是他, 做人要适可而止, 可以欺软, 但必须怕硬。 你告诉我你是谁, 我就走。 亲弟已经放弃杂电的念头了, 没想到这个云莫轩居然有这等高手, 我跟金天命更是面面相去, 但刚才这个老头, 为什么不出来阻止我们? 出来拦我们的人, 基本上都是草包, 我跟金天命几下就搞定了, 这个老头明明有大本事, 为什么现在才出来? 老头双指一弹, 判官笔立刻震了回去, 震得亲弟虎口发麻, 差点抓都抓不住这判官笔, 身体向后倾斜, 一口气倒退了无比。 老头这才作意道, 在下月明楼, 以后请多关照。 月明楼? 这名字咋这么耳熟呢? 亲弟耍着判官笔, 眼睛滴溜溜转着, 仿佛在想什么事情。 空童老祖月明楼? 金天命突然提醒道, 此时亲的眼睛发出一道金光, 又是退了几步。 没错, 空童派的掌门人? 人称空童老祖月明楼。 亲弟怎么都想不到, 空童老祖居然会入室, 而且还是在云墨轩这种地方。 老头放下了手, 呵呵笑道, 虚名而已, 不必拘泥, 你气消了吗? 亲弟不敢不气消, 没想到, 一个小小的云墨轩, 居然有空童老祖罩着。 跟着老头较劲, 怕是没有好果子吃, 云墨轩有瓷等背景, 谁敢拆他的招牌? 行, 算你厉害, 告辞。 我交了杂人招牌的念头, 收起判官笔, 转身离去。 我看着月明楼脑海里浮现了一个东西, 空童派跟空童银有关吗? 这个空童老祖, 为什么会保余墨轩? 他们应该在山上修炼不入室才对啊? 是因为沈洛依还是余墨轩的前老板? 怎么, 你们还有事吗? 老头见我跟今天命迟迟不走, 又朝我们问道。 今天命连忙摇头说道, 不,不, 没事没事, 快走。 今天命面对这个空童老祖多少有点敬畏, 连忙拉着我走了, 亲帝是钻石会员, 也是他们不对在先, 但我们可不一样, 我们是砸场子的。 而且也是因为我们才得罪了亲帝这个顾客, 老头可没有好脸色给我们看。 没走几步我一回头, 老头就不见了, 跟鬼一样, 但其他人连忙收拾着店门外, 这生意还得做啊。 在于莫轩的事情, 暂且就告一段落了, 虽然还有一些事情我没有弄清楚, 不过我得先放下,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 先杀叶无涯最重要。 夜晚来得很快, 入秋的晚上有些凉, 今晚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 仿佛在渲染着恐怖的杀人夜。 你离叶家这么近, 等下被人发现怎么办? 我连忙对旁边的亲帝问道, 他没有爽约, 来得很及时, 但是却找了一个非常近叶家的地方, 连五百米都没有。 亲帝回道, 大哥, 你当我是神啊? 千里之外, 勾人魂魄, 能这种距离勾人魂魄, 已经是万中无一的高手了, 而且对方还是夜无牙, 能不能勾出来还另说? 说得好像也有这么一点道理, 勾人魂魄必须面对面, 想要隔空勾人魂魄是非常难的, 如果是普通人的话, 还好办一点, 但对方是夜无牙。 行了行了, 赶紧动手吧, 至少这样子失败, 我们也没有损失, 相对来说, 大家都安全。 我赶紧催促着亲帝动手, 越快越好, 金天命则早已经原地待命, 黑暗中有几只汗拔露着寒牙, 已经饥渴难耐, 金天命右手竖起两指, 左手使劲抓着, 口中不知道在念着什么咒语, 控尸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特别是汗拔。 亲帝连忙用笔画阵, 然后咬破手指头, 将血滴在了笔中, 口念咒语, 手中的笔如龙蛇, 画出了一道又一道古怪的轻符。 那些轻符如鬼如怪, 在阵法中发出诡异光芒, 亲帝笔一挥, 以法力屈之, 然后他们集结成一个人, 直接默不作声地潜入了夜家。 这些玩意如此邪, 真的不会被夜家发现吗? 希望这个判官笔不会让我失望, 不然这么辛苦找他来真实浪费精力。 此时, 亲帝双眼紧闭, 手上的笔未曾停下, 一笔一画勾勒出一个又一个的阵法符文, 而且速度非常快。 这时候阴风大起, 但是都在围着亲帝打转, 判官笔好像着火了一样, 发出一阵火光, 然后按下去, 又再亮起来, 甚至在冒烟。 夜无牙真顽强, 我就不该答应帮你, 这判官笔都快要废了。 亲帝埋怨着, 但他不记得了自己根本就没有选择权。 别废话了, 继续勾。 我依然催促着, 生产队的驴还想休闲, 拿了钱就得办事, 我管你是生是死, 是累是苦。 亲帝很无奈, 继续施加法力, 一次比一次强, 判官笔发出的火光也越来越大, 迎风呼啸, 周围好像打台风一样, 风云慢慢变色, 亲帝的周围仿佛多了许多鬼, 再给他助力。 大概十几分钟后, 火突然灭了, 判官笔恢复了正常, 就是变得有些沉重。 成了, 勾出来了, 亲帝擦了擦额头的热汗, 然后望着叶家的方向说道, 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将叶无牙的魂给勾出来了吗? 我跟金天命也朝着叶家发现看去, 这时候黑夜中, 好像有一只魂满满飘了过来, 被什么东西牵引着往前走。 来了, 叶无牙的魂, 我兴奋地拔出了妖道, 今天我就宰了你。 杀了他的魂, 肉身还能有什么用, 基本上跟死人差不多了。 叶无牙的魂, 好像无意识一样, 在判官笔的牵引下, 慢慢飘了出来, 离我们越来越近, 判官笔果然厉害, 这都能把人家魂给勾出来, 亲帝这家伙, 危害很大啊。 可他却说, 这是不合规矩的, 他在冒着风险, 帮我干这件事, 不可能再有第二次了。 五百米的距离不远, 叶无牙很快就飘到了我们的面前, 可能是我们三个活人的原因, 阳气太足, 一下子就将叶无牙的魂魄给惊醒了。 这老家伙估计在睡觉, 睡着睡着魂, 就被判官笔给勾了出来。 叶无牙睁开了眼睛, 但他出醒的时候, 并不知道自己是游魂状态, 只是见到我后吃了一惊, 然后喊道, 臭小子, 怎么是你? 不对, 我怎么会在这里? 废话, 我当然是来杀你的。 我冷哼一声答道, 醒来也没事, 我们三个人, 还能让一只魂给跑了吗? 叶无牙再厉害, 现在也只是魂体, 而且他根本无法拿剑。 臭小子, 我不去找你, 你倒找上我了。 苏家全是废物, 居然这都让你活下来了, 苏婷这个老逼灯太让我失望了。 叶无牙说完后, 突然下意识地去抓剑, 可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处境, 原来他现在只是一只魂。 怎么回事, 你们把我的魂勾出来了吗? 不可能, 这是怎么做到的? 叶无牙极其不敢相信发生的失望, 可直到他看见了清帝手中的判官笔, 这才恍然大悟。 湘西清帝, 判官的阳间代理人吗? 你怎么敢的呀? 判官如果知道, 你用判官笔做这种事, 你猜你会是什么下场? 叶无牙愤怒地指责清帝。 清帝冷哼一声, 老头, 那也得你能活下来, 不然谁知道这件事? 叶无牙立刻明白了, 无论他说什么都没用, 杀人灭口, 那谁也不会知道这件事了。 他突然转身就逃, 魂开始往回飞, 想要迅速回魂。 可这时候, 清帝的判官笔立刻出手,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直接钉住了叶无牙的魂, 一道道黑光如雷一样, 震住了叶无牙的魂, 让其无法再逃跑, 直接原地罚战。 我双指竖起, 口念咒语, 四面八卦钻土而出, 阴阳之力如高墙一样, 将其紧紧围住, 让他插翅都难逃。 哼, 京都四大高手之一, 没有肉身, 我看你还能怎么样? 区区一魂魄, 就算比普通人的魂强一点, 那又有何用? 叶无牙, 伤你的本不是我, 但以你们高傲的性格避计仇, 日后四大高手再联合, 在苏婷的怂恿下, 一定会再次杀我, 以挽回脸面。 所以, 我苏扬必须先下手为强。 我一步一步走向了叶无牙, 手中长长的妖刀在地面滑着, 滑出一道又一道火花。 说完后, 妖刀高高举起, 想一刀了结了它。 可是这时候, 从叶家的方向突然一把剑飞了过来, 从后面刺向了我, 我连忙躲闪开, 不然就贯穿我的身体了。 哼, 你太小看我叶无牙了, 就算是魂体, 我也可以空剑。 剑来。 一声爆喝, 属于叶无牙的剑, 直接奋出无数的剑影, 剑皱满天飞, 瞬间破开了四面八卦, 剑气震开了判官笔。 完了, 这家伙如果拿到剑, 就算是魂体, 也极其棘手。 亲弟大喊糟糕, 不说打赢他们, 但是回魂是没有人能阻止他的。 可我却无动于衷, 只是静静看着叶无牙表演。 他挣脱一切束缚后, 立马抓住了飞来的剑, 可当他的手触碰到剑那一刻, 突然好像剑柄有刺一样, 他哀嚎一声, 剑直接脱手扎入了地面, 他握不了剑。 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握不了剑? 不可能, 就算是魂体, 我也能握住属于自己的剑, 我早已人剑合一, 我就是剑, 剑就是我。 叶无牙极度不理解, 他可以输, 但他绝不可能握不了剑。 他的剑可斩三千妖魅, 可开鬼门, 剑在人在。 哈哈, 叶无牙, 我为了杀你, 可不止花费了一点心思, 你是握不了剑的。 我冷笑了起来, 幸亏有两招, 不然估计还让他给跑了。 握不了剑的叶无牙, 没有肉身的叶无牙, 还有什么用? 这不是让我们宰割了吗? 苏杨, 你可真隐狠, 你个龟孙子, 你不得好死。 叶无牙爆骂一声, 想顾忌重施, 既然握不了剑, 那就只能空剑了, 可我们根本不给他机会, 金天命一脚踩在了剑上, 让期间短时间内不能动他, 以他现在的魂体, 剑咒念出来都费劲。 老头, 哥这给我们表演杂技呢? 剑来看多了吧? 知不知道魂念咒, 我们是可以隔断的。 金天命邪魅一笑, 立刻汗拔将叶无牙给围了起来, 拾起冲天, 将周围一切都隔断了一样, 汗拔自着长牙, 面目争鸣, 脸上没有一块地方是好的, 眼睛跟染了血一样。 叶无牙的剑不停在抖, 好像要破地而出, 金天命虽然无法完全阻止, 但是压他一分钟还是够的, 叶无牙这个样子, 可没有有肉身的时候强。 无剑, 无身, 一对三, 你没有获胜的可能, 我算计至此, 也算对得起你四大高手的名号了。 拿命来吧。 杀个魂, 一分钟够了。 腰刀直接一斩, 想要一击毙命, 不让他有任何的机会。 可是叶无牙居然躲开了, 但代价是换掉一条手臂, 腰刀将他手臂瞬间斩断了, 可这是魂体, 手臂没有带血落到了地上, 而是化成烟尘消失不见了。 叶无牙始终是叶无牙呀, 临死都还能挣扎一下, 可你能躲几次? 我在踏步向前, 刀如乾隆出海, 妖艳的光芒充斥着满天空, 威力比上一刀大十倍, 这回他躲无可躲, 避无可避了。 叶无牙, 你是旧时代的残党罢了, 属于你们的时代该落幕了。 在我的腰刀即将要终结一个时代残党时候, 突然无数的剑咒朝我飞奔来, 挤把剑如降雷, 疯狂戳向了我, 速度还很快。 我连忙回到抵挡, 将所有落刃击退, 这时候一白亿男子背着剑盒落下, 剑盒敞开, 那些剑刺动落回去。 晚辈叶无双, 救驾来迟, 望家主恕罪。 话音一落, 无数的剑如星空一样落下, 满天的剑咒跟蜻蜓一样, 满天飞舞, 剑亦如游龙。 晚辈叶无, 救驾来迟, 望家主恕罪。 晚辈叶狂, 晚辈叶清国。 一个又一个身影落下, 无数人挡在了叶无牙的身前, 各种各样的剑飞舞着, 上百人和剑迅速将我们三个给包围了。 完了, 叶家的人来了, 失败了, 青帝连忙后退, 可现在连逃的路都给堵食了, 往哪跑啊? 惊天命看着这么多人, 顿时也有些虚了, 叶家不愧是大家族, 一来就来这么多, 而且这个剑士可不是什么杂鱼。 哈哈, 苏杨, 你以为我的剑洞了, 只是来这里吗? 我的剑来的时候, 也向其他人发起了危险讯号。 你第一道没能杀死我, 已经是败北的开始。 叶乌鸦重获新生, 立刻哈哈大笑了起来, 虽然他断了一条手臂, 但只要没死, 就算大转了,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魂断手, 肉身的手就算还在, 那只手也是, 不能再用了。 叶乌鸦, 你高兴个什么劲? 当天你与鬼夜, 吞佛童子连手都不是我对手, 就凭这些歪瓜裂枣, 能赢我吗? 是时候帮他回忆一下那天的恐惧了, 虽然不是我, 但叶乌鸦又不知道, 总得拿这个吓唬吓唬他。 叶乌鸦果然想了起来, 为什么是想起来呢? 因为我特么得, 压根造不成那个家伙的压迫感, 所以叶乌鸦跟我对峙的时候, 根本没有那种感觉。 叶乌鸦脸色一变, 马上说道, 护我回魂, 随后你们各自散去, 不要与之应战。 叶乌鸦果然怕了, 刚才的嚣张变成了谨慎, 那个家伙果然给他心灵上,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是, 叶家子弟纷纷答道, 叶乌鸦无二话, 立刻回魂, 魂体往叶家缩去。 这就对了, 这边跑, 这边留下, 那不正中我下怀吗? 我想追, 但惊天命却拉住了我, 你疯了吗? 虽然我不知道, 为什么叶乌鸦突然怕了你, 但叶家出来这么多人, 我们三个怎么赢? 你还想着杀人, 你是个疯子吧? 现在逃跑才是最重要的。 可我却马上甩开了他的手, 他必须死, 他不死, 我们三个以后都不会好过, 你们挡住叶家的人, 我去追魂? 这么多人, 我们怎么挡? 我早知道就不该跟你一起疯。 青帝也跟惊天命一样, 他们可不想搏命, 他们只想开溜。 挡不住就去死, 你以为十一那么好赚, 钱难赚, 使难吃, 你第一天出来混吗? 我甩开了他们的手, 马上朝叶乌鸦追去, 回魂的速度非常快, 就好像突然漏气的气球一样, 嗖的一声就往回飞了。 这时候, 我立刻掏出了昆仑镜, 镜中照出一道金光, 那光穿过几百米, 直接照在了叶乌鸦的魂体上, 昆仑镜连鬼王都能定, 还定不住你一个断手魂魄吗? 叶乌鸦瞬间动不了了, 如果是肉身还没事, 可他偏偏就是魂体。 这时候, 叶家的子弟立刻来解救, 几个人手直剑刃朝我刺来, 剑意非常凌厉, 这时候我踢了一脚金天命的屁股说道, 你给老子上去顶, 光拿钱不干活, 我套你猴子。 金天命亮亮呛呛着, 连忙止住了身体, 这时候剑已经来了, 他不得不出手, 不然叶家瞬间就可以将他活活砍死。 他一阵骤动, 立刻汗拔跳了上来, 直接挡住了叶家的剑, 几个叶家子弟虽然厉害, 但一时之间还砍不掉铜皮铁骨的汗拔, 而且碰到汗拔者会被变成干尸, 瞬间死亡。 接着就是一群一群的涌上来了, 人越来越多, 汗拔也极其吃力, 被砍的牙齿都快特么掉了, 剑皱如山, 一剑又一剑地罐透汗拔身体, 幸亏他们是死尸, 不然早就完犊子了。 你他妈还不过来帮忙, 看你大爷呢。 今天命踢了一脚给青帝, 这两人真是卧龙凤雏。 青帝挥舞着判官笔, 鬼物呼啸, 黑光亮起, 很多鬼影出现, 然后一笔当剑挡着一个又一个交锋者。 闭嘴, 老子快被砍死了, 你还叫? 青帝滑行后退, 慢慢招架不住了, 鬼物出现瞬间被斩杀, 人多的优势慢慢体现了出来, 双拳难敌一把手。 你下一个瞬间秒杀, 不然人家玩车轮战也玩死你。 我可管不着他们两个, 现在我的任务就是杀了叶无牙。 靠着昆仑镜, 叶无牙算是被定住了, 无法暂时回魂, 但是我想靠近他已经没有那么简单了, 一大堆叶家子弟挡在了前头, 甚至迅速将我围了起来, 他们遮挡近光, 让叶无牙恢复。 很快, 就是这样。 我并没有感到焦灼, 因为我本来就不是要自己去杀他。 我这样做的目的, 只有一个, 那就是将他们所有注意力吸引过来。 果不其然, 他们都注意到了我, 而且想遮挡我的昆仑近光, 让叶无牙逃走回魂, 可是危险根本不在我身上。 我妖刀一批, 刀魂横空幕后, 将无数的剑刃震开。 满天的妖光与满天的剑皱对碰, 瞬间擦出了许多火花, 碰撞出了极其强大的爆裂声。 唐刀, 开出来了。 这时候, 几十道身影纷纷落下, 不是落到我们这边, 而是落到了距离叶家不远的叶无牙身边。 叶无牙的身边有人吗? 当然有, 但没有几个而已, 全部都在我们这边。 我说我要去杀叶无牙, 其实都是幌子, 不是说给惊天命听的, 是说给他们听的。 唐刀一落下, 那几个叶家子弟立刻上前保护, 但是那群僵尸可不是擅长, 绣春刀直接拔出, 加上数量压制, 瞬间将挡住了那几名叶家子弟。 会绣春刀的僵尸? 开玩笑的吧? 众人有些惊讶, 包括叶无牙。 这些僵尸到底什么来头? 他们全都扑了过去, 但应该是来不及了。 唐刀的出现让其他人措手不及, 一大帮僵尸涌入, 也让守在叶无牙身边的几个人无力抵挡, 而且僵尸会武术, 谁也挡不住。 在没有任何人能拦唐刀的时候, 他立马出手, 直接杀叶无牙。 叶无牙被昆仑镜锁定, 他根本动不了, 无从挣扎, 基本上就是一个等死的状态。 可就在此时, 突然风云变色, 狂风大作, 一道阴风从叶家吹了出来, 唐刀只是手刚刚抬起来, 猛然他就飞了出去, 一道剑一化成青龙, 直接将他震飞了出去, 其他僵尸也瞬间飞了出去, 落得砸出了一个大窟窿, 地面爆裂。 黑夜中, 一点寒光闪现, 一个满身绷带的骷髅人, 慢慢从黑夜中走出, 他手握一把破剑, 但气场却极其恐怖。 他是从叶家出来的, 很明显是叶家的人, 但他破旧的绷带外露而出的, 不是血肉, 而是一个古怪的骷髅架子。 还有他手上的那把剑, 明明就是一把破剑, 甚至还有一点生锈, 但却让我感到可怕, 是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强大剑意, 在震慑着我的心神。 这时候, 叶家的人居然不打了, 反而纷纷跪在了地上, 对着这个绷带骷髅跪拜。 拜见老祖! 老祖? 叶家还有这种怪物? 都成骷髅了, 怎么还不死?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叶家老祖? 莫非是叶家初代祖宗, 叶寒一? 听说这家伙的灵魂 寄居在了剑上, 以此守护叶家。 今天命也有点惊讶, 看着那副绷带骷髅, 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发抖。 听他这么一说, 我倒有点明白了, 不是骷髅控制着剑, 而是剑控制着骷髅, 叶家的老祖宗在剑里面 以剑魂的形式 控制着骷髅行走。 可这把剑, 好像也太寒酸了一点吧? 又破又旧, 还有些地方都生锈了, 用破伤风之刃 来称呼他一点也不为过。 骷髅这时候看向了我, 然后缓缓沉吟道, 就是你要犯我叶家吗? 一股杀气滔天而来, 我仿佛看见了 无数的血色蔓延着我自己, 那把剑的压力极其恐怖, 已经让我开始产生幻觉了。 旧时代的交替, 新时代的崛起, 历史车轮滚滚, 天命也好, 弱肉强食也罢, 想犯我叶家, 先赢我手中这把剑。 叶寒一的话, 如炸雷一样, 像在我们耳边, 他缓缓举起了那把破剑, 周围顿时狂风大起, 威力极其恐怖, 气流好像漩涡一样, 席卷着一切, 叶家的人全部都趴着捂住了头, 生怕被卷了进去。 走, 快走, 这怪物的力量太超标了, 不是我们能对付的。 我连忙朝堂刀他们喊道, 实力差太多了, 打不过就跑, 没什么好犹豫的, 谁也没料到, 叶家居然还有这种怪物。 不过想象也是, 叶家跟苏家都屹立在阴阳江湖千年之久而不倒, 绝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唐刀起身就跳飞, 拼命地跑, 其他的僵尸也是, 今天命和亲帝更是管都不管我, 撒腿就冲。 可叶寒一真的很恐怖, 叶家的初代祖宗应该是千年以前的人了吧? 这一剑直接将天都劈开了, 风云开裂, 好像天被劈了一件似的, 恐怖的剑气横扫周围, 地面跟蛇一样疯狂开裂, 很多僵尸被顺斩, 我们也逃不掉。 惊天命连忙驱赶汉拔抵挡, 但号称铜皮铁骨的汉拔直接被斩成两半, 惊天命只是受了剑气的余力, 但也被直接震飞出了十几米, 浑身是血, 衣衬破烂。 清帝的判官笔也挡不住, 以血粘笔, 化符化咒, 可是一剑就破碎, 剑一横冲, 他跟风筝一样飞了出去, 滚在地上拖行了十几米, 人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好的。 判官笔差点都折断了, 他吐出几口鲜血, 差点没一口气过去, 人软绵绵地爬都爬不起来。 幸亏昆仑精力量强大, 几乎帮我挡住了大部分的剑气, 可是剑一番涌, 摧毁心神, 恐怖的剑力, 宛如几十座大山压你身上, 震得手臂发麻, 嗓子眼吐出了一口心甜的血液。 以我的推测, 他应该无法离开叶家太远, 不然那家伙追杀叶无牙的时候, 他早就出现了。 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 这个怪物会强得这么离谱, 一剑破天, 一剑劈地, 剑意横飞几公里, 我们想逃都极其困难。 滴答,滴答。 我的血滴落于昆仑镜上, 我紧握腰刀, 仰头看向了叶寒一, 除了我, 已经全部倒下了, 可这家伙还没有怎么出剑。 一把简单的破剑, 差点将我们所有人都解决了。 而我也仗着昆仑镜的厉害, 暂时还能站着。 叶寒一枚打算放过我, 剑指我而来, 剑意滔天, 几万道剑气伴随着漫天剑咒, 朝着我而来。 这力量, 是人能拥有的吗? 犯我叶家者, 死! 一道冷言如雷霆降下, 剑意狂风, 消杀百里, 恐怖的剑气横推了过来。 事已至此, 只能死战, 再别无他法。 我以古符定苍穹, 口念降咒, 双眼红如血, 驱动副长生最强的法咒, 天门咒。 啪一声, 我双掌合一, 狂风大作, 咒如清风飘上了空中。 哄! 咒拨开云层, 仿佛打开了一道门, 此时天雷被引了下来似的, 这是真正的天雷, 而不是我们平常所用的各种雷咒, 威力也相差甚远。 风雨突袭, 呼呼大作, 雷如金蛇, 天空乱舞, 此咒我第一次用, 虽然修炼了差不多两年, 但是此咒并不好掌握, 也是最近才慢慢熟练, 换作以前我不一定能成功。 小小年纪, 居然能开天门请神类, 如是我叶家之友, 那便甚好。 可惜, 偏偏是我们叶家是大敌。 不杀之, 日后恐成大患, 虽开天门, 但手法稚嫩, 还差点远。 叶寒一一语落下, 再次举荐, 与此同时天雷降下, 直接劈向了他。 他是魂, 还是不去投胎的魂, 天雷劈他名正言顺。 可是叶寒一的恐怖, 超越了我的想象, 也让我对剑的定义, 有了新的认识。 叶寒一高举起破剑, 一剑硬抗天雷, 剑气直冲天空, 与天雷相撞, 上万道剑气化成飞龙。 哄! 天空发出一阵猛烈的爆炸声, 云层炸开, 周围荡漾各种气体, 飞沙走石, 剑主崩塌, 直到一切都消失, 彻底平静了下来。 破! 我吐出一口血, 然后半跪在了地上, 强撑着身体, 几乎耗费了我所有的法力, 可结果还是不如人意, 叶寒一没有死, 用剑破天雷, 安然无恙, 剑气冲上云霄, 已经将天门咒都破了。 说白了, 我法力不如他, 他一身的功力化成剑魂, 而我才几年, 有些东西是靠积累的, 天父无法沉淀这些东西。 也不得不说, 他确实有东西, 这件太厉害了。 而且, 能到这个境界的人, 天父不会比你低。 天父差不多, 法力又比你身后的人, 基本上无法赢他。 你好像已经筋疲力尽了, 刚才那一招把你耗干了吧? 那该送你下黄泉了, 你自等本事, 留着就是祸害。 燕寒一说着, 剑举三尺, 发出一声剑银, 牵到剑气再次袭来。 我连忙握着腰刀开始反抗, 刀魂咆哮, 紫光大起, 可是有气无力的, 我已经无法让刀魂更强, 少女破碎, 我和刀都飞了出去, 满身是血的, 滚了几圈后才停了下来, 地面全是砸出来的人形坑。 就到此了吗? 没想到, 叶家还有跟守木人一样, 实力的人, 我已经尽全力了, 但依然不是他的对手。 昆仑进步行, 最厉害的鼓咒也杀不死他, 我已经耗尽了法力。 叶寒一没有丝毫怜悯, 一箭送葬, 无数的剑气仿佛要吞噬我一样。 可就在这个时候, 黑夜中出来了一道白影, 看着身形有些熟悉, 就是戴着面具, 但我已经猜出他是谁, 没错, 就是八大财团的幕后者, 张三凤。 虽然没有露脸, 但见过他, 还是比较容易认出来的。 张三凤出现后, 双手混圆而行, 顿时面前出现了一个太极图, 太极图如漩涡一样, 直接就把剑气给卸走了。 他最后脚一跺, 地面都出现了太极的图案, 所有剑气荡然无存, 他摆了一个太极手, 然后回收, 身正气势足, 虽然没有叶寒一的那么澎湃和恐怖, 相反还柔和了不少, 但是其实力也足以震惊所有人, 就连叶寒一都有点忌惮了起来。 能空手白接他的剑气, 又岂是泛泛之辈。 太极生万物, 又磕万物, 阴阳不乱, 太极涌箭。 而是何人? 叶寒一问道, 张三丰拍打了一下衣裳上的灰尘, 并没有爆出自己的名号, 而是回道, 这小子是我的, 杀他就是从我口中夺食, 你如果想玩, 我不介意今晚陪你玩一下, 不过你们叶家这么多弟子在此, 怕是要被殃及全死。 张三丰的话很具有威胁性, 他的意思就是, 如果他跟叶寒一打起来, 那这里的叶家弟子恐怕会被殃及, 到时候赢了叶家也是亏。 张三丰很聪明, 知道叶寒一的弱点是什么, 他是为了守护叶家, 才寄托于剑中, 如果因此死了不少人, 那他还守护个屁啊。 那你想如何? 叶寒一这样说, 那多半是要让步了。 今晚的是就算了, 你们也没死伤多少人, 他可是京都八大财团之一, 他要是死了, 你们叶家以后也不好过, 我看你这个鬼样子, 最多也就出叶家几百米距离, 你以为能完全护住你这些子孙吗? 除非他们一辈子不出门。 张三丰不怕他, 自然有了跟他谈判的资格, 说的话也咄咄逼人, 而且也确实是这么一回事。 以后我保证, 他不再找叶家麻烦, 彼此也别再冲妥, 恩怨两清, 怎么样? 张三丰又补了一句, 因为叶寒一还会估计我卷土重来, 所以必须除掉我, 说这句话是为了打消叶寒一的顾虑。 可叶乌鸦不乐意了, 连忙说道, 这小子断我一只手, 你让我算了, 恩怨两清。 张三丰看着满身是伤的我又说道, 他也伤得不轻, 如果你想继续打的话, 我奉陪, 而且你也知道八大财团的势力, 杀了他, 你也未必能真正好过。 叶乌鸦妥妥的京都人, 怎么会不知道八大财团的名号? 而且现在的场面, 他也未必能杀我, 除非过得了张三丰这一关, 但如果打起来, 其他人必定会被殃及, 这两个人打起来会很恐怖。 你们走, 叶寒一突然不顾叶乌鸦的反对, 竟然同意了。 叶乌鸦虽然惊讶, 但他也无话可说, 老祖宗说什么是什么, 他只能乖乖听话。 不要让我再见到他, 不然天王老子来了, 也没面子给, 我必杀他。 叶寒一用剑指着我说道。 说完后, 叶寒一转头回了叶家, 瞬间消失了。 其他人也纷纷离开, 叶乌鸦回魂去了, 没一会的功夫, 叶家的所有人瞬间走了, 叶家关上大门, 周围一片安静。 你小子野心可真大, 带着几个人赶来灭叶家, 哼, 张三丰朝我骂道。 我跌跌撞撞地站了起来, 衣服都已经染成了红色, 身上全是剑伤, 可我依然细皮笑脸地说道, 可我差点就成功了, 不是吗? 对啊, 差点就成功了, 杀了叶乌鸦, 我估计也生命大噪了, 虽然我已经不需要这些名声, 要不是有这么一个恐怖的老怪物, 叶乌鸦今晚必遭。 呵呵, 是吗? 你小子, 留着可真是祸害。 张三丰说了一句跟叶寒义一样的话, 然后他也走了, 今晚虽护我, 但也是利益驱使, 不过没有他我已经死了。 我猜想, 他要留着我炼天, 叶寒义如果杀了我他计划, 就泡汤了, 所以才不顾一切出来救我, 要知道救苏魂的时候他就已经说过了, 绝不抛头路面惹麻烦, 这次能出来说明我非常重要。 我满身是血的看着不远处叶家, 然后阴险地笑了起来, 叶无牙呀, 叶无牙, 你可真是命大, 不过, 我也是, 咱们, 走着瞧。 没想到计划了这么久, 杀叶无牙还是失败了, 受伤的我们互相扶持着, 然后离开了这个血色之地。 大人, 这次, 我们好像, 死了不少人。 茶庄内, 唐刀带着十几个弟兄围在了我的身边, 叶寒一太厉害了, 连汉拔都被无情斩杀, 唐刀他们也遭获了不少人, 几十人已经剩下十几个了。 对不起, 我拍了拍唐刀的肩膀, 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现在的我也是满身绷带, 因为带了一身的伤回来。 出来混, 终归要还的, 不可能每次都是我们赢, 失败也正常。 只是死了不少兄弟, 这点让我极其难受, 遇到叶寒一这种怪物, 我们也只能认栽了, 还能活着已经是万幸。 大人这说的什么话, 我们都是心甘情愿跟着您的, 再说了, 死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是一种解脱。 唐刀说这些话的时候, 苦笑了一下, 苦涩的笑容里带着无奈。 他们本来是明朝的锦衣卫, 没想到变成了僵尸, 虽然可以长寿不老不死, 但是他们并不喜欢做僵尸。 大人, 还记得我一开始的心愿吗? 唐刀问道, 我点了点头, 记得, 让你们重新变回人, 还有找出江城咬你们的原因。 说实话, 第一点几乎不可能, 变成僵尸的人, 怎么可能还会变成人? 第二点的话, 只能在见到江城的时候问一下了, 上昆仑山的时候太胶着了, 穿梭在死亡与生存之间, 根本没有时间问这个。 只是我很奇怪, 江城一直在昆仑山, 他下山去咬唐刀他们干什么? 据我所知, 江城并不需要喝血为生, 他也不喜欢咬人。 如果我后面死了, 希望大人可以帮我查明, 我一定要知道, 为什么江城要把我们变成僵尸? 唐刀仿佛在交代后事一样, 我遇到的敌人越来越强, 今晚又死了这么多弟兄, 他觉得或许自己也有挂掉的一天。 放心, 我不会让你死的。 我拍着他的肩膀说道, 这么久了, 始终有感情都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 是一辙长一智, 这回的失败也能让我成长不少。 江城会来找我, 到时候你亲自问他。 我对唐刀说道, 唐刀有点不可置信, 真的吗? 真的。 不过有一点我没说, 江城是来杀我的, 可跟他没关系, 他也挡不住, 他只要完成自己的心愿就好。 在此之前, 我不会让他死掉。 唐刀和其他僵尸都笑了起来, 虽然他们已经无法重新做回人, 但这个疑惑已经困扰了他们许多年, 如果能解开的话, 他们也算失了了一桩心事, 但他们不知道, 江城如果来了的话, 那对我意味着什么? 加钱, 加钱。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后面两个家伙闹了起来, 那便是惊天命和亲弟, 他们虽然没死, 但是身上的伤疤不比我少, 绷带包得比我还多, 你们小点声, 差点把我耳朵都震聋了, 毛病吧? 喊啥喊, 我回头白了他们一眼, 亲弟站了起来, 跟着木乃伊一样指着我说道, 苏杨, 为了你, 我们差点连命都没有了, 必须加钱, 早知道这么危险, 我打死也不参加了。 人又没杀成, 加什么钱, 你还好意思说, 你要是混沟远一点, 咱们用得着成这样吗? 我立马回对了他一句, 人没杀, 是没成, 给你十一就算不错了, 还想加钱, 你没睡醒吧? 那我的汗把死了那么多只, 你怎么也得赔吧? 今天命连忙推开亲地, 伸手就要钱, 两人都包成粽子了, 好处是一点也不想落下, 他们差点丢了命, 当然想要敲竹竿拿上一笔。 滚滚滚, 懂不懂规矩, 如果是成了, 我给你们在家十一没问题, 但是是没成, 你们要个屁啊, 我是钱多, 但我不是人傻。 我将他们两个, 骂得狗血淋头, 不能惯着他们, 而且, 他们刚才一有事就直接跑了, 只是没跑掉而已。 失败了, 我还一身伤, 又死了这么多弟兄, 我还窝火呢, 你跟我提家钱, 你以为你是家钱居士啊? 就在我们争吵的时候, 突然天忆来电话了, 说让我回一趟孔明楼。 没多久车, 就到门口来接我们了, 来的人是唐灵, 见我们都跟着木乃伊一样, 差点没笑出声, 只不过我是老板, 他忍住了, 而且, 估计也怕惊天命和亲地揍他。 回到孔明楼后, 其他六人见到我也是皱紧了眉头, 天忆更是冷嘲热讽道, 让你别惹叶甲, 你偏要惹, 怎么样? 捅到马蜂窝了吧? 有事快说, 有屁快放。 我有点不耐烦地冷哼了一声, 失败了, 你倒挺会落井下石的, 要不是看在你是白苏苏的母亲, 我一块弄到床上去, 我可是老少皆宜的。 这时候, 另外一人将一把伞扔到了桌面上, 这就是主人给我们的任务。 看到那把伞, 我整个眼珠子都瞪得贼大, 因为这把伞就是千基伞, 速魂送回来了。 我连忙想上手, 但天忆却抽了我一下, 急什么, 听人讲完。 这把伞, 其实是一幅地图, 主人除了要我们还原这幅地图, 还要我们顺着地图去找一样东西。 天忆说到这个时候, 突然鼓了一下掌, 没多久就走进了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 天忆继续说道, 这个是鲁班后人, 他绝对可以破解千基伞的秘密, 到时候地图出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顺着地图去找我们要的东西了。 地图? 什么地图? 我连忙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寻找朱雀一族的地图, 他们有主人想要的南鸣离火。 天忆也不瞒我了, 毕竟都已经是自己人, 不过这个我也听张三丰说过了, 只是假装不知道。 我们一起去吗? 我问道, 张三丰想要南鸣离火炼丹, 而这种火只有朱雀一族有, 所以张三丰必须找他们, 现在千基伞已经到手, 他立刻就着手办了。 鲁班后人都已经找来了, 八大财团就是八大财团, 破解这个那只是时间问题。 不, 选两个人去, 然后带上大批高手, 至于谁去, 有主人决定。 说到寻找南鸣离火, 那我兴趣就来了, 之前做的梦师傅就跟南鸣离火有关, 说不定可以趁此机会找到师傅的下落。 我已经跟他失联了这么久, 按理说宝珠可以联系到他的, 可他却阴性全无, 到现在都没有出现。 如果梦境是真的, 那师傅极大可能是被南鸣离火给困住了, 但具体情况我不得而知, 得找到他才能清楚。 本来是很简单事情, 我只是想让他出马去找黑桃, 没想到胡仙的失踪反倒让事情更加地扑朔迷离了。 能主动申请吗? 我想去, 我开始毛遂自荐了起来。 李天摇了摇头, 不行, 主人说了算, 到时候谁去他自有定夺, 南鸣离火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有啥重要不重要的, 不就是炼丹吗? 方式那一套如果行, 徐福就不用外出去寻找蓬莱仙导来挣长生了。 炼丹长生, 简直就是笑话, 什么火都一样, 你要说解个毒, 治个病可能还行, 借助这个长生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可这几个人屎骨不化, 都是想长生之人, 我如果批判他们, 估计会陷入口舌之争, 所以我就沉默不打击他们了。 没多久之后, 我们七个又前往了那个小屋, 张三丰一直都在那里会见我们, 除了丹炉什么都没有的房间, 进去以后总感觉有点怪怪的。 他们如教徒一样前程跪着, 张三丰给了他们一切, 并且给了他们长生的希望, 他们估计都得当张三丰是神。 可我不以为然, 这个老家伙连说他自己是张三丰, 我都不信。 一群被洗脑的蠢才罢了, 不过至少跟着张三丰他们吃香喝辣的, 这点倒无容置疑, 不然凭这些大王朝已经泯灭的王族后裔, 估计有的还得进场打螺丝。 进去丹炉吧。 张三丰出来后突然对我们说道, 而那六个人跟畜生被赶进笼子一样, 乖乖地坐到了丹炉里面, 任人摆布。 这时候我才想起来, 今天好像是炼丹的日子, 之前张三丰就跟我说过, 每月的一号都炼丹。 说是炼丹, 其实就是炼人, 炼我们这些人。 关键是, 我们好像也没有多大损失, 也没有变成丹之类的, 只是出了丹炉后人有点虚, 整个身体好像被抽干了一样, 浑身大汗, 有一种说不清楚的难受, 不过身体很快就会恢复了。 这种炼丹法不知道出自哪里的, 有何作用, 不过秦朝的时候方式极其多, 什么炼丹的法子都有。 苏阳, 进去, 就差你了。 张三丰突然指着我说道, 因为其他六个人都进去了, 只剩我一个人傻站在原地等着。 张三丰眼睛直勾勾地瞪着我, 仿佛在问我搞什么费技。 事到如今, 只能如他所愿了, 有句老话说得好, 既然无法反抗, 那就享受。 我走进了写着我名字的丹顶里面, 跟上次一样, 张三丰如一个熟练的炼丹人, 开火大炼, 其他六个人好像都已经习惯了一样, 全部都闭目不语。 没多久, 也跟上次一样, 我仿佛进入了幻境里面, 不知道是不是丹炉太闷热缺氧, 所以导致我产生了幻觉。 这一次我见到的东西可多了, 除了我的麒麟, 我还见到了六条真龙, 恍恍惚惚惚, 不知道是真是假。 这时候, 我的脑海里有一个想法, 每一代的君主都是真龙天子, 代表了天, 那这些王朝后裔的血脉是不是也一样, 恋他们就等于恋天, 等同于恋真龙天子。 想到这里, 我不禁佩服张三丰的高明, 加上我, 难道就是真正的恋天了吗? 可这有什么用处吗? 我仿佛看到的都是幻觉, 麒麟也好, 真龙也好, 都跟做梦一样。 这里面的秘密, 让我抓心挠肺的, 我一定要查清楚, 张三丰所说的恋天, 总感觉里面有什么恐怖的东西。 而且, 只要拥有这个, 会成为一个极其厉害的人。 不然张三丰不会费尽心思, 千方百计将这些王朝血脉极其, 苦心几率多少年了? 恋丹的时间其实并不长, 而且我感觉, 你那六个人的身体, 如果时间太长会吃不消, 我爬出来的时候都是满头大汗, 身体虚弱, 不知道这死老头把我什么东西练走了。 我当年, 无法展示, 也没有虚成这样, 而且比上一次更加累了。 其他六个人, 情况更加糟糕, 爬出来就贪软在地了, 不过他们一点都不担心, 好像很有经验一样, 直接就原地休息了起来, 估计没多久就能恢复了。 主人, 成功了吗? 这么多次了, 还是不行吗? 天忆擦了擦额头的汗, 湿透的衣服, 将她徐娘伴老的身材凸显得更加完美, 高传的胸襟, 凌乱的头发, 这个女人一点都不像生过两个孩子, 白苏苏是她捡的吧? 有钱就是好, 保养得太年轻了。 张三丰摇了摇头, 不行, 还差一个, 就算多了一个麒麟, 也还是差一点, 莫非是八加一, 是九? 九是吉数, 那不是顺应天意了吗? 我偏偏就要缺一个, 所以一开始才找到八个人。 主人, 要不再找两个吧? 八个加这小子, 或许就成了。 李天连忙出着主意, 好像他们已经失败过了无数次一样, 以为加了, 我会成功, 但到头来, 还是失败了。 好, 我就听你一回话, 再找两个, 九个如果还不行, 那就说明, 这法子是错的, 有人骗了我。 张三丰同意了李天的话, 这让李天非常高兴, 被主人认同的感觉真好, 仿佛舔狗一样。 又要找两个加入财团吗? 那就成了九大财团了, 可王朝后裔, 真的会这么容易找吗? 而且, 越古老的王朝越难找, 有些后人都差不多死光了, 就算真找到了, 又如何得知他是不是真的?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外边传来了消息, 鲁班后人破解千机伞了, 他将千机伞拆了开来, 经过整合后, 做成了一幅地图。 这个地图, 我看一眼就知道是哪里了, 黄河。 可很奇怪, 地图标志的地方, 应该是朱雀一族的位置, 但为什么标志在谁里? 难道是住渔船上的? 捞尸人还是渔民? 黄河那边, 真的会有什么朱雀一族吗? 黄河那边, 我不怎么熟悉, 因为离我太远了, 小时候去过一次, 确实感觉到壮观。 主人, 这地图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标注着谁里? 天意极其不解, 他仔细研究着地图, 但也没有看出个所以然来。 就只是一张简单的黄河地图, 其实没啥用, 想要黄河地图哪里没有, 然后就是一些合理的标注, 但什么都没有写明, 谁也不知道怎么个意思。 鲁班后人说地图就是这样, 他并没有漏掉任何东西, 绝对是完整的地图, 千击伞已经被他完全破解了。 原地图就是这样的, 大家要是看不懂, 那他也没有办法了。 张三丰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 也没有质疑他, 毕竟鲁班后人绝不是浪得虚名的, 只不过张三丰赏了他一个勾找, 电光火势之间就抓断了他的咽喉, 血剑四方, 当场毙命。 有些人能不说话, 那就不要让他们说话, 尸体处理一下, 苏扬,天忆, 你们去一趟, 务必要将南门离火带回来, 其他人找另外两个王朝后裔, 明白吗? 张三丰擦了擦手上的血, 表情极其毒辣, 几乎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仿佛在杀一只鸡一样。 倒下的鲁班后人极其可怜, 我连他名字都不知道, 他的尸体就被拖走了, 至于用什么办法处理, 那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这些人杀人如麻, 这些事情绝对不会是第一次干了, 我好怕怕。 擦完血后, 张三丰的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然后拍了一下, 苏扬, 你刚刚进来八大财团, 不要让我失望, 也不要让我后悔, 昨天从叶家手里救了你。 我抬头看向了他, 为什么选我去? 南门离火, 如果对他很重要的话, 他就不应该选我去, 因为他不会这么快, 就完全相信我的, 相反其他的六个人则跟他那么久了, 而且极其忠诚。 张三丰语重心长地说道, 你比他们本事大, 此趟我隐隐约约觉得不简单, 你去最合适, 要什么人, 要多少钱随便你调配, 明天启程。 张三丰都这样说了, 那我也只能领命, 我甚至都想独自一人去, 带着天意还音向我拔道, 但想想还是闭嘴了, 天意不是去跟我搭档的, 而是张三丰派去监视我的, 至于为什么选这个女人, 其实我也不知道。 爱心觉罗是最后一个王朝的主人, 不过这个天意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什么亮眼的地方, 感觉就是一个普通人。 张三丰交代好一切后就走了, 我们等到恢复以后, 才慢慢地一个个离开, 天意让我明天早点, 黄河路不静, 早去早回。 我只是应了一声就离开了, 回到茶庄后想收拾一下, 明天启程去黄河, 可没想到刚刚到门口, 就被许多人突然出来用枪指着头, 看他们的衣服, 貌似是修罗的人。 修罗将军, 不讲究啊, 过河拆桥是不是? 立功升官, 然后就想宰了合伙人。 我知道是修罗来了, 然后故意说得很大声。 果不其然, 修罗突然带着一大帮手下, 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身后。 你小子可真眼, 居然背着我, 加入了八大财团, 你特么利用我是不是? 还说什么帮我立功, 我真是信了你这把嘴了。 修罗大怒, 茶庄比较偏僻, 基本周围都没人, 他拿出枪大摇大摆地指着我脑袋, 一副要杀了我的样子。 可我一点都不害怕, 反而嬉皮笑脸地说道, 修罗将军, 你说这话就有点上我心了, 黑市的功劳, 难道我没帮你吗? 怎么能说我骗你呢? 那又怎么样? 可跟你说的计划完全不一样, 你都加入八大财团了, 你跟我扯这个, 你真是个人才。 修罗不听解释, 隐约察觉到危机的他, 已经完全不信任我了, 转头我就投奔了对面家, 他怎么敢信我? 现在是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信。 我两手一摊, 非常无奈地说道, 计划赶不上变化吗? 我也不想的, 跟八大财团枯着跪着我加入, 我哪能拒绝呢? 成年人哪个能抵挡得住这样的诱惑? 好, 挺名正言顺的, 厉害, 厉害。 修罗笑了起来, 脸色开始变了, 杀气爆起, 是人都能感受得到他的愤怒, 敢耍我。 那老子就送你一程, 我不可能让自己昔日的人去对面, 懂吗? 卖我, 你就得死。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惊天命出现, 还有轻敌一众, 既然张三丰都说了人, 可以随便我挑, 那他们肯定是跟在我左右了, 虽然受了伤, 但也不妨碍他们的发挥, 毕竟都是生产队的驴, 我得物尽其用啊。 我让他们出来, 不是打架的, 而是纷纷举起了手机, 然后疯狂拍着。 闪光灯咔咔的响, 修罗立刻怒道, 你们干嘛? 别拍了, 你们想惹事是不是? 信不信我全部把你们拷走? 修罗将军, 你杀人爷, 这多劲爆啊, 我拍个视频上传抖音快手, 拿个热门不过分吧。 修罗将军, 你没事吧? 我们拍照也犯法吗? 我们都是打。 大的良民啊, 考我们干嘛? 修罗将军, 杀呀, 我们就撑个热闹, 嘿嘿。 哟, 这就是枪吗? 好怕怕, 我生平第一次见到枪也。 不对啊, 修罗将军的枪, 怎么对准了平民? 这是要干嘛啊? 惊天命这帮人一人一句, 修罗立刻气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其他手下立刻也愤怒地举起了枪, 然后对准了惊天命他们, 这般戏弄, 他们肯定咽不下这口气。 哎呀, 好害怕, 修罗将军杀良民了, 快来人啊, 我们好害怕。 他们一边拍, 一边喊了起来, 根本不怕对方手上的枪, 这帮人全是硬查, 怎么可能会害怕枪颜子? 还是修罗理智, 连忙按下了手下们的枪, 让他们别轻举妄动。 八大财团上面有人, 之前已经说过无数次了, 修罗如果乱杀人, 被抓住了把柄, 他遭祸。 因为这个, 是正当理由, 别人搞他还不容易。 这时候我伸出了双手说道, 修罗将军, 如果你有证据定我罪名, 可以把我拷走, 但如果没有, 请你离开, 就算是将军, 我也可以告你扰名, 现在这个时代, 人人平等, 别在我面前耍官威。 哼, 他有证据, 他有个屁, 我也是大, 大敌良民, 谁让他上次帮我洗白了? 过河拆桥, 谢莫杀驴, 可让我完明白了。 修罗面对我的话, 突然哑口无言了起来, 我现在能有什么罪证? 无论杀我还是考走我, 其实他都没有理由。 小子, 算你狠, 咱们走着瞧, 我看八大财团能保你多久? 修罗放弃了, 虽然愤怒, 但确实找不到杀我的理由。 这么多摄像头对着他, 他敢做什么? 除非把我们都杀了, 但这几乎不可能, 随便杀人, 那可能要把自己的前程全部搭进去, 修罗可没有那么傻, 他的一切来之不易, 不可能为了杀我, 什么都不管的。 修罗将军, 我还对他来了一句告别, 最后只换来了他狠狠一等, 直到他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修罗这家伙始终是个麻烦根, 如果能除掉他的话, 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他。 虽然跟他合作过, 但只是各取所需, 这家伙的人凭我信不过, 也从来没有欣赏过他。 他利用我, 我也利用他罢了, 现在各奔东西, 他想杀我了, 我迟早也得废了他, 不然不是他死, 就是我亡。 散了吧, 明天早点, 咱们出发去黄河。 我挥了挥手, 让他们各回的家, 各找个妈, 虽然没有怎么出手, 但我们好像也赢了, 幸亏修罗没有不讲道理, 硬考我走, 不然黄河之行可能要推迟了。 可能是面对这么多摄像头害怕了, 怕曝光, 所以那家伙怂了。 我一声令下, 他们全都走了, 然后等待明天的集合。 黄河此行不简单, 可能凶多吉少, 如果要南冰离火的话, 势必要跟那什么猪雀一族起冲突, 那些人如果厉害的话, 麻烦就大了。 他们掌握着南冰离火, 实力应该也不会弱。 临走的时候, 我去看了一下白菇, 白菇已经醒了, 不是医生的功劳, 是我请的太乙神镇。 那家伙治好了老乞丐, 所以我也请了他治白菇, 本来他要变成植物人的, 可太乙神镇有点牛皮, 居然也将他唤醒了。 加入八大财团好处多多, 不枉我挖空心思, 拼死拼活加入里面。 白菇身体还是有点虚弱, 见到我想从病床上坐起来, 但我按了他一下, 让他歇着, 跟我不用太客气。 白菇咳嗽了几声, 然后叹气道, 没想到我为苏家 尽心尽力这么多年, 最后居然是落得个如此下场。 唉,唏嘘啊。 苏毅就是个变态, 一直仗着自己的身份高高在上, 一副我很调的样子。 白菇根本就没有背叛苏家, 也没有放走苏魂, 他不分青红皂白, 冤枉好人, 直接将白菇打成重伤, 差点成了植物人。 没事,我已经帮你报仇了。 我说道, 白菇才醒来, 而且一直待在医院, 自然是不知道 苏毅已经惨死的事实。 白菇有些惊讶, 神,什么,什么意思? 我呵呵一笑, 苏毅死了,我杀的。 白菇吓得直接捂住了嘴巴, 久久不说话, 苏毅可是苏家长子, 我杀了苏毅, 那苏婷能放过我吗? 这,真的? 白菇仍旧不敢相信地问道。 我点了点头, 再次确定了这个事实, 苏毅现在估计头七都过了。 为了我吗? 白菇再次问道, 不然还能为了谁? 就算是死, 这个仇我也要替你报。 苏毅太不是人了。 我连声骂道, 这个畜生, 跟我的恩怨也挺多的, 反正我迟早也得宰了他。 白菇一听, 眼光泛红, 直接扑进了我的怀里, 谢谢。 说完后, 小声抽气着, 眼泪婆娑, 哭湿了我胸口一大片衣服。 我替苏家卖命这么多年, 没想到到头来, 只有你把我当人看。 白菇带着哭腔说着, 又伤心又感动, 杀苏毅意味着什么, 他比我更清楚。 我摸着他的头安慰道, 傻瓜, 我不疼你, 谁疼你, 苏家除了我, 哪里有什么好人。 情到深处自然是, 当然了, 我说的是流眼泪, 但如果不是他身体抱恙, 我估计这病房又得变成战场, 要炮火连天了。 尽管是这样, 我也抱着白菇好一会, 直到他情绪平稳, 停止哭泣为止。 我亲了他一下, 拉丝的那种, 然后说道, 明天我要去办点事, 我会让朱老九, 给你安排一个隐秘的地方治病, 苏婷应该很快就会知道, 我是凶手, 如果他找不到我, 必定会来找你, 所以, 必须先将你藏起来。 苏婷也不傻, 肯定知道, 事情是因白菇而起, 知道我是凶手后, 他找不到, 我就会第一时间搜刮白菇。 既然我为了白菇敢冒险杀苏毅, 那也一定会去救他。 去哪? 危险吗? 白菇突然体贴了起来, 说话的声音都温柔了几分。 我点了点头, 虽然情况不明, 但应该蛮危险的, 是去黄河找朱雀一族, 如果发生冲突, 还不知道, 事情会发展成什么样。 朱雀一族, 就是有朱雀胎记的人吗? 传闻他们一族的人, 出生就有朱雀胎记, 非常诡异。 白菇问道, 我连忙点头, 然后反问道, 你怎么知道, 你也听说过吗? 我不只听说过, 还见过。 白菇回忆了起来, 在我很小的时候, 苗寨来了两个人, 一男一女, 是两兄妹, 他们身上都有朱雀的胎记, 但妹妹身患重病, 他们是来求骨的, 患得不治之症, 只能用骨毒来压制。 能活一年是一年。 最后怎么样了? 我连忙问道, 没想到白菇 还跟朱雀一族的人有交集。 债主同意了, 给妹妹下了长鸣骨, 以骨毒压制病, 但是能活几年, 债主也不知道, 就当作好事了。 白菇说到这里的时候, 还提了另外一件事, 后来那哥哥为了报答我们, 给了一个朱雀令牌, 说以后, 有难凭着这个牌到黄河找他们, 他们必定尽全力帮助。 白菇还说, 朱雀令牌不大, 他一直都戴在身上, 就当护身服了。 不过在之前的衣服里面, 那满身血污的衣服, 他也不知道给换去哪里了, 现在穿的病号服。 等等, 你是苗寨继承人吗? 为什么令牌能到你手上? 我皱眉反问道。 这时候, 白菇的眼神突然黯淡了起来, 好像想起了什么伤心事, 那兄妹走后, 来了一个老头说要找他们, 债主死活不透露, 后来, 我们全族全部被杀了。 就剩我一个, 是苏婷和苏圣救了我。 苏婷和爷爷, 他们去苗江干什么? 这要巧吗? 白菇说到, 爷爷和苏婷到苗江的时候, 我就感觉事情有点不太对劲了。 这好端端的京都人, 去苗江干什么? 离那地方可是好远的, 而且那个年代, 交通还不算特别方便, 只能坐火车。 他们去苗江干什么? 那个老头又是谁? 我连忙问道。 白菇摇了摇头, 老头是谁我不知道, 但你爷爷和苏婷来苗江, 是为了做伞的, 一把能对付白仙的伞, 也就是后来的千基伞。 当时我还小, 是最后一个活口了, 幸亏你爷爷和苏婷及时赶到, 不然我就死在那个老头的手上了。 怪不得白菇对苏家忠心耿耿, 原来是救命之恩。 白菇一说到老头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张三丰, 这家伙一直都在寻找南明离火, 而南明离火只有朱雀一族手上有, 所以他顺着线索找到了苗江。 那老头长什么样子? 你还记得吗? 我又问道。 白菇还是摇了摇头, 他戴着面具, 根本看不见他的脸, 但他就跟个恶魔一样, 涂光, 我们全族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我现在还能做噩梦梦见他。 这个老头仿佛是白菇的心理阴影, 一说起来的时候, 他就浑身打颤, 眼看着全族被屠杀, 确实能成为一生的噩梦, 我急忙抱住了他, 让他镇定一点。 戴着面具? 那应该真是张三丰了, 这玩意一直不想露脸。 苏婷救了你, 你为他做牛做马, 也说得过去, 我爷爷救了你, 你以身相许, 那也没有什么毛病。 我突然就不内疚了, 虽然以前算坑了他上床, 还拿了衣。 血, 但这都是有因有果, 没错, 对我有好处的时候, 我就能用上因果关系了, 我们老六就是这样低念。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有心情开这种玩笑? 白骨娇称了一声, 拍打了一下我胸膛, 跟被小猫命挠了一下心脏似的, 急起痒痒。 言归正传, 那我爷爷在那里做出千鸡散了吗? 我再次问道, 这样看来, 那个所谓的张三丰就是纯吹牛批的, 千鸡散就是我爷爷单独做的, 也有可能苏婷搭了把手, 但绝对跟张三丰没有关系。 估计他想骗苏魂, 所以才这样说, 毕竟千鸡散在苏魂手上总得给个理由, 而且我爷爷已经死了, 根本死无对证。 并没有, 但有转折点, 后来那两兄妹闻声又赶回来了。 白骨说到这的时候叹了口气, 可已经迟了, 我们族人因为他们两个, 全族被图, 仅剩我一个。 而且, 到最后, 我们也没有出卖他们。 这两兄妹也算重情重义, 有恩必报, 为了报答苏圣和苏婷对我的救命之恩, 他们邀请这两人去他们的居住地, 那里有制作千鸡散的材料。 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突然有点惊讶, 千鸡散居然是去了朱雀一族那里完成的吗? 说来也是, 不然怎么会是朱雀一族的地图呢? 鲁班的后人曾经说过, 这千鸡散的散叶是一种极其罕见的材料制作成, 有点像神鸟的羽毛, 非常有韧性, 而且有一股力量隐藏其中, 怪不得上一代白仙的刺都无法穿透。 白骨还说, 本来它是要被朱雀一族收养的, 可是它们那边环境并不好, 给不了白骨更好的生活, 所以最后拜托苏家收养了白骨。 后面白骨被送回了苏家, 而苏廷和苏盛则去了朱雀一族的居住地, 白骨既不太轻了, 好像就是黄河一带的附近。 朱雀一族熟火, 祝黄河是为了压制体内的火性, 不然小的时候控制不住, 很容易闯下祸端。 天地无物, 相生相克, 除了僵尸, 基本上都离不开五行。 这是那个哥哥跟白骨说的, 可白骨再也没有见过她, 不知道她妹妹有没有还活着。 古毒实则是以毒攻毒, 强行压制体内的病, 但不是永久性的, 只能活几年算几年, 现在快二十年过去了, 如果还能活下去, 简直就是奇迹。 白骨说完后又叹着气, 估计想自己的家人了, 全族被图, 那还真是凄惨。 可谓童年阴影, 更唏嘘的是苏家也抛弃了她。 苏家也算她第二个家了吧? 这样被冤枉, 真是难受。 可有一个事实她必须接受, 但苏婷跟苏义可没把她当亲人, 始终是外人一个。 尽管是现代, 但苏家的等级制度也太严了, 苏义更是一个嚣张跋扈的二代。 别哀声叹气了, 等我回来, 我夺回苏家, 然后就让你回去。 我抚摸着她的发丝, 她的头发是白色的, 是那种自然白, 不是染的, 白骨好像有白化病, 但听她说, 是炼骨失败造成的, 骨虫千奇百怪, 身不可测, 要不是全族就剩她一个人, 她的造诣绝不仅此。 她的古族是非常古老的族群, 古术乃是古族古月, 方圆传下来的, 只是随着时光的变迁, 有些传承断了许多, 可他们的古群依然非常强大。 只是很遗憾, 他们遇到的对手太恐怖了, 那个老头绝对是白骨见到过最恐怖的人物, 屠杀他们古族根本不费吹灰之力。 古月方圆? 这名字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啊? 算了, 时间不早了, 我先去找你说的那个朱雀令牌吧。 我看了一眼时间, 已经快凌晨一点, 明天还得赶早。 白骨的衣服早就被换了下来, 那一身衣服又脏又破, 上面全是血污, 幸亏医院没扔, 我找了好久才找到。 衣服的口袋里面确实放着一个铜牌, 它的口袋设计得很精妙, 感觉关键时刻还能挡挡致命伤, 就放在心脏那个位置。 令牌并不大, 大概也就长五厘米, 宽三厘米左右, 是青铜所造, 有些老旧了, 上面刻有朱雀的图案, 有些精致, 不知道是哪个年代的产物。 我将这个令牌揣走了, 说不定去黄河能够帮得上忙, 那个妹妹可能已经挂了, 但她哥哥或许还活着, 按照年龄来算, 应该也就四十岁左右, 应该不会那么早死。 说不定看在这个令牌的份上, 她直接就把南鸣离火给我了, 这得省不少事, 毕竟当年白骨一族, 为了帮那两个人, 直接全族铺接了。 离开医院后, 我回茶庄睡了一觉, 就已经到门口了, 外面停着五辆车, 不过他这次倒挺低调的, 全是武林红光。 天忆穿着变装, 戴着墨镜, 化了一个淡妆就来了。 上车出发, 别磨蹭了, 时间就是金钱。 天忆朝我说道, 时间观念还挺强的, 是一点拖延症都没有, 有钱人估计都这样。 我随便收拾一下, 然后就跟着他们上车了, 武林红光就是牛, 你永远都无法猜得到 里面做了多少人。 青帝, 金天命, 唐灵, 还有那个死光头也在里面, 天忆坐到了副驾驶上, 然后大喊一声, 出发。 说实话, 出来混了这么久, 第一次这么有安全感, 这么多人, 而且都是高手, 我特么随便躺好吧。 武车人, 这得多能打, 把黄河端回来都行, 加入八大财团就是爽, 就是青帝和金天命, 敌青连肿的, 伤还没完全好, 但要开工了, 也得带伤上阵, 难民离火对张三丰非常重要, 所以不能有丝毫损失, 能带上的人都带上, 路上的旅途总是无聊的, 而车上沉默得可怕, 这帮人好像都是合作关系, 不算特别轻, 基本上都不说话, 偶尔能听到那个死和尚念两句阿弥陀佛, 但听着更加困了。 去黄河的路程特别遥远, 颠簸的路程可真是难熬, 为了打发困意, 我拿出了手机看着小视频, 还故意把声音放到最大, 也为了给其他人提神。 这一下, 大家都尴尬得满脸通红, 那和尚连忙闭眼无耳朵, 念着色就是空, 空就是色。 我有点看不过眼, 心说你装啥呀, 真正的得到高僧就应该坐怀不乱, 环色就是空, 空就是色, 越掩饰越逃避, 那就说明心乱了。 你看我, 只是当作一种艺术形式来看待, 说明我的道行比他高。 这个年代的和尚, 都有娶妻生子的, 谁还练童子功, 进去庙里工作, 还得本科以上, 别说我黑佛门, 怎么低, 佛祖还不渡本科以下呗。 天忆也是一阵脸红心跳, 虽说也不是什么小姑娘了, 但大庭广众之下, 听到这种声音, 未免也有些尴尬, 毕竟是女的。 酥, 羊, 天忆故意把尾音拉得特别长, 就是为了警告我。 还对我翻了翻白眼, 一副想揍我的模样。 行行行, 我不看行了吧, 一个个跟木头一样, 又不说话, 闷死了。 我只能把视频给关了, 瞬间安静下来的车厢, 这才正常了一点, 那和尚连忙双手和时, 不断念着经, 仿佛在请求佛祖原谅他, 听到了这么误会的东西。 说来也倒霉, 快到的时候, 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 而且还行雷闪电, 狂风乱吹。 从行运上面来说, 这算突遭状况, 算是不宜出门的征兆, 而且, 这样的路况, 行车非常危险, 于是我们找了一家旅馆住下了, 等雨停了再走也行。 旅馆是90年代那种旅馆, 但是挺大的, 而且干净整洁, 这里临近黄河, 也没有什么高档酒店, 我倒无所谓, 就是感觉有点委屈天意了, 他锦衣玉食习惯了, 住这种地方有点不太习惯, 可是条件艰难, 他也只能将就。 雨下得很大, 旅馆来了不少人避雨, 我们人多, 一下子就把剩下的房间全包了。 除了我们, 还有一伙人人数也不少, 听说是捞尸队的, 他们是往回赶, 我们是前去。 这些捞尸队的人一个个拉长着脸, 跟死了爹娘一样, 丧气得很。 我本以为是下雨耽误了他们生意, 所以才一副苦瓜脸, 可后来才知道, 原来不是, 他们是死人了。 捞尸队以前死亡率还挺高的, 因为捞死人可没有那么容易, 就算水性好, 也未必能吃这碗饭, 还得八字印。 水里的鞋饰可多着, 别说捞尸了, 就算钓个鱼也能被勾魂。 以前我村就有一个夜钓的, 突然看见水里面有女人喊救命, 她本来想下去救的, 幸亏被路过的人叫住了, 后来定睛一看, 水里什么都没有, 安静得很, 这才后怕地吓出一身冷汗。 后来再也不敢夜钓了, 晚上就跟那个叫住他的人一起去洗脚, 那样安全多, 最多被扫黄大队抓, 这是真事, 不是胡扯, 水里的鞋饰非常多, 捞尸就更危险了。 不过这几年科技发展迅速, 捞尸队的装备越来越好了, 基本没怎么死人, 出事率也越来越低, 不过黄河还是险, 捞尸得小心。 听他们出事了, 我们也是抱着好奇心打听着, 一开始他们还挺嘴言的, 毕竟现在捞尸队都是成立公司的, 乱说容易坏名声, 出事了基本上都是闭嘴不提, 可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而且天意也想知道黄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大雨滂沱, 又行雷闪电的, 也担心对我们的行程或者事情有影响。 给了几次钱后, 他们就开始忍不住了, 一咕噜全倒了出来。 本来他们捞尸队只是来捞尸的, 有人出事掉进了黄河, 家属出钱, 让他们过来捞。 可捞了三天毛都没有, 人不知道给冲哪去了, 但第四天却给捞出来了一幅棺材。 黄河鬼关多得很, 而且非常邪门, 有点惊艳的都知道怎么做, 祭拜一番后, 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 本身捞尸捞到棺材, 就是晦气的表现, 谁也不敢多留, 直接将棺材还了回去。 可是这是狠邪, 第二天捞尸的时候, 下水的五人全都没有上来, 绳索是好的, 而且下水的装备非常好, 上面有人看着, 就算出事也不可能一点动静没有。 可是那五人就是没有了, 跟消失在水里面一样, 连个尸体都没有飘上来。 本来是13人小队, 这下仅剩8人了, 队长感觉不对劲, 二话不说就带着人往回跑了, 这黄河太邪, 这钱实在是不敢再赚, 怕都得没命花。 早听说黄河鬼关恐怖, 老一代的人在黄河捞到棺材, 如果邪门的话, 当即就退役了, 上了岸再不下水, 毕竟小命重要。 以前他们不信, 现在信了, 他们捞尸队长叫黄乙, 说起这事的时候脸都煞白, 估计吓得不轻。 现代的捞尸队没有以前厉害, 都是靠装备, 遇到鞋士吓得屎都出来了。 我以为这事只是平平无奇的捞尸鞋士, 直到我上厕所的时候, 听到另外两个捞尸人在窃窃私语, 好像在说女尸什么的, 我这一听差点尿手上, 看来造鞋是事出有因的, 有人开关了。 如果捞到棺材, 然后祭拜一下就放回去, 那么这两个人怎么会知道是女尸呢? 而且, 一般这样做就不会造邪了, 很明显有人忍不住开了关。 我当即就把那两个人逮了出来质问, 他们仰着头问, 关我屁事。 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 完全没有想到事情的严重性。 没有意外, 我打了他们一顿, 哭得喊爹喊娘, 两人挺高大的, 都是一米八以上, 但联合起来也不是我的对手。 我一套闪电五连边抱锤他们, 一手掐着一个, 脖子都给我按子了, 口里直吐血。 等他们喘不过气来我才放手, 可没想到, 这两个废物大男人居然哭了起来, 又叫爹又喊娘的, 顿时引来了其他人。 其他的老师人以为我欺负他们的人, 当即就要报警, 可天忆为了不闹大, 直接稀释宁人了, 如果不是我们在执行任务, 这些人估计直接就被容了。 为了不出意外, 天忆直接忍了, 给了他们一些钱, 就当是医药费了。 本来我想弄清楚, 那两个人到底对棺材做了什么, 可是这样也不好办了。 只不过, 他们最后也没有什么好下场, 到了半夜的时候, 有人找上门来了。 我隐约记得, 大概凌晨四点的时候, 突然旅馆的门被疯狂敲着, 而且越来越急促, 随着敲门声的加大, 风雨也更加大了, 一个响雷将我吵醒, 其他人也不例外。 当然了, 最重要的不是风雨, 也不是响雷, 而是敲门声。 等我打开房门的时候, 外面已经站了一排, 金天命对我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 别吵, 有人来了。 说到这个人字的时候, 故意用了重音, 我自然也明白是怎么回事。 那玩意一靠近的时候, 大家估计都明白是什么来了。 没多久, 旅馆的伙计揉着眼给他开门了, 这时候进来一个男人, 他面无血色, 眼珠子反转着, 高挨脚, 长短手, 身体极度不平衡。 他确实是人, 但不是一个人, 而是五个人。 这个人, 其实是五个人拼劲而成的, 这也是为什么, 他高挨脚, 长短手的原因。 五个人的身份部分, 重新组建成了一个人, 但是身体是不平衡的。 这时候我才想起, 白天捞尸队所说的, 不见了下水五人, 这样一算, 好像齐了, 但又好像没齐。 五个人拼接成一个人上岸, 这分明是坐鞋了, 但是他们来这里干什么? 成院成鬼成尸, 坐鞋应该也是在水里造岁, 怎么追到旅馆来了? 他是来找那帮捞尸人的吗? 老板, 没房了, 住满了。 火鸡打了个哈欠, 因为下雨的缘故, 又来了我们这么多人, 还有那帮捞尸人, 旅馆虽然大, 但也爆满了。 可那个人并不应旅馆的伙计, 而是跟僵尸一样僵硬走着, 一步一步朝着楼梯走来, 他好像想上来找人。 老板, 我说了没房了, 你要躲雨, 就在这里坐一会吧, 不能随便上去的。 旅馆的伙计连忙阻止, 既然他没有开房, 那就不能上去, 怕惊扰其他的客人。 可那个人突然怒目原睁, 面目猙獰, 哇的一声, 跟僵尸一样发出一声怒吼, 直接掐住旅馆伙计的脖子提了起来, 旅馆伙计吓坏了, 连忙踢他挣扎着, 但毫无用处, 这个人仿佛力大无穷一样, 最后他狠狠把旅馆伙计摔在了地上, 摔得直吐鲜血, 然后晕厥了过去。 幸亏他晕过去了, 不然可能会遭受杀身之祸, 这时候那个人不再管他, 直接哒哒哒地走上了楼梯, 身体非常僵硬, 跟僵尸一样, 却及时拦住了他, 以他的本事, 灭一个这样的玩意, 绰绰有余, 但没有必要。 这些捞尸人必犯了禁忌, 坏了规矩, 有什么东西来索命了? 谁里的携谁里做, 上了岸还要你命的, 多半是你太过分了。 白天我们跟那些捞尸人闹僵了, 那就没有必要多管闲事, 没点眼力尽, 本来还能活的, 得罪了我那就去死吧。 我们缩回了房间, 然后探眼小心翼翼地看着, 那个人或许已经发现了我们, 但根本就不理会我们, 他的目标其实很明确, 就是要找那帮捞尸人。 他一个一个房间地敲着, 将所有捞尸都引了出来, 然后就开始出手了。 那些人捞尸人好像认识他, 不停叫着他的名字, 但是那以后是死人了, 而且是五个人拼凑出来的新尸体, 根本就没有意识叫他能有什么用。 他挥手就掐断了他们的脖子, 根本不费吹灰之力, 双眼心红,宛如恶鬼。 有些拼命逃跑着, 可这时候那个人倒不僵硬了, 跑得飞快,追上来就是贯穿后背, 那爪子跟尸爪一样, 又粒又硬,杀人极其方便。 最后,有一个倒在了我的房门前, 他想向我求救, 让我放他进去, 我认出来了, 就是今天在厕所里说女尸的那个人。 可我死活不开门, 他眼里满是绝望, 那个人一找掏腹, 将他肠子都直接掏了出来, 血花乱喷, 走廊里全是血和内脏, 还有各种器官, 场面非常残忍, 没想到这邪碎杀人这么猛, 比恶鬼还凶。 事不关节, 高高挂起, 今天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你不说, 还要我赔药费, 你特娘的真是个人才, 现在我可不想管了。 他死在我面前, 眼睛都闭不上, 极其凄惨, 眼神里满是绝望, 血都从门缝底下, 渗到我房间里来了。 这时候, 那个人突然就蹲了下来, 然后在尸体上摸索着, 他好像在找东西, 难道这个捞尸人 拿走了他什么东西, 他要找回来吗? 没多久他就找到了, 然后从口袋里掏了出来, 我定睛一看, 好像是一个令牌。 朱雀令牌, 跟白骨那个义母一样, 我认得。 难道说, 这个捞尸人摊财开关, 从里面摸出来了一个令牌, 所以才得罪了棺材里面的人。 棺材里的尸体, 莫非是朱雀一族的? 找上门来, 就是为了夺回令牌吧。 拿到令牌后, 杀光捞尸人, 他自己就走了。 我连忙跟上去, 因为有可能找到朱雀一族, 但出门一道闪电劈下来, 那个人直接就散了, 然后变成了五部分, 掉落在满是水的地面。 可很奇怪, 令牌不见了。 破碎的尸体散落在雨中, 刚才他明明拿着朱雀令牌的, 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 这时说来也奇怪, 令牌一不见, 风雨马上就停了, 雷也消失了, 仿佛一切都是因这个而起。 呼风唤雨, 湿薄之术, 那棺材里的东西不简单。 这时候, 金天命背着手出现在我的背后, 望着散开了乌云的天空, 他默默说着。 对于诗, 无人比他更清楚, 诗也有大能耐, 鬼有鬼仙, 诗有诗仙, 呼风唤雨的诗, 不知道已经修到何种程度了, 就算是人也能难做到这种程度。 还有那个令牌, 明显是与朱雀一族有关的, 黄河鬼关里面葬的, 莫非是朱雀一族的人。 水葬比较少见, 除非是死者生前有要求, 比如, 有些人死后, 让亲人朋友将骨灰洒入大海, 或者做成烟花放上天空的。 还有一种, 可能就是尸体有异样者, 或者特殊人群, 这个朱雀一族自然不属于普通人。 旅馆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很快就有人报警了, 没多久条子将旅馆围了起来, 因为那些捞诗人死得太惨了, 这个案子惊动了一些高层, 我还以为避免不了麻烦, 要给带去路口供, 但没想到第二天, 我们一样走了, 只留下其他人被带去了警察局。 此时, 天忆邪媚一笑, 仿佛条子里面有他的人一样, 八大财团就是牛, 不过人不是我们杀的, 压根与我们没有关系, 所以走也问题不大。 雨一停, 我们马上启程, 几辆武林红光继续前往黄河, 已经离目的地不远了, 只是突然下雨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昨晚发生的事情, 你怎么一直忧心忡忡? 天忆坐在副驾驶上, 转着玉戒指, 发现了我一直皱眉看着窗外, 仿佛在思考着什么。 没什么, 昨晚没睡好。 我什么都没跟天忆说, 南鸣离火, 我要自己踹。 虽然南鸣离火对我没有什么用处, 但我也不想给张三丰, 或者拿下来当筹码也行, 这个臭老头这么需要南鸣离火, 威胁他根本问题不大。 所以, 关于令牌的事, 我是一点都没有透露, 这东西对于整件事来说非常重要, 令牌对朱雀一族来说有特殊意义。 今天明跟我说了, 黄河之下可能有失线, 昨晚你难道没有线索吗? 天忆好像不相信我, 转头盯着我的眼睛看。 我摇了摇头, 真没发现什么。 我追出去的时候, 那博师已经散落一地了, 什么都没有。 天忆只好不再追问, 车厢恢复了安静, 车子一路颠簸地往前开。 到了黄河以后, 已经是中午一点多了, 我们找了一个民宿住了下来, 整顿一下后, 我们决定先休息, 先熟悉一下环境再说。 到了晚上的时候, 天忆叫来了民宿老板, 他是当地人, 叫老黄, 今年58岁, 人干干瘦瘦地, 开个民宿收入还不错。 天忆拿出了千积散还原的地图, 然后指了标注的几个地方问他道, 黄老板, 这地图标注的地方属于黄河哪里? 老黄脱了一下眼镜, 然后仔细描了几眼说道, 这几下标注都是黄河最险的地方, 你们要去干嘛? 最近黄河死了人, 捞尸队下水也死了五个, 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冒险了。 天忆问这个, 只是想知道这几处有没有住人或者船之类的, 没想到老黄直接就扼杀了他的想法, 既然是最险的几处, 那自然是不可能有人的, 再说了, 哪有人住谁里的? 天忆收起了地图, 然后又问道, 你们这黄河一带, 有没有人跟朱雀有关呢? 老黄一听, 立马就愣住了, 一脸猛逼地问道, 啊? 什么? 朱雀? 啊? 算了, 这样说吧, 有没有一族之类的人出现在黄河附近一带? 天忆不死心, 变着法子问, 老黄把头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没有, 没听说过, 你们都是干啥的呀? 怎么问这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老黄表情开始变了, 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们, 我们人又多, 看上去不像是来旅游的, 问的话又稀奇古怪, 很难不让人起一心犯嘀咕。 可这个老黄, 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天忆也懒得跟他纠缠, 连忙挥挥手, 让他离开了。 这下轮到天忆犯难了, 这地图从理论上来说屁用没用, 就是把目标定在了黄河而已, 可黄河也不是小地方, 想要找出朱雀一族极其困难。 这时候, 那和尚突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对天忆说道, 你说, 这地图标注的意思会不会是在水里? 天忆一听, 不可置信地看着和尚, 大光头, 你没事吧? 人能住水里吗? 又不是美人鱼? 想想确实不太可能, 人怎么可能住水里? 而且, 这是黄河, 又不是大海。 我这不是猜测吗? 不然他为什么要这样标注呢? 和尚拍着大光头, 呵呵笑道, 但却引来了天忆的白眼, 仿佛在问他, 很好笑吗? 说人在水里, 你怕是把脑干留在佛祖那里没带来。 和尚自讨没趣, 连忙闭嘴了, 一副难堪的样子, 可他的话却引起了我的注意, 人是不可能住水里的, 但有可能标注的这几个地方藏了什么东西, 比如见朱雀一族的信物之类。 或者, 动了那个标注地方后, 朱雀一族的人会出现。 天忆不是混着藏的, 嗅觉非常迟钝, 甚至说啥也不懂, 和尚是白挨一顿白眼了, 张三丰让我来是对的。 可我不说, 与他同行, 等于带了一个监视器, 他是张三丰派来监视我的, 这里他最没用, 完全不用跟他说什么。 这时候, 天忆继续指挥众人说道, 现在你们在黄河附近到处打听一下, 天黑之后回来, 看能不能有什么线索, 这个地图怕是没什么卵用了。 是, 老板。 所有人立刻离开了民宿, 然后到处打听朱雀一族的下落, 只能用这种蠢办法一点一点搜查了, 但朱雀一族不是傻子, 怎么可能会被人随便追查到, 天忆此举, 就是徒劳无功。 苏杨, 你不去吗? 天忆见我盯着他看, 因为屋里只剩我们两个人, 所以他有点浑身不自在。 我特么也是八大财团, 我凭啥做跑腿的工作呀。 我立刻不满了起来, 可就在这个时候, 我身上有什么东西震动了起来, 我连忙往背包一摸, 发现是宝珠。 天忆不知道是什么, 冷哼一声嘀咕道, 男人也玩电动玩具, 真变态, 我还以为只有女的喜欢这玩意。 我也懒得管天忆了, 连忙赶回了自己的房间, 然后拿出了师父给的宝珠。 师父, 是你吗? 听不听得到? 我连忙对宝珠说着, 失联了这么久, 终于能联系上了吗? 狐仙果然在黄河, 之前是因为太远, 所以无法联系得上吗? 下黄河? 黄河神宫? 狐仙的话从宝珠上传来, 但很小声, 而且有些微弱, 就跟手机信号不太好一样。 黄河神宫? 师父, 你在水下面? 你到底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 我连忙问着一连串的问题, 但是已经没有回应了, 宝珠暗淡了下来, 恢复了平静, 无论我怎么摇晃和怎么喊都没用, 它是一点零都不显了。 怎么回事? 为什么明明联系上了, 但只说了一句话? 我真想把这个宝珠砸了, 要你何用? 还什么宝物? 还不如一个苹果十四? 不过狐仙留下的一句话, 也不算没有用, 至少他说白了, 让我下去。 黄河神宫? 难道黄河下面, 真的有什么宫殿之类的吗? 黄河虽然大, 但有这种东西的话, 我感觉就有点扯淡了。 可无论怎么样, 黄河这一趟我是下定了, 之前河上的话, 只是让我猜测一下, 但这一次, 仿佛爷爷在地图上标注的地方, 是另有用意。 或许, 水下面真有人, 如果狐仙所说的, 这个黄河神宫是存在的。 我连忙想找天意商量一下, 然后大家一起下水, 就找地图标注的这几个地方。 可我刚刚出房门, 突然就有人捂住我的嘴巴, 然后又将我拱回了房间, 不是一个, 而是两个人, 还是女人? 亲儿, 子福。 我看着眼前两个前突后撬的美人, 突然有些惊讶。 不是,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恐怕不是在做梦吧。 子福不是回去找人报仇了吗? 还说要跟苏家来个你死我活, 誓死要给他姐妹报仇? 怎么来了黄河? 嘘, 别大声。 子福连忙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 示意我别嚷嚷, 小心被别人听到。 我顿时就笑出了声, 然后说道, 你紧张什么, 跟做贼一样, 这里能有什么不安全的? 嚷嚷就嚷嚷呗。 这民宿人不多, 一大半都是让我们给包了, 再说了, 我人强马壮, 我还能怕谁? 我就算在门前大小便, 我估计也没人敢管我。 你们已经给人盯上了, 还乐呵什么, 给我老实点。 轻而连忙骂道, 他有点高了, 而且对我急凶, 四姐妹就他没拿下了。 有人盯上我们了? 谁啊? 我一脸猛逼, 黄河还有什么恶势力不成? 朱雀一族, 你们人太多了, 而且全都是一身本领的人, 进来就得被注意。 子福连忙关上门, 这时候觉得安全一点, 他才松了一口气。 这里是人家的地盘, 你以为大张旗鼓地来找别人, 别人会不知道吗? 强龙不压地头蛇, 你们太高调了。 子福没好气地说着, 但他好像说得对, 天忆一进来就问这个问那个, 还让所有人去问, 这不纯纯打草惊蛇了吗? 你们知道朱雀一族在哪? 我连忙朝子福问道。 可子福和青儿都摇了摇头, 并且说出了一句 让我极其震惊的话, 他们也是来找朱雀一族的。 这我就有点搞不懂啊, 既然他们也没有找到, 那为何说朱雀一族 已经盯上我们了? 还有, 他们为什么也来找朱雀一族? 青儿这时候突然从口袋里 掏出一个塑料袋, 塑料袋摊开以后, 发现里面是一些灰烬, 灰烬很硬, 不知道是什么烧成的。 这是南明离火烧的, 这个民宿四个方向都有, 甚至有离昼。 青儿说道, 南明离火? 我一下子来了精神, 连忙研究着这些灰烬, 这些灰烬好像有什么力量一样, 放到民宿四个方向的话, 肯定是有何作用? 这是用来风六教的, 我一下子想明白了过来, 土风六感, 灰风六绝, 黎昼树火, 阴阳醉旺, 也可作风印之能。 封了我们六感, 那他们监视我们, 我们这边的人就发现不了。 这就是子福说, 我们早就被别人盯上的原因, 但我们被封住了六感, 所以没有发现别人监视我们。 用的是南明离火, 所以监视我们的人是朱雀一族, 怪不得这两姐妹会这样说, 既然他们来了, 那不是天大的好事吗? 我来个反杀, 岂不完美? 别想了, 你们在别人的监视之下, 还怎么去反抓别人? 只会打草惊蛇。 子福连忙提醒我, 但他说的确实对, 我们本来是想主动出击去找人的, 没想到却成了被动。 可是朱雀一族, 如果真的已经现身了的话, 那对我来说, 其实是一件好事。 对了, 你埋黄河干什么? 我这时候才突然想起这个问题, 他们现在不是, 应该在苏家跟苏婷拼命吗? 轻而说, 预感到了大姐会在这里, 所以我们就来了, 只要找到大姐, 那苏婷就白口莫辩, 他就是杀人凶手。 子福的话, 让我想起了轻而之前的本事, 那回在商场的时候, 他就可以预感到别人的死亡, 我原以为他, 只是有类似于死神的能力, 但没想到, 他还能预感到这个。 京都离黄河非常远, 当日苏婷如若杀他, 他是如何逃到黄河的? 又为什么要逃到黄河? 这是我非常费解的地方, 黑桃如果逃生了的话, 那可以去的地方非常多, 又或者直接回家就行, 为什么要来黄河? 可胡仙找黑桃也来了这里, 这让我不得不相信子福的话, 黑桃真的来了黄河吗? 他为什么要来这里? 清儿摇了摇头, 我也不清楚, 我只是预感到了大姐会在这里, 其他的都没有头绪。 现在有黑桃和朱雀一族两个谜团, 我们都乱得脑子跟江湖一样, 谁也不知道黑桃为什么在苏婷追杀的情况下, 逃到了黄河, 远离京都的黄河。 可有三个对我比较好的消息, 一个是胡仙来的消息, 虽然比较短, 只有一句话, 但是可以确定他就在这里。 第二个黑桃没有死, 他也在这里, 胡仙就是找他找来了这里, 然后不知道遇到了什么困难, 没办法脱身了。 第三个就是朱雀一族已经出现, 而且发现了我们并且开始监视。 事情仿佛变得扑朔迷离了起来, 但也开始有趣了。 我最想知道的是, 爷爷当年来这里是怎么做成的千基伞, 地图标注的几处地方又是什么意思? 黄河底下真的有黄河神功吗? 听说过黄河神功吗? 我突然朝清儿和子福问道, 既然我们的目标一致, 那就是可以合作的。 再说了, 胡仙也是为了找黑桃, 才失踪于此。 所以我们要合力将黑桃还有胡仙找出来。 清儿在四姐妹中是最博学多才的, 她说自己在古书中有见过这样的描述, 黄河知水天上来, 天上知谁有神功。 可黄河毕竟是谁里, 有神功这话有点扯, 也就神话故事中出现一下, 意思是龙王爷的宫殿, 可黄河哪有什么神功? 我说这个容易, 有还是没有, 咱们下一趟水就成了。 我有一个计划, 我带领其他人下水, 而清儿和子福两姐妹则在周边观察, 我相信朱雀一族肯定还会出现的, 只要他们出现, 清儿和子福就抓住他们, 一举两得。 这个计划还算可行, 清儿和子福当即就同意了, 只要能找出黑桃, 他们肯定跟我合作。 现在白铃已经惨死, 找出黑桃是当务之急。 我看了下, 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四点, 还有两个多小时, 太阳可能就要下山了, 黄河邪门, 如果要下水的话, 希望能在天黑之前。 我开始召集其他人回来了, 天忆有点不解, 连忙问我搞什么飞机, 这么早就放弃找朱雀一族了吗? 这太阳都还没下山? 这时候, 我指了指地图上面的标注说道, 这几个地方, 我们下水查一下。 苏杨, 你不会真觉得, 人能在水下生活吧? 天忆皱眉看着我, 他误解我的意思了, 谁也没说标注的几个地方, 藏着朱雀一族啊。 有人没人另说, 但既然地图已经标注了, 极大可能有什么东西在那里, 不然我爷爷为什么做记号? 这地图绝不是无用之物。 天忆也不傻, 被我这样一说, 发觉也还是蛮有道理的。 那你们快去快回, 希望可以带回来好消息。 天忆说道, 得到天忆的同意后, 我们立马启程, 因为天可能马上就要黑了, 黄河不但水险, 而且怪事多, 我们不得不小心一点。 黄河水非常壮观, 来到标注的几个地方后, 我们开始勘查水矿, 还有在商量, 应该派谁下去? 标注的地方一共有五处, 民宿老板老黄没有说错, 都是比较显的水袋, 现在不管本事如何, 赎水性的人优先了。 那和尚挺英勇的, 居然自告奋勇要下水, 其他人一开始都微微诺诺的, 都不太想下水冒险, 后来只能加钱了, 不然调不动他们的积极性, 全是老油条, 一帮极其难缠的家伙。 经过一番商量, 和尚, 惊天命, 还有两个女的, 一个叫莫斯, 一个碧获。 这个莫斯就是个神婆, 年龄也不小了, 有大概五十岁左右, 但他说, 自己以前跟外婆住过一段时间黄河, 水性也不错。 碧获是个毒娘子, 用毒高手, 实力不在唐龄之下, 他也非常输水性。 五个地方, 只有四个人敢下, 我本来是想替亲弟下水的, 可这家伙死活不干, 说要命不要钱, 这黄河以前淹死的人不计其数, 下面估计全是尸骨, 邪门得很。 你法力高强, 你在岸上厉害而已, 你下了水, 你连符都用不了, 亲弟百般拒绝, 这家伙嘴皮子特别厉害, 一旦上战场就怂了, 判官招挑狗也好过招踏, 有一说一。 实在没有办法了, 只能我自己来, 不然会有一处无人下。 而且时间越来越紧, 一看已经五点了, 六点就天黑, 我也没有时间跟他磨迹了, 干脆自己下。 黄河这种大河, 我没有下过, 但以前我在农村, 没少偷跑去游泳, 水性还算不赖, 直定地点后, 在身上绑了绳子, 就往下跳。 黄河的水非常凉, 下去我就打了个哆嗦, 这天没黑水就透骨, 含得让人心颤。 水虽然急, 但是身上绑了紧绳, 如果不行摇晃绳子, 上面的人怎么着, 也会将你拉上来, 所以不用担心, 而且绳子又粗又韧, 正常情况下不会断的。 下了水后, 我直接往下沉, 水中是藏不了东西的, 唯一的可能就是水下。 水太急了, 费了好大的劲, 才钻到了水底, 我自己都不知道下了多深。 到了底后, 我手如铁钩, 直接就往沙下探, 虽然在水里不好用力, 但我也能勉强钻沙掏底。 可是, 等我手完全没入的时候, 突然就好像有一双手抓住了我的手, 非常冰冷, 而且一股寒意, 马上传遍了我全身。 我立刻抽了出来, 如果水里遇到鬼怪, 实力再强也很难用出来, 能避就避, 避不了再杀。 手抽出来后, 安然无恙, 但刚才的感觉, 却给我一股冰冷的寒意, 那只手就在沙底下。 我突然有一股想将它挖出来的冲动, 于是双手开始不停地挖水底沙, 挖了一会, 沙就变成泥了, 但泥里面露出了一幅棺材的边角。 棺材吗? 难道说, 所谓的标注点是棺材所葬处? 在水里棺材太重了, 而且泥这么多, 我一个人恐怕挖不出来, 得上去找人帮忙了。 我刚想转身走, 突然脚好像被什么拉住了一样, 可我一回头, 什么都没有。 更诡异的是, 那幅藏在你底下的棺材居然全部浮现在我的面前了。 那幅大红棺材既不下沉也不上升, 它竖着, 就那样静静飘在我的面前, 好像棺材里的东西在跟我对视。 鬼关?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这两个字, 黄河下面捞上来的棺材不计其数, 其中鬼关也不少, 这种棺材非常邪门, 捞上来要第一时间祭拜一下, 然后迅速扔回原地, 不然轻则重病在床, 重则家破人亡。 遇到鬼关, 我也不想跟其纠缠, 下水太久了, 我想上去先, 氧气瓶也看不了多久了, 希望这副鬼关不要不识好歹, 如果惹急了我, 我要你好看。 可就在这个时候, 鬼关突然发出了枝鸦的声音, 明明是在水里, 但是却极其清晰, 好像声音是故意在你耳朵里放一样。 棺材盖慢慢在打开, 可很奇怪, 水不入关, 仿佛关内有避水珠一样。 棺材打开以后, 我清楚地看见了里面的尸体。 是一具女尸, 而且保存得相当完美, 容颜不化, 尸身不腐不烂, 看着她的脸, 我惊呼了一声, 这不女鬼弟吗? 鬼弟的尸身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不是说她是什么不足的人吗? 再说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尸身不腐, 下次见到她, 要问一下才行。 周围的水, 开始咕噜咕噜响着, 好像沸腾了一样, 棺材里的尸身睁开了眼睛, 跟活人一样看着我。 这玩意话鬼了这么年我, 尸首不会对我有什么不好的想法吧? 可话虽这样说, 总感觉棺材里的尸身有股煞意, 这可不是善意的东西。 我不敢与之对视, 水里很多东西不方便, 而且太邪了, 万一中了幻觉就有点麻烦, 我连忙转头继续游, 先上去再说。 爷爷标注的地方居然是一幅棺材, 而且棺材里的尸身更加让我震惊, 居然是鬼弟! 这是跟傅长生一个时代的人, 上哪找的尸身? 我游了很大一会, 才发现有点不对劲, 因为按照时间来算, 这回应该上岸了, 可我始终到不了水面。 我心里咯噔一声, 坏了, 这玩意终究还是对我下手了, 她不想让我上去。 就在我回头看棺材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一件惊悚的事情, 棺材里的女士不见了。 随之而来的, 就是呼的一声, 好像一巴掌伤我氧气罩上了, 然后我的氧气罩立刻崩裂, 这还不止, 接着又是一爪子, 我的氧气瓶也没了, 瞬间爆裂。 女士游荡在我的周围, 发出了嬉戏的怪笑, 可她的表情始终如一, 没有露出任何笑容。 鬼滴的尸身居然攻击我了, 我可是你的长生, GDR, 你在搞什么飞机? 失去氧气瓶的我在水中, 顿时增加了几分危险, 不过幸亏, 我有胡仙给的宝珠, 这玩意可以避水, 但我是第一次用, 有些生疏, 也是呛了好几口才能完全使用。 心念咒语, 将宝珠紧拽手中, 周围的水立刻荡漾开去, 与我不沾身, 也没有呼吸困难的情况, 可与水中自由行动, 无拘无束, 但也还是有点考验水性。 既然鬼滴的尸身对我不敬, 那也休怪我无情了, 看来不搞定他, 我是上不去这个水面了。 水中造邪, 对于他这种东西, 水里邪碎来说易如反掌, 必须将其除灭方可。 我双掌开合, 以上方水神之咒守绝, 直接打向了鬼滴尸身。 他长发突然跟树藤一样不断生长, 然后全部朝我缠了过来, 想将我围住。 水神之咒波动, 双掌发热, 周围荡漾出我的法力, 瞬间将围上来的头发全部毁掉, 那些头发散落后, 全部变成恶心的虫子在水中蠕动着。 破了他的邪法, 我立马游身上前, 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 谁知他伸长舌头变得极齿有余, 锋利无比, 直接戳向了我的心头, 想让我穿心而死。 我另外一只手, 马上双指夹住, 将其长舌扯掉, 那玩意跟腐烂的肉条一样, 一脱离尸身, 立刻化成了蛆虫。 还敢反抗? 我一掌风天印, 打在了他天灵盖上, 他立马不动了, 我手掐他脖子, 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往上游。 现在倒好, 棺材也不用管了, 直接带着尸身上去。 这尸始终没鬼地强, 几招就把他给解决了, 当然了, 这还得归功于, 我有狐足宝珠的情况下, 不避水的话, 我又没有氧气瓶, 估计第一时间只有跑的份, 根本没有对付女士的功夫。 人始终是人, 在水里很难发挥, 面对水中鬼怪, 基本上只能逃。 女士被我所降服, 靠着宝珠的避水, 我也几乎毫发无损, 我摇了一下绳子, 然后游了上去, 上面的人也在把我往上拉, 没一会, 一人一尸就上了岸。 其他人见我上来后, 连忙帮忙, 亲弟见到女士尤为惊讶, 因为她是认得鬼地的, 因曹地府唯一一位女鬼地。 这尸身, 你从何得来? 亲弟连忙问道, 黄河之下居然埋着鬼地的尸身。 我抹了妈脸上的水滴说道, 标注的水下有一幅棺材, 棺材里放的就是它, 我给擒上来了。 我话音一落, 突然被带上来的鬼地尸身变成了骷髅, 见到阳光后, 尸身慢慢退去, 连同衣服也一起化成了尘土, 只剩下一幅骷髅架子。 我们都很惊讶, 不过想想, 这种东西应该是不能见光或者离开水里的, 大意了。 用你判官笔, 请鬼地上来重不重? 或许就清楚了, 为什么他的尸身会在黄河底下? 大哥, 我什么身份啊? 我何德何能请鬼地? 你在逗我吧。 亲帝无语了, 鬼地不是谁都能请的, 虽然他有判官笔, 但以他的身份给人家擦擦鞋还差不多。 如果鬼地不现身给的说法, 现在变成骷髅架子的尸身已经给不出任何答案了。 太阳已经慢慢下山, 其他几个人还没上来, 除了我, 其他的都还在水下, 也没有摇绳子呼救。 大概二十分钟左右, 今天命上来了, 他身上好像受了伤, 衣服也破了, 整个人极其狼狈, 氧气瓶没有了, 氧气罩只有一半, 上来后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 因为他是自己游上来的, 身上绑着的绳子早已经断了, 而且是他上来之后别人才发现的, 也就是说他极其可能会交代在下面, 幸亏他脱险上来了。 怎么样? 下面有什么? 你遇到了什么危险? 我们都连忙凑过去问他。 今天命灌了几口烈酒暖的一下身子, 才慌张地说道, 棺材, 有一副棺材, 你猜棺材里面的玩意是什么? 是什么快说啊, 你叽叽歪歪什么? 他的话将所有人的好奇都勾了起来, 轻得忍不住了, 直接叼了他一句, 真想再次把他踹下河。 今天命这才回答道, 一个人身蛇手的女人。 人身蛇手? 蛇妖吗? 棺材里葬的是蛇妖? 其中一个人赶忙问道, 其他人发出惊呼, 没想到这黄河这么邪, 居然还有葬蛇妖的, 我那个是鬼地的尸身, 而今天命那个居然是蛇妖。 可这时候我却摇了摇头, 不, 绝对不是蛇妖。 不是蛇妖。 那人身蛇尾不是蛇妖是什么? 大家不解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这分明就是修行的蛇妖, 而且能画出半人形了。 很简单, 如果是蛇妖的话, 死了必画出圆形, 那棺材里的应该是蛇, 而不是半人半蛇的妖物。 我若有所思地回答着, 大家这才恍然大悟, 因为我说的确实在理, 妖身的时候才是人形, 死了不管道横多高, 都是会画出圆形的。 那是什么? 众人开始皱眉冥想, 想猜出棺材里的到底是什么玩意? 不用猜了, 只有一种可能, 那里面的应该是女娲后人。 我说道, 如果棺材是女娲后人的话, 我突然有点担心了起来, 不会是黑桃吧? 找来这么久, 他人还是死掉了吗? 把尸体捞上来, 我们一起下去。 我连忙说道, 只有这样的话才能知道是不是黑桃。 可这时候, 金天命却摇了摇头, 打开棺材的时候, 这玩意跟僵尸一样, 猛得很, 现在可能已经跑了。 幸亏我没事上来了, 差点就被他给吃了。 金天命手下没有汗拔帮忙, 他的实力就一般了, 甚至还没轻地厉害, 但如果有许多汗拔助阵, 那他的实力不容小觑。 这样说来, 金天命的棺材跟我一样, 都是鬼关, 里面的东西凶得很。 我突然猜测, 会不会其他三个人也是棺材, 而且, 我有不好的预感, 会不会是我们挖出棺材, 将里面不好的东西放了出来。 我这个还好, 毕竟将它捞上来了, 而且已经变成骷髅了, 再凶也只能到此为止。 可是金天命那个, 虽然没有杀死它, 但已经逃掉了, 女娲后人变成室友多凶, 我无法想象。 而且还是在水里, 很多人都拿它, 没有什么办法。 我重新下水去看了一遍, 确实有一幅棺材, 但已经是空棺了, 里面的东西不翼而飞, 不知道去哪了, 不会真是黑桃吧? 找不到尸体, 我只能游了上去, 但是天已经黑了, 最重要的是, 其他三人没有回来, 和尚, 还有莫斯和壁伙, 按照刚才的凶险程度推算, 他们三个可能出事了。 这回其他人没法逃避了, 不管怎么样, 同伴出事了, 一定要下水救一下, 不然我就站在道德的最高点上谴责他们。 本来那三个人的身上都是有绑着绳子的, 但是绳子都断了, 拉上来是另一段的断头, 很明显水下有危险。 大家都穿戴上装备, 然后一一跳下了水, 朝着标注的地方游去。 可是很奇怪, 那三个人连尸身都没有找到, 而那三个标注的地方上也是分别有一幅棺材, 一共三幅, 但是棺材里的尸身也不见了。 除了我, 其他四人都没有把尸身带上来, 有三人可能还把自己给搭上了, 黄河水很急, 一旦出事, 尸体都不知道给冲到哪里去了, 最关键的是, 绑身上的绳子一段就等同于失联了, 谁也就不了你, 氧气也有限, 你能在水底待多久啊? 可是八点的时候有奇迹出现了, 一个光头从水面浮了上来, 它浑身是伤, 氧气瓶和氧气罩都烂了, 浮上来的时间已经昏迷, 我们连忙将它救了上来, 但其他两个女的则一直没有见身影, 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嘎了。 越晚黄河水越凉, 越晚也越斜, 风吹过的时候, 周围都感觉阴风阵阵的。 我们不敢久待, 一群人抬着和尚回了民宿。 和尚虽然昏迷, 但没什么大碍, 估计第二天就能醒了。 天一间我们除了抬一具骷髅回来以外, 别无收获, 甚至还折损了两人, 伤了一人, 顿时有些忧虑了起来。 这黄河处处凶险, 朱雀一族隐藏其中, 我们得耗到什么时候, 才能找到他们。 我让他别急, 事情虽然进展不多, 但也算有一点眉目了, 至少证明了, 我爷爷的地图没有乱标注, 那几个地方都是棺材。 而且藏的人都非常奇特, 一定有别的用意, 或许跟朱雀一族还有关系, 也不好说。 天一叹了口气, 说但愿如此了, 虽然来黄河才一天, 但他的眼皮一直在跳, 总有不好的预感。 这黄河啊, 绝对是个是非之地, 希望能速战速决。 忙了一天, 我们都各自回去睡觉了, 没有一个人忧心莫思和壁祸, 他们好像是合作关系一样, 都没有什么感情, 能做的都做了, 是死是活, 基本上高高挂起, 跟自己无关。 我也下水过, 也经历过凶险, 他们两个女的遇到什么, 我大约能猜得出来, 棺材里面的东西很凶, 他们在水里对付不了, 所以, 极大可能已经嘎了。 就是不知道棺材里都放着谁, 我的是鬼弟, 今天命的是女娲后人, 其他三副棺材呢。 到了半夜的时候, 我想出去找子福他们, 因为之前就跟他们商量好了, 我去下水查看, 他们去找隐藏在周围的猪雀一族, 因为我们已经被监视, 猪雀一族肯定全程盯着我们。 可是子福和青儿一直没有露头, 我周围找了一圈, 也没有瞧见他们, 不知道他们去哪了。 最后无奈地回来睡觉了, 我也忙了一天, 实在有些困乏, 下水是重力火。 可是一回到房间, 我就闻到了一股血腥味, 而且有人在里面。 谁? 出来! 我连忙高喝了一声。 嘘, 别吵, 是我。 一个身影从床底钻了出来, 我连忙开灯, 这才反正是青儿。 青儿满身是血, 娇喘一声倒在了我的怀里, 她是想站起来的, 但无奈太虚弱了, 身上全是伤, 而且有股胶味, 皮肤好像被火烧过一样。 你怎么了? 子福呢? 我连忙扶住了她, 然后问着发生了什么事。 可青儿根本扶不起来了, 身体一软, 直接倒了下去, 好像受了非常重的伤。 猪雀一族, 他们抓住了子福, 我们被发现了, 只有我逃掉。 青儿虚弱地说着, 有气无力的一句话后, 人立马昏了过去, 怎么叫都不行了, 她浑身都是血, 而且还沾我一手, 这个猪雀一族, 看来有点狠, 不止出手狠, 本事也非常大, 不然不可能将青儿打成这样, 还勤了子福。 我连忙关上门给青儿治伤, 我将她的衣服全部撕了下来, 然后给雪白的铜体上药, 虽然这个行为不太好, 但是她真的是遍体鳞伤, 我只能这样做。 而且还是烧伤, 不及时处理的话, 会留疤痕, 还会有生命危险。 我是一个证人君子, 绝不会占别人便宜的, 如果他醒来有意见, 我的身体也可以给他看, 这样我们就扯平了。 伤口虽然止住了, 但他还是有点发烧, 手脚冰凉, 我连忙抱着他睡, 给他制造温度, 我本身就是个暖男, 而且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可睡到半夜的时候, 突然有人就给了我一个大嘴巴子, 我还以为青儿醒了扇我, 可没想到是床边站着一个骷髅, 他诡异地露着白牙, 好像在对我笑, 另外一只手插着腰, 跟活人一样。 这个骷髅, 不是白天我捞上来的鬼地吗? 给青儿扇也就算了, 这骷髅算个什么事? 我凭啥挨他一巴掌? 唉,不对啊, 他怎么还能活了呢? 因为已经变成骷髅的缘故, 所以没人看守他, 这大半夜活过来骚扰我。 大胆妖念, 敢动你爷爷我, 你以为你是白骨精啊? 老子今晚非得把你拆了。 我突然一个抱起, 然后一掌机向了骷髅, 可这玩意居然会避开, 一下子后退了好几步, 而且速度奇快。 是我, 我回魂了。 骷髅居然会说话了, 而且声音怎么那么熟悉? 鬼滴? 我有些惊讶, 变成骷髅了还能回魂。 怎么回事? 他无端端地怎么回魂了? 这时候, 骷髅上下看着, 虽然看不见他的表情, 但却感觉他极其不满。 虽然回魂了, 但这身体太磕沉了点吧, 都剩一副白骨了。 废话, 姑奶奶, 你都死多少年了, 那不是白骨吗? 我没好气地说着, 不是白骨才不正常吧? 话说你尸身怎么会在黄河呢? 你家人把你葬在下面呢? 我连忙问正事, 鬼滴突然回魂, 那不是天助我也吗? 可骷髅却挥了挥手, 不知道, 管他呢, 我反正也找自己肉身很久了, 现在好不容易有肉身, 我不得爽个够。 我眼睛一瞇, 心说, 你压得到底想干什么? 不会是个变态吧? 都这个样子了, 你要怎么爽? 我劝你压得, 最好不要乱来。 先生, 我等你这么多年,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实体, 咱们, 要不? 我拒绝, 我连忙做了一个阻挡他的手势。 你以为我是泰迪吗? 日天日地日空气, 你一个骷髅架子, 你跟我说个屁。 我都还没说, 你拒绝什么? 不用说, 反正我拒绝。 还要说吗? 恋爱脑能干什么? 我不管, 我好想抱抱你, 我要轻轻, 拉丝那种, 那骷髅二话不说, 直接扑了过来, 静大得很, 跟之前水底下的尸体 判若两人, 鬼地回魂这妖牛吗? 我被一个猝不及防 压到了地上, 砰的一声, 发出了一声巨响。 那骷髅二话不说, 直接轻了过来, 我宁死不从, 你连舌头都没有, 你拉什么丝? 你是鬼地, 你冷静一点。 我今生是苏养, 也不是傅长生啊。 就在这个时候, 轻儿醒了, 那一声巨响 将它彻底唤醒了过来。 一副不敢相信的眼神看着我, 大半夜跟一个女骷髅抱在一起, 这放到历史上 也是相当炸裂的。 她知道我变态, 但没想到, 我会这么变态。 轻儿, 你听我说, 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我想解释, 但是骷髅却突然变成了 高冷女王犯, 直接站起来俯视着轻儿, 然后说道, 你又是谁? 为何跟她睡在一起? 跟她, 睡在一起。 轻儿被一提醒, 这才发现不对劲, 自己明显是被动过的, 衣服都换了。 她的身体里面还是空的。 你不要误会, 我只是给你疗伤, 其他的什么都没做。 我再次解释, 可骷髅却故意添油加醋道, 不怪你, 救她一命, 总得以身相许吧。 不然救她干嘛? 我擦了, 你个绿茶, 这不是推我入火坑, 献我于不意吗? 素, 羊。 轻儿大怒, 连忙起身要打我, 可是她已经受了伤, 身体还虚弱得很, 两巴掌都没扇到我, 反而被我按在了床檐边。 冷静点, 现在不是内讧的时候, 子服还就不救了。 还有你大姐, 我是救你, 没有你想象中的那种画面, 女人在我眼中都是粉骷髅, 根本没有什么不同, 你思想太肮脏了, 以你现在的想法, 医生都得当场退役。 我软硬兼施, 轻儿敌不过我, 也说不过我, 只能服软了。 她甩开我, 坐在一旁不吭声, 四姐妹三个出事了, 只留她一个, 她心情也非常不好。 行了, 你也别拱火了。 我连忙朝骷髅呵斥道, 这鬼弟就是绿茶, 但凡跟我有点关系的女人, 她都想隔音走。 骷髅也只好不说话了, 估计怕我生气, 现在局势非常紧张, 我没空跟她儿女情长, 但她还是对亲儿敌意很大, 我不再, 估计都能把亲儿吃了。 她回魂也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想来缠着我, 她鬼弟的身份, 不能随便上来阳间, 现在回魂倒是方便了。 鬼弟我问你, 为什么你的肉身会在黄河? 我一本正经地问着, 现在正是要紧, 因为骷髅太松了, 我没情趣, 呸, 我没兴趣。 我真不知道。 骷髅摊了摊手, 一副非常认真的样子, 等我在阴间有点实力的时候, 已经无法寻回尸身了, 准确地来说是, 无法取得和尸身的联系。 那为什么, 你现在可以回魂? 我又问道。 很简单啊, 尸身出现, 我又感应得到了, 以我现在的实力, 随便回魂, 只要不被阎王知道, 就可以, 嘻嘻。 鬼帝一副做贼的样子, 好像他回魂也不是非常合规矩。 这样说来, 鬼帝的尸身是被封印住了, 将他带上来后, 封印解除, 所以他就能感应得到尸身的存在, 从而回魂。 封印有可能是棺材, 也有可能是黄河, 具体还不清楚。 问题是, 谁将鬼帝的尸身封印在了黄河? 用处是什么? 而且, 这是连本尊自己都不知道, 这人胆子可真大, 那可是鬼帝的尸身。 还有今天命的那幅棺材, 居然是女娲后人? 这都是猪雀一族做的吗? 还是另有其人? 清儿, 猪雀一族的人你知道在哪吗? 他们抓住了子福什么目的? 我连忙朝清儿问道, 现在的问题关键, 好像就是猪雀一族, 找到他们, 或许很多难题都迎刃而解了, 现在我们还有两个人没找到, 生死未卜。 知道, 我跟子福就是跟踪他们, 所以才失手被擒获的, 猪雀一族的人很强大, 我跟子福居然完全不是对手。 清儿说到这个时候, 突然握紧了拳头, 女娲一族居然处处受陷, 简直太窝囊了, 是他们的血脉太稀薄了吗? 还是本事下降, 一代不如一代? 有意思, 我倒要看看, 是谁敢不问自取我的尸身? 猪雀一族是吗? 女帝突然冷冷地说着, 一股杀气油然而生, 回魂后果然将这骷髅身子上升了一个高度。 鬼帝要加入, 我们一起去找猪雀一族了吗? 这感情好啊, 就是能不能变得深什么的, 这骷髅身体看着有点惊悚啊, 行走的白骨, 跟个白骨筋一样, 本来抱着轻儿睡得好好的, 见到一个骷髅站旁边, 差点吓软了。 可鬼帝自己也没有办法, 回魂骷髅身体就是骷髅, 本来就是尸身, 是死的, 如何变化? 轻儿推开了门, 说我们还有时间在讨论这个, 子福被抓生死不明, 如果不快点, 可能要出事。 轻儿说得对, 猪雀一族还不知道是好是坏, 万一将子福给那个, 那就完蛋了, 这事已早不宜迟, 而且鬼帝就在这, 怕个毛线。 我暂时不通知其他人, 原因无他, 我想独自占有难民离火, 还有就是并未确定, 目标就是猪雀一族, 不用将那么多人打草惊蛇。 轻儿带着我们往黄河下游走, 越走越偏僻, 离民宿也越来越远, 走十几分钟后, 周围人都没有一个了。 本来这周边的住户就不多, 黄河流域以前还人多一点, 现在大部分都搬了。 轻儿说起了当时的情况, 我们一帮人下水以后, 没多久就有三个人过来监视我们了, 这三个人鬼鬼祟祟的, 还利用之前的竖法下咒, 屏蔽了周围人的无感。 轻儿和子福马上就意识到了什么, 这不就是猪雀一族的人吗? 可子福太急了, 一动身就被那三个所洞察, 他们撒腿就跑, 跑的时候就是这个方向。 子福和轻儿一激动, 也马上追了上去, 追到偏僻深处的时候, 这三个人突然回头停了下来。 一共两男一女, 他们的年纪不大, 大概二十几岁左右, 穿着渔民的服饰, 实力不低, 会火咒, 身手敏捷, 又力大无穷, 两个男的用鱼叉, 那个女的用斧头。 三个人二话不说, 直接围攻子福和轻儿, 交手不多时, 他们被打得节节败退, 这三个人的火咒, 跟其他人不一样, 非常猛, 而且掌心藏火, 愤怒的时候满身通红, 虽然穿着衣服, 但是能隐隐约约见到一些斑纹, 好像身体皮肤有什么图案一样。 最后子福被擒, 轻儿重伤逃了出来, 虽然轻儿从来没有见过南明离火, 但如此厉害的火法, 应该就是朱雀一族了。 按照轻儿的说法, 确实应该就是朱雀一族, 不然普通的火咒, 根本无法重伤轻儿, 而且三打二, 对面也占了便宜。 希望他们不是太坏, 不然子福就凶多吉少了, 如果更坏, 那就先, 算了, 不说了。 轻儿虽然知道他们往这边跑了, 但根本不知道他们具体落脚在哪里, 住哪里, 那三个人也是聪明人, 知道在此决胜负, 就是故意不把自己的居住处暴露, 不过这里人烟稀少, 能查的户数不多, 最多我们一家家的查。 不远处就有一户小屋, 面积不大, 大概二十多平方左右, 灯已经灭了, 现在已经深夜, 去敲人家窗户, 不知道合不合适。 可子福危在旦夕, 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我敲着小屋的门, 然后让七儿去后窗, 等开门的时候, 七儿就进去。 没多久就有一个老伯, 来开门了, 年纪看上去有七十左右, 睁着朦胧的双眼看向我, 估计是在睡梦中被我吵醒的, 他好奇地打量着我, 然后问我有什么事。 这时候, 七儿已经强行扒开窗出去了, 可随后就听见屋内发出一声尖叫, 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 老伯闻声连忙赶了进去, 我也跟着追进去, 但好像没什么大事, 就是七儿突然闯进去, 吓到了一个小女孩了。 那个小女孩, 估计是老伯的孙女, 被吓得尖叫着, 然后躲在被窝里不敢出来。 老伯连忙上前抱住了女孩安抚道, 音音, 别怕, 别怕, 爷爷在。 随后老伯立刻对我们生气地吼道, 你们谁啊, 这大半夜的, 为什么闯进我们家, 都把我孙女吓得够呛了, 赶紧滚, 不然我报警了。 轻儿此时对我摇了摇头, 意思是没有发现什么, 应该是普通居民。 抱歉啊, 弄错了, 我们这就走。 我连忙道歉, 然后打算退出去, 一个老人, 一个孩子, 那可不惊吓, 等下全吓出毛病了, 我得负责任的。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骷髅跳了出来, 然后盯着小女孩的脑袋看。 爷爷, 呜呜呜呜, 鬼。 小女孩吓猛逼了, 哪见过活骷髅, 对着老伯就哇哇大哭, 那老头也没见过这玩意啊, 连忙下的手脚颤抖, 但还是紧紧抱住了孩子, 然后故作壮胆地喊道, 奶来的, 妖孽, 赶紧滚回河里去, 不然, 不然我不客气了。 那老伯还以为骷髅是河里爬上来的鬼怪, 连忙警告他, 虽然他也一点办法都没有。 是吗? 你要怎么对付我呢? 嘿嘿嘿。 骷髅笑了起来, 而且极其阴森, 一排整齐的牙齿滋着, 普通人看得能吓得魂飞魄散, 跟西游记里的白骨精一样, 白骨精还变成了美女, 她是没个人形啊。 老伯急了, 他虽然害怕, 但为了保护孙女, 直接就要跟骷髅拼命。 可他怎么可能是鬼弟的对手, 就算是回魂, 那他也是鬼弟。 啪的一声, 他不费吹灰之力, 就抓住了老伯的手, 让其无论如何都无法动弹。 鬼弟, 别玩拖了。 我连忙劝告鬼弟, 本以为他只是贪玩吓唬一下老头和孩子, 没想到真动手了。 可我的话根本不起作用, 鬼弟不但没有收手, 反而张大着嘴巴, 一口将老伯的手臂给咬下来了, 速度奇快, 下口奇狠, 一条血淋淋的手臂就这样, 让他咬了下来, 温热的血甚至撒在了小女孩的脸上, 场面极度的残暴, 这个小女孩应该一辈子都会做这个噩梦, 此阴影永远都挥之不去。 等等, 你特喵的, 你再舔那个血, 还一脸的音效, 是什么意思? 那小女孩根本没有想象中的害怕, 反而舔着脸上的血, 嘴角发出了迷人的坏笑。 不对, 她舌头怎么那么长? 脸上的血, 鼻子的血, 下巴的血也能舔到。 厉害啊, 用神语伪装也骗不过你们, 你们到底是何方神圣? 小女孩突然发出了阴冷的话语, 那个倒下的老伯伸出了另外七只手, 虽然断了一条手臂, 但还有七条, 然后趴在了地上, 跟螃蟹一样横着。 合腰吗? 为什么我完全感觉不到他们的腰气? 腰也好, 鬼也罢, 从来都没有像过这次那么真, 而且一点腰气不露的, 幸亏鬼弟弟发现了。 老伯露出真面目后, 那小女孩也紧跟随后, 立刻撕开人皮, 变成了丑陋的鱼形, 满身都是鱼鳞, 但是却长得人脚, 我也无法说清楚, 她是个什么玩意, 本来小女孩还长得极其可爱的, 现在看见真面目想吐。 合腰居然住岸上? 不可能, 肯定有人养。 你们主人是谁? 是不是朱雀一族? 我立马高声喝道,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虽然没有直接找到朱雀一族, 但遇到了两合腰和鬼, 并且应该跟朱雀一族有关。 一般水里的妖鬼不会上岸的, 水里修行的上来会功利减半, 上来就只有一个理由, 那就是有人养着。 妾, 想着能把你们忽悠走的, 没想到居然得看穿了, 那就怪你们倒霉吧, 老子开吃了。 那螃蟹一脸猙獰, 虽然下面是螃蟹身, 可上面是人头和人脸, 那七条也不知道是腿还是手, 突然爆发出肌肉, 然后举起了整张床, 狠狠地朝我们砸来。 我一拳贯穿床身, 然后爆裂床体, 顿时木头四分五裂, 我踏步向前, 一记雷掌打在了螃蟹的身上, 雷浮万化, 浮如重击, 如蜘蛛网一样凝结, 直接将螃蟹打飞了出去, 然后砸穿屋子, 滚到了外面。 吃我吗? 你肚子怕没有这个福气。 我冷哼了一声。 小小和妖, 不足挂齿。 可打飞螃蟹怪以后, 它身上掉下了一根羽毛, 我捡起来一看, 发现这种羽毛光泽非常鲜亮, 而且有股力量若隐若现, 仿佛活的一样。 一根羽毛给人的感觉都是活的, 那羽毛的主人该有多厉害。 这是什么鸟的羽毛? 我们之所以分辨不出它们是妖, 就是因为这个吗? 其他一个鱼怪也扑了过来, 估计想趁机偷袭我, 轻而立即出手, 力量如拳涌, 双掌猛击, 力大无穷, 鱼怪一声哀嚎, 跟螃蟹一样撞破屋子飞了出去。 这两个虾兵蟹将还真的不够塞牙, 螃蟹和鱼怪知道遇到狠人了, 连滚带爬的想要逃跑, 可我们好不容易才遇到一点线索, 怎么可能让它们跑掉? 不知道何时, 骷髅已经绕到了它们的后面, 然后笑嘻嘻地说道, 去哪呀? 我好久没吃海鲜了, 不如你们凑一过? 不对, 你们是河里的, 应该叫河仙。 一鱼一泻, 见骷髅挡路, 连忙展开殊死搏斗, 但那可是鬼地, 三两下就把它们打翻在地了, 它们也算倒霉, 居然遇到了我们。 你到底是什么玩意啊? 一个骷髅怎么如此能打? 那螃蟹八条腿, 直接给鬼地干到了只有一条, 成了金鲲独立了。 淡战也站不稳, 被打得浑身是伤, 别看鬼地只是骷髅, 但那白骨爪破它腰身简简单单, 不费吹灰之力。 无奈鬼神大地, 而等区区小怪, 连给我刷经验都不够, 十句地交出朱雀一族, 不然的话, 拿你们来打火锅, 感动我的尸身, 他们可真是活腻了。 你们恐怕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鬼地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而且, 他人擅自动他尸身, 害他找了那么多年都找不到, 他有理还不宰了你们。 你们太小看我们了, 成王败寇, 我们不是你们的对手, 要杀要寡, 吸听尊便。 螃蟹挺有傲气的, 伸长脖子宁死不屈, 看来还真是朱雀一族养的玩意, 不然不会这么忠心, 腰虽然斜, 但有灵质, 跟我们养的宠物一样, 养好了彼人忠心。 可他话音一落, 我就一刀把他的头给剁了下来, 他连哀嚎都没有发出来, 就倒地了, 然后化成圆形, 变成了一只超大的螃蟹。 这螃蟹少说, 有一百斤, 我一辈子也没有见过一百斤的螃蟹, 里面不知道有多少蟹黄, 应该修行挺久了, 但跟我们比, 只能算小妖小怪。 而且, 妖修行的方式很极端, 要么吸取天地灵气, 行善积德, 成为万中无一的灵妖, 但要有慧根, 有天赋, 不然修行极其缓慢。 一旦成妖, 修行慢是非常危险的, 妖也会杀你, 吃你, 还有各种婴人, 喊着想要除魔的口号来收你, 所以, 除非是天赋非常高的, 比如白狐这种, 不然一般都是第二种。 第二种, 就是嗜血修行, 杀人吞噬, 吸取精血和精气, 靠害人修炼。 这两只妖, 估计也没怎么杀人, 所以, 修的妖力并不强。 鱼怪见螃蟹瞬间倒地, 死得极其凄惨, 咕噜一声, 吞咽了一下口水, 明显是怕了。 大意凛然的话谁都会说, 可当靠近死亡的时候, 是生物都会恐惧。 你刚才也听见了, 是他要我杀他的, 我这辈子没见别人提过这种要求, 到你了, 你怎么说? 我看向了鱼怪, 这玩意是真敌丑, 那螃蟹虽然猙獰, 但也能看得下眼, 可这鱼怪满身丑陋的鱼鳞不说, 脑袋也是扁平的, 脸也丑, 我都想把他做成鱼罐头了。 我, 带你们去见朱雀一族, 你们会放了我吗? 鱼怪害怕了, 有点屈服的意思, 但他不信任我们, 好像在试探。 当然, 你有本无恩怨, 我们来寻朱雀一族, 与你无关, 你带个路就行。 我让他放宽心, 我苏杨绝不是滥杀无辜之辈, 说一就是一, 说二也是一。 好, 我带你们去见朱雀一族, 但你们别杀我, 散发着恶臭的鱼腥味。 行, 你赶紧的, 我保证不杀你。 我连忙点头。 赶紧不了, 鱼怪看了看天说道, 还没有到时候, 还差一更天, 乌云遮心, 河水倒流的时候, 才可以。 乌云遮心, 河水倒流? 前面那句还有可能, 后面那句可能吗? 这可是黄河。 我看了一下时间, 已经是凌晨三点了, 要四点多才可以吗? 鱼怪说的可以, 又是什么回事? 那朱雀一族才出现吗? 可鱼怪没有骗我们, 四点四十四分四十四秒的时候, 一朵乌云, 遮住了黄河上空的一颗星, 突然起了雾, 然后有一处的河水特别怪异, 开始倒流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艘船朝我们驶了过来, 然后鱼怪跟他朝首, 他就停在了岸边。 船夫没有头的, 他长着江, 船头站着两只人, 好像并不是猪雀一族。 这地方真是邪得可怕, 无头船夫撑船, 指人引路, 这让我想起了黄泉。 走啊, 怕什么? 骷髅第一个跳上了船, 他可高兴了, 他又不怕死, 跟出来玩一样, 老子跟亲儿自然要忌惮一点, 鬼知道这个鱼怪会不会赢我们一手。 可光看也看不出什么, 无头船夫不会说话, 站船上跟木头一样, 阴风阵阵, 船头的指人好像在笑。 上去吧, 搭这个船, 可以去到那个地方, 朱雀一族就在那里。 鱼怪对我们说着, 然后指着船, 事到如今, 为了救子福也得去了。 我拎着鱼怪, 然后上了船, 鱼怪不敢反抗, 他在我们手里, 就跟一只小鸡仔似的。 开船吧, 没人了。 鱼怪对无头船夫说道, 那无头船夫这才开始撑船, 在倒流的黄河中, 船居然可以慢慢向前走, 牛顿来了, 也得下一愣。 不过不是整条黄河都倒流, 只是某一处而已, 好像被人施法了一样。 这船开着开着, 就有点不太对劲了, 仿佛进入了某种结界一样, 风越来越大, 但就是吹不散船上的雾, 周边的环境开始慢慢变化, 好像这里是黄河, 好像又不是。 这里是哪里? 我踢了一脚给鱼怪, 让他回答, 如果对他和蔼可亲, 估计他就没有这么主动了。 结界, 上古结界, 听闻是朱雀留下的, 但是不是我也不知道。 鱼怪缩了缩脑袋, 可能害怕我继续揍他, 我刀斩螃蟹的一幕, 他估计粒粒在目, 心里都产生阴影了, 我现在就是一个暴力的形象, 他很怕我。 上古结界? 有多古? 朱雀? 不过如此宏大的结界, 还真不是现代人能不出来的, 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似的。 周围的环境变了以后, 船越开越快, 无头船夫疯狂划着桨木, 那两个指人突然燃烧了起来, 但我能听见他们的哭声。 指人不是活的, 但是里面有魂, 这船是靠着燃烧魂而行驶, 然后再进入鱼怪所说的那个结界。 哭的不是指人, 而是魂, 这种方法堪称残忍, 而且付出这样的代价, 不可能不收取你报酬, 但是上船至今, 那无头船夫都没有向我们收取过任何东西。 哎, 我们搭船要给什么吗? 我连忙朝鱼怪问道。 鱼怪连忙摇着头, 不用, 这是专门去结界的船, 给什么? 不用给。 不用给。 呵呵, 你可真会忽悠, 你当我傻的吗? 不过我并未拆穿它, 就让它先演着吧。 船突然高速前进了起来, 周围的一切在高速倒退, 转花缭乱, 倒退的途中, 我看见了符咒, 很多人还有各种画面。 屠戮的村庄, 可怕的诅咒, 血流成河, 尸骨成山。 燃烧的火焰, 如吞噬世间的噩梦, 悲惨的哭声, 倒下的生命。 这些画面不断重叠, 冲刷, 在高速的行驶中一冲而过, 然后倒退。 我瞬间扶着船吐了起来, 轻而也是, 鬼地连忙点了我的眉心, 一道阴气驱散脑子的阴霾, 然后身体才渐渐好转了。 不要看, 穿越节节的时候, 能看到以前的画面, 信息太多, 会让你极其不舒服, 脑子一下子无法承受。 鬼地收回鬼力, 放下双指说道, 那你怎么没事? 只有我跟亲儿有事? 我不解地问道。 鬼地昂头自信地说道, 不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我现在没有脑子。 我? 也帮我一下, 我也看到了, 好晕, 我想吐。 亲儿的依然没有缓解, 人极其难受, 比真正的运传都难受。 才不要? 骷髅双手抱胸, 面对亲儿, 即使他是骷髅之身, 也能感觉到道气高傲清冷的态度。 你又不是我的长生哥哥, 我为什么要帮你? 一会叫先生, 一会叫哥哥, 你们到底什么关系? 亲儿一人瞅一眼, 不知道我怎么会认识一具骷髅, 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是鬼地。 你管我, 先是先生后世哥, 明天才会爱我咯。 骷髅可不待见亲儿, 甚至对他有敌意, 就算是一伸手的事, 他也不愿意帮忙。 这时候船停了下来, 刚才的一切仿佛消失了一样。 而且, 这里好像也不再是黄河, 但我们明明是在黄河行驶, 不可能脱离黄河的。 岸边的对面全是谷屋, 虽然不算豪华, 但却古香古色跟江南之乡一样, 仿佛来到了另外一个国度, 这里的水河也极其平静, 里面的世界吗? 谁这要牛批, 居然能布下如此厉害的结界? 这简直就是偷天换日。 我能感受得到符咒的存在, 周围的一切都有能量在波动, 而岸边的房子黑乎乎的, 估计都在睡觉, 我数了一下, 至少有38栋房屋, 起码有上百人, 甚至更多。 这就是朱雀一族的根据地吗? 我终于找到了, 原来这帮人躲在结界里面, 怪不得就算外界有人想找他们, 也找不到。 鱼怪突然一下子就窜上了岸, 那边一下子大意了。 别跑! 青儿连忙把腿就追, 虽然他把我们带到了这里, 但很多事情只有他才知道, 现在还不是放他的时候。 可就在这个时候, 无头船夫突然挡在了我们的面前, 他这回开口说话了, 原来不是不能说话, 只是他不说。 乘船给钱, 你们还没有付我报酬。 无头船夫说道, 他没有脑袋, 声音好像是屁股里面发出来的, 有点诡异。 要多少钱? 我连忙问道, 着急追鱼怪呢, 反正我不差钱, 一人十年寿命, 不过他虽然没有头, 但是正面朝向了骷髅, 然后补了一句, 你就不用了, 但是不可能白时, 你给我几根肋骨吧, 我回去熬汤喝。 他嫌弃鬼地没寿命, 只能要几条肋骨了, 可他没有头怎么喝, 从屁股里面灌进来吗? 想想这玩意也是个人才, 我服了。 搭个船要我十年寿命, 你没事吧? 你这样跟抢有什么分别? 青儿自然不服气, 也不愿意, 刚才上船你不说。 不, 是好过去抢, 你不给, 就算是神仙, 也休想离开我这船。 无头船夫还挺嚣张的, 居然敢说这种话, 但他不是吹牛, 确实有这个资本。 这无头船夫可真是凶狠, 说不给他报仇, 就算鬼神来了, 也不能走, 而且开口, 就是要我们十年寿命。 那鱼怪怎么不用给, 我们就是他带上船的。 青儿指着鱼怪逃跑的方向说着, 这王八蛋可真狡猾, 以为他害怕了, 没想到留了一手。 他是朱雀一族的妖, 早与我签了协议。 你们是外人, 做我黄河百度人的船, 那自然是要给报仇的, 想白嫖。 无头船夫冷哼了一声, 仿佛要放火了一样, 他双掌升起, 突然周围所有的水痘, 聚拢了上来, 然后高筑起水墙, 结结发出恐怖的光芒, 好像要将我们碾压成尘埃, 这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供这船夫使唤, 好像他就是这里的神。 白嫖者, 死。 十年寿命, 我是不可能给他的, 既然翻脸, 那就干。 鬼爹, 你带妻儿走, 这玩意交给我。 我拔出了妖刀, 然后打算跟他正面刚一搏, 我倒要看看他有几斤几两。 我还没到, 需要一个骷髅保护, 我自己能走。 轻儿有些倔强, 连忙化出真身, 巨大的蛇尾腾空而起, 然后冲破了水浪。 谁要保护你, 你个臭丫头, 再叫我骷髅我杀了你。 鬼爹骂了一声, 然后直线升起, 几百道黑色的鬼光 如木布一样撑开, 然后挡住了结界落下的光芒, 然后发出恐怖的碰撞声。 那些光芒如陨石火星一样, 坠落就是想毁灭我们。 既然他们能照顾自己, 那我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妖刀绽放出诡异的紫光, 发出一声妖银, 直接朝无头船夫斩去。 听说黄河百度人神通广大, 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 想要勉强, 那可不是好活, 得有实力。 而且他今天不怎么走运, 碰到了我们三个温审。 无头船夫直接拿起船桨就跟我干, 那船桨看着好像只是一根木头, 但居然能挡妖刀, 有一股可怕的名利往外泻。 砰的一声, 船都在颤抖, 河水全在翻涌爆炸, 这无头的玩意法力居然不弱。 我刀不断挥砍, 一道道妖气如蛇眼, 空中一个少女好像在吟唱, 周围一切都笼罩在了妖气之中。 无头船夫只是被动地抵挡着, 船桨越来越不受力, 被斩得步步后退, 直到一只脚站在船头, 一只脚踩在水面上。 这刀这么猛, 怎么以前没听说过? 神妖鹿子。 无头船夫被连斩斩得有些吃不消了。 双生妖蛇, 无限吞噬, 成长型妖刀, 刚刚锋芒毕露, 无名气。 我挥舞着妖刀, 绽放出一股又一股的妖气。 老公, 加油, 加油。 骷髅在头上撑着结件, 泛着花痴, 胡言乱语。 现在变成骷髅, 无人知道他是鬼弟, 偶像包袱一下子就没了, 爱说什么就说什么, 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好一个无限吞噬, 那就让我这手中的九结账, 来会一会你。 无头船夫说着, 手指一掐, 生出鲜血后, 低于船桨中, 蒋生黑烟, 他无头却能念咒语, 咒法越来越快, 他将船桨一扔, 落于水面后, 并未沉入水中, 而是树立而起, 慢慢化为墨水。 墨水快速荡漾, 然后沾染上了河水, 片刻之间, 河水变成了墨水, 周围不断有水影浮现, 然后荡漾而起, 一点一滴, 化成了九条黑色的墨龙。 九结九法, 九末九龙, 谁与我身, 谁法永恒, 水骤无边, 是, 杀。 无头船夫大喝一声, 九龙咆哮, 飞舞而来, 龙银震天, 就连结界都在颤抖。 先生, 能否, 骷髅也跟着紧张了起来, 他应该是想问我能否抵挡, 但怕伤我自尊, 于是又戛然而止了, 话说一半硬吞了回去。 我说了, 就算鬼神来此处, 也得按我的规矩办。 受死吧。 船夫异常亢奋, 就算没有头, 看不见脸, 但也依然能感受得到 他那杀气腾腾, 又极度兴奋的表情。 你的九结杖, 配合九法水咒, 确实厉害, 可你遇到了我, 再厉害的法器, 在他面前都黯然失色。 我话音一落, 立刻拿出了昆仑镜, 以麒麟血低于镜面, 一道金光立刻喷涌而出, 我将其挡在了前面, 刚刚好遇上了 咆哮而来的水墨龙。 碰! 两股力量相遇, 九龙咆哮, 水墨冲天, 金光冲斥大地, 与其碰撞着, 金色和墨色在互相较劲, 龙银冲天起, 水位高涨, 仿佛化成了一个巨人在怒吼。 哄! 一股巨大的金光, 仿佛撞破了一切, 墨龙被刺穿, 然后化成了墨水, 九条墨龙哀嚎着, 一点点消失, 昆仑镜将一切都粉碎了。 空中飘落着黑色的墨水, 九节杖掉了下来, 变成了九节, 好像已经无了。 遇到昆仑镜, 他只能自认倒霉, 咒法虽强, 可一物降一物。 咒龙如幻影, 静光破万法, 开始的交锋已经注定他要输了。 一镜在手, 天下我有, 神器就是神器! 无头船夫有点猛逼, 结界的伤害被鬼帝所挡, 九节杖被毁, 咒法被破, 说得他有点猝不及防, 甚至可以说无法接受。 你们走吧, 我输了, 成王败寇, 我认栽。 无头船夫挥了挥手, 刚才的癫狂与桀骜消失, 成为了一个可耻的失败者, 只能挥手让我们离去, 他留不住我们, 那握不住的杀就痒了吧。 随着他的挥手, 结界的攻击也消失了, 骷髅飘落而下, 一切又再次风平浪静, 恢复如常。 早已经逃出去的青儿 恢复了原样, 然后在岸边朝我们挥了挥手, 上来, 该走了。 青儿担心子服, 所以有些急, 既然我们已经赢了, 那赶紧走, 然后去救子服吧, 这里是朱雀一族的基地, 子服应该就在这儿。 当然了, 如果再见到那个鱼怪, 那一定要剁了, 他做剁骄鱼头。 这玩意太奸诈了, 大意让他跑了出去。 走吧。 骷髅说着, 直接一个胯步飞上了岸边, 然后看着我。 走啥走? 嘿嘿。 我突然对无头船夫 露出了阴险的笑容。 无头船夫看着我这 猥琐又阴险的笑容, 突然抱住了自己往后一退。 你, 你要干嘛? 你不会是个鸡剑佬吧? 鸡你妹的剑啊, 别人对你菊花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突然腰刀一束, 只听听对准了他的胸口, 打劫, 把之前的东西都给拿出来。 无头船夫听了虎去一阵, 特么的, 白嫖就算了, 还要打劫。 这里又不受法律保护, 打劫你怎么了吗? 三不管地带, 那不就说弱弱强食吗? 你还是人吗? 我辛辛苦苦载你们来, 不给报仇就算了, 还打劫。 老子亏惨了, 损了两个纸人, 还搭上了船桨, 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 无头船夫突然哭诉了起来, 跟个娘们一样, 可他没有头, 我又看不见眼泪。 别废话, 把东西都交出来, 不然老子给你一道, 唧唧歪歪的, 你看我浑身上下, 哪点像人? 我怒吼一声, 直接盖过了无头船夫的哭声, 将他一下子震住了, 刀口已经穿透他的衣服, 再不照做, 真的小命难保。 岸边的亲儿和骷髅嘴巴张成了O型, 这番操作嗅到他们了, 他们差点就用脚趾在岸边的沙泥上 单扣了一个六字, 无比震惊的神情告诉我, 他们用毕生的脑汁都想不到 我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给, 我给, 你别杀我。 无头船夫以为自己 跟鱼怪搞了个仙人跳, 我们是外人吗? 当然知道, 那为什么上船的时候不说清楚? 这不是妥妥的仙人跳吗? 估计早就跟鱼怪有不成文的坏主意了。 我们是外人, 能随便进这里来吗? 很明显, 就是故意带进来当水鱼仔的, 我需要跟他客气吗? 李奶奶的, 老子这回反将你一军, 你怎么说? 无头船夫无力抵抗我, 只能顺从, 只见他从兜里掏出了许多杂七杂八的东西, 还有船舱里面, 反正一大堆东西, 什么都有, 眼睛硬接不暇, 都不知道先拿什么好。 我的东西都在这了, 大爷你随便挑, 不用跟我客气, 喜欢都拿, 都拿。 无头船夫不敢有怨气, 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 不羡慕保命, 怎么活?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遇到畜生, 能活着就行。 你怎么有三把斧头? 我在一堆杂物中, 翻出了一把破斧头, 一把银斧头, 一把金斧头, 这也太奇怪了。 和神给的, 我是一个诚实的船夫。 闭嘴, 别玩烂梗。 斧头之下, 还有一大堆杂物, 一个篮球, 一双痘痘鞋, 连破烂的铜钱都有。 但有用的东西也不是没有, 避水符, 收魂壶, 还有一个虎符一样的东西, 摸着有股力量, 不知道是号令什么东西, 还有一张纸船, 挺小的, 揣兜里都可以。 虎符是干啥的? 我踢了一脚无头船夫, 然后朝他问道, 号令谁鬼的? 无头船夫美好气地说着, 但是脾气又只能忍着, 完全不敢发出来, 一旦表现不满, 可能他就没了。 好东西啊, 我收了, 我连忙收入囊中, 虎符底下还有咒语, 甚至都不用麻烦他教我。 这个纸船呢, 我又踢了他一脚, 能用的老子全卷走, 一个不留给他。 幽冥纸船, 念咒可化船, 但只能用一次, 一天就会沉。 无头船夫再次回到, 但好像在咬着牙齿说话, 声音都在颤抖, 这真是三光政策, 一点也不给他留啊, 我估计他有头的话, 后槽牙都已经咬碎。 我甚至, 让他亲自教我咒语, 这无语小电影里面的 看七倍侮辱系列, 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一定很痛苦吧。 可他又不敢拒绝, 我这妖刀可不是吃素的, 一刀下去, 保证他魂飞魄散, 他现在估计肠子都毁清了吧。 这个幽冥纸船, 我得留下, 以备不时之虚, 因为我们还是得离开的, 学会咒语以后, 这玩意也是大方收下了, 还有避水符, 收魂壶。 避水符对我来说, 已经作用不大了, 因为我有壶足宝珠, 但可以给亲, 而且还有子符, 到时候肯定能派上用场。 这个收魂壶我不知道有没有用, 先留着, 反正能用的, 老子都给他卷走。 之前船头的领路指人, 就是用的魂, 没有魂引不了路, 所以这无头船夫, 估计需要大量的魂, 而黄河的死魂应该不少, 这收魂壶对他来说, 还蛮重要的。 我上岸的时候, 突然背后就听到了撕心裂肺的哭声, 比死了一户口薄的都伤心。 臭小子, 千万别落我手上, 不然我要你生不如死。 被抢的无头船夫, 发出了无能狂怒, 带着悲痛欲绝的哭声, 消失在了水面上, 幸亏他跑得快, 不然我估计还得追上去给他一刀, 让他叫。 这家伙还是有点东西的, 没有讲, 还能跑得那么快。 痛快了吧, 赶紧救人吧, 那愚怪估计回去通知了, 我们得面对他们所有人的抵抗。 轻而担心地看着那些房屋, 刚才还是黑漆漆的一片, 现在已经是灯火通明, 很明显愚怪已经告诉了他们, 一开始我们是可以偷偷进去的, 现在不行了。 猪雀一族有多少人在这里, 我不知道, 但肯定得三个人多。 走, 跟他们对峙去, 打不过再跑。 我连忙走在了前头, 是时候会议会这些猪雀一族了, 不知道他们躲在这个上古结界里面多少年了。 这里建设得跟村子一样, 而且是古代的那种村子, 但房屋的结构很奇怪, 不像我们汉代的房屋, 而且房屋的距离也长。 他们在这里种了田, 有蔬菜, 养鸡鸭, 还有狗和猫, 分明是想自给自足, 有那种抽水风车, 但没有电, 全是靠人力, 灯也是油灯。 进入这里, 仿佛回到了古代, 但这里并没有给我桃花源的感觉, 虽然远离城市, 远离喧嚣, 可能是太小的缘故, 而且树木植被也不多, 这里更像一个余箱。 现在每家, 每户都亮着灯, 已经全部醒了, 这都多亏了那丑陋的鱼头怪。 既然如此, 那我们也敞开了, 不必偷偷摸摸的, 已经没有意义了。 在下苏洋, 苏家大长老, 前来拜见朱雀一族。 虽然跟苏家闹掰了, 但这个名号, 还是可以用一下的, 有事了, 他们也可以去找苏家算账, 真是完美。 在下女娲后人清儿, 希望朱雀一族出来与我相见。 清儿跟我一样, 先礼后兵, 先好好说话, 没必要一上来就干, 得有前信, 呗, 得有问候。 我是嫩蝶, 出来见我, 敢动我失身。 鬼弟突然骂道, 把我们两个的礼, 瞬间毁了。 鬼弟的这一声问候, 好像立马激怒了房屋里的人, 刷刷刷几声, 几十道身影跳了出来, 有老有少, 有男有女, 但手中都有武器, 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 他们站的位置各不相同, 仿佛包围着我们, 训练有素, 有备而来。 可他们没有动手, 只是围着我们三个, 然后带着敌意盯紧了我们。 与此同时, 一个女人从里面走了出来, 她提着白灯笼, 身穿白衣, 长发披肩, 红唇白齿, 大眼睛, 瓜子脸, 面容精致, 身材窑窍, 婷婷玉立, 年龄不大, 但气场却跟其他人完全不同, 等她走来的时候, 立马其他人给她让出了一条路。 在下农情, 朱雀一族的组长, 你们是何人? 说话还算有礼貌, 声音甜美, 只是对着我们依然有敌意, 毕竟我们来路不明, 是闯进来的陌生人, 怎会给我们好脸色看? 我是女娲后人妻儿, 你们抓了我妹妹, 快放了她。 轻儿连忙望着四周, 好像在寻找那三个抓子服的人, 还真给她找到了, 之后连忙说道, 就是他们三个, 你把我妹妹抓去了, 给我交出来。 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 那是两男一女, 都穿着粗糙的渔民服, 男的有点有黑, 女的也不白, 但皮肤稍微好一点, 三人个都不高, 都是很健壮, 而且下盘很稳的样子, 表情凶狠, 一看就知道不是好惹的。 哼, 是你们先跟踪我们的, 还好意思, 恶人先告状。 那女人连忙从屋顶跳了下来, 然后挥舞着手中的斧头, 人非常凶, 跟斧头帮的帮主似的, 一身杀气, 恨不得现在就砍死我们。 农亭, 不得无礼, 人呢? 将她放出来。 农亭说着, 给了农亭一个眼神, 似乎在命令她。 可是, 农亭不想放人, 甚至恶狠狠盯着青儿。 是你们先监视, 我们在先的, 她跟踪你们, 也是因为这个。 我连忙替青儿说话, 这个农亭好像是族长之类的人, 而且讲道理, 看来事情好办。 只是她这个年纪就当族长, 有点不可思议, 但仔细想想也正常, 如果是世袭制的, 那就是靠血脉延续, 跟年龄没有关系了, 上一代死了或者退位, 那就轮到她了, 这很正常。 谁让你们来黄河的? 监视你们怎么了? 鬼知道你们要来干什么? 这时候那两男的也跳了下来, 纷纷帮女的说话, 他们拿着鱼叉, 但并没有出手。 怎么回事? 你们怎么没告诉我? 三肖, 你说。 龙琴指着右边的男人问道, 那个男人双手作意回答道, 组长, 最近几天我们出去置办物资, 突然就遇到了一群人在搜刮我们, 所以我们才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 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后来就被两个女人跟踪了, 我们打退了一人, 抓了一个, 事情就是这样, 因为害怕他们找来, 所以让鱼怪和螃蟹妖在那边继续监视, 没想到那两个废物暴露了我们。 三肖说到这个时候, 突然回头狠狠瞪了一眼不远处的墙角, 那边有一个阴影, 很明显有什么东西躲在了那里不敢出来。 还躲着? 给老子出来, 你这个废物, 养你浪费资源。 三肖骂了几句后, 鱼怪连滚带爬地走了出来, 然后跪在了浓情的脚下求饶, 组长, 我该死, 但我没有办法, 他们太厉害了, 螃蟹直接就给他们杀了, 他们威胁我带路, 我只能照做, 我真不是真心想出卖你们的, 组长, 饶了我吧。 鱼怪疯狂认错和求饶, 可是并没有得到谅解, 农情突然一掌打在了他的头上, 一股烈火瞬间将其吞噬, 一秒化灰, 风一吹就散了, 连点渣都没有留下来。 以为这个叫农情的组长和蔼可亲, 没想到出手也非常狠辣, 而且杀伐果断, 连眉毛都不挑一下, 实力也很恐怖, 这个鱼怪被顺秒了, 怎么说也是腰身, 居然被一秒烧成灰, 这就是难免离火吗? 他打出的一掌宛如烈火掌, 不用服, 不用骤, 宛如自带的buff一样, 我们正常人可没有这个能力。 出卖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这种腰流不得, 杀一个少一个, 省心。 浓情淡淡地说着, 仿佛在杀一只鸡似的, 根本没有丝毫的波澜和同情。 组长说的是, 以后再抓其他的养。 三肖连忙附和着, 去把人放出来吧, 抓奶了。 浓情挥了挥手, 给三肖下着命令。 可是, 三肖不想放, 还想说着什么, 可这时候, 浓情突然瞪了他一眼, 不怒自危, 那三肖立马吓得后退了几步, 好像有些害怕。 好, 这就放, 这就放。 三肖不敢再多说一句, 立马屁颠屁颠地跑开了, 其他两个见浓情皱眉, 也是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不敢再反对任何一句。 谢组长, 轻而见浓情如此大方, 也是回了生陷, 不是他的话, 估计还得跟那三个人厮杀, 这样避免了很多麻烦。 不客气, 我给你道歉, 他们不怎么出去, 性子比较野蛮。 浓情反而给轻而道歉, 给人一种温柔, 大方, 民事理的感觉。 没多久, 三肖就拉着一个人过来了, 那正是子福, 他被五花大绑着, 嘴巴塞着麻布, 话也说不出, 只能呜呜呜地叫着, 或应该不想告诉组长浓情, 我们不来的话, 子福有可能会死。 他们三个火气非常大, 一脸凶狠, 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茶, 落他们手里, 不会有好结果。 子福, 你没事吧? 轻而急忙给子福松绑, 虚弱的子福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还挺得住, 至少死不去。 放心, 我没事, 幸亏你们来得早。 子福咳嗽了几声, 然后虚弱地躺在轻而怀里, 发丝凌乱, 浑身上下都是伤, 血都已经结痂了。 走, 我现在就带你回去智商。 轻而眼睛都红了, 估计自责自己没有保护好妹妹, 虽然四人都有点不和, 但姐妹情深, 关键时刻又互相照顾。 等等, 我的事还没解决呢? 突然骷髅站了出来, 一掌直接将一间房屋打得粉碎, 狂风呼啸, 鬼力凶猛, 犹如午夜猛鬼出笼。 为什么? 动我失身? 鬼地的爆发震惊了众人, 浓情也警惕了起来, 其他人纷纷叙事待发, 准备好随时干架。 动你失身? 何出此言? 农情连忙问道, 看他的样子好像是真的不知道, 但也有可能是演的。 我失身被葬于黄河之下, 用棺材所封印, 我寻了多少年一枝无果, 是你们朱雀一族干的吗? 鬼地质问了一声, 然后扫了一眼周围, 朱雀一族的人虽然多, 可鬼地好像并没有多害怕, 不过这些人实力不详, 打起来才知输赢。 可殊不知, 农情笑了起来, 你可能误会了, 黄泉底下有五官, 五官是封印镇, 听闻黄河之下封印着什么, 乃是张道林所留, 与我们朱雀一族完全没有关系。 张道林? 鬼地顿了一下, 他利用我的师身搞封印。 我第一次听说用师身封印的, 他到底封印了什么? 东汉时期, 张道林创建五斗米道, 又称天师道。 天师道属于俘禄派, 俘是古代帝王调兵遣将的一种信物, 禄则是与神沟通的一种符号。 道教的四大天师中, 以张道林为首, 张道林创立天师道, 成为第一代天师, 在道教中被称为祖天师, 其后, 天师之位由其子孙世袭, 到了第几代, 就称作第几代天师。 这么一个厉害的人物, 他到底在黄河封印了什么? 在这之前, 鬼地的师身又是由何人所保管? 张道林是东汉的, 离鬼地的年代非常遥远。 龙情摇了摇头, 不知道是真的不知道, 还是装的, 又或者是不愿意说。 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也不关我们的事, 人已经还给你们了, 请离开。 龙情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开始下逐客令了。 你说不知道就不知道啊, 想就这样了事, 我可没有那么容易对付。 鬼地大吼一声, 并不打算离去。 如果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鬼地势必要跟他们翻脸。 我虽然不知道你什么来头, 但如果一定要在这里撒野的话, 那我可不客气了。 龙情做了一个手势, 所有人立刻围了上来, 他还算礼貌, 从开始到现在也是彬彬有礼, 但奈何鬼地不可就此作罢? 朱雀一族纷纷举起武器朝我们袭来, 这些人身上好像火气很大, 而且全体都是用的火咒, 一通掐绝以后, 无数道烈火朝我们喷来。 轻而护住受伤的妹妹往后退, 火越烧越烈, 她快退了出去, 到了河边。 我翻手提刀, 以妖气烈火, 三道灵符镇压, 破了前来的火咒。 鬼地吹出了几十道鬼气, 冰冷如寒雪, 周围所有的房屋都结成了民兵, 阴风大起, 她的利爪如寒刃, 一爪便地裂, 周围朱雀一族的人立马散开了, 火焰被灭, 鬼气如狂狼在周围呼啸着。 岂有此理, 杀了她。 农亭突然开始挽袖子, 我发现她的手臂青筋都是火红色的, 有树根一样的东西盘着, 好像是一个图案, 跟胎记有点像, 但是未见全貌,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除了她, 许多人也一样, 但是胎记的位置不一样, 有人是手, 有人是脚, 有人是背, 有人是前胸, 有人是额头。 顿时他们的掌心 全部涌上来了一股不一样的烈火, 炙热地让我感到心惊, 仿佛跟刚才的火咒天壤之别。 难道, 这个就是南明离火吗? 朱雀一族的看家本领, 但不是跟人一体的吗? 我怎么拿? 这得连人也抓回去啊。 农亭异常暴躁, 而她的火也醉裂, 除了老少, 其他几十人全部燃烧了起来一样, 天空好像出现了朱雀的图案, 力量澎湃, 灼烧一切。 他们每个人都拥有南明离火, 这火堪称恐怖, 鬼帝实力无法真正发挥, 恐怕不是他们的对手。 小心, 就是这种火伤了我们。 清儿连忙提醒道, 怪不得了, 这种火的话, 清儿和子福面对三个人 是绝对没有胜算的。 火焰一出, 冥兵立即就化, 阴风被驱散, 黑暗的夜空瞬间给点亮了。 赶来我们这里造刺, 真当我们朱雀一族好欺负的吗? 给我杀! 龙琴一声令下, 所有人如狼如虎, 浑身带火朝鬼帝杀来。 鬼帝双手混于而立, 一道道鬼气如龙蛇一样 在其中游走着, 面对众人, 他立即打出, 吼得一声, 黑暗的力量奔腾而走, 想要将这些人的血肉和精气 全部吞噬。 可南明离火的恐怖 超乎了他的想象, 作为朱雀一族的半生之火, 可焚烧黑暗, 吞噬万邪。 鬼气直接被南明离火瞬间焚毁, 这些火好像有自己的意识一样, 而且每个人的都不同, 有些大, 有些小, 有些旺, 有些弱。 呼的一声, 南明离火占据上风后, 瞬间朝着鬼帝焚烧而来, 一道接着一道, 如龙蛇喷射。 鬼帝有点抵挡不住, 连忙向后撤, 他们人多, 加上自己现在只是骷髅身。 可躲不过几遭, 南明离火就将其围了起来, 以焚天之势力压鬼帝。 我这时候一跃而起, 握刀砍火, 紫色的妖光炸链, 妖魂冲天, 与其火焰对抗着, 可是南明离火, 居然直接就把刀烧着了。 而且不停地再焚毁妖刀, 我第一次见到, 火还能烧刀的。 妖魂突然发出了一声哀嚎, 好像极其痛苦, 这火不但能伤外, 还能伤力, 伤了刀身, 又痛击妖魂, 火性非常厉害。 我连忙抽刀, 然后迅速回撬, 用刀撬灭火, 这才保住了妖刀, 这南明离火, 真是什么都能烧, 那怎么炼丹, 会不会把丹炉也烧了? 鬼帝遭受几十重火的包围, 他立马化成无穷鬼气, 一重接着一重, 如漩涡一样旋转着, 可是这些鬼气荡漾不出包围圈, 南明离火, 瞬间就将其吞噬了, 鬼帝好像被克制了一样, 但他冲天起, 从包围圈里逃了出来, 借助鬼气滑翔在空中。 既然鬼力会被烧, 那他只能肉搏了, 嗖的一声, 直接躲过火焰, 朝他们人群中杀去。 一记鸣掌惊天地, 白骨包裹着黑色的鸣利, 犹如盔甲, 躲过火焰, 打在了他们的身上。 有几个发出哀嚎, 直接飞了出去, 但他们身上的火, 也如盔甲一样缠绕其中, 鸣利居然无法将其杀死, 最多震伤。 我皱了皱眉头, 全都开挂, 我怎么玩? 这火恐怕用昆仑镜, 也不太好灭了, 昆仑镜对付黑暗和邪恶的力量, 效果才好。 鬼帝肉薄也算占了几分优势, 一身鸣利堆一展开, 不然出来就被烧, 再厉害的实力也没有用。 可就在这个时候, 龙琴突然出手了, 只见他念了一段很长的咒, 咒完几道金火突然飞出, 如猪雀翱翔翔, 而且火势很猛, 铺天盖地袭来。 卧槽! 鬼帝都吃了一惊, 这么庞大的火势, 他估计一辈子都没有见过, 我也惊呆了, 这娘们是火神投胎吧? 火山爆发也不过如此了, 怪不得能成组长, 确实碾压其他人。 这铺天盖地的火焰, 躲是躲不过了, 鬼帝双掌一合, 立马所有鬼气喷涌而出。 鬼帝名印, 厚土娘娘见法, 吃! 所有鬼气集结,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形, 然后将鬼帝罩在了其中, 如山一样昂立在天地间。 哼! 火气爆发而下, 朱雀撞在了如山一样的人形鬼气上, 两股力量碰撞, 爆发出了无穷的火花, 然后黑烟生起。 回魂无法用出全力, 我鬼力用尽, 先走了。 突然一句话在我耳边响起, 然后啪的一声, 一具骷髅倒下, 鬼帝走了, 只留下我和亲儿他们在风中凌乱。 不是吧,大佬, 你特么走了? 那我不是要背全锅了? 我苏杨行走江湖, 有哪次上来就干的? 虽然鬼帝抗下了那一击, 但他也无法再回魂, 直接走了。 等浓烟散去, 他们将如同小丑的我围了起来, 因为那具骷髅已经没有了生气。 浓情剥了剥性感的刘海, 然后看着骷髅说道, 虽然不知道他是什么东西, 但能接下我这一招, 绝非普通人, 不过他好像走了。 说完后, 眼睛瞪向我, 好像在说, 该我了。 各位兄弟姐妹, 大姐大哥好, 我不认识他的, 真的, 我们是人, 他是骷髅, 你觉得我们会是一起的吗? 我连忙解释, 这不是掩饰, 这就是事实, 傅长生跟他熟, 但我其实也没认识他几天, 他三维是多少, 多高, 谈过几段恋爱, 这些我都不知道。 哼, 变得挺快啊, 赶在我们地盘找茬, 你活腻了吧? 三肖拿着鱼叉, 跟圆华一样朝我走来, 嘴里骂骂咧咧的, 好像要将我撕成碎片再吃掉, 这脾气, 如果不救出子福, 估计没几天就得死。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拥有火的原因, 除了那个组长, 基本上都很暴躁。 他们自然不会相信我的鬼话, 鬼弟一走, 这个锅我直接背了起来, 他们要弄死我, 因为鬼弟捣毁了他们不少房屋。 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一样东西, 然后立刻拿了出来, 自己人, 我有令牌, 你们看一下。 这朱雀令牌是以前朱雀一族给白姑他们的, 以表达感谢之情, 是报恩之物, 现在拿出来应该刚刚好。 诸事奥! 农情看到朱雀令牌后, 立刻喊了一声, 所有人马上停了下来, 然后转头看向了农情。 你这个令牌哪里来的? 农情朝我问道, 然后接过了我手中的朱雀令牌男男道, 这是叔叔的令牌, 怎么会在你手上? 叔叔, 当年去苗江求谷毒的男人, 是农情的叔叔吗? 嗨嗨, 这个, 当年你叔叔来我们苗江求谷, 为了治病, 我们无偿帮助了他, 不过他过意不去了, 给了我们这个令牌, 说有朝一日, 如果我们有难, 可以带着这个令牌来黄河找你们。 我说道, 农情皱起了眉头, 当年叔叔确实带过姑姑去苗江治病, 你说的话不假, 令牌也是真的, 你是苗江的人? 呃, 这个, 我妈是苗江的, 四舍五入, 我也算是半个苗江的人, 我虽然没打草稿, 但我吹起牛来, 也挺轻松。 那看来是恩人, 这事就当是误会了, 农情收回了令牌, 然后遣散了其他人, 这回亲儿才松了一口气, 带着受伤的子服慢慢靠了过来, 如果不是我有后招, 我们估计麻烦大了。 这些朱雀一族, 身带一火, 威力无穷, 回魂的鬼帝都有些招架不住, 虽然实力没有完全发挥, 但也算非常能打的了, 可还是被他们打退了。 试问, 亲儿如何带着受伤的妹妹全身而退? 本来就是误会, 不过没事, 不打不相识嘛, 后来你姑姑怎么样了? 病好了没? 我问了一嘴, 因为白姑说过, 那姑只能延长她的寿命, 根本无法根治, 是一种以毒攻毒的写法, 她能活多久, 全靠自己的命。 农情摇了摇头, 姑姑最后还是死了, 光靠谷没能救过来, 但她身患绝症, 也算多活了很多年, 还是要谢谢你们。 不用谢, 就当做好事, 行善既得了。 我连忙一副谦虚的样子, 虽然跟我半毛线关系都没有。 那你叔叔呢? 我又问道, 当年是一对兄妹去苗疆, 妹妹得的病, 但哥哥没有, 那按照时间推算, 她应该也就四十多岁, 还年轻着, 不能也挂了吧。 叔叔离家出走了, 至今未归, 我还想问你她去哪个呢? 快十年了。 农情居然也不知道, 那个男人去哪了? 朱雀一族, 不是都要在黄河边上的吗? 听闻要靠水性压制体内的火。 你看那些朱雀一族的人, 一个个脾气爆炸, 跟鼠煤气罐一样, 估计就是火性太大了。 住黄河边上都还这样, 别说不住了, 她还离家出走十年, 为啥? 不喜欢这里的生活吗? 我可不知道, 她也就出现过一次。 我连忙摇头, 白骨不足都给灭了, 就剩她一个。 哎, 农情叹了一口气, 算了吧, 随她去, 我看见你, 拿着她的令牌, 还以为是她, 拖你回来呢。 没想到是以前的, 不指望她能回来, 希望能平安吧。 寒暄了几句后, 我也得到了一些信息, 当年那对苗匠, 球骨的兄妹, 是现在朱雀一族组长农情的姑姑和叔叔, 但姑姑还是死了, 球骨只是延长了寿命, 而叔叔则离家出走, 至今未归。 可我来这里不是跟她唠嗑的, 我有自己的目点。 这时候, 我对农情说道, 这个, 你叔叔当年说, 只要拿了令牌找到你们。 我明白, 你说吗? 农情倒也爽快。 我要, 南冰离火。 听说要南冰离火, 农情一下子就震惊了, 他愣住了一下, 久久不知道说什么好, 毕竟南冰离火是他们一族的半生活。 怎么了? 不愿意吗? 我打破了他的沉默。 你要南门离火干什么? 农情缓过来后, 朝我直接问道。 看来他没有这么容易把南冰离火给我, 但无所谓, 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 毕竟这是人家的大宝贝, 这么轻易拿走我, 反而不放心, 当中说不定有诈。 不瞒你说, 我二叔得了重病, 我找了一些炼丹之事, 给他炼药丹, 但是需要南冰离火, 希望族长成全。 我撒了一个谎, 希望二叔不要拿皮带抽我。 一恩报一恩, 叔叔欠你的, 我李英桓, 这样吧, 我让一个族人跟你回去, 祝你炼药拯救家人。 农情终于答应了, 可他不是将南门离火直接交给我, 而是让族人跟我回去, 可这样的话, 这个族人有可能会跌入十八层地狱。 带人回去, 张三丰一定抢, 这个人一旦落入张三丰的手中, 必定是生不如死的工具人。 东西我可以藏, 带人不可以, 而且我也保不住。 虽然跟朱雀一族起了矛盾, 打了一架, 但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害他们。 一定要人吗? 不能给个火种之类的吗? 我朝农情问道, 农情皱起了眉头, 火种,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南门离火起于我们的体内, 并没有可以将其分离的法器, 只能带人走。 听见农情这样说, 我心里暗沉了下来, 这好像是唯一的办法了。 那跟我回去的这个人, 有可能万劫不复。 怎么? 人不行吗? 农情一副起了疑心的样子看向了我, 这娘们年龄跟我差不多, 但好像心眼不比我少, 一个蜗居再次不出事的人如此聪颖, 可谓是难得。 久居不出的人, 不与世人接触, 无法知道世道的险恶, 多半比较纯情。 没有, 只是不太方便, 但既然只能这样, 那就有劳组长了。 我答应了下来, 想要南门离火, 没有其他办法, 只能将人带回去。 农情, 你带他们去找十三, 然后让十三跟他们走一趟。 农情对不远处的农情吩咐到, 农情点了点头, 然后在前面带路, 可这个娘们, 一直一副不爽的样子, 性情极其暴躁, 要不是我有个令牌, 估计已经踢斧头砍我了, 特么的一个娘们用斧头, 怕不是程咬金托士, 可知性格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农情带着我们, 绕过好几处房屋, 然后来到了最矮的一间屋子, 看着有些简陋, 而且在众多屋子里面, 是最不起眼的。 我这时候, 不禁心中一喜, 以我多年看电视盒的经验, 一般住这种屋子的, 都是高人, 再说了, 农情是为了报恩, 肯定不能丢住缺义族的脸, 百分百会派出最厉害的高手。 刚才这个屋子的人, 好像没有出来, 还有可能是最高辈分的, 这回吻了。 农亭停下来后, 使劲地敲了敲门喊道, 十三个, 在吗? 十三个! 可九敲无人鹰, 农亭火一下子就上来了, 我看见, 他皮肤都已经开始变得通红, 这女人坐着坐着那种事的时候, 一旦发火, 会不会把男人的牛子都给烧了, 给个火人一样, 看着有些害怕。 农亭直接一脚踢开了门, 都不带犹豫的, 然后怒气冲冲地喊道, 十三个, 你又在搞什么飞机? 踢开门后, 我看见屋子里满地的白纸, 一股熟悉又恶心的味道扑面而来, 作为男人的我, 自然知道是什么。 这家伙不是搞飞机, 是打, 这是个神人啊, 这满地的纸巾, 这得多厉害。 农亭捂住了鼻子, 然后打开了灯, 这时候, 被窝里, 一个年轻的男人立马吓了一跳, 停住了手上的动作后,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提上了裤子。 我偷, 停停你进来, 怎么不敲门? 男人一边埋怨着, 一边掩饰自己的罪行, 把该收拾的都收拾一下。 这个男人非常轻瘦, 两个黑眼圈跟熊猫一样, 而且面色有些发白, 两边的脸颊都凹了进去, 仿佛随时会死一样。 这种地方没有外面精彩, 能接触的女人也有限, 自己奖励, 一下自己无可厚非, 但是, 这位前辈也太天赋一柄了, 这地上的纸巾都能堆成扇了。 你聋了? 我敲了多久了? 你压的, 能不能不要整天在这里搞这些东西? 你恶不恶心? 农亭也是不甘示弱, 虽然叫着十三哥, 但是骂得却很凶, 根本没把他当歌。 十三挠了挠头, 我怎么恶心了? 我不愿意伤害任何一个女孩, 我只是用枪口对准了自己, 手握的是孤单, 喷射出来的是对命运的不公, 手握白纸只为记录生命的绽放。 农亭 这一番话把农亭都说无语了, 也瞬间把我给震惊了。 事情好像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 农亭不是给我排了一个高手, 而是将最底层的族人给了我。 因为, 少一个废物, 根本对族群没有任何影响。 她在扔垃圾, 然后顺便报恩。 这个女人, 绝不是个善茶, 是我太单纯了。 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农亭最后翻了翻白眼, 一脸的不屑, 族长让你跟他们走一趟。 说完后, 农亭指了指身后的我, 示意十三跟我们走, 这是组长交给她的任务。 你好, 奖励个, 不对, 十三个, 我叫苏杨, 我需要南鸣离火, 你能跟我回去吗? 我跟她握了握手, 但她的手黏黏的, 这时候才想起她刚才在做什么, 不禁一阵恶心, 然后偷偷擦在了农亭背后的衣服上。 十三感觉脾气也不大, 算是朱雀一族中比较温和的, 不过她这样奖励自己, 身体哪里还有火, 剩下的都是虚。 既然组长有命, 那十三自当顺从, 我也好久没出任务了。 十三没有丝毫反对, 当即就同意了。 可这个家伙, 还能出南门离火吗? 我怎么感觉, 他走两步就能死? 农情这娘们真不是什么好人, 居然给了一个这样的人。 不管怎么样, 我都是没有选择的权利, 农情给什么, 我只能要什么, 而且已经不好翻脸, 口头上算是朋友了。 我收拾一下, 这就跟你们走。 十三说着, 随便收拾了一下行李, 速度快得很, 而且行李没有多少衣服和生活用品, 放的全是片子, 估计他这里没有什么网络, 连店都没有, 只能看老师的碟片。 走吧, 我送你们到河口, 组长的吩咐。 农情说着, 听上去好像是好客和无微不至的招待, 但其实就是监视, 可能怕我们不走, 或者留下来闹事等等, 农情不愧是一族之长。 子夫伤得很重, 已经有点受不了, 我得赶紧离开这里, 农情也知道这个, 但并没有提出让我们住下来养伤, 说明他也不希望我们留下来。 朱雀令牌他只报一恩, 但并没有把我们当朋友, 只是嘴里说着恩人, 可能他还是不太相信我们。 可令牌是真的, 所以让一个蒋立哥跟我们走, 这家伙走两步就喘大气, 不是耳鸣, 就是突然眼前一黑, 我多怕他死在半路上。 十三哥, 你行不行? 你要实在身体抱恙, 那就换一个人吧, 无谓勉强。 我连忙以这个理由提出换人, 因为就蒋立哥的体质, 我怕他点个炉子都点不着。 可农亭几乎是瞬间就反对了, 不行, 我们这里已经没有闲人了, 都有自己的事情。 十三哥没有什么问题, 你放心好了。 农亭跟心里有鬼一样, 心虚得很, 生怕我换人。 十三也是摆了摆手, 没事没事, 我能行的, 放心好了, 只是太远了, 我多休息一下。 远? 从他屋子里到河边, 也就是八百米不到, 可他已经坐下来休息四回了, 还说自己行。 子夫身受重伤, 都没有说什么, 这蒋立哥虚的, 已经无法形容了。 兄弟, 你一天到底奖励多少次啊? 怎么续成这样子? 我听说, 一个人一天的极限是六十三次, 但我看你地上的纸巾, 好像不止。 我第二次见到这么虚的人, 第一次还是一个叫江南道长的铁哥们, 我们那嘎踏的, 比他虚那么一点点。 十三哥淡淡一笑, 不足挂齿, 六十三次是人类的极限, 不是我的极限。 卧槽, 这蒋立哥是真不要命啊, 这带回去, 真的不会死在半路吗? 别特么废话了, 赶紧走, 赶紧的。 农亭好像特别讨厌十三, 要不是辈分比他高, 估计已经打骂了。 在农亭的催促下, 十三艰难地继续前进, 八百米的路程, 硬是走了半个小时, 好不容易才到了河边。 农亭到了河边, 立马做法, 好像在召唤什么似的, 但迟迟都无法成功。 奇怪, 今天怎么不来? 难道休闲? 没有啊, 今天不是初夜。 农亭奇怪地挠了挠头, 你是在用数招百度人吗? 我连忙朝农亭问道。 农亭点了点头, 对啊, 搭载你们来的百度船, 不然你们怎么出去? 我听了呵呵一笑, 不用招了, 百度人估计得一阵子不会出现, 给我揍得老惨, 传讲也折了。 农亭, 你, 别你我他的, 他先动了手, 没揍错他, 不过没关系, 传的事, 我自己会解决。 说到这个时候, 我拿出了百度人抢来的纸传, 念咒后, 纸传入河, 然后跟劲一样慢慢膨胀, 最后变成了一艘豪华的大名船。 所谓的名船, 就是死人乘坐的船, 船体偏樱间, 而且挂着白灯笼, 整艘船都是直体的, 看上去非常轻盈。 哼, 祝你们一路顺风。 明明是一句好话, 但农亭嘴里说出来, 却有点诅咒的感觉, 这女人因为一点矛盾, 一直对我们不待见, 火气大得很, 要不是最近查的言, 我高地给她去去火。 我也懒得再去跟她较劲, 直接拖拽三人上了船, 农亭翻了翻白眼, 直接离开了, 一副我们终于走了的感觉, 根本不想看到我们。 上去以后, 这船很稳当, 跟正常的船一样, 并没有想象中的危险, 虽然它是只坐的。 我扬帆起航, 直接撑蒋回城, 轻而将鬼地的尸身, 还有子福都扶回了船舱, 外面风大, 对子福的伤口不利。 蒋立哥坐在船头, 望着越来越远的结界, 好像莫名有些伤感, 如同被抛弃的婴儿, 可他什么都没有说。 跟来时一样, 途中没有任何危险和风浪, 就是撑船有点辛苦, 水太急了。 十三哥, 你们那最近有来过一个女人吗? 长得非常高。 这些话我没有问农情, 因为轻而已经表明身份了, 如果黑桃在, 他理应直接说, 但他没有说, 如果黑桃在的话, 他也绝对是隐瞒的。 没有, 好久没有人来过了, 你们应该是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出现的人, 至于我出生前就不知道了。 十三摇了摇头, 他的话还挺可信的, 看上去没有什么心念, 而且每一个奖励哥 都是哲义的天使, 他但凡坏一点都去扎女人了, 不会用枪口对准着自己。 按照他的说法, 黑桃没有来见朱雀一族, 狐仙也没有来过, 因为他说了这么多年, 只有我们来过。 狐仙说过黄河河底, 但我下去了, 只找到了棺材, 没有他, 也没有他说的黄河神功。 黑桃更扑朔迷离, 根本没有任何线索, 他到底在哪?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十三指了指迷雾的方向, 又有一艘船, 是谁? 我心里咯噔了一声, 有别的船, 不会是百度人回来报仇了吧? 如果在水中间, 他不用杀我, 毁了我的指船就行, 而且这个指船还是他给的, 不知道收咒会不会直接翻, 或者变回原来的大小。 可我朝迷雾看去的时候, 发现不是百度船, 跟我一样, 也是一艘名船, 而且比我的更厉害, 船头上全是鬼魂, 他们跪着, 看上去很可怜, 但是魂体被锁链贯穿着锁定, 逃也逃不掉, 他们用魂力驱使着船移动, 让船体稳定, 但最终这些鬼都会死。 是谁? 他为什么可以进来这个节线? 要去找朱雀一族吗? 没有百度人的话, 我们也进不来, 可对面的名船, 明显是自己驶进来的, 百度人已经跑了。 十三才刚刚说完, 他们那里都没有人来过, 我们算是, 他出生以来的第一批了, 没想到又来了一个, 而且还是一个驱使鬼魂渡船的, 应该不是什么普通人。 这时候十三站了起来, 估计是害怕这个人对朱雀一族不利, 毕竟陌生人是不能进去的。 来者何人? 十三朝着名传喊道, 但他气不足, 气虚声就不足, 喊得跟快死了一样。 这时候, 所有鬼魂都抬头看向了他, 与此同时, 一个男人从船舱走了出来, 不对, 应该说是男鬼。 苏魂, 我突然惊呼了一声,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别来无恙啊, 小子。 苏魂看着我, 露出了邪魅的笑容, 就是我们方向不一样。 我们一前一后, 好像擦肩而过的两人, 但我们忽视着对方。 你跟踪我? 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不然的话, 他不可能出现在这里, 天底下没有这要巧合的事情。 苏魂呵呵一笑, 怎么说呢? 准确来讲, 我是利用那个老头 破解了千机伞的地图, 然后知道他一定会来找, 他是我的工具人, 你也是, 仅此而已。 老头, 指的是张三丰吗? 苏魂这只狐狸, 千机伞给张三丰, 也是顺水推舟吗? 不可能, 没有百度人, 你是怎么进来这个结界的? 苏魂虽然跟踪我, 但是进来这个结界, 也得有人带吧。 没有百度人, 他是怎么进来的? 哈哈, 傅长生, 你也太小看我苏魂了, 这种结界找不到入口才是难, 我看见你们上传的入口, 我就知道怎么破了, 结界而已, 能挡住我苏魂? 苏魂嚣张地说着, 一副狂傲的样子, 虽然他跟那个家伙闹翻了, 但两人如出一辙, 非常相像, 因为那个家伙跟了他很多年, 身上有他的影子, 说话, 行为都像。 可苏魂比他阴险太多了, 利用张三丰, 然后跟踪我, 找到结界入口, 现在要去找朱雀一族了吗? 苏魂, 也想要难民离火。 朱雀一族禁止入内, 你有何目的? 十三对苏魂质问着, 好像想阻止苏魂, 因为苏魂来势汹汹, 不像什么好角色。 我? 哈哈, 我是鬼, 你说能对人做什么? 你们猜猜看, 如果我吃光了朱雀一族的人, 我会不会获得难民离火? 哈哈哈哈。 苏魂毫不避讳, 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并且狂笑了起来。 我和十三都震惊了, 这个家伙的想法简直疯狂, 可鬼帝都在那边撤扁, 他能进去杀光朱雀一族的所有人, 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可十三却想再次阻止他, 连忙喊道, 你连进去的机会都没有, 我会再次将你击沉。 是吗? 你可以试试。 苏魂咧嘴一笑, 挑衅地看着十三, 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 别说苏魂, 我也不把这奖励哥放在眼里, 特么的路都走不动, 一点火气都没有, 虚得好像没有肾一样, 怎么阻止? 十三被挑衅, 立马有些窝火, 他身上的皮肤慢慢变红, 青筋跟火一样爆起, 掌心出现了难民离火, 浑身有些发热。 原来, 你也是朱雀一族, 哼, 就拿你练练手, 顺便探探朱雀一族的底。 苏魂看见十三的火, 立刻明白其身份, 身上的鬼气如浓烟一样升起, 瞬间将节节周围都染黑了, 跟墨一样。 可没有用的, 难民离火可以将这些焚烧, 我看见过鬼帝跟他们交手, 这火很厉害, 连妖刀都可以烧。 可就在两人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 突然十三不行了, 半跪在地上, 好像眼前发黑, 耳鸣头晕。 我一脸失望地皱起了眉头, 果然是这样, 蒋力哥就是蒋力哥, 火也是虚火, 要不就关键时刻哑火。 哼, 原来是个废物, 浪费我表情。 苏魂收起了大能, 根本不屑一顾。 关键时刻不行, 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 都会看不起你, 实乃人之常情。 我想扶他, 但是十三哥却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帮我阻止他, 你是朱雀一族的朋友不是吗? 十三哥的话让我有些为难, 然后抬头看向了苏魂。 说实话, 杀苏魂也确实是我想做的事情, 但这里是何中间? 一旦打起来, 船体沉没或者毁坏, 那我们可能都要死, 这只是纸船, 但苏魂会飞, 他是鬼, 完全可以飘起来, 但我们不行, 我们会淹死的。 如果十三能用南明离火烧他的鬼气, 那我倒可以出手赌一下, 但他哑火了。 我苏杨行走江湖, 从来都不是什么正义之事,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我只做对我有利的事情, 现在这个情况, 跟苏魂打一点好处都没有。 再说了, 朱雀一族说是报恩, 但是却给了我一个废物, 什么巨星可想而知, 何来朋友一说, 帮不了你, 我也打不赢他。 我拒绝了十三, 没想动手, 我现在只想回去。 不过也不用太担心, 苏魂进去, 大概率是要夹着尾巴逃跑的, 他赢不了农情这些人, 他不知道南明离火有多么强。 怎么? 不打我可走了? 苏魂冷哼了一声, 越发地嚣张, 他也不会主动来杀我, 原因很简单, 现在要去杀朱雀一族, 如果途中浪费很多鬼力, 那他的计划就要失败了, 能不惹事就不惹事。 十三非常无可奈何, 苏魂要走, 他也拦不住啊。 怎么这么吵? 就在这个时候, 清儿从船舱里面走了出来, 然后看向了对面的船。 怎么还有船? 清儿定睛一看, 瞅见了站在了船上的苏魂, 突然就愣住了, 好像两人认识一样。 苏魂挑了挑嘴, 然后看着清儿说道, 见了爹不会叫一声吗? 女娲一族可真是声誉机器啊, 毫无亲情可言吗? 苏魂说得非常轻蔑, 如同在戏谑, 嘲讽, 话语及其刺耳。 只是我很震惊, 苏魂居然是妻儿的父亲。 怎么可能? 你, 我惊讶得哑口无言, 不知道问苏魂好还是清儿好, 甚至不知道怎么问出口。 别你我他了, 你猜老子当初进苏家的考验是什么? 哈哈哈哈。 苏魂的话让我极其不解, 他的考验是跟女娲一族睡觉很正常, 因为我们这一代考验的时候, 也有一个这样的, 但死得很惨, 跟女娲一族睡过的, 基本上都没了, 我是获得了人亡骨, 才保住了小命。 可苏魂是怎么活下来的? 他也有人亡骨吗? 而且还成功有了亲儿。 清儿面对苏魂是一副冷冰冰的模样, 但也知道苏魂是他的父亲, 看来他们也是接触过的, 就是清儿一副并不待见苏魂的样子。 我们女娲一族只有母亲, 没有父亲。 清儿回了一声道, 苏魂也并不生气, 呵呵笑着, 好好好, 也罢, 我一个鬼魂, 还当什么父亲? 当年打得哆嗦的是, 哈哈哈哈, 你们好自为之。 苏魂说完后, 啪的一声, 双掌合一, 一顿鬼咒以后, 鸣传渐渐消失于迷雾中。 本来还对我们有点敌意的, 可见到清儿后, 苏魂也放弃与我们争执, 直接去使鸣传离开了。 他, 怎么也能, 跟女娲一族, 然后不死。 我连忙朝契儿问道, 能在女娲一族十三下不死的, 必定有过人之处。 清儿转头白了我一眼, 这我怎么知道? 我那时又没有出声? 说得好像也是, 而且苏魂跟清儿好像并不好, 应该有些事也不会跟他说。 那子福也是他女儿? 我又问道, 清儿摇了摇头, 不是, 我们是同母义父, 每个父亲都不一样。 我透啊, 怪不得每个都不一样, 无论外貌还是性格, 都是天壤之别, 子福那么大, 白铃那么小, 还有黑桃, 差不多有两米高。 不过, 这女娲后人挺骚啊, 跟四个男人生下了不同的孩子, 怪不得苏魂说女娲后人成了生育机器。 别说了, 快回去吧, 子福的伤情有点重, 得赶紧回去处理伤口。 清儿好像很讨厌苏魂, 根本不想提起他, 转头回了船舱。 就在这个时候, 十三哥突然缠上我的手哀求道, 能带我回去吗? 那个家伙不知道有何阴谋, 我得回去告诉组长。 我连忙打开了他的手, 并不打算帮他, 因为这个纸船是有寿命的, 行走一半再回头, 我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而且, 苏魂肯定是走我们前头去的, 报告个屁啊。 十三哥, 你就不要嫌吃萝卜蛋操心了, 你们族群那么强, 区区一只恶鬼, 能干什么? 去了也是找死, 你还是先顾着自己吧, 续成这样。 我叹气摇头, 然后不管他继续行船, 子福伤情这么重, 我也不可能回头, 他肯定比朱雀一族要重要。 十三哥完全没有办法, 只能坐在船头暗自叹气, 不管这家伙怎么样, 对朱雀一族还是挺上心的, 完完全全把这当成家人, 就是不知道别人把不把他当成家人, 农情这样把他推给我, 分明是气子。 我行船多时, 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然后打开结界口, 跟他们三人一起跳了出去, 再次回到了黄河岸边, 刚才经历的一切全部消失, 仿佛没有出现过一样, 黄河水哗啦啦地流着, 那么的真实。 鱼怪河旁卸住的屋子, 还在,就是他们不在了, 死得很凄惨,屋子也破了。 我跟亲儿他们赶回了民宿, 这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大中午了, 我们昨夜去的。 我交代十三哥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 不然会引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我不想将十三哥交给天忆他们, 而且十三落到他们的手里, 也必定没有好果子吃。 回到民宿后, 我要来了许多药, 亲儿赶紧给子夫敷上, 消毒,绑上绷带, 女娲后人的体质还是不错的, 可以慢慢恢复。 这时候,天忆找上了我, 亲儿和子夫, 还有十三哥后, 表情有些不悦, 他朝我问道, 这些是什么人? 昨晚你去哪了? 他们都是我的人, 请来找朱雀一族的, 昨晚有点线索, 发现了两个合妖, 但给他们逃掉了。 我没给天忆说实话, 也从来没把他当成自己人, 他们都是张三丰忠实的狗, 一旦有什么事, 必定跟张三丰说。 天忆更加不悦了, 冷哼一声道, 以后有什么行动跟我不说, 不能一个人独自行动, 还有你的这些人, 底子干净吗? 不要找不三不四的人 进入我们内部, 一旦出问题, 我跟你都会死在主人手里, 明白吗? 跟你说, 哼, 你也是八大财团, 我也是, 你以为自己是我上级啊? 少拿老头压我, 我不吃这一套。 我回怼了他一句, 我没加入之前他也压不了我, 别说现在了, 我编个谎话骗他, 已经是给足他的面子了。 苏杨, 你, 天忆气地说不出话来, 没想到我翅膀硬了, 根本不怕他, 他也压不住我, 行了行了, 现在我们不要内讧, 合理把事情做好就行。 我摆了摆手, 随便打了一个圆场, 随后又问道, 和尚他们回来了吗? 活人找不到, 总该找到尸体吧。 我们五人下水寻找爷爷留下的五个标志, 但只有我和今天命回来了, 大光头和尚, 还有两个妹子没有回来, 一个叫莫斯, 一个叫壁祸。 一提起这个, 天忆脸色就有点难看了, 他说道, 和尚回来了, 但有点, 疯疯癫癫地, 好像中邪了一样, 壁祸, 尸体刚刚捞上来, 莫斯还没有找到。 和尚疯了? 怎么回事? 带我去看看。 我连忙说道, 疯了一个, 死了一个, 另外一个下落不明, 我很想知道他们遇到了什么, 跟我一样也是棺材吗? 那棺材里的人又会是谁? 天忆跟我来到了和尚的房间, 打开房门后, 我看见了和尚坐在了镜子前, 也不知道哪里弄来的头套和裙子, 还涂了胭脂水粉, 跟个女人一样, 时不时拨弄着长发, 这大中午的, 诡异的行为, 看着我们几个头皮发麻, 鸡皮疙瘩起了一身。 亲帝, 和尚的情况怎么样了? 天忆问道, 亲帝一直在这看着他。 就这样, 用判官笔驱邪过了, 但好像没有反应, 看上去更像是疯了, 不像中邪, 什么邪在我的判官笔下, 都无可遁形。 亲帝的自信不是盲目的, 判官笔自然可实邪, 驱邪更加不在话下, 我们这么多人在这里, 如果和尚只是中邪了, 我们不可能都看不出来。 唯一的理由只能是疯了, 但一个和尚疯了半女人, 这合理吗? 而且, 为什么看上去这么诡异? 难命离火没有找到, 来黄河也就两天时间, 一死一伤一失踪, 天忆的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而且是我带人下水的, 天忆对我怨恨很深, 连忙瞪着我。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和尚回头看向了我们, 然后诡异地黑黑笑, 他那女人装扮太吓人了, 看得我们寒毛倒立, 口红和胭脂涂得很重, 看上去跟鬼一样。 要不, 杀了他吧? 我总感觉不太对劲, 虽然没能在他身上查出什么, 可越是这样, 那就越危险。 黄河太邪了, 这么古老的长河, 下面有什么恐怖的东西, 无法想象。 唐灵不愧是唐门的人, 心肠极其歹毒, 既然无法解决, 那就把人给解决了, 一了百了, 以免祸害大家, 反正都疯疯癫癫地, 留着也没用了。 这帮人根本没有感情, 所有人纷纷同意了, 以期让和尚害人, 不如杀了, 保全自己最重要。 可我不能同意, 不是我菩萨心肠, 而是下水是我提议的, 和尚因此出事, 我要负责任, 绝不能杀他。 让我来试试。 我拿出了昆仑镜, 如果连昆仑镜都无法照出和尚身上的妖魔, 那他真的有可能是疯了。 其他人仿佛都不想接近和尚, 因为情况太诡异了, 什么事情都没有, 那才是大事情, 查不出邪, 那有可能是大邪, 他们都经得跟贼一样, 我的脑子里根本没有伙伴这个念头, 都是因为利益聚集在一起。 我带着昆仑镜慢慢走进了和尚, 他也没有什么反应, 只是看着我笑。 我念周立刻启动昆仑镜, 然后以镜面照之, 金光浮现, 妖魔皆无法遁形。 昆仑镜圣光打在了和尚的身上, 身上没有, 手脚也没有, 脸也没事, 甚至没有所谓的现出原形, 就是额头上有一股淡淡的黑气。 一股黑气? 黑气控制了和尚? 没理由啊, 黑气最多是邪魔的一口气, 肯定是有原形的。 难道昆仑镜也无法照出其原形吗? 可昆仑镜还是牛批的, 至少能照出一股黑气, 比判官比厉害, 至少知道和尚不是疯了, 应该算是中邪。 他中邪了, 但邪从何处起, 视为何物, 我暂且不知道。 我把事实告诉了大家, 这时候所有人纷纷议论了起来, 到底是什么邪罪能逃过判官比, 而昆仑镜也无法让其现行。 大家合力替他驱邪吧, 说不定能救他。 我朝人群说道, 或许逼出他额头上的黑气, 和尚就得救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和尚面目猙獰, 双爪如龙出海, 直接猝不及防地掐住了我的脖子。 我立马稳住身体, 脚踏地而立, 不动如山, 以身硬抗, 但他的手好像力大无穷一样, 掐住我的脖子, 快捏爆了。 我连忙挣扎反掌打于他胸口, 他丝毫没有反应, 身体好像僵硬了一样, 跟钢铁一样。 口念驱邪咒, 和尚哀嚎一声, 眼睛冒出青烟, 连忙用手挡眼, 好像惧怕昆仑静的近光。 我趁机拔出腰刀, 用刀口将他震飞了出去, 他撞伞了桌子, 然后在地上打着滚, 但很快就趴着身体, 跟野兽一样盯着我看, 念慕猙獰, 加上恶心的女装, 差点把我看吐了。 我一摸脖子, 发现都出血了, 可恶, 被他偷袭得手了, 幸亏我有反制手段, 刚才换成任何一个人, 估计都得重伤或者死亡, 因为他好像什么都不怕, 昆仑静能稍微克制一下他。 邪碎什么都不怕的, 那强度就有点高了, 不知道是什么恐怖的存在。 大胆妖魔, 还不现出原形, 少在这里装模作样。 我用妖刀指向了他, 其他人见出事了, 也分分量家伙, 总得保护老板吧。 天忆连忙躲在后面, 生怕自己受伤, 惊得很。 嘿嘿。 和尚的喉咙里, 发出了干枯的笑声, 听得有点头皮发麻, 这声音跟死了一户口布似的。 好久不见啊, 掌、圣。 一个女人的声音, 从和尚嘴里崩出, 而且还看着我, 叫了傅长生的名字。 我心里咯噔了一声, 凡是认识傅长生的, 绝对是远古的棘手存在, 这一下不好搞了。 你是谁? 我连忙问道, 虽然没有现行, 但总算开口说话了。 我是谁? 你不记得我了吗? 哦,对了, 你应该投胎转世了,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运气可真好啊, 居然投胎了一个好身体, 不像我, 被张道林和叶寒一封印在黄河之下。 和尚断断续续地说着, 但话语还算清晰, 就是看他说女生有点难受。 说了这么多, 你还是没到出来头, 你到底是谁? 我再次问道。 按照他的话, 那五副棺材确实是张道林弄的, 这个妖魔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张道林不但将尸身封印在棺材, 还封印斜碎, 他到底想干什么? 鬼帝好像错过朱雀一族了, 确实跟他们没有关系。 可不止张道林一个, 还有一个熟悉的名字, 叶寒一。 叶家的老祖宗, 一剑特么地把天都劈开了, 为了叶家不去投胎, 以魂寄身于剑中, 再用剑控制一具骷髅身体, 没想到他是张道林那个时代的人。 张道林加上叶寒一, 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为什么要在黄河最显耀的地方布置五副棺材? 而棺材里面又封印了比较强的东西。 我爷爷当年跟随朱雀一族来黄河制造千基散, 估计发现了这五副棺材的所在, 然后把其标志在了千基散的散页上面了。 千基散根本就不是朱雀一族所在的地图, 而是黄河底下这五副棺材的地图, 只是刚刚巧朱雀一族就是住在黄河而已。 制造这个地图的原因, 也不是为了告诉别人朱雀一族在黄河, 而是告诉别人黄河底下有这五副棺材, 我们全部人都会错意了, 而且虾猫碰上死耗子, 朱雀一族就是住在黄河。 想来也是朱雀一族隐居在此, 跟我爷爷又无冤无仇, 我爷爷为什么要画一个地图去暴露人家, 这不是纯纯找茬吗? 还有一点就是, 我爷爷发现这五副棺材的时候, 没有告诉一起来的苏婷, 也没有告诉朱雀一族, 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并且把其记载在了千积伞的伞页上。 直到这个妖魔的出现, 我才终于明白爷爷的用意, 也知道了千积伞地图的真正用意。 如果没有爷爷这个地图, 黄河这么大, 估计很难有人发现得了这五副棺材, 除非碰巧, 估计爷爷当时也是, 因为棺材是埋沙泥里面的。 此时和尚又发出一声甘笑, 打断了我的思索, 然后阴森森地说道, 傅长生, 你可能不记得我了, 但是我的名号也曾屠露世人, 不知道后世友曾记载我的存在, 老娘就是血魔幽权, 诞生于吃油血血的终极恶魔。 血? 什么血? 我仿佛听到了什么? 和尚突然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这么多年不见, 你怎么变得这么猥琐了? 你才猥琐, 你全家都猥琐, 管你是妖士魔, 老子剁了你。 给我上。 见有邪, 大家一拥而上, 和尚瞬间被团团包围, 亲帝以判官笔阵支, 在外围和门窗都化了符咒, 以防其逃跑。 无数的符文降下, 噼里啪啦地打在和尚身上, 可是这玩意, 好像完全不受损伤一样, 一道魔器在额头浮现, 和尚马上立如金刚, 身体百战不坏, 双掌直接将所有人推开了, 不怕符文, 也不具法器, 仿佛一切都无法伤害到他一样。 他双眼心红, 皮肤也是红得厉害, 跟血人一样, 人极其狂暴, 跟点威似的。 让开! 唐灵突然大吼一声, 随后便痛下杀手, 根本不是想救这和尚。 暴雨梨花针 无数的飞针冲向了和尚, 如同下雨一样, 火花四溅, 寒光四起。 和尚一阵, 恐怖的魔器呼啸而出, 有很多血液跟珠子一样爆了出来, 轰的一声, 暴雨梨花针瞬间就没了, 房间一片凌乱, 周围的东西全部破碎, 门窗也成了灰。 和尚一脚踩地, 地裂防塌, 墙面支离破碎。 想走, 没那么容易。 我妖刀绕开众人, 背后偷袭, 紫光大起, 妖魂澎湃, 试图吞噬这股庞大的魔力。 可是和尚居然单手接刀, 妖刀和手之间擦出了恐怖的火花, 力量弥漫于周围, 如水波一样荡漾而出。 傅长生, 一把出刀就想杀我, 看来你是真的将我忘得一干二净了。 和尚冷哼一声, 另外一手记在了妖刀上, 我立马被这股强大的魔力给击退了。 妖在魔之下, 而且差了不少等级, 妖做成的刀还没成长到可以破魔身, 而且这个血魔好像是真真正正的魔, 跟我们平时所说堕入魔道那种魔不一样。 真正的魔, 非常恐怖, 可他好像是刚刚清醒过来, 力量没有完全恢复, 不然他早杀人了, 不会还躲在这个房间里梳头发。 谁要记得你, 你又不是我妈? 剑妖刀无法破他魔体, 我只能再次利用昆仑镜, 可他也不是傻子, 连忙避开了, 静光不能准确地照射到他。 此时青帝连忙以笔划圈, 一道黑色的圈顿时如绳索一样将和尚给捆住了。 和尚奋力挣扎, 但判官比的力量还是挺强的, 至少能困住他几十秒。 我连忙用昆仑镜对准了他, 一道金色的静光瞬间将他击飞了出去, 狠狠砸穿了地板, 他浑身的血液跟浓一样流了出来, 还咕噜咕噜地冒泡, 跟沸腾一样, 皮肤已经全部溃烂, 和披了一件血仪似的。 扑斥一声, 他双手好像翅膀一样, 直接加速朝清地冲了过去。 杀了你, 感应我。 恐怖的女生犹如地狱修罗, 直冲青帝面前, 想要将其掏心挖肺。 青帝连忙举起判官比抵挡, 一道幽光点缀, 比肩有光芒。 可只是消去和尚大半的鲜血, 并未能抵挡疯狂的冲击, 和尚直接破了他的比例, 将其掐住脖子按在了地上, 青帝立刻鲜血喷涌而出, 他口念咒语, 但驱邪咒根本无济于事, 幽权太厉害了, 根本不怕这些。 与此同时, 一道咆哮冲了过去, 失隐凌厉, 几个汉拔出现, 以强悍的尸身将和尚活生生撞开了。 吼! 汉拔全部仰天大吼, 然后跳向了和尚, 再次发动攻击。 我吼, 惊天命, 还是你小子够一起。 青帝勉强爬了起来, 吐着血跌跌撞撞往后退, 人差点就没了, 不是我们不救他, 是速度太快了。 汉拔上前围攻和尚, 和尚与其打了十几个回合, 将汉拔打得七零八落, 但没有用, 汉拔尸身强悍, 打倒了很快就站起来了。 而且血魔的血对僵尸来说, 简直就是美食, 他面对僵尸, 始终无法战胜, 拉扯半天, 反倒越打越后退了。 是时候擒住他了。 剑后他差不多, 我连忙再次运用昆仑镜, 他本来就是刚醒, 没有完全恢复实力, 被这样一搞, 我们就可以趁虚而入了。 其他人立马展开法力, 用所有的皇符围成了一个阵, 加上汉拔, 和尚已经无法跳出其包围圈, 皇符发出金光, 一阵又一阵, 所有人的法力加在一起, 再无法生效, 那我就只能说他真牛逼了。 此时我拿出佛印, 口念咒语, 顿时佛印如山, 直接压在了和尚头顶上, 看着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佛门印章, 但顶在和尚头顶的却如同一座山, 佛印缭乱, 一道佛光乍现。 无天法印? 傅长生, 放开我! 和尚大吼, 以恐怖的魔气逼退了汗拔, 但佛印始终无法一时之间挣扎出来。 轻变, 用判官笔将他逼出来。 我对轻变喊道, 这家伙虽然有点耸了, 但还是照做, 他以极其快的笔速在和尚身上画下了五十一道符, 几乎覆盖全身, 道道符都如中魁的判官咒, 一咒比一咒强。 啊! 和尚发出一声哀嚎吼叫, 判官咒在他身上滋滋作响, 好像烧了起来似的, 血液缩了回去, 皮肤恢复正常, 和尚瞳孔放大, 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一样。 没多久, 一道黑气跟蚯蚓一样, 从他眼睛一点一点飘了出来。 怪不得没有现形, 原来他根本就没有形状, 就是一道黑气, 这也是他的本来面目。 所以, 他是没有身体的, 只能靠附身于别人。 想走? 没有那么容易。 我立刻用昆仑镜罩住了他, 然后一通咒语过后, 将他吸取了进去, 封印在镜中。 傅长生, 放我出去! 一声声的尖叫和呐喊在我耳边响起, 但很快就消失了。 幸亏他实力没有完全苏醒, 不然我们就麻烦了。 抓住幽泉后, 所有人都长叙了一口气, 而且和尚没死, 就是已经浑身是血, 有点面目全非。 被血魔上身可真是一件惨事, 而且还是很远古的血魔, 我猜和尚也是打开棺材的时候被附身了。 水中不好操作, 有力也未必使得上, 和尚应该是吃了水下的亏。 赶紧治疗和尚, 应该能救得及。 我连忙对天忆说道, 队伍里是有诡异的, 就是混死人犯的医生, 帮女鬼接生, 给鬼看病等等, 当然了, 人的也能看。 这时候, 天忆可站出来了, 刚才躲在后面跟贼一样, 他推开人群然后喊道, 李博二, 没死就出来, 看看这个和尚。 天忆喊了一嗓子以后, 角落里一个唯唯诺诺老中医模样的人站了出来, 他就是我们队伍里的鬼医李博二。 看他这个样子, 应该就是懂医术而已, 实力不怎么样, 不然不会怕成这样。 李博二连忙让人将和尚抬了出来, 然后将糯米附在了和尚的身上, 这时候, 和尚的身体马上冒烟, 而且是黑烟。 这是和尚身体还残留着魔器, 我以为糯米只治疗尸毒, 没想到还治疗魔器, 有点长见识了。 李博二说和尚虽然重伤, 但没有生命危险, 可以治疗好, 让天忆放心就行。 天忆也算松了口气, 朱雀一族没有找到, 他也实在不想再损失一员大将。 苏雅,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都说了别下水, 现在搞成这样。 天忆感觉很晦气, 连忙将怨气撒在了我的身上。 你懂什么, 现在才是开始, 所有的谜团都会解开的。 我冷哼一声, 露出了有意思的表情, 然后看向了自己的昆仑镜。 幽权虽然厉害, 但已经被我风于尽忠, 他应该知道一些事情, 到时候我看看, 能不能从他嘴里撬出什么。 而且, 朱雀一族的人已经被我拿捏, 我自然不用担忧什么。 可天忆却不这样认为, 反而冷脸看着我, 你什么团? 你以为自己是柯南吗? 现在我们是来找南明离火的, 不是来找是做的。 再找不到朱雀一族, 到时候你后果自负, 这样搞下去, 人迟早死光, 黄河这鬼地方有多邪, 你知道吗? 黄河都不知道多少年了, 当然邪门越古老的东西, 越诡异, 就好像拥有某种力量一样。 我知道你很急, 但你先别急。 往连忙安慰着天忆, 我有分寸的朱雀一族就在附近, 找到他们是手道擒来的事情。 哼, 苏杨, 你别再忽悠我了, 以后的事情我圈圈做主, 我不会再相信你。 说完后, 天忆生气扭头就走了, 这娘们也真不是好忽悠的。 接下来所有人都整顿了起来, 疗伤的疗伤, 休息的休息, 这帮人全是摸鱼怪, 看上去是能干且忠心耿耿的部下, 其实都想着混, 大家都不想拼命, 毕竟有钱也得有命花。 亲弟最惨, 自从我出现后, 他身上的伤就没有停过, 就伤没好, 有天心伤。 民宿被破坏了以后, 我们还赔了不少钱, 幸亏我们也不是差钱的人, 这老板被钱砸得七荤八素的, 把他房子拆了, 估计也得对我们笑脸相迎。 眼看天又黑了下来, 我抛下众人, 立马回了自己的房间, 亲儿还在照顾子福, 看着我顺口问了一句道, 今天怎么了? 为什么那么吵? 有魔? 而且还戒身复活, 猛得很。 我对亲儿解释道, 亲儿立马激动了起来, 有魔? 这么危险, 奶呢? 别紧张。 我连忙安抚他, 让他坐下, 然后指着昆仑镜说道, 在这呢, 我将他封印进了昆仑镜里面, 任他有再大的本事, 也绝无法逃脱得出来。 那还好, 黄河这么古老, 底下有什么都不奇怪, 但我看古书, 魔是不祥之物, 而且异常凶猛, 比妖鬼都厉害。 亲儿长嘘了一口气, 如果遇到很厉害的魔, 估计能把我们都全吃了, 也多亏了我有昆仑镜。 可是我却拖着腮巴子 对着昆仑镜动起了念头, 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苏杨, 你想干什么? 你可别吓我。 亲儿以为我中邪了, 连忙吵我叫了一声。 我挥了挥手, 示意他别吵, 别嚷嚷, 我没中邪, 有昆仑镜在还不至于, 我就是想问他一下问题。 说完后, 我下定了决心, 双手竖起, 然后咬破手指头, 以血开镜, 但只开一半。 这时候, 镜中的黑气形成了一张可怕女人脸, 然后疯狂撕咬着镜子, 想从中脱逃而出, 但我死守其中, 以法力镇压, 因为这就跟半开的门一样, 它是有机会逃出来的, 我必须盯紧了。 这股含义就是魔气吗? 好可怕。 虚弱地咳嗽着, 本来就重伤的他, 感觉魔很可怕, 可能是体虚的原因, 整个人都毛骨悚然的样子。 这还是没有完全恢复魔力的情况下, 我们联手加上昆仑镜才把他给收服了。 我把刚才的危险情形都说了出来, 轻而看的古术描述没有错, 魔确实很恐怖。 这时候, 镜中的幽泉却突然咆哮一声, 傅长生, 放我出去, 你个孬种, 有本事杀了我, 利用昆仑镜关着, 我算什么好汉。 是是是, 你是好汉, 你是好汉, 当年怎么不上昆仑山找我? 我回对他一句, 幽泉立刻哑口无言了, 随后有点试探性地问道, 你记得前身的事情? 我当然不记得, 这都是我猜的, 昆仑山里面封印了那么多妖魔鬼怪, 幽泉赶上昆仑山, 应该也是其中之一了。 哪里还有机会在黄河躺着? 你管我那么多, 我问你, 你为什么被封印在棺材里面? 我连忙朝他问道, 开半镜就是为了问他问题的, 不然我不会冒这么大一个风险, 封印半开他也有机会逃跑的, 我必须聚精会神, 小心翼翼地看着他。 你猜, 嘿嘿嘿, 幽泉突然笑了起来, 腰食人心, 磨懂人性, 以贪为诱, 以欲为耳。 这玩意, 知道我有需求, 立刻给我卖起了关子, 想通过这个, 要我放了他。 不说拉倒, 你就在昆仑镜里面慢慢泯灭吧。 跟我耍手段, 你还嫩了一点, 我不是人, 哪来的人性给你亏他? 昆仑镜可不同于别的法器, 在里面久了, 就算是磨, 也会慢慢死去消散。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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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 你能放我走吗? 幽泉连忙说道, 他倒挺怕的, 以前封印在棺材, 至少小命可以保住, 但在昆仑镜可没有这么好运。 可以, 只要老实回答我的问题, 我自然会放你走。 我老实地回答道, 幽泉高兴极了, 连忙答应, 只是他万万没想到, 人心有多么的肮脏, 而且, 他也没有别的路可以选。 告诉我, 张道林为什么将你封印在黄河? 有何目的? 我回到了上一个问题, 河底有五幅棺材, 五幅棺材里面一定都有封印物, 张道林这样做不会是平白无故的, 如果是单纯的降妖除魔, 为什么要选择黄河, 而且要凑过五幅棺材呢? 为了镇压, 黄河底下封印着一个恐怖的家伙, 幽泉说道, 恐怖的家伙, 谁? 我一下子就来了精神, 而且突然心里咯噔了一声, 如果那五幅棺材是封印底下的东西, 那如果棺材被挖了出来, 我无法想象会发生什么事情, 也不敢想象, 张道林和叶寒一联手封印的玩意, 那得有多恐怖, 再想想用于封印的棺材, 里面都是什么厉害的玩意, 那就可想而知封印的人有多么厉害了。 我不知道, 幽泉刚刚让我有了反应, 这句话直接让我又泄了下去, 没用的东西, 不知道你说个屁。 我真不知道, 我直接就被封印了, 我能咋知道? 不过我能感应得到, 黄河最深处有一个非常恐怖的家伙, 他就好像一团火一样, 我连窥视都会被烧成灰。 幽泉解释着, 这倒也不能怪他, 他算被囚禁的魔物, 直接就给封印进棺材里面了, 还真无法知道下面封印着什么玩意。 况且, 我总感觉幽泉都有点害怕, 根本不敢多管闲事, 去查那是什么东西。 它也不算弱了, 只能当作封印物, 而且是五分之一, 那下面的东西估计能把它秒成渣。 那你知道, 为什么张道林选了, 你做封印物吗? 我又朝幽泉问道, 那五副棺材, 虽然我只知道其中三个, 一个鬼帝的尸身, 一个惊天命说的女娲一族, 一个就是血魔幽泉, 另外两个暂且不知道。 可我想不明白, 这样的封印物有什么讲究? 怎么都无法将其联想到封印上面去? 当然知道, 人、 魔、 鬼、 妖、 仙。 五弦轮回到镇, 此镇威力无穷, 可镇压万千斜碎, 就算再厉害的人物, 也无法挣脱此镇。 但所选之物, 必须是五方中的顶级配置。 幽泉解答了我的疑问。 人、 魔、 鬼、 妖、 仙。 我捋一捋, 人的话, 应该是女娲一族, 虽然是人身蛇尾, 但女娲应该算人母, 作为人的顶配应该合适。 魔的话, 应该就是血魔幽泉了, 上古血魔, 血统纯正, 乃是吃油血血中诞生的, 异常恐怖。 鬼的话, 应该是鬼帝, 一方鬼帝自然构格, 鬼的顶配无庸置疑, 所以张道林用了鬼帝的尸身。 这三个就是人, 魔、 鬼, 而且是顶配, 那妖何仙呢? 妖的话容易理解, 肯定也是找得厉害妖, 有可能是妖王之类的尸身, 可这个仙。 世界上有仙吗? 而且有仙的话, 他张道林凭什么弄? 应该是奇异, 不是真的仙, 之前我不还遇见什么尸线之类的。 张道林果然厉害, 居然还能琢磨出这样的阵, 我开始有点好奇下面的东西了, 但我知轻重, 只是好奇而已, 我不再想知道下面是什么玩意了, 只想快点将棺材还原。 都怪爷爷, 没事标记这个干什么? 万一破坏了这个阵法, 下面的东西上来了怎么办? 我已经打电话给二叔了, 让明年的清明不再烧纸钱给他, 烧手机不少充电器, 烧车子不烧钥匙, 这害人的玩意。 现在棺材虽然出来了, 但黄河里面依然没有动静, 很明显下面的东西还是没有出来的, 现在填补或许还来得及, 张道林肯定设置了很多封印, 绝不止一道防线。 悠泉姐姐, 刚才我说的话, 你就当放了个屁, 试关仓声, 我不能放你出来, 你得继续回棺材里待着。 悠泉听我这样一说, 立马知道事情不对劲, 连忙怒吼, 叫拼命挣扎。 傅长生, 你这个王八蛋, 说话不算话, 你特么的烂JJ, 不得好死, 放我出去。 可我眼疾手快, 立马关了昆仑镜, 悠泉再次被封印。 傅长生已经死了, 我叫苏杨, 我说的话, 我自己都不信, 你信了你就活该被骗, 继续封印你几百年, 让你反省一下, 不要轻易相信人类。 我说出了一番 语重心长的话, 不过他应该是听不到了, 也不需要他听到, 我要将它重新封印回去了。 事不宜迟, 我一刻都不敢耽误, 生怕破坏封印以后, 下面的东西直接就出来。 现在虽然已经是晚上, 但我依然要去, 水下再邪也没法顾及了。 轻儿, 把鬼地的尸身抱出来给我。 我说道, 轻儿这时候从床底 将鬼地的尸身抱了出来, 然后说道, 夜黑天鹰一身邪, 本来黄河就险, 你当真要现在下去吗? 你在关心我吗? 我笑着看向了他, 轻儿比其他姐妹端庄文雅, 只有他不想男人, 但他是苏魂的女儿。 想起苏魂, 我心里就有疙瘩, 这男人他恶心了。 谁担心你啊, 只是你不回来, 那帮人可不待见我们姐妹俩。 轻儿嘴硬地说道, 哦, 是吗? 不过你放心, 我苏杨命硬, 曾经也是赢过十几亿对手的人, 没那么容易死。 我黑黑笑着, 然后紧紧抱起了鬼地的尸身, 忧不起了, 鬼地姐姐, 你尸身又要没了, 千万别在这个时候继续还魂了, 我解释不清。 十几亿对手, 你吹吧你, 快走快走, 去迟了, 这黄河可能不太平了。 轻儿又假装不关心我了, 连忙驱赶着我, 甚至要关门。 且, 谁说, 我吹牛了, 大家都是, 赢了十几亿对手的天选之子啊。 现在下水不可能再找今天命他们了, 因为天意已经因为这个跟我闹翻, 不过我一个人总得有人接应, 轻儿要照顾子服, 所以, 唯一的人选, 只有十三个了。 虽然龙十三非常虚, 但让他在岸上接应我一下, 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回来的时候, 我已经给他吃了十几个生蚝和腰子补身体, 总该恢复了一点吧。 我连忙前往了十三住的房间, 打算带上他一起去黄河, 幸亏千鸡散上的五个点我已经背熟, 现在先将鬼地的尸身和魔魂放回去, 其他三个再慢慢琢磨。 可来到十三的房间后, 我突然发现, 唐灵和惊天命堵在了门口。 你们两个干嘛? 我扫了他们两眼, 感觉事情有点不太对劲, 这大晚上他们堵十三个的房间干什么? 难道说, 天忆不相信我带回的人, 要来查他吗? 是天忆老板吩咐的, 不管你是, 你走吧。 惊天命也没说什么, 只是让我走, 但他提到了天忆, 我自然明白怎么回事了, 不过应该没关系, 我已经吩咐过十三不要暴露自己身份。 我也是你们的老板, 我凭什么走? 而且, 里面的好像是我的人, 你让我走。 我瞪着他们, 气势要压过他们, 他们只是打公仔而已, 我还能给他们唬了。 苏老板, 不要让我们难做, 我们只是小的。 你们两个人内讧, 我们很难搞啊。 唐灵搓了搓鼻子, 一脸都为难, 可两人还是挡在我面前, 不让我进去, 很明显, 他们更偏向天忆, 毕竟就老板比新老板更加稳。 难做? 那就别做了, 让我进去。 我直接体刀架在了唐灵的脖子上, 他连忙举手了手, 然后紧张地咽着口水, 但人还是没有躲开。 你杀了我也没用, 我让开也没有好果子吃, 你不如去找天忆老板行吧, 不要为难我们这些手下。 唐灵紧张地说着, 他还真怕我下手杀了他, 但同时又害怕天忆。 这时候我看向了门然后问道, 里面有谁? 他们两个守在门外, 里面肯定有人, 我有点担心十三个, 所以必须闯进去, 但唐灵跟金天命居然有命挡我, 我自然也不好下手杀他们。 林莉莉, 金天命说道, 林莉莉是我们队伍里最漂亮的, 有魅魔之称, 修的魅属, 一身皮囊极其精致, 可是皮囊之下包裹着什么? 可想而知, 听说这娘们可以让男鬼都耕田耕死, 极其恐怖, 但实战没有太强, 可他对八大财团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男人基本过不了他这一关。 商人, 高官, 还有各种对手, 朋友, 这些人在他身上都要拜下阵来, 你说八大财团能不需要他吗? 这个世上, 除了太监和我苏杨, 不存在真正意义上不好色之人。 天忆的手段很明显, 就是让林莉莉找十三哥问他不能说的事情。 这下事情糟糕了, 以十三哥的定力, 估计抗不过几个回合就得拜下阵来, 刚才我还不担心的, 现在听到是林莉莉, 我立马就要往里面冲。 苏老板, 你冷静一点, 不能进去。 金天命立刻出手拦我。 你算什么东西, 拦我折死? 我直接对着金天命挥刀, 而且是真砍, 事到如今, 我不可能在手下留情, 先杀鸡儆猴, 另外一个必定会被吓着。 金天命看我来真的, 连忙寄出汉拔, 一阵失风刮来, 恐怖猙獰的汉拔马上挡在了我跟金天命中间, 可一只汉拔怎么可能挡得住我? 腰刀震开汉拔后, 手如惊雷, 直接掐住了金天命的脖子。 这家伙没有办事化战斗力不行, 大部分都是靠汉拔。 苏老板, 我只是按照吩咐办事, 你要进就进呗, 就是到时候你自己跟天忆说。 金天命果然上道, 怕我杀他, 连忙服软了, 唐灵见金天命软了, 他也只能不管, 不然我下个就是砍他。 滚开, 我到时候自己跟天忆说, 轮不到你来操心。 我连忙推开了金天命, 两人都退到了边上, 见我来真的, 不敢再挡我。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天忆带着一大帮人出现了, 然后迅速挡住了我。 苏杨, 你心里有鬼啊。 天忆阴阳怪气地说道, 我心里有鬼? 能有什么鬼? 我反问道。 天忆冷哼一声, 随后看着房间说道, 你要是心里没鬼, 你怕什么呀? 你带回来的那个十三, 见不得人吗? 林立立又不会杀他, 你紧张的什么戒? 天忆, 你动我的人还强刺夺脸, 那你洗澡的时候, 怎么不让我进去看? 你也心里有鬼吗?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藏着掖着? 你凭什么怀疑我的人? 我有点气不过, 对了他一顿, 这个臭娘们, 嗅觉还挺准的, 不愧是从小就跟了张三丰的。 你少在这里跟我偷换概念, 等下有鬼没鬼, 林立立出来就知道了, 那小子这么虚, 在林立立手下看不了多久。 天忆不语理会我的话, 依然我行我素, 他至今都未能相信我, 不过也正常, 我一消失, 就带回来了三个人, 女娲后人还好解释, 这么多阴阳江湖的高手, 都在, 应该也能知道, 但十三确实有点身份不明了。 我确实急了, 因为十三哥的身份一旦暴露, 他就危险了, 而且, 南明离火到不了我的手上, 虽然我要这个火, 也暂时没用。 今天谁敢挡我, 我就杀谁? 我历声喝道, 天忆也是八大财团之一, 我也是, 我不相信他们敢偏心。 天忆这时候, 突然伸开手挡在了前面, 那你杀我吧。 好, 你说的, 臭婆娘, 真当老子不敢宰了你。 我提起妖刀, 直接朝着天忆砍了下来, 这臭娘们胆子真大, 不淡不闪, 甚至眼睛都不眨一下, 他知道我不会杀他的。 可他让我杀他, 我如若不动手, 我不成了他孙子了吗? 我咬进牙关, 妖刀直接朝他天灵盖劈下, 而且根本不流利, 我就要宰了他。 就在此时, 青帝连忙挥动判官笔, 挡住了妖刀, 可他不如我, 妖刀还是下沉了几分, 差一厘米就落到了天忆的头上。 青帝直接惊呼了起来, 天忆也是吓出了一身冷汗, 他以为我不敢杀他, 刚才不是青帝他, 差点就没命了。 苏杨, 你居然真敢下手? 天忆握紧了拳头, 一脸狠狠的样子。 你他妈说让我杀你的, 我一辈子没见人有过这样的要求, 我不能违背妇女意愈啊, 这是犯法的。 我笑了起来, 刚才还不怕, 现在怕得冷汗直流, 还得动真格才能唬住他。 可就在这个时候, 林莉莉出来了, 他舔了舔嘴角那一抹邪恶的白色, 然后说道, 老板, 他说了, 他是朱雀一族的人, 叫农十三。 我心里咯噔一声, 直呼糟糕了, 十三这个垃圾, 当真败在了林莉莉的石榴裙下。 农十三啊, 农十三啊, 说好的, 只用枪口对准自己呢, 你怎么就逃不过这份骷髅呢? 这下好了, 身份暴露, 苦的不是我, 而是你啊。 哈哈, 苏杨,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吗? 天意得意了起来, 找到朱雀一族的人居然私藏了起来。 你看我怎么上报主人治你的罪。 治罪? 人是我找到的, 治什么罪? 老子功劳最大好吗? 我找到的人, 凭什么告诉你? 让你分工吗? 你算什么东西? 我连忙改了口风, 事到如今只能认了, 谁让十三不争气, 我不能让天意给我也定了罪。 哼, 原来是想跟我争宠啊。 你想多了, 你的新来的, 凭什么跟我争? 带他走, 明天天意亮我们就回去。 天意一声令下, 金天命和唐灵立马进去, 将十三逮了出来, 这家伙特么直接冲晕了, 人都有点迷迷糊糊的, 这应该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吧。 十三哥被抓住了, 用大铁链捆在了一间房内, 有许多人看守, 明天一早, 估计就带他回京都, 到时候落在张三丰的手里, 神仙都难救。 我没敢再救他, 现在他身份暴露, 我再去做这种事, 就有点不合适了。 苏杨, 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天意高兴极了, 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 扭着屁股从我面前离开, 其他人也纷纷走掉, 只剩下我一个人, 对着空荡的房间发呆。 怎么办, 虽然十三顿我见面没多久, 但他也不是什么坏人, 落到张三丰手里, 必定生不如死, 我真不想害他, 他虽然是蒋立哥, 但也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还有, 我真不想张三丰拥有难民离火, 这老头我总感觉, 他会去干很坏很坏的事。 怎么办, 我该怎么改变现在的局面? 我闭上眼睛, 思考了大概十分钟后, 突然再次睁开, 而这一次深入露凶光, 身上散发着巨大的杀气。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改变局面了, 那就是杀天意。 这臭娘们一死, 一切都归我掌控, 她是我的绊脚石, 也是张三丰派来制约和监控我的人, 只要有她在, 我浑身都不自在。 所以, 只能杀了她。 黄河这么险, 又邪门无比, 她死在这里很正常吧? 天意, 是你逼我的, 我要让你永远留在这里。 我虽然动了杀星, 但要杀她绝不容易, 而且, 她今晚过了就走, 时间还短, 我必须尽快想到办法解决她。 我走回了十三个的房间, 然后打坐冥想, 现在黄河封印的事得暂且搁浅一下了, 下去我也不知道能不能上来, 得先救十三个。 冥想了大概两个小时, 我终于想到了周翔的杀人计划, 今晚我必定要让天意死在这里。 她死了, 那我就是唯一一个老大, 所有的事情都能变得迎刃而解, 包括夏帅。 今晚, 她必须死。 我写了一张纸条, 然后让林莉莉交给天意, 林莉莉几乎是天意的秘书, 两人不离身, 天意经常把她带在身边。 纸条的内容很简单, 就是你也不想你的女儿遭遇不测吧。 然后我约她到官十三的房间里面会见。 白苏苏绝对是天意的软肋, 而且是一个不能暴露的秘密。 我用这个来威胁她, 她必来无疑。 来到官十三的房间, 看门的有很多人, 估计天意防着我。 苏老板, 别费劲了, 这次你怎么样都不能进去。 惊天命这回李直气壮了, 直接拦住了我, 其他人立刻站了起来, 对着我虎视眈眈。 找朱雀一族是这回的目标, 我有嫌疑, 他们不会放我进去的。 而且, 天意一定吩咐过, 只要人过了今晚没事, 他们就能回去了, 不可能让我耽误他们下班, 老板, 也不行。 天意让我来的, 你们放心, 我们已经和好了。 我撒了一个谎。 真的, 今天命半信半疑地看着我, 凭我一句话, 他们很难相信我。 废话, 我能骗你们吗? 等下天意就来, 最多三分钟。 不来, 你们直接赶我走就行。 我直接保证着, 特么的, 没想到老子一个大老板这么卑微, 都是天意这个臭娘们害的, 我今晚非得整死你不可。 所有人面面相去, 一副还是不太敢的样子, 这时候我往前走, 但他们还是不敢放我进去, 假意阻拦我。 我苏杨在这里发誓, 如果你们敢拦我, 回去京都, 我保证一个个整死你们, 不然我是不为人。 人是我抓的, 功劳是我的, 敢帮天意夺我功。 我怒目而视, 瞪着这里的所有人, 你们这群打工仔, 可真是胆大包天啊, 不生气, 但我没东西是吧。 这回他们有点害怕了, 我苏杨什么人, 他们多多少少也了解过, 要是我机缘报复, 他们也没有好果子吃, 不止天意是八大财团。 而且我故意说真功, 这样的话就成内讧了, 两个上层真功, 他们插指脚进来, 就是牺牲品, 谁也不想自己成为炮灰。 这回我在向前走的时候, 就没人敢挡了, 我推门而入, 终于进了官十三的房间。 这个房间的窗户, 已经被封死了, 而且, 后面也是有人守着的, 想逃基本不可能, 十三被铁链捆着, 然后绑在了椅子上, 根本没有自逃的机会。 这回他醒了, 看见我来连忙不解地问道, 苏杨你可来了, 为什么他们绑我? 不是请我帮忙的吗? 抓我干什么? 你个傻子还好说, 我不是让你别暴露身份吗? 一个女人就把你搞定了, 朱雀一族的脸全让你给丢光了, 可恶, 我直接给了她一个暴力, 疼得她哇哇大叫。 这不能怪我, 她太漂亮了, 而且那么温柔, 温暖的小嘴, 灵活的舌头。 行了行了, 别说了, 也不能怪你小子, 除了亲人, 你估计也没怎么见过女人, 林里里太厉害了, 你根本不可能把持得住。 我叹了口气, 十三哥永远都不可能 过得了美人观的。 色字头上一把刀, 女人是洪水猛兽, 所以我为了行善积德, 把女人都收了, 不让她们去祸害别人, 佛祖请给我功德加一, 谢谢。 可十三哥居然不乐意了, 直接对道, 这是什么话? 什么叫没有见过女人, 老子之前偷偷出来过, 还搞过一个对象好吧? 对象? 就你? 后来怎么样了? 我连忙好奇地问道, 黄了, 十三哥无奈地耸了耸肩, 为什么? 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对象, 不用用手了, 怎么说黄就黄? 他要苹果十四, 我觉得太物质, 就分手了。 我皱起了眉头, 你小子没事吧? 还是你提分手的? 再说了, 你格局也太小了吧? 你不送他苹果十四, 怎么拥有他的十三呢?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门又被推开了, 天意如鱼而至。 来了, 终于来了, 天意, 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天意推开门后, 身后跟着一大堆人, 他瞧了我一眼, 然后又瞧了十三个一眼, 冷哼一声道, 苏杨, 你找我来此干什么? 嗨嗨, 比较私密的是, 你要是不想别人知道的话, 还是让他们都守在外面吧。 纸条上我已经写明了, 天意自然懂我的话, 他犹豫了一下, 估计也怕我耍花样, 但他可能有点担心女儿, 最后只留下了林莉莉, 其他人全都赶出了外面。 外面守着人, 身边又有林莉莉, 天意还是比较安心的。 而且, 他应该从来都没有想到过, 我会杀他, 他也不觉得我敢。 林莉莉是天意的贴身秘书, 他在场天意不在乎, 其他人则不行。 人走关上门后, 天意立马怒骂道, 苏杨,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怎么知道我女儿的? 我当然知道, 好巧不巧, 她是我的租客, 没想到啊, 你居然还有两个女儿, 你每个人都要去炼丹炉里面, 被张三封炼, 你怎么瞒过去的? 还是说以前的时候, 没有这个环节? 我对着天意冷冷说着, 然后暗中观察林莉莉, 这个女人很少出手, 不知道她什么路数, 现在她是天意唯一的保镖, 我得注意一下她。 她实力肯定比其他人要弱一些, 因为主修媚术的。 你管我? 你到底叫我来干什么? 祸不及家人, 你是不是把我女儿怎么样了? 苏杨, 你可别动我女儿, 不然我必杀你。 天意恶狠狠地警告着, 她以为我让她来是搞了她的女儿, 然后以此来威胁她, 可我根本没动白苏苏, 只是虎她的幌子而已。 没有, 我什么时候说搞你女儿了? 我摇了摇头, 淡淡地笑着, 但笑里藏刀, 笑容极其阴险。 什么意思? 那你让我来这里干什么? 天意有点猜不透我了。 如果只是说你女儿, 去别的地方不行吗? 干嘛要约在这里? 既然来这里, 自然是为了见这个朱雀一族的人, 她有话对你说。 啊? 十三哥一脸猛逼, 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她什么时候说要跟天意对话了? 她? 啊?要说什么? 天意皱眉, 然后看向了一脸疑惑的十三, 可她发现这个家伙比她还迷茫。 她现在就过去跟你说。 我突然一掌打在了十三的椅子上, 椅子发出放屁一样的声音, 直接滑向了天意。 林莉莉连忙出手, 直接按停了椅子, 然后看向了我。 你到底要干什么?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十三的表情有点不对劲了, 她不停地缩头, 皱脸, 然后面目猙獰, 呲牙咧嘴, 仿佛浑身发痒一样, 表情也极其不对劲。 她, 她, 怎么了? 天意被吓到了, 十三突然跟中邪一样。 我,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 这, 到底怎么回事? 十三一边说着, 一边翻白眼, 好像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一样。 林莉莉感觉有点不太对劲, 连忙护着天意想要逃跑, 老板, 这小子不安好心, 快走。 还是因人厉害, 天意都没有反应过来, 但他们现在才想走, 不好意思, 已经来不及了。 就在这个时候, 十三突然彻底失控, 眼翻绿光, 白眼翻着, 口流口水, 面目猙獰, 浑身清金爆起, 好像中邪了一样。 砰的一声, 她身上的所有束缚, 瞬间化成了碎片, 再没有东西能拦住她了。 吼。 一声魔吼震天地, 可怕的力量从十三身体溢了出来。 林莉莉马上大惊失色道, 血, 血魔幽权。 这时候我也已经, 手忙脚乱地拿出了昆仑镜。 卧槽, 她怎么逃跑出来了? 怎么回事? 完了? 幽权破风印, 逃跑出来了? 你们快跑啊! 可我话音刚落, 十三一巴掌一个, 林莉莉直接被扇飞, 她还算结实, 落地只是吐出了一口血, 砸穿了地板, 天意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这巴掌直接要了她半条命, 差点脖子都断了, 直接疯狂吐血, 她只是个普通人, 血魔一掌她拿什么顶? 我皱了皱眉头, 果然跟我想的一样, 十三太虚了, 血魔伤了她的身后, 好像力量弱了不少, 本来按照预想, 这一掌应该直接能要天意小命的。 血魔多射, 自然也会受宿主的身体素质所影响, 如果身体太弱或者太虚, 她的力量也会减弱, 毕竟身体是实打实存在的东西。 来人, 来人, 凌厉厉艰难地趴在地上喊着, 这一叫拳又都进来了。 我见没有机会了, 连忙冲到天意面前, 然后紧紧扶起她, 天意, 你没事吧? 都怪我, 没有保护好你, 大家小心, 幽泉从昆仑境里面跑出来了。 大家一听, 连忙紧张了起来, 然后纷纷出手。 幽泉吃过一次亏了, 不可能再跟我们打, 直接破窗而逃。 我可不能让她跑了, 还得将她封印回去, 不然黄河底下的东西怎么办? 追, 天意, 砸得她晕了过去, 然后跟其他人追着幽泉。 幽泉刚刚破窗而出, 她以为自己能逃掉了, 但是殊不知窗后也有人。 天罡伏魔阵。 几声大鹤, 一道法网带着金服就盖了过来, 触碰到十三的时候, 立刻响起了鞭炮声, 噼里啪啦的花火, 四处乱窜。 可是魔爪一挥, 一股庞大的魔气立刻崩了出来, 瞬间将天罡伏魔阵给破了, 但她也受伤了, 挥舞魔爪将周围的人扫开, 拖着疲惫的身体立刻逃窜。 这什么狗屁身体, 虚成镇鸟样。 幽泉震开其他人后, 骂骂咧咧地从二楼跳了下去。 糟糕, 让她逃了。 她怎么弱了, 这次不怕她。 追。 不用, 她逃不掉。 我连忙叫住了那些手下, 天意受伤了, 你们不要离开, 在这里保着她, 我去追, 我有昆仑镜, 她逃不掉。 说吧, 我也跟着跳了下去, 然后紧追不舍。 幽泉化成一道黑气, 然后往南逃, 但没有用的, 我早已经在十三的身体上, 布下了追踪符, 她永远无法甩掉我。 这什么狗屁身体啊, 都没跑多远, 为什么喘成这样? 不行, 为什么头晕, 眼黑, 耳鸣, 这人身体有病吗? 幽泉跑不动了, 扶着一块石头坐着不停喘气, 好像要虚脱了一样, 比我隔壁二奶都虚。 不虚怎么会放你上她身, 都是套啊, 拳。 我出现在她身后, 她立马下得弹了起来。 傅长生, 你个王八蛋, 为什么阴魂不散? 我跟你无仇无怨, 你一定要抓我吗? 幽泉起身就要掐我, 但被我妖刀挡住了, 佛印如雷, 直接震在了她的胸口上, 将其迅速逼退, 她不服, 又跟我交锋了数十回合, 我以妖刀配合鼓咒强压她, 她气力不够, 没两下就没劲了, 被我一直压着打。 幽泉没有办法, 只能弃身逃跑, 没有实体, 她没有战斗的本钱, 只能逃。 可这样正合我意, 黑气一出, 我立马用昆仑镜罩住了她, 以静光将其再次封印 进了昆仑镜里面。 我谈了谈经面说道, 幽泉姐姐, 你认栽吧, 只要我有昆仑镜, 你一辈子都别想逃出我的手掌心。 虽然又是换来幽泉的 一顿骂骂咧咧, 但我已经不在乎, 一个脸皮比战板后的男人 怎么会在意言语的辱骂, 我将昆仑镜收了起来, 然后抬上十三, 找另外一个民宿开了房。 故意放幽泉走, 又不让其他人追的理由只有一个, 那就是将十三救出来。 天忆受伤是大事, 而且我是老板, 我这样一说, 然后让他们别追, 他们肯定不敢再追了。 虽然没有杀死天忆, 但那个婆娘估计够呛了, 没有半个月绝对下不了床, 而且还将十三给救了出来。 安顿好十三后, 我将其唤醒, 然后让他千万别出门, 这回如果还不听话, 我就亲手杀了他, 免得他遭罪。 我已经救了他一次, 不会再有第二次。 十三估计也怕了, 他出门不多, 天忆这边的人又跟豺狼虎豹一样, 就一个邻里里他已经吃不消了, 他自己也不太敢再出门, 只能乖乖听我的话。 现在回去又无法回去了, 他不听我的话, 那就只能等死, 被那些人抓住, 待遇可跟我不一样, 那大铁链子伺候着, 滋味可不好受。 离开十三后, 我立马回了天忆这里, 他的房间外面挤满了人, 李博二这个鬼衣, 再替他疗伤。 幽泉呢? 猪雀一族呢? 怎么没抓到? 你不是说, 你能行吗? 今天命看我两手空空地回来, 知道我肯定是失败了。 哎, 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本来是十拿九稳的, 可他突然跳入黄河, 水太急, 我不敢跟啊, 但他上的身体不行, 单挑我都能拿捏他。 拿捏你妹啊? 幽泉走了小事, 但猪雀一族那小子怎么能放走? 本来我们都收工了, 谁要在这个鬼地方继续待, 又邪门又无聊? 你耍我们呢? 亲弟不乐意了, 连忙呵斥我, 耽误他下班, 燕王爷来了也没有面子给, 好不容易抓到的猪雀一族, 结果给放跑了。 啪一声, 我直接扇了他一巴掌, 他本来伸长脖子要跟我理论的, 没想到给我一巴掌扇猛了。 你干嘛? 亲弟捂着脸, 没反应过来。 你被吵了, 滚! 我冷冷说着, 脸上毫无表情, 这家伙要敢还手, 老子就干死他。 你, 亲弟突然无言以对, 没想到我来这招。 我什么我, 天一躺床上你没有责任吗? 你干什么吃的? 现在人打伤了自己老板, 还跑了, 你还敢责怪我? 请你来干什么的? 来吃干饭的吗? 不想干滚, 大把人抢着干。 亲弟背对的哑口无言, 他好像有很多话要说, 比如都是天一不让他进去, 比如都是我不让追, 但是话到口边的时候, 突然又咽了下去。 在那一刻, 他可能意识到了天选打工人 跟资本的差距, 说再多也没用。 他现在走, 这单钱就没有了, 但他为了这个, 不知道受了多少伤, 中途不要钱滚那不是傻子吗? 他没有说话了, 选择了沉默, 杀鸡紧侯以后, 大家都不敢甩锅给老板了, 资本的卑鄙, 在我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刚才那番话, 自然不只是说给亲弟听的, 也是说给他们听的。 我进去看天一, 你们在外面吼着。 驯服这帮家伙后, 我推门进, 屋里有三个人, 天一躺床上, 林莉莉在旁边, 而李博二在给天一治疗。 林莉莉的伤已经简单处理过了, 他没有大碍, 但天一这身子骨就不一样了, 要是幽权上的身厉害一点, 他当场就得逼命。 苏杨, 你这个骇人精, 居然让幽权逃了出来, 你知不知道, 差点让老板丧命? 林莉莉非常愤怒, 见我进来, 直接就指责我。 我翻手又是一巴掌, 扇得林莉莉比亲弟都猛, 可女人怨气很重, 一下子就呲牙咧嘴地骂了起来, 一副我敢打她, 要跟我没完那样子。 可我翻手又是一巴掌, 这下两边脸对称了, 红彤彤的脸蛋上, 一模一样的五个手指印。 你…… 还说是吧? 我再次举起了手, 林莉莉害怕了, 抱头缩到了角落里面。 你凭什么打我? 林莉莉哭丧着脸, 没想到我直接就动手。 第一, 不要叫老板做事, 你还不配? 第二, 幽权自己冲破昆仑镜封印出去的, 跟我无关, 污蔑老板最佳一等。 第三, 天忆是由你保护的, 你是他的贴身秘书家保镖, 他搞成这个样子, 是你失职了, 你失职就算了, 还要把锅甩在老板身上。 第四, 我打你两巴掌算是最轻的惩罚了, 这是要追究起来, 天忆的命都要你尝, 你懂了吗? 第五, 说到这个时候, 我直接将角落里的他扯着头发, 狠狠按在了面前。 第五, 老子现在火气很大, 你如果不想失去这份工作的话, 你知道怎么做吗? 林莉莉当然知道怎么做, 他不是魅魔吗? 老子倒要看看, 他有什么绝活? 天忆身边的大红人是吗? 现在天忆躺床里跟植物人一样, 你能怎么样? 只不过旁边的李博尔看得咕噜一声, 直咽大口水, 林莉莉当真好看, 活还好。 这时候我反手啪一声, 又抽了李博尔一巴掌。 看什么看? 这伤啊, 这是你能看的吗? 这时候, 就算一条狗从我身边过, 都得挨我一巴掌。 李博尔这个老中医有点怂, 挨我一巴掌, 吓得不敢再看, 连忙继续给天忆扎针。 等他满头虚汗完成以后, 我也收了一口气, 李博尔的白手帕已经染成了血布, 他连忙将其扔进了盆子里, 与此同时, 林莉莉又往盆子里吐出了一口新鲜的特伦酥。 林莉莉不敢再吭声, 只是整理着凌乱的秀法。 天忆怎么样了? 我朝李博尔问道, 李博尔不敢怠慢, 这巴掌给他煽乖了, 连忙如实回答道, 有内伤, 喉管出血, 牙掉了一颗, 脸受伤严重, 会面贪一段时间, 而且短时间内不可以说话, 不能下床, 要静养, 无生命危险, 已经失真缓解, 慢慢吃药调养, 就可以。 苏老板, 这里环境不是很好, 要我们护送他回京都找最好的医院吗? 不用, 你们先退下吧, 我跟他待会, 见到他这样, 我真的, 我真的很痛心, 我鼻子一酸, 差点哭了出来, 伤心欲绝, 痛心疾首, 不能自疑。 唉, 苏老板, 不用太伤心, 他会好的, 李博尔真信了, 拍着我的肩膀安慰着我, 那你陪着他, 我们出去了。 李博尔背着药箱, 和林莉莉出去了, 林莉莉跟见到鬼一样, 逃命似的跑了出去, 这娘们开始害怕我了。 关上门后, 我露出了阴险的笑容, 然后端起桌上的茶壶, 一点一点地淋在了天翼的脸上。 没一会, 天翼就醒了, 然后不停咳嗽着, 但一咳嗽, 喉管又疼痛无比, 他脸上立刻猙獰了起来, 疼痛让他整张脸都在扭曲, 但他说不出话来, 而且, 整个人非常难受, 也非常虚弱。 这一切, 都是败我所赐, 所以的计划, 都是我精心安排的, 唯一的意外就是, 他没死。 我是想弄死他的, 可阴差阳错之下他没死, 但这样的结果, 也足够让我满意了, 接下来, 他就是躺着的废人, 他已经无法成为我的绊脚石, 也不能再监视我了。 天翼缓过来后, 直接瞪着我, 眼神里全是恨意, 很明显, 他是知道我干的。 他当然知道了, 不然为什么要写纸条, 引他过去呢? 有什么事可以到他的房间说, 也可以带我的房间说, 甚至找一个隐秘的房间, 但为什么偏偏找官司三的房间呢? 他不是傻子, 他知道我在借刀杀人, 一切都是我谋划的陷阱。 幸亏他不能说话, 不然早就大骂了起来, 而且伤得不轻, 人又虚弱, 动都动不了。 呵呵, 爱心觉罗。 天翼, 你呀, 输了, 我承认我卑鄙, 但现在, 局势由我一个人掌控了。 我笑了起来, 但他不能说话, 只能咬牙切齿, 然后握拳紧紧瞪着我。 我近来可不是为了气他的, 我还另有目的, 因为他没死, 他是可以恢复的, 一旦他伤好了, 那必定会对我进行报复, 不管他能不能赢我, 那也是一个大。 麻烦。 我苏杨做事, 从来不会留下手尾祸根, 当然了, 我现在是不能杀他, 他如果死了, 我从这里走出去, 那我就是凶手了。 我另有办法对付他, 而且是很龌龊的办法, 可办法不分好坏, 能管用就行。 我拿出了手机, 然后打开摄像机, 接着将无法动弹的他, 一颗扭扣, 一颗扭扣地慢慢解开。 天翼惊呆了, 他的眼神从愤怒怨恨 转变成了不解, 就知道我想要干什么了。 可他这个伤势, 无法反抗我, 甚至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 只能任我摆布。 拍完后, 我举着手机说道, 你给我听好了, 如果你敢跟张三丰那个老头, 说我半句坏话, 或者以后有什么想报复我的念头, 不好意思, 全京都的人我一人发一份, 网上叫哥的我一人发两份, 让你好好出名一回。 天翼眼神好像有团火一样, 差点把自己都要烧起来的样子, 可他完全没有办法, 着了我这个恶人的道, 就好像堕入了无尽深渊一样, 会被我压一辈子, 根本无法再翻身。 论狠和卑鄙, 他们八个人加一块, 也不是我的对手。 老子有枭雄之姿, 不在乎手段, 只在乎结果。 能赢就行, 历史都是成功者书写的, 失败者正义又怎么样, 在书中还不是给写成了争鸣的小丑。 别瞪啊, 等下把眼珠子都瞪出来了, 顺便说一句, 没想到你生了两个孩子, 身材还是那么好, 皮肤还是那么白哦。 嘿嘿, 噗, 天忆再也扛不住气了, 直接吐出了一口老血, 人当场晕了过去, 这患谁也受不了。 李博二, 进来, 他又吐血了。 我连忙喊着外面的诡异。 李博二连忙推开门, 屁颠屁颠地走了进来, 然后惊讶地说道, 没理由啊, 刚才脉象已经滚下来了, 淤血也暂时通了, 怎么会突然吐血? 别逼逼了, 快救人, 死了哪你是问? 我连忙吓唬李博二。 是是, 我现在救救。 李博二连忙再次失针, 而我则大步踏了出去。 这时候, 大家都还在外面候着, 我走出来, 已经对他们说道, 兄弟们, 刚才李博二应该跟你们说了, 天忆没事, 但我们有事, 我们必须将朱雀一族找回来。 幽泉夺射了他的身体, 昨晚已经跳入了黄河, 估计他回去那幅棺材里面了, 明天天亮, 跟我再次一起下水, 希望能够抓回他。 我自然是忽悠他们的, 幽泉没下水, 现在已经被我, 封印尽昆仑境了, 骗他们是为了重新封印那些棺材, 我需要他们。 这次没人敢二话了, 天一倒下, 我现在, 就是唯一的话语者, 谁敢反对出来走两步, 不想干就滚, 没人逼你。 以前这么危险的事情, 肯定会有人唠叨两句, 但这次出奇的安静,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现在就等天亮了, 下水以后, 让他们给我护发, 我下去把棺材重新封印, 鬼地的尸身和幽泉的魔魂, 其他的三幅棺材, 再慢慢搞, 重新来到了黄河, 他们还问我为什么要带这个, 我随便找个理由敷衍了他们一下, 说尸身要回关, 这是鬼地的尸体, 不然会倒大煤。 他们也没管我, 也不敢再管我, 已经一副听老板吩咐的模样了。 太阳出来后, 我们纷纷戴上装备, 然后一头扎入了黄河水中。 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将棺材全部封印回去, 下面的大家伙一旦出来, 后果不堪设想。 黄河的水, 还是一如既往的冰冷, 可这一次, 在我的强制要求下, 几乎大部分人都下水了, 我不要求他们跟我一样, 去接触棺材, 只要在旁边给我护法就行。 水下跟岸上不一样, 人始终是人, 如果没人护法, 如此邪门的黄河一个人是非常危险的, 而且, 水下无论是念咒和符纸, 基本上都是效果甚微, 基本上只能靠法器。 如果今天命的汉拔能下水就好了, 可惜不行, 那僵尸下水也很难受。 幸亏我们都有装备, 氧气瓶和氧气罩都充足, 这也是有钱的好处。 我记得鬼帝尸身的标注处, 潜入水后抱着尸身慢慢下沉, 后面一大票的人跟着, 这也让我多有了几分安全感。 不过有一点很邪门, 鬼帝的尸身一下黄河立马生出血肉, 恢复了人体, 好像复活了一样, 正瞪大着眼睛看向我。 我心里颤了一下, 这应该不是回魂, 记得第一次下水的时候, 他也是这样看着我的, 尸身会生邪, 因为鬼帝是有执念的, 不然他就不会在地府待那么久, 早就投胎去了。 尸不会认人, 生邪就杀人, 靠近就得遭殃。 我连忙加快速度, 拼命往下游。 我得在他活过来之前, 将其封印回棺材。 没多久我就到了黄河之底, 而且看见了那一幅棺材。 棺材斜着扎进了河沙中, 我连忙靠近, 打算将鬼帝的尸身塞进去, 填补封印, 以免造成大祸。 可就在这个时候, 鬼帝的尸身开始动了, 他面容扭曲, 整个好像蜘蛛摆弄着可怕的姿势, 一道道怨气将水搅得浑浊不堪, 荡出的波纹腥臭无比。 这玩意可真猛, 一下水又开始升邪了, 很明显他不想回棺材, 但现在已经由不得它。 我突然摆出腰刀, 心里一横, 直接将他的脑袋给剁了下来, 头身分离后, 我以为会消停一点, 但没想到鬼帝的尸头, 直接张开血盆大口, 飘散着恐怖的尸发, 朝我喉咙里咬来, 想要吃了我。 他挣扎了一下, 然后就不动了, 但尸身想逃, 可我眼急手快, 直接按住了他的后背, 不让气走。 刀挑尸头, 手拿尸身, 势不宜迟, 我直接靠近棺材, 然后将头和身都扔了进去。 说来也怪, 扔进棺材后, 他的头和尸身又马上自己融合了, 恢复了原样。 可我没等他再次反抗, 直接将棺材盖给盖上了, 然后拿出了七星棺材钉, 狠狠钉在了上面。 这尸身之所以出来就是棺材钉生锈不稳, 加上有人靠近的话, 阳气直接引诱尸身出棺了, 我补上七星钉, 那尸体就不会再破棺而出。 总的来说, 不算太费劲, 就是过程有点耗时间, 在水里钉棺材钉也不是什么轻松活, 忙活了大半的小时才搞定, 然后我不停地刨着河沙, 将棺材再次埋了进去。 搞定后松了一大口气, 但在水底作业太辛苦了, 加上氧气可能不太足, 我得上去补给一下, 顺便回去一下体能。 我们顺利上了岸, 中途没有太多意外, 下一个就是幽犬了, 重新封印这两个, 后面三个再慢慢找, 一个一个来。 什么时候去找那猪鹊小子? 搞了半天结果, 就封印了一个女尸, 有点浪费时间啊, 苏老板。 今天并上岸后, 抹了妈脸上的水, 他们也开始更换氧气瓶了, 无惊无险的他们, 还完全不知道水下面有一个多么恐怖的家伙。 不急, 下一个就是幽犬了, 他夺了十三的身体, 应该是回水底下那幅棺材里了, 错不了。 我继续忽悠着他们, 跟他们说实话的话, 估计积极性会减少, 找十三是为了完成任务, 但如果是为了封印的话, 那就在他们的工作范围内了, 一般是或许还可以, 但如此凶险, 却只为做好事, 他们估计不会心甘情愿。 苏老板, 我可提醒你一下, 今天命停顿了一下, 然后才接着说道, 之前我见到的那个人身蛇尾的东西, 可能还在下面, 没有上来, 他也是在棺材里面的。 他说这个的时候, 明显心有余悸, 这里的人都不是饭桶, 遇到的东西有多凶, 心里都是有数的。 其他人文言一听, 也顿时心惊了起来, 要知道, 和尚都能中招, 还有两个妹子死了一个, 失踪了一个, 说明水下的东西, 一样能要他们的命, 这能不紧张吗? 不怕, 你们要是早点团结一致, 多人下水, 他们也不会出事了, 水下孤军奋战, 自然容易出事。 我说完后, 迅速换上了新氧气瓶, 然后算准当初优权的坐标, 直接一跃而下。 其他人也马上跟着, 只要找回十三, 那任务就结束了, 所以他们特别积极, 任务不结束, 后面发生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鬼帝是我的棺材, 所以我比较熟络, 但这个是河上的, 虽然都是水, 但位置还是有一股陌生感。 棺材是空的, 优权在昆仑镜里面, 我得找机会避开它们, 然后将优权从昆仑镜里面 转移到棺材封印。 棺材的损坏跟鬼帝一样, 都是棺材定不紧了, 生锈破板, 因为这里是水下, 我觉得应该制造金钉子, 这样才不会损坏。 我第一个下水, 所以比它们更快, 现在趁着它们没到, 我连忙拿出了昆仑镜, 打算将幽权转移到棺材里面, 棺材自带各种封印符咒, 多数为天师符, 而且是比较古老的那种, 足以封印幽权。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一双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然后好像有什么东西, 爬上了我的后背, 而且一股冰冷感, 直接传遍我全身。 我连忙回头望去, 这时候, 一张苍白的脸出现在我的眼中, 是莫斯。 是失踪的莫斯。 他的脸很白很肿, 头发凌乱地飘在水中, 他对我笑着, 一种诡异感扑面来。 苏老板, 你终于来接我了, 我就知道, 快带我回去吧。 莫斯自己爬在我的背上, 想要我背他回去, 可他很重很重, 我不可能把他背上去的, 原因很简单, 他已经死了。 失踪的莫斯突然出现, 但他已经死了, 现在的他就是鬼魂, 他要索命拿我当替死鬼吗? 我立马动了杀心, 别说是同僚, 但你已经死了, 如果你只是让我超度你, 那还好说, 可你是来索命的, 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 走啊, 水下好了, 我要上去晒太阳, 我要回家, 我想我妈妈, 想我姐姐, 想我家人了。 莫斯开心地说着, 仿佛终于找到了能救自己的人。 晒太阳? 不对, 他没意识到自己死了, 鬼是不会想到自己要晒太阳的, 而且他并没有动手杀我, 只是想让我将他背上去。 鬼不重, 但水鬼在水里非常重, 我不可能背得了他上去, 而且在水里我连话都说不了。 我本来想把刀解决他, 让他灰飞烟灭的, 可是这下我的杀心没了。 杀了他, 那就永不超生了, 鬼死化为烟尘, 入不了轮回, 至于鬼死了还会变成什么, 那我就不知道了。 苏老板, 怎么不动, 走啊。 莫斯突然着急了起来, 他朝我催促着, 可他难道就没有发现, 我根本无法在水中说话, 但他可以吗? 我做了一个手势, 示意他快点离开, 不知道他能不能明白, 因为今天命他们快来了, 而我没有时间跟他磨解, 还有, 等今天命他们过来, 莫斯可能就有危险了。 莫斯果然没听懂, 只是继续催着我走, 鬼一挤水就越来越冷, 但是水却跟沸腾一样, 咕噜咕噜冒着泡。 他拍打了我几下, 不管我说什么, 就是要上去, 他要回家, 他想见家人。 为了不让他坏我的事, 我突然掐住了他的脖子, 然后一掌机在了他的胸口, 他只不过是一个刚刚死的水鬼, 我的倒行碾压他有多, 即使在水中他也不是我的对手, 甚至无力反抗。 莫斯不明白我为什么打他, 但他挣扎着, 惊恐地想要逃跑。 可我没给他机会, 直接将他抓进了, 从百度人那里抢来的收魂湖里面。 这时候, 惊天病他们已经游了过来, 距离不过五米了, 但水浑浊了起来, 能见度比较低。 还来得及, 我连忙拿出昆仑镜, 然后将幽犬转移进了棺材里面, 幽犬大幕, 嘴里大吼一声, 负长声, 我草。 砰的一下, 我直接将棺材盖了上去, 慢一秒, 估计他都能逃了出来。 我连忙将七星钉钉上, 这时候惊天病他们已经到了, 忙用手语交流着, 似乎在问我为什么不是开惯, 而是钉棺材, 不是找幽犬吗? 我假装听不懂, 赶忙将七星钉全部钉上, 然后将棺材往泥沙里推, 可是亲弟他们却连忙拦住了棺材, 不让我推。 他们打着手语, 不明白我这样做的目的, 这棺材是幽犬的, 那就应该找他, 为什么钉上, 然后还推进去埋没? 猪鹊一族那小子呢? 我管不了他们那么多, 晃着手势让他们滚开, 不听话直接一脚, 几回合以后都不敢拦我, 不然会被我踩进河沙里, 虽然水里踢一脚不痛, 但是给强行踩到沙底下会很难受。 买好棺材后, 我连忙做了一个手势, 试一上去再说, 然后推开他们, 独自向上游。 他们面面相去, 不知道我在搞什么飞机, 但我是老板我说了算, 只能默默跟着我上去。 可游了大概一分钟不到, 我突然感觉有点异样, 眼前的河水好像变红了, 有一丝星红的颜色在我眼前飘过。 我连忙回头一看, 后面的人居然乱作一团了, 而且水都是红色, 浑浊得让人看不清楚。 我心里咯噔了一声, 坏了, 又有东西出来了。 这时候, 很多人从血水中游出, 跟逃命一样, 水下不好说话, 我连问他们, 发生什么事情都无法做到。 这时候, 唐灵连忙做着手势, 试一我快跑, 水下有东西, 随着他们的上升, 水下甚至有人投生了起来, 有人死了。 我立马拔出了妖道, 试一他们别跑, 我们这么多人, 直接干。 可是亮刀一秒后, 突然一条巨大的尾巴, 跟定海神针一样, 巨大抄横扫了过来。 我骂了一声娘, 连忙向旁边闪避。 出现了, 那是一个人身蛇尾的妖物, 特别的巨大, 不能说是妖物, 应该是女娲后人, 她跟亲儿他们特别像, 就是体型不是一个级别的。 这庞大的身躯, 是怎么回事? 这才是正宗血统的女娲后人吗? 可这个女娲后人, 却是一句诗而已, 面无表情, 眼球只剩白色, 面容无色, 身体有些地方甚至已经溃烂, 但她恐怖的身躯和水下作战能力, 不得不让人畏惧, 上了岸还好, 水底谁能赢这么一个大家伙? 她搅动着水下, 漩涡不停形成, 她居然还会失数, 摆着手绝, 水会变成她的武器, 甚至将人的头给搅断, 然后贯穿身体, 长穿肚烂, 很多人的肠子都给弄了出来, 特别恶心, 血液也充斥着水底, 一下子就无法看清周围的环境了, 这怎么打? 这女娲后人, 估计是祖宗级别的, 死了也得甩那四姐妹几条肩, 没法打, 还是先上去吧。 我挥了挥手, 示意大家快逃, 先上去再说, 如果跟她拼命, 这一架我们估计得死一半人在水底。 唐玲连忙施展自己的暗器, 但暴雨梨花针在水底的威力减弱了不少, 而且人家是尸, 扎了满身也没用, 人家连疼都不疼。 我连忙提着她, 拼命往上游。 你小子这时候还发什么暗器, 不会蓝营草缠绕, 就别装逼了, 等下你得死这下面, 就这女娲后人的躯体, 我们就跟蝌蚪一样, 张嘴就是一大片, 如果不是人身蛇手, 那就是妥妥的恐怖大河妖了。 幸亏已经离岸边不远了, 我将唐玲扔上去以后, 自己也爬了上去, 下面什么情况我暂时不知道。 不久以后, 其他人也陆续爬了上来, 但水面震动很大, 好像有什么大家伙要上来一样。 上来好啊, 准备一下, 将他给刀了。 如果他敢上岸, 那我必想了他, 今天命那王八犊子, 是怎么从这种大家伙手中活下来的, 太不可思议了, 这玩意在水下不比优权难对付。 这时候, 好多人陆陆续续上了岸, 不能上来的, 那就应该永远无法上来了。 可与此同时, 水面也震动得厉害, 好像下面的东西要追上来。 你他奶奶的, 敢追上来, 我非得废了他。 亲弟将氧气罩脱下, 然后狠狠骂道, 在水下大家都束手束脚的, 现在上岸都开始活跃了起来。 一分钟后, 再也没有人上来了, 也就是说, 那些不上来的已经到黄泉路了。 可是事情还没完, 我没有猜错, 他真的追上来了。 只听见黄河水下一阵响动, 水面砰的一声, 宛如镜子碎裂, 庞大的尸身狂吼一声, 直接破水而出, 惊悚的面容跟水怪一样。 布阵, 废了他。 我一声令下, 大家一拥而上, 刚才在水里, 现在可不一样了, 谁也不拒他。 天罡伏魔阵, 地煞降妖阵。 急到法阵铺开, 犹如天罗帝网, 无数的皇服纷纷砸了过去, 任凭他身躯再大, 也架不住这样庞大的武力覆盖。 轻帝判官比一挥, 一道道判官骤如锐刀, 直接飞升而去, 急向了女娲后人尸身的胸口, 轰的一声巨响, 他的胸膛被震得乱颤。 暴雨天罗。 唐灵再次出手, 无数的暗器飞去, 瞬间将女娲后人的尸身毁坏了一半, 皮肤溃烂, 然后发焦脱皮, 暗器入骨, 虽然伤害不大, 但也足以让他喝上一壶。 再加上几个法阵覆盖, 无数的法器轰炸, 女娲后人尸身有点撑不住了, 他狂吼一声, 以恐怖的力量, 震破阵法牢笼, 然后想逃回水里。 可我怎么会让他如愿, 让他逃掉的话, 黄河这么大, 那就难以再找他了。 我连忙用狐足宝珠劈开水面, 然后冲了进去, 一刀劈在了女娲后人的尸身上。 妖刀力量极其恐怖, 一刀直接在他身上劈开了一个口子, 而且妖力在不停侵蚀着他, 他张着血盆大口, 直接朝我咬来, 想吞了我。 可我连忙用佛印塞进了他的嘴巴里, 那玩意跟地雷一样在他嘴上炸开, 轰的一声, 火花似箭, 他悲痛地哀嚎着, 但声音僵硬, 宛如死人尖叫, 我连忙以大雷掌打了他十几下, 将他从水中轰了上去, 落于岸上。 与此同时, 十几只汗拔落地铺在他身上, 然后疯狂撕咬着, 长牙不停在他身上吸引着湿气, 汗拔碰到的东西, 大部分都会吸干水分。 可女娲后人, 尸身没有变成干尸, 只是慢慢缩小, 然后变成了一个正常人, 蛇尾也不见了。 金天命收回了控尸咒, 放下双指说道, 只有一具尸体, 还是女娲后人的。 此时, 我们都小心翼翼靠近, 但尸体已经没有任何动静了, 而且身体也开始正常, 变回了正常女性的大小, 看着就是一具正常的尸体。 不过他杀了我们不少人, 下河捞尸的时候, 几乎都是残肢, 连一个全尸都没有, 拼都不知道怎么拼, 约莫死了十个左右, 用白布纷纷包住, 然后带回民宿, 到时候带回京都再按照DNA慢慢拼吧, 现在谁也不知道这个头, 这个脚, 这个手是谁的? 本来我想将女娲后人的尸身, 也放回棺材的, 但是太阳已经落山了, 而且现在水非常浑浊, 不是下水的好时机, 并且还不知道怎么跟其他人解释。 我们带着残肢和女娲后人的尸体回去了, 我决定明天再来, 太阳下山后的黄河可不太平, 邪性是白天的两倍, 可别忘了, 还有一个妖和尸, 丹莫斯和壁祸都死了, 暂时没有这两个玩意的情报资料。 回去以后, 其他人纷纷不解地问我, 为什么要封棺材, 还要将棺材推回去? 不是说好了找幽泉吗? 他夺射了朱雀小子, 将其拯救出来才对啊。 我这一封, 不就把朱雀小子也封里面了吗? 我摇了摇头, 你以为我不想啊? 可我去到的时候, 棺材里面根本就没有朱雀小子, 只有幽泉这个血魔, 他还想跑, 所以我只能将他先封印了。 怎么回事? 难道他舍弃了朱雀小子的身体? 这是为什么? 亲地皱紧了眉头, 一副半信半疑的模样, 幽泉好不容易又才夺舍了一具身体, 为什么舍弃? 这不合乎情理啊? 据我所知, 十三那小子天天奖励自己, 身体虚得很, 他什么状态, 你也看得出来, 两个眼睛跟熊猫一样, 好像随时会死似的, 我猜幽泉就是嫌弃, 所以才舍弃了。 如果你们不信我, 那你们去打开棺材自己看, 我无所谓的。 我摊了摊手, 一副爱谁谁都多余的样子, 反正他们狗得很, 开玩笑, 我们当然相信苏老板你, 你也没必要撒谎, 抓了人回去交差领工, 那不妥妥的是吗? 怎么可能放人? 唐玲这个墙头草, 天意一倒下, 立刻向着我这边了。 我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说得对, 整个队伍里就属你最聪明了。 哪里哪里, 这点事, 有点智商的都能琢磨明白。 唐玲黑黑笑着, 被夸得心花怒放。 这时候, 今天命却话题一转问道, 那猪雀小子去哪了? 逃了吗? 我叹了口气, 十有八。 酒已经嘎了, 下了黄河, 悠权舍弃他的话, 一般不会留活口。 卧槽, 那我们怎么办? 难民离火怎么办? 搞到现在, 刚才又死了十个, 结果白忙活一场。 我想回去, 我不想待在这个地方了。 亲弟有点不耐烦了, 满身伤痕又疲惫的他, 狠狠砸了一拳墙, 表情极极不爽, 在这里确实吃了不少苦头, 又拼命, 谁也不想再待。 这个放心, 朱雀一族是有很多人的, 只是这个十三脑子有点不好使, 被我逮来而已, 后面我们再抓, 不要着急, 今晚大家都累了, 先休息一下。 我安慰着亲爹, 然后解散了人群, 让他们先去休息了, 明天天亮再说, 估计还得继续下水, 这回我不知道用什么理由了, 既来之则安之吧, 大不了我自己下。 只要能重新封印五个棺材, 那我也算松一口气了。 我将女娲后人尸身带回了房间, 然后扔在了亲儿面前, 认得她吗? 你们女娲一族的。 亲儿看着我带来的尸身, 顿时皱了皱眉头, 这是谁啊? 不认识。 你们女娲一族的人, 黄河捞上来的, 不认识吗? 说实话, 这是张道林时期的人物, 亲儿不认识也正常。 女娲一族的? 亲儿蹲了下来, 然后用手抚摸了一下尸体的心口, 接着摇了摇头, 没有女娲石。 女娲石? 你们每一个女娲后人的身体, 都有女娲石吗? 我急急不解, 女娲石到底分成了几块? 亲儿还是摇了摇头, 不知道, 反正我们四姐妹体内都有, 至于以前, 那我就不清楚了。 亲儿一问三不知, 但也没有关系, 只要明天天亮, 将尸体给封印回去就好。 加上这个女娲尸身, 那就是三幅棺材了, 还有两幅, 希望能一切顺利。 虽然今天死了不少人, 但是如果让下面的东西上来, 估计会死更多人。 亲儿对尸身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她只是想子服快点好起来, 然后继续找黑桃。 可来黄河两三天了, 丝毫没有见黑桃的影子, 朱雀一族也没有抓她, 不知道黑桃到底在何处。 我回了自己的房间, 然后打开了收魂壶, 还别说, 百度人这个东西挺好用的。 收魂壶一打开, 莫斯立刻窜了出来, 她身体离开水后, 马上浑身都在滴水, 身份冒着绿光, 皮肤有些黄肿, 脸色极其苍白。 苏杨,你为什么管我? 为什么? 莫斯怨恨其其重, 出来后, 直接双手掐向了我的脖子。 我反手一倒咒, 将她钉在了桌子上, 然后说道, 你冷静一点, 你已经死了,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莫斯被我这样一说, 立刻僵住了, 然后才回过神来。 人在不知道死亡的情况下, 又或者在极度不想死的情况下, 都有可能不知道自己死了。 莫斯是哪种情况我不知道, 但他确实已经死了, 而且变成了一只水鬼。 我死了。 不可能, 不可能, 莫斯牢牢叨叨着, 仿佛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我要回家, 我要见我的家人, 我不想死。 莫斯尖叫了起来, 但我立马用黄肚打在条身上, 他飞了出去, 然后在地上打着滚, 浑身冒着火花和烟。 看到没, 你已经怕黄肚了。 我叹了口气, 有些无奈。 我也不想他死, 但是他成鬼已经是事实, 下水的两个妹子全挂了。 莫斯被我这样提醒, 终究不得不接受事实, 他飘了起来, 在空中哭泣, 哭声极其忧怨, 听得我耳朵跟被针刺了一样, 女鬼的哭声都这样, 瘆人。 而且哭得越伤心, 越忧怨, 那就越恐怖。 别哭了, 事已至此, 我给你好好超度, 然后让你去投个好胎吧, 重新做人没什么不好, 但走之前, 能不能告诉我你经历了什么, 到底是谁杀了你? 我朝莫斯问道, 我很想知道, 他的那幅棺材里, 到底有什么。 莫斯停止了哭泣, 幸亏他还算配合, 没有怨恨之类的, 还告诉我事情的经过, 可能是因人的缘故吧, 本来自己就是吃死人饭的, 知道做恶鬼, 没有什么好下场。 莫斯说, 他下水以后, 按照标注的地点, 找到了一幅棺材。 那棺材很邪, 他是自己, 从河沙里面出来的, 然后慢慢向莫斯这边扶过来。 莫斯知道, 黄河多出鬼关, 鬼关邪门, 他是完全不敢靠近, 甚至转头, 就想跑了。 可是转头游了不到六秒钟, 突然就有什么东西抓住了他, 好像是触手之类的, 冰冷又黏糊, 而且抓力非常强, 一下子就将他缠住了。 莫斯连忙挣扎, 可是一点用都没有, 而且触手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直到将他紧紧包裹住, 宛如一个残涌。 接着咕噜噜的一声, 莫斯被拖回了棺材里面, 这时候所有的触手都消失了, 棺材里面非常黑, 但莫斯却能感觉得到, 棺材里面有东西, 一个很恐怖, 很恐怖的东西。 莫斯拼命撬动棺材, 然后跑了出去, 他发了疯一样地往上游, 但就是游不上去, 好像有什么东西, 禁锢住了他的身体一样, 极其邪门。 听到这里的时候, 我已经意识到了一件事情, 莫斯死了。 没错, 莫斯在被拖入棺材的时候, 其实已经没了, 逃出来的是其鬼魂, 而不是他的身体, 只是他自己不知道。 他死在了水里, 成为了水鬼, 所以永远都游不上去, 离不开水, 除非有人带他上去, 或者找到替死鬼。 可这些不是重点, 重点是莫斯后面讲的内容。 莫斯说, 他上不去水面, 只能在水里游荡, 他拼命找出口, 希望有一处能通往岸上, 可他没有找到, 但却误入了一处地方, 那是在水底下的一栋皇宫, 非常大, 跟西游记的东海龙王宫一样, 辉煌又神奇。 可是莫斯推不开门, 只能在门外面游荡, 门口有两尊石像, 好像是看门的先童, 门上有很多太乙玄文, 莫斯根本看不懂, 而且, 这门无论莫斯用出多大的劲, 就是打不开。 门上还有一个金色的牌匾, 写着黄河神宫。 由于进不去, 莫斯最后还是走了, 直到我下水, 他闻着人气就来了。 听到黄河神宫的时候, 我啪一声就站了起来, 这不是狐仙在宝珠里面说的吗? 我皱紧了眉头对莫斯说道, 不可能, 这么大一个宫殿, 如果真的存在, 早就被人发现了, 根本不可能。 之前我也下过水底, 丝毫没有看见什么宫殿, 莫斯是鬼, 应该无法离自己的死地太远, 也就是说, 他游荡的黄河神宫 应该在棺材坐标不远处。 那我们今天这么多人下水, 怎么没有发现? 就算我们漏看了, 黄河这么多年, 难道没有一个人 发现有这么大一个宫殿在水底? 我没有骗你, 是真的, 我当时也有点不敢相信, 可我就是看见了, 而且生前好像也没有发现, 说来奇怪。 莫斯非常坚定地说着, 完全不像撒谎, 而且他也没有必要撒谎, 人都死了, 骗我这个干什么, 完全没有意义好吗? 可他说到生前的时候, 我脑子一下子就转了起来, 然后想到了一个可能, 所谓的黄河神宫, 只有死人能看到, 活人根本看不见。 黄河神宫真实存在, 但要死了才能去。 卧槽, 那我咋找? 我特么死了, 我还去他干什么? 那这就不是什么神宫了, 无非就是明殿, 死人才能去的宫殿, 真特么阴间。 可是狐仙又是怎么进去的? 他进去干什么? 不对, 他也没说自己在那里啊, 只是让我去, 他是不是暗示要我去死? 在纠结中, 我将莫斯超度了, 送他去安稳投胎, 这也是我唯一能为他做的事, 后面就是给他的家人 多补偿一点钱。 可莫斯说的黄河神宫 却让我久久无法忘怀, 为什么会存在这么一个死人宫殿? 又是什么人建造的? 跟谁底下封印的东西有关系吗? 还是说, 闹玩意就在宫殿里面? 脑子里很多问题, 但是如果不亲自进去的话, 应该是找不到答案的。 可我不想死, 但不死的话, 估计又见不到。 我想过灵魂出窍, 可死魂和活魂不一样, 死魂见到的东西, 活魂未必见得到, 黄河之谜真得多, 本来是想救狐仙和找朱雀一族的, 没想到还牵扯出了这么多东西。 我脑袋乱得很, 而且忙活了一天, 打了个哈欠正想上床睡觉, 可这时候突然听到了 妻儿的房间有动静, 好像是打闹的声音。 我心眼马上提了起来, 然后朝着妻儿的房间冲去, 生怕他们姐妹俩有什么事。 来到门前的时候, 发现门扮演着, 好像有什么人闯入过一样。 我连忙大步跨入, 这时候, 清儿倒在了地上, 子服昏迷着, 房间一片狼藉。 清儿你怎么了? 我连忙将其扶起, 清儿嘴角有血丝, 被人伤了几掌, 清儿虚弱地指着门外说道, 刚才有个黑衣人突然闯入, 他打伤了我们, 然后掳走了尸体。 尸体? 女娲后人的尸体? 我这时候才反应过来, 今天抓回来的女娲后人, 尸体不见了, 刚才急着回去盘问莫斯, 就将尸体放在清儿这里了, 没有拿回去。 只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 有人会来偷一具尸体, 关键也没有多少人, 知道这是女娲后人的尸体。 除了我们自己人, 难道有内鬼? 走多久了? 我忙问道。 没多久, 一分钟不到, 他前脚刚刚走, 你后脚就来了。 清儿虚弱地说道, 一分钟? 那应该还来得及? 我连忙拼命地追了出去, 就算是个高人, 抱着尸体也跑不快, 除非他是卑诗人。 这尸体绝对不能被抢, 不然的话, 黄河底下的封印就无法完成了。 我拼命狂奔向前追, 黑夜除了水深, 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黄河附近又冷又潮, 没有人会愿意半夜出来晃悠。 可我追了十几分钟, 都没有看到人影, 估计是没戏了。 好不容易才把尸体逮到, 没想到就这样给人抢走了, 真不甘心, 这一下封印怎么办? 可就在这个时候, 我突然闻到了腥臭的味道, 而且还很重。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 连忙寻着风向走去, 大概一分钟后, 我看见有一个人蹲在了一块大石头后面, 他一身黑, 有点像清儿树的黑衣人, 他好像在吃着什么, 嘴里发出恶心的咀嚼声, 听着有点反胃, 他背对着我, 我看不见他在吃什么, 但腥臭味就是这里发出来的, 经过风的传播, 所以带到了我的面前。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终于让我找到他了, 就是不知道他在这里干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么重的腥臭味? 如果他不这样, 或许我还找不到他。 这时候, 我连忙跳到了他的前面, 然后大喝一声, 你个勾巴玩意, 可算找到你了, 你是何人? 为什么抢我尸铁? 升落以后, 那人抬起了头, 而看到他的脸和行为以后, 我大为震撼, 听得差点说不出话来, 他居然正是我们在苦苦寻找的黑桃。 他做的事情也极其震撼, 他抢来的尸体不喂别的, 只喂吃。 那尸体被他包皮拆骨以后, 就跟死了几天的咸鱼一样, 恶臭无比, 特别是掏出内脏和肠子以后, 那股味道。 哦, 我都想吐出来了, 可他却吃得津津有味, 而且极其享受。 失踪已久的黑桃, 居然打伤了亲儿和子服, 抢走了女娲后人的尸体, 然后再次食用, 真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黑桃, 你在干嘛? 你知道我们找你多久了吗? 白灵到底是被谁杀的? 你为什么要对尸体做出这样的事情? 这尸体怎么也算你祖宗了吧? 你这不是大不敬吗? 我有太多问题了, 见到黑桃, 我直接一咕噜说了出来, 希望他能回答我的疑惑。 他没有死, 为什么不回去? 为什么不给白灵报仇? 可黑桃跟听不见我说话一样, 经常吃着那些恶心的玩意, 而且因为我的到来, 他吃得更加快了, 但那是封印的尸体, 我不能让他破坏, 我还得带回棺材里面。 别吃了, 你说话, 我连忙伸手去阻止他, 可黑桃很不客气, 直接对着我就是一掌, 但被我躲开了。 你干嘛? 你疯了吗? 我皱起了眉头, 难道要出手制服他吗? 怎么感觉他对我恶意非常大? 女娲一族的事情不需要你管, 滚! 黑桃突然骂倒。 好, 我不管, 但尸体要还回来给我, 那不是你的。 既然人家都这样说了, 那再管就不礼貌了, 但尸体得还我, 那是我们死尸几人换回来的。 不是我的, 这是我们女娲一族的人, 不是我的, 是你的。 黑桃嘴里留着恶心的粘液, 说着恶心的话。 是吗? 那你问他一下, 看他认不认你这个不孝的玩意, 不还回来, 老子就不客气了。 我直接出手, 一掌打向了他的心口, 但他很快避开了, 不知为何, 他的身体突然有一道红光出现,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发热, 掌心也是有火花。 只见黑桃嘀咕了一声道, 都是真的, 果然激活了女娲时, 古书没骗我。 够了, 已经够了, 不用再吃了。 说完后, 他跟那疯子一样, 头也不回地往后跑。 黑桃跑得很快, 我不敢追, 我怕我一追, 剩下的这半截尸体, 又特么没了, 我可真难。 而且他也说, 不要管他们女娲一族的事情, 死了妹妹也没见多紧张, 多伤心, 那我还追傻。 我将这充满恶臭的半截尸体带了回去, 然后包裹了几层白布, 喷上除湿臭的东西, 才安宁了一会。 而且还洗了无数次澡, 真不知道这玩意, 黑桃是怎么下口的, 真是人才啊。 不过看他这个样子, 吃这个是为了增强力量, 好像还说什么激活女娲食, 难道吃同类可以激活女娲食? 这特么也太恐怖了吧。 黑桃的表现是一个谜, 我没敢跟亲儿说, 估计他知道打伤自己的事苦苦寻找的大姐, 两人马上就会崩溃。 可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黑桃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到底在做什么? 白玲的仇? 难道不报了吗? 他来黄河的目的, 到底是为什么? 为了这个尸体吗? 其实他一直都在我们身边, 还暗中监视着我们, 不然为什么捞了女娲后人的尸体, 上来他会知道。 而且还准确地知道女娲后人尸体, 就在亲儿的房间。 我们苦苦寻找他, 他倒好, 不但不现身, 还跟踪监视我们, 最后阴了我们一把, 现在这半截尸体, 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恢复封印。 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 杀了他们其中一个, 然后代替这个尸体就行, 他们也是女娲后人, 但这种事, 我现在暂时做不出来, 以后难说。 没有永恒的朋友, 只有永恒的利益。 我能走到现在, 靠的不是仁义道德, 而是不择手段和卑鄙无耻。 将利益放在首位, 你会走得更远, 这就是人性, 这就是立足社会的根本, 但话要说得好听一点, 把仁义道德挂嘴边, 跟渣男一样的套路就行。 天很快就亮了, 太阳出来的时候, 黄河至少没有黑夜那么斜, 这时候, 下水的危险性也会降低。 对于昨晚的事, 清儿很抱歉, 没想到连一具尸体都保不住。 可我没怪他, 而且尸体也找回来了, 关于黑桃的事, 我更是只字不提, 我怕他伤心, 以后等时机成熟了, 再跟他说吧。 我昨晚已经想好了, 今天一个人去, 因为我已经没有更好的理由 去调动那些人跟我一起下水, 昨天死了十几个人, 就算我给再多钱, 也不可能比命重要, 就跟莫斯一样, 有命赚, 也得有命花, 他们也不傻, 经历过一次后, 他们也知道黄河有多邪了。 我告别了清儿, 独自来到了黄河, 换上装备, 揽上那半截尸体, 跳入了水中。 包裹着尸体的白布一尸, 立刻尸体就感觉躁动了起来, 但可能只有半截的原因, 他无法跟之前一样, 可我知道不能太久, 不然发生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我紧紧压着尸体, 不让其挣扎出白布, 然后凭着记忆找到了那一幅棺材, 千机散上的标注我早已经滚瓜烂熟。 找到棺材后, 我迅速将其塞毁, 这时候白布开始崩裂, 好像那半截尸体要出来一样, 我连忙将棺材盖上, 然后补上了七星棺材钉, 最后将棺材彻底推回了和杀种。 过程有点担惊受怕, 但也还算顺利, 被黑桃吃了半截以后, 他升邪的能力少了许多, 这也是顺利的主要原因, 不然一落水他估计就得变身, 成为庞大的怪物。 我松了一口气, 连忙向上游,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总感觉有眼睛在盯着我看, 这让我浑身不自在, 可我精力扫了一下周围, 根本没有发现任何东西。 如果是平时的话, 我还能安慰自己, 这是错觉, 但这是在黄河底下, 这不可能是错觉, 一定是有什么妖魔鬼怪在附近, 只是隐藏了起来。 越是这种无法预测的, 也无法看见的, 最危险。 直接出来跟你干的, 再猛也有限度。 你看女娲后人够猛了吧, 还不是给我们拿下。 可这种阴森森的, 跟个老六一样盯着你菊花看, 那才可怕, 你根本防不胜防。 我加快了速度, 希望赶紧上岸先, 虽然还有两幅棺材要去勘查, 但我得上岸休息一下, 然后换换氧气瓶, 保住能避水, 但要浪费法力驱使。 就在我即将出水的时候, 我都能看见我的船了, 可就在这时, 突然有很多触手从水底奔腾而来, 然后紧紧缠住了我。 我也跟莫斯一样, 以为这是触手, 可我错了, 后来才发现, 这是尾巴, 九条白色的尾巴, 可能是在水中的原因, 尾巴滑溜溜的, 然后从后面袭击, 所以以为是触手。 那些尾巴缠住我以后, 非常有力气, 直接将我往下拽。 在水里, 所有人几乎一视同仁, 不可能比水鬼, 水药力气大的, 他们几乎就是水里的霸主。 被缠住的我根本来不及反应, 被一路拖拽入底, 速度非常好, 从偷袭到拖拽, 几乎才用了不到三秒,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莫斯连自己死了都不知道了。 太快了, 而且在水底, 人的反应要比在岸上慢慢拍的, 你甚至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 拖到水底的时候, 有无数的触手再次伸出来, 然后将我缠成了一个缠勇, 跟莫斯说得很像, 可他还是错了, 这些依然不是触手, 而是毛, 一些变粗的白毛, 跟树根一样的大小。 将我包围以后, 他们好像想将我拽入棺材里面, 这幅棺材, 应该就是莫斯说的那一幅了, 入棺以后, 会发生什么, 我一清二楚。 可我毕竟不是莫斯, 想要杀我, 那可没有这么容易。 这时候, 几道光芒射出, 轰的一声, 昆仑镜照射出来的力量, 直接将其毁灭, 他缩回了九条尾巴, 而白毛则成了粉末。 什么东西, 出来见你爷爷我。 正拖出束缚后, 我拔下腰刀, 一刀斩向了棺材。 紫光搅动河水, 一道道河水形成了龙卷, 直接袭击在了棺材上面。 轰的一声, 棺材盖有点扛不住了, 直接被震飞了出去。 这时候, 我看见棺材内躺着一个 倾国倾城的美人, 他身材娇好, 面如桃花, 娇媚动人, 即使是躺在那里不动, 依然可以让人春心荡漾, 天生就长着一张玉脸, 让人欲罢不能的感觉。 可我往下看的时候, 发现他有九条尾巴, 他不是人, 是狐狸。 九尾白狐吗? 没想到, 在这黄河底下, 还能遇见另外一只白狐, 而且是九尾, 还有这一身皮囊, 也是相当好看。 一般来说, 妖死了以后, 是会画出圆形的, 也就是说, 他应该变回狐狸, 可他却是人的样子, 莫非还没死? 不可能, 棺材早已经打开, 如果是活的九尾白狐, 早就离开水底走了, 不会继续躺在棺材里作祟。 这时候, 我们两边都静止着, 棺材里的九尾一动不动, 九条尾巴在水中飘着, 而我也暂时不敢动, 一直看着棺材里的九尾白狐。 我以为他会继续作祟, 可他迟迟不动手, 我有点耐不住性子了, 既然你不动的话, 那我可得先动了, 管他是谁, 将棺材盖一盖, 然后钉上七星钉, 那他应该就无法再作祟了。 我游向了棺材盖, 可我一动, 那九条尾巴的朝向就跟着我动, 好像九颗脑袋在盯着我看一样。 这玩意到底想干嘛? 很明显他是不会安分的, 但被我破了招后, 他就有点静静退退, 拿捏不住的感觉, 或者是在伺机而动。 不管了, 反正我都得按这个步骤走, 我连忙游向了棺材盖, 然后那九条尾巴也跟着我。 在我触碰到棺材的时候, 连忙回头看着那些尾巴, 可他们只是跟踪着, 一直都没有动手。 这时候, 我连忙搬上了棺材盖, 然后砸在了棺材上面, 只要棺材盖一盖上, 我就钉上七星钉, 那些尾巴如果不缩回去, 我就把它们夹在外面, 然后用刀斩断。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一道光芒射出, 四周立刻金光一片, 那美女从光芒中走了出来, 她宛如天仙一样, 长腿苏胸, 媚唇大眼, 穿着古代最性感的衣服, 扭着屁股朝我走来。 她一边走, 一边将衣服慢慢吞去, 宛如包了壳的鸡蛋朝我靠近。 秦郎, 你好帅啊, 你是我千百年来见过最帅, 最精壮的男人。 女人的手慢慢抚摸在我脸上, 冰冰凉的, 很有触感, 而且极其舒爽。 你是谁? 我周梅说到, 此时的我身体是无法动弹的, 仿佛深陷秦海中, 无边无际的欲望将我包围。 魅术是胡族最基本的术法, 厉害的能让人神魂颠倒, 比厉害的还厉害的是, 明知深陷魅术中, 这就是魅术最高境界, 迷欲是基本, 迷心才最恐怖。 我? 小女子名为苏达吉, 有幸今日与郎君相见, 天宫太作美了。 她继续摸着我的脸, 而当我听到苏达吉这个名字的时候, 顿时心咯噔了一声, 完蛋, 遇到硬查了。 果然妖这个种类, 张道林也找了佼佼者, 九尾白狐在山海经中, 本来就是妖王的存在, 苏达吉有资格进这幅棺材, 就是不知道张道林上拿找的尸体。 等我缓过来的时候, 发现情况更加糟糕, 如果刚才所见只是幻觉, 那现在我所处的真实环境, 就是棺材。 没错,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居然被拉进了棺材里面, 被摸脸倒不是幻觉, 真有一只冰冷的手, 在我脸上抚摸着, 棺材盖已经盖上, 棺材里面一片黑暗。 好厉害的魅术, 不愧是苏达吉, 连我居然都无法避免中招, 不过想想也正常, 皱王丸的批比我多, 一样也着了苏达吉的道。 看来找的女人还不够多, 我得少读点春秋, 多打点扑克, 这何尝又不是一种修炼。 王隽, 你还没说, 你叫什么名字呢? 苏达吉的声音再次传来, 不知道是不是家主比说话, 声音如蚂蚁一样在耳朵爬, 但不得不说, 这声音真得尽。 魅音, 永远低声, 听得我浑身痒痒。 达吉姐姐, 你还是饶了我吧, 上一个你这样叫的人, 应该都尸骨无存了吧? 你都死了, 安心在这待着不好吗? 我连忙苦口婆心地劝着, 谁要跟一只死狐狸在这调情, 而且, 他什么心思, 我会不知道吗? 他不是想借我麒麟体复活, 夺视我的身体逆天性。 待着? 可以啊, 你如果在这里陪我, 我就不出去了。 苏达吉的身体贴了过来, 除了有些冰冷以外, 还是挺软绵绵的, 也不是不能冲, 只是不敢冲, 这是来要命的, 不是来送批的。 那不行, 我得出去。 我连忙摇头拒绝, 我的氧气罩和氧气瓶已经不见, 棺材里越来越闷, 我如果不出去的话, 铁定会憋死在这里。 苏达吉见没有完全迷住我, 好像有点惊讶, 连忙问道, 你不愿意? 是姐姐我不够美吗? 你只要陪姐姐在棺材里待着, 我保证会让你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快乐。 不是你不够美, 主要是你有狐臭, 而且你都死了, 冷冰冰的, 我怕我支冷不起来。 我回答了他的问题, 让他突然就沉默了。 少点素质, 多点辱骂, 这样做人会更开心。 你? 我? 苏达吉憋了几分钟, 硬是说不出一句话, 随后只能喃喃道, 难道我生死, 魅术的威力就下降了, 连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子都眯不住。 没理由啊, 这种年纪血气方刚, 连墙都能日穿, 怎么会? 难道我死了以后, 变丑了? 就在他自我怀疑的时候, 我突然就伸手去翻棺材盖, 我要出去, 只要我出去将棺材盖钉上, 他就无法出去了。 你要干嘛? 苏达吉突然发现了我的行为, 九条尾巴立刻跟麻绳一样, 将我紧紧勒住。 今天你愿意也得愿意, 不愿意也得愿意。 男女和欢, 射魂夺破, 今天你的身体我要了。 我男的你也要。 到时候割了不就行? 苏达吉说的话让我牛子一凉, 果然妖性凶狠, 毫无人性可言。 就在此时, 我口念雷咒, 天功降法, 雷轰妖邪, 鼓雷正法, 屁! 我大喝一声, 反手记在了九尾之上。 苏达吉, 你都已经死了, 还给我装, 我怕你个掉。 苏达吉一惊, 傅长生的鼓术, 你是何人? 无需管我是何人, 有我在, 你离不开这个棺材。 轰的一声, 雷法直接震开来九条尾巴, 我一手掐向了苏达吉的脖子, 一手去开关。 凭什么用我之身当作封印, 谁有资格这样做? 我身死魂未笑, 不是张道玲, 我完全可以复活, 机会千载难逢, 你休要挡我。 就在我打开棺材的瞬间, 突然汹涌的河水, 直接灌了进来, 我一个猝不及防给冲回了棺底, 我想利用宝珠避水, 可是突然旁边的美女, 变成了恐怖的红眼狐狸, 露着长牙, 一个猝不及防地咬在我肩膀之上。 今天你别想走, 恐怖的妖鹰在我耳边盘旋, 这才让我意识到, 躺我旁边的是何许人也。 它不是活狐, 而是狮狐, 它的牙齿极其尖锐, 瞬间可以穿透我的人亡骨, 将我整个肩膀贯穿, 然后吸取着我的血液。 麒麟蟹, 我要复活了! 哈哈哈哈! 它疯狂呐喊着, 河水对它一点影响都没有, 疼痛让我极其难受, 逆流着河水, 我一个佛印拍在了它的湖里头上。 轰的一声, 河水沸腾, 苏打几被震开了, 可拔出牙齿的那一刻, 我也疼得撕心裂肺, 河里作战它占优势, 而且这么小的棺材, 我根本施展不开, 我得出去。 趁着这个机会, 我立刻用出宝珠, 顿时水滴泥流, 没有一滴水能靠近我, 宝珠好像一个防水罩一样。 没有水的阻碍, 我一下子就跃出了棺材, 佛印可能打得苏打几的头七荤八素的, 等它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已经出去了。 我拔出了腰刀, 瞬间与之对抗, 它追了出来, 尝到麒麟血的甜头, 它怎么肯罢休, 但它不是活的苏打几, 我也不怕它, 一句狮狐罢了, 不知道为什么张道琳将它的魂也封在里面。 可死了就是死了, 不可能还有以前的妖力, 我有把握解决它。 它追出来后, 直接变成了极其巨大的狐狸, 眼睛全是红色, 白毛炸了起来, 但一点妖气都没有, 就是狮而已, 说白了就是直老虎。 它张着血盆大口, 想要将我一口吞下, 但我没给它机会, 腰刀横劈, 将其嘴巴披成了裂口女, 划出了一道长长的裂痕。 它不甘心, 庞大的身躯搅动着河水, 然后聚集了三颗巨大的水球, 一起袭向了我, 与此同时, 九条尾巴也冲向了我, 想取我性命。 可现在的它, 根本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我记出昆仑镜, 瞬间一切都破灭了, 静光反弹所有力量, 摧毁, 反压。 轰的一声, 水中爆炸, 力量将苏打几的胡声重重压下, 静光照在它身体上, 让其无法动弹。 回到你该回到的地方去吧, 祸国殃民的你, 封印这里的邪碎, 也算大功一件了。 我的腰刀穿透它的胸膛, 直接将其刺回了棺材, 昆仑镜让其无法反抗, 只能逆来顺受。 我试药, 我要什么功德? 苏打几咆哮着。 不, 你现在连腰都不是了, 而且放你出来, 也是继续祸国殃民。 砰的一声, 我将棺材紧扣住, 然后迅速钉上了七星钉。 七星钉一上, 这棺材再无动静, 任凭它如何厉害, 也逃不出去了。 我将棺材推入和沙埋着, 不让它露头, 然后靠着保住的避水功能, 一个人游上了岸。 一上岸, 我就累得直喘大气, 水下作业真的很伤, 更何况是跟妖魔搏斗。 以我现在的体力, 不可能再去找剩下的那幅棺材了。 而且, 那幅棺材最让我费解, 所谓的仙到底是什么? 反正都剩最后一幅棺材了, 我并不急, 在没有最好状态的时候, 我是不会下水冒险的。 也就明天的事, 我等得起, 回去恢复体力再来, 完命的事, 猴急不来。 回到民宿以后, 我第一时间去看了十三哥, 那个家伙一直关在房间里, 我害怕他有什么事。 十三哥一见到我非常焦急, 一副上蹿下跳的样子, 然后对我说道, 苏洋, 你能送我回去吗? 我想回去。 我皱了皱眉头, 他想到很正常, 但我好不容易才带了一个猪雀后人出来, 怎么能随便放他回去? 为什么? 你害怕了吗? 你可是你们组长亲自让跟我走的, 事情没有完成, 你就要回去? 那不是丢猪雀一族的脸吗? 十三哥面对我的话, 也有些内疚, 但他却依然很焦急地说道, 对不起,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做噩梦, 而且感觉猪雀一族会出事, 你还记得那只恶鬼吗? 他会对猪雀一族不利的。 我当然记得苏魂, 他要我找猪雀一族祸害一下, 可猪雀一族不是好惹的, 我跟苏魂交手过, 以他的本事, 不足以赢下这么多的猪雀一族, 他还是鬼体, 难民离火, 会将他烧成灰的。 你想太多了, 以你们族人的实力, 那只鬼根本不可能对你们造成多少伤害, 你放宽心好了。 我安慰着十三哥, 可能最近的事情, 让他本身也很焦虑和害怕, 所以才有了这种情绪, 他本来也想离开这里回去了。 但愿如此, 十三哥突然不争辩了, 只是叹了一口气, 说了四个字, 估计是看我不想放他走, 他也只能认命, 而且他回去没有一点用, 如果苏魂真的灭了他一族, 那他回去也是送, 如果灭不了, 那他又何必回去呢? 十三哥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片也不看了, 给他点了一桌子菜, 也是随便扒了两口, 反正不管他怎么样, 只要乖乖待在房间里不出去就行, 不然他一出门, 可能就得糟, 别说回家了。 我也不敢在这里待太久, 天黑的时候就回去了, 天忆跟植物人一样躺床上, 回到住的地方以后, 果然那帮人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了。 苏老板, 你一天都去哪了, 大家等着你的指示呢? 下一步该怎么办? 唐灵手当其冲地朝我问道, 见我回来了, 他涌到了人前。 不急, 先休息。 我单单地说道, 我们的人死了不少, 受伤的也多, 兄弟们的命必须有保障, 先休息好再说。 为什么? 苏老板, 你不是抓过朱雀一族的人吗? 再带我们去抓呀, 休息什么呀? 我没干完, 哪个敢休息? 唐灵跟大火嘴嚏一样, 估计他们已经商量好了。 这帮人, 黄河已经呆腻了, 早想完成任务回去了, 哪有心思慢慢来。 他们虽然急, 但我却一点都不急, 甚至想让他们在这里找上十天半个月的, 然后找不到无功而返。 我现在唯一想做的, 就是封印最后一幅棺材, 至于南明离火, 朱雀一族, 那基本上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朱雀一族的老巢我可不知道, 但他们会选特定的时间上来, 到时候, 我们再趁机抓住他。 今天命他们也毫无办法, 我现在算是他们唯一的头头, 我说什么, 他们都只能认。 老板不想你们下班, 你们一辈子也别想下班。 打发他们走以后, 我回去睡了一个美美的觉, 毕竟也忙活一天了。 可睡到半夜的时候, 突然一声女人的尖叫在附近响起, 接着就是呼救声。 我一下子就惊醒了过来, 但有人比我还快, 刷刷几声, 很多黑影从二楼直接跳了下去, 不用问, 一定是今天命他们。 这帮家伙走江湖比我多, 警觉性比我更高, 这么大的尖叫和呼救, 他们一下子就出来了。 我也不落后, 直接追了下去, 跳楼就算了, 我特么又不是成龙。 下了楼后, 我看见一个满身是血的女人 倒在了地上, 她披头散发, 身上的衣服已经满是心红, 这时候我的人已经将她围了起来。 李博尔连忙给她把脉, 然后说道, 跟那十三一样, 身体有火气, 而且更强, 起码是十三的脊背。 我一听突然心里震了一下, 连忙去扶起那个女人, 剥开她的头发以后, 我看见了她满是血污的脸有点熟悉。 农情? 怎么会是她? 这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想起了十三的话, 朱雀一族被苏魂端了。 不可能, 以苏魂的本事, 估计跟农情单挑都未必能赢, 如何赢人家一族的人? 鬼帝来了也不好使, 苏魂才死了多久, 鬼帝死了多久, 而且还有阴间的资源。 可事实就摆在我的面前, 农情受了重伤, 应该是朱雀一族出事了。 这时候, 我连忙走向了周围, 有残留的鬼气, 但是没有见到苏魂, 我们救了农情吗? 苏魂应该来过, 但走了, 这残留的鬼气有她的味道。 这时候, 亲得笑了起来,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走了一个肾虚哥, 又来了一个更好的, 这女人看着年纪不大, 但难民离火一定更强, 老天爷真是眷顾我们。 这时候, 大家都高兴了起来, 但我并不能去救农情, 而且也暂时没必要救她, 这娘们180个心眼, 报恩送奖立歌, 可真是太好了。 不用我吩咐, 他们自觉地拿绳子, 将农情绑了起来, 不过她伤的还是有点重的, 必须让李博二给其疗伤。 这个好消息, 似乎传到了天翼的耳朵里, 她居然下午的时候要见我, 李博二的医术确实高明, 天翼居然能提前说话了, 但还是说不太利索。 我没有拒绝, 直接去见她了, 她跟个植物人一样, 躺在床上面, 只是能说话而已, 这一切都是败我所赐, 但我没有丝毫内疚感, 因为我本来是要她死的。 整个房间里只有我和林莉莉, 林莉莉是服侍她的, 而我则坐到了她床对面的桌子上。 找我来干什么? 我喝了一口茶, 然后朝她问道, 你能不捣乱吗? 算我求你了, 我们真的需要南明离火, 我们都会长生的, 你也是八大财团, 也是受益者。 天翼不知道是不是给张三丰洗脑了, 居然相信长生这种事情, 也怪不得她会这么忠心, 试问天下能有谁抵挡得住长生的诱惑, 当然了, 前提是能让对方相信, 天翼就相信了。 天翼好像察觉到了我的目的, 所以对我苦苦哀求了起来。 如今在黄河, 我可以直接玩死她, 又不是在京都, 她已经奋得清大小王了, 张三丰太高估她了, 以为能成为监视我的人。 别乱说, 我可没捣乱, 我喝了一口茶, 嘴角阴阴地上扬着。 不止天翼, 你以为今天命, 唐玲, 亲弟他们就不知道我在搞鬼吗?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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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全都知道, 他们又不是傻子, 真以为我几句话就可以忽悠到他们这些高手了, 可他们为什么不说, 因为他们都是高情商。 苏杨, 朱雀一族已经抓到, 只要你不捣乱, 我们就可以完成任务了, 你要什么, 你直接开口, 我什么都可以, 给你, 南明离火至关重要。 天翼为了完成任务, 直言可以牺牲一切, 南明离火一到手, 那就可以变成仙丹了吗? 我不明白, 张三丰到底给他们灌了什么迷魂汤? 那家伙想要炼天罢了, 但我知道, 无论我怎么跟天翼说都没用的, 长生已经成为了他的信仰, 他们是从小就被张三丰洗脑的, 是张三丰最忠实的狗。 见我无动于衷, 天翼给林莉莉使了一个眼神, 林莉莉马上会议, 扭着大胯, 穿着黑丝, 坐到了我的大腿上。 女人, 权力, 金钱, 只要你开口, 没有什么满足不了你的, 对于我来说, 这些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林莉莉虽然算不上最漂亮的一个, 但她是我精心打造的最好女人, 她从小就用牛奶洗澡, 皮肤光滑柔嫩, 护形优美, 形似蝴蝶, 功夫更是一流, 这是我的人, 你要用随便拿去, 要什么尽管说。 天翼还真是下了重本, 看来她比任何人都想完成任务, 难命离火她必须带回去, 而我现在已经掌控了全局, 她只能讨好我, 卑躬屈膝, 犹如舔狗。 可我并不傻, 一时的讨好不代表什么, 回到京都, 你看她还给不给我脸色看。 天翼,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一直都在尽心尽力好吗? 你想完成任务, 我也想, 那个朱雀一族的女人, 我一定会亲自押回去的, 你放心好了。 我说完以后, 直接推开了林莉莉, 想用一点好处矿助我苏杨, 你想得也太美好了。 农情我不可能让他们带走的, 朱雀一族的人, 一个都别想带走, 张三丰还想练天, 做你的春秋大梦吧。 天翼跟我来硬的不行, 所以想跟我来软的, 可没想到我装疯卖傻, 根本不理睬她。 我既然就下了十三, 那农情也不会落到她的手中。 难民离火必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我不会给张三丰的。 只是我很奇怪, 农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朱雀一族出事了吗? 我离开了天翼的房间, 她无法挽留我, 时至今日, 所有的控制权都在我手中。 不二, 那娘们的伤怎么样了? 我来到了关押农情的房间, 李伯二刚刚给她看完。 这次所有人都在房间里围着, 他们不想出事, 抓到朱雀一族的人, 那就算完成任务了。 伤得很重, 我刚才已经失真将她身上的阴气逼出, 驱散了淤血, 希望她能尽快醒来, 如果熬不过去, 可能会死。 李伯二叹了口气说着, 我有些惊讶, 农情的本事这么高,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就靠苏魂? 我怎么都想象不到, 苏魂一个人怎么伤了她? 这时候, 唐玲双手合一说道, 千万别死, 千万别死啊, 我不想再待在这个鸟地方了, 快点醒来, 明天一早就带她走。 不止唐玲, 其他人也一样, 都想着完成任务回家了, 农情就是他们的最后希望, 如果死了, 那一切会再次泡汤。 老天爷好不容易将目标送到家门口, 谁也不想希望破灭, 所以, 李伯二身上的压力极其大, 就不活农情, 估计其他人都会揍她一顿。 这个老中医唯唯诺诺的, 一看就好欺负, 其他人真不会对她客气。 我随便嘱咐几句, 然后返回了房间, 我当然不能大摇大摆就走农情。 穿着一身黑, 然后戴上面罩, 到了凌晨三点的时候, 我鬼鬼祟祟出了房间, 然后朝着关押农情的房间走去。 在离开天一房间的时候, 我已经对他们的水壶里下了药, 按照这个点, 估计都中招了。 就算有几个漏网之鱼不喝水, 那少部分的人也不是我的对手。 明天他们就要走了, 我必须今晚下手, 不然就赶不及了, 农情落在他们的手里, 有点猝不及防, 所以就他也显得很急, 这是下下策, 可我得这样做。 摸到房间门前的时候, 我突然愣住了, 有一半的人睡得跟死猪一样, 但还有一半的人醒着, 他们在走廊来回踱步, 而睡着的人依靠在周围。 我有点犯难了, 还以为下药能行, 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人不中招, 难道他们都不喝水吗? 还是因人而异, 有些人要久一点。 没办法, 人太多了, 我只能强行继续再等一个小时, 后面陆陆续续的又有几个人睡去, 但依然有十几个精神百倍的, 这些人都是队伍里比较厉害的, 而且是老江湖。 强行闯的话, 成功率会非常低, 难道失败了吗? 眼看着他们带走农情。 这时候, 李博尔从房间里面出来了, 他很高兴地说农情醒了, 这下应该没事, 人可以活下来了。 剩下的人听了都很高兴, 而且更加精神了, 离天亮没有几个小时了, 这回任务总算可以安心完成。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阴风大起, 而且刮得极其力。 有东西, 大家小心。 金天命连忙将提醒着, 然后将李博尔往里推。 你进去看着那个女人, 剩下的交给我们。 李博尔慌张地点了点头, 然后急忙窜进了房间, 最后将房门紧紧关上了, 他可以治病救人救鬼, 但是实力这块确实差了一点, 跑得快正常。 快看, 下面有一幅棺材。 唐玲跳在了栏杆上, 然后低头看着下方, 这时候楼下有一幅大红棺材,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极其诡异。 事出必有阴, 有脏东西, 我下去会一会他, 你们在这守着。 清帝居然自告奋勇, 直接从二楼跳下, 然后挥舞着判官笔, 慢慢接近棺材。 其他人纷纷叙事待发, 在楼上虎视眈眈地看着棺材, 似乎在掩护清帝。 棺材有一条不大的缝, 里面的阴风呼呼吹着, 黄河虽然鬼观多, 但是会自己行走的棺材, 还真没有听说过。 何方妖念, 修要在这里兴风作浪, 出来见我。 清帝居然不敢开关, 而是仙鹤一声壮胆, 可棺材突然飞起, 根本不理清帝, 向着楼上飞去。 清帝眼疾手快, 判官笔直接狠狠打在了棺材上, 想要将棺材压下来, 但是棺材好像很猛, 居然无视判官笔, 强行挣脱, 继续朝上楼上飞来。 这棺材不简单, 小心。 清帝挡不住棺材, 直接大声提醒队友, 唐灵连忙踢着那些睡着的队友, 然后喊道, 快醒醒, 干活了, 有脏东西。 可那些人都是喝了有药的水, 无论怎么叫, 都没有反应, 睡得跟猪一样。 这时候, 惊天命连忙念咒, 三只汗拔从屋顶跳了下来, 然后强行拦住棺材。 汗拔躯体还是强悍的, 而且还是三只, 直接将棺材拦了下来。 这时候, 突然砰的一声, 棺材盖猛地一下飞了出去, 棺材内有一具白衣女尸跳了出来。 女尸并没有面目猙獰, 只是面无表情, 她跟僵尸一样跳了下来, 三只汗拔想要阻挡, 可是那女尸极其厉害, 双手一横甩, 三只汗拔居然跟沙包一样飞了出去, 然后撞倒在地上。 好厉害! 汗拔并不弱, 能被当成沙包一样扔出去, 那对方真的不是善差了。 哪来的女尸, 居然连汗拔都不是对手, 不是说汗拔是最厉害的僵尸了吗? 唐灵猛了? 别说那么多, 快拦住她。 金天命一边继续控制汗拔, 一边对其他人说道。 这时候, 其他人立刻法咒大气, 许多黄服砸在了女尸的身上。 女尸毫发无损, 只是被震退了一段距离, 这尸身极其强悍。 法器不弱, 法咒不轻, 其他人有些惊讶, 没想到还有这么强的女尸, 可算见识了, 黄河真的什么都有。 唐灵去找苏杨, 没有她的昆仑镜, 还真收拾不了这邪妹。 金天命连忙喊道, 收到。 唐灵一个跳步, 直接冲向了我的房间, 可我早出来了, 哪里还在房间? 突然出现的女尸极其厉害, 金天命控制的汗拔, 居然都无法抵挡得住, 只能让唐灵去找我。 可我早已经在旁边等着, 趁乱的时候, 突然冲进了房间, 速度极其快。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好不容易有人捣乱, 那个女尸非常厉害, 她们一干人等, 无法分心去注意我。 进入房间后, 我看见李博尔在里面守着, 这家伙居然也没有中招, 见到我这么一个黑衣人进来以后, 他立刻拔出银针, 然后朝我射来。 我连忙端起旁边的桌子, 然后挡在了前面, 嗖嗖嗖几声, 银针全部扎在了桌面上。 不出几秒, 桌子立刻冒烟, 我顿时意识到, 这些银针都是有毒的。 这个老中医表面老实, 看来也不是什么好人, 能在针上下毒的多多少少, 都有点小心思。 你是何人? 李博尔假装一边问着, 一边另外一只手, 在口袋里摸索, 这家伙又想下阴招。 我没敢出声, 怕他将我认出来, 直接一桌子朝他砸了过去, 这家伙避闪很快, 躲过去以后, 立刻手一挥, 一阵白色的粉末顿时朝我扑来, 很明显是毒。 幸亏我早有准备, 直接闭气, 然后一拳干在了他的眼睛上, 李博尔始终不是我的对手, 三两下就把他干成了熊猫眼, 我不想为难他, 毕竟是全队唯一一个医生, 直接将他打晕而已, 不过眼睛也成为了熊猫眼。 这时候, 外面的人好像已经发现了我, 有一小部分人涌进来了。 我不敢停留, 直接抱起浓情就破窗而出, 后面的人对我紧追不舍。 但女士太猛了, 居然打得其他人节节败退, 后面追的人也被牵连, 整个民宿都在颤抖, 而且一阵熊熊大火燃烧了起来, 我惊讶地回头看去, 这火极其像猪雀一族的火, 这女士是猪雀一族的人。 怪不得她来救浓情, 这样一想也能解释得通了。 见后面没有人追我, 立刻带着浓情继续跑了, 他们也无法再追, 女士搞得他们狼狈不堪, 根本抽不出心思来管我。 我以为自己已经逃掉了, 但没想到在路上的时候, 一阵阴风吹在我的脸上, 一个鬼魂突然出现, 他挡在了我的面前。 傅长生, 我还得谢谢你啊。 苏魂黑黑笑着, 笑声极其阴森。 我慢慢脱下了面具, 然后说道, 这你都认得出是我, 你不会暗恋我吧? 你可比我师父那孙子幽默多了, 可惜, 我很讨厌你, 手上的女人给我, 不然的话, 今晚, 你就别想好过了。 苏魂脸上突然发痕, 身上的杀气如雾一样散开, 他追杀浓情到这里, 应该一直都没有离去, 他在等机会, 没想到机会这么快就来了。 呵呵, 是吗? 那今晚就看一下, 露死水手了。 我一只手抱着农情, 打算用一只手对付他, 农情很瘦, 除了胸有点肉, 其他的地方几乎都是极其苗条的, 抱着他毫不费劲。 你在侮辱我吗? 苏魂见我一手出, 突然感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侮辱。 我拔出了腰道, 那就证明一下, 你不值得被侮辱吧, 苏魂, 你真以为我每天都在玩女人吗? 呵呵, 臭小子。 苏魂嘴角抽出了一下, 似笑非笑, 一道鬼气奔来, 犹如恶狼, 刀魂一起, 直破他的鬼气, 我运转八卦, 口念古咒, 古是恶魂, 像有妙法, 苏魂在墙, 终是厉鬼。 电光火石之间, 无数的鬼气澎湃而来, 一道黑光乍现, 苏魂化为一头恶狼, 一声吏吼, 已然来到我面前, 想将我消杀。 可我挥动妖刀, 周围气流立刻变化, 几时到妖气闻风而动, 砰的一声, 直接斩在了苏魂的鬼爪之上。 苏魂的鬼爪丽压, 紧紧抱着妖刀, 擦出了一阵又一阵的火花。 她的脸好像分化了一样, 直接奋出了无数张鬼脸, 跟面具一样朝我咬来。 我口念古咒, 咒如电鸣, 震煞驱邪, 一道道法印将鬼面全部击破。 脚踩八卦, 以阴阳之力, 瞬间将面前的苏魂震住, 旋转的八卦砰砰砰几声, 宛如下闸一样, 将苏魂狠狠锁住。 苏魂, 如果当天我爷爷将你打得灰飞烟面, 应该就没有这么多事了。 我立刻一声, 八卦运转, 将苏魂死死困在其中, 抽回妖刀, 趁他无法动弹, 一刀斩于他的鬼头, 想将其彻底毁灭。 呵呵, 你爷爷自己做的丑事, 敢怪我? 只有真正的苏杨, 有资格说我? 你傅长生和苏胜说个屁。 苏魂说着, 以浑身的鬼力化为魔蛇, 无数道鬼印奔腾而出, 砰的一声, 八卦居然跟镜子一样碎掉了, 阴阳倒转, 乾坤碎裂, 鬼气如龙卷, 消杀着一切。 苏魂破碎八卦逃出来后, 直接一手挡住了我的腰刀, 他的鬼手覆盖着无数鬼气, 仿佛盔甲一样。 另外一只手, 直接抢向了我怀中的农情, 我手臂一顶, 但没有将苏魂的手顶开, 两股力量翻涌, 却将农情直接掀向了空中, 他跟风筝一样飞上了天中。 我一惊, 连忙跳拿, 但苏魂也一样, 就看我们谁更快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呼的一声, 一道黑影从我们头上掠过, 农情不见了, 我和苏魂都铺了个空。 谁? 我跟苏魂同时喊道, 落地后, 我们看向了不远处, 这时候, 一个高大的男人抱着农情看向了我们。 这个男人穿得很朴素, 年龄大概四十岁左右, 留着一点胡渣, 头发也挺长的, 绑着一个马尾, 跟柳西林一个味道, 就是美柳西林帅。 朱雀一族, 浓无道, 男人淡淡说着, 眼神扫了我一眼, 然后又扫了苏魂一眼, 但眼光最终落到了苏魂的身上。 其他朱雀一族的人呢? 无道对着苏魂问道, 可苏魂却哈哈哈哈大笑了起来, 哈哈, 有用的畜生, 当然要圈养起来, 但你好像比他们更有用。 呵呵, 无道只是轻笑一声, 突然他的眼球好像起火了, 轰得一声火笑, 无道浑身都是火焰, 一样,头发根根倒立, 炙热的火焰扑面而来, 火光四闪, 极其恐怖, 比浓情都厉害。 卧槽, 超级赛亚人吗? 真是离离圆上谱啊。 突然出现的大叔极其厉害, 一身的火焰犹如火神将士, 难民离火, 仿佛跟他融为一体似的, 这回我倒要看看, 苏魂是怎么对付朱雀一族的人。 这家伙肯定是有什么手段, 不然怎么可能毁灭了朱雀一族, 从实力上看, 他一只鬼根本不可能 赢得了那么多朱雀一族的人。 嘖嘖嘖, 我好害怕呀, 别装了, 你真以为自己是朱雀的后裔啊? 这时候, 苏魂突然拿出了一本破旧的书录, 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叫阴山路, 阴山派掌门才能拥有的东西, 上面有记载, 你们所谓的朱雀一族 根本就不是什么朱雀后裔, 只是受到朱雀的诅咒罢了, 跟这小子可不一样。 苏魂指了指我, 意思是, 跟我这种麒麟之子的意义不一样。 这时候我才明白, 原来朱雀一族 根本不是意义上的朱雀后裔, 只是诅咒, 还是受到朱雀的诅咒。 到底怎么回事? 那他们为什么拥有难民离火? 那不是朱雀一族的半生之火吗? 你是阴山派的掌门吗? 吴道大叔皱了皱眉头, 脸色沉了下来, 谁特么听到阴山派能有好脸色, 这个门派就是个鬼剑仇, 虽然是毛山的一个分支, 但早已经走上了不寻常的道路。 这个重要吗? 重要的是, 你也要糟了, 哈哈哈哈。 苏魂大笑了起来, 可我依然不知道他战胜朱雀一族的方法是什么。 就算是诅咒那又如何, 他们身上的火可真是难民离火, 而且威力极其大, 鬼是邪碎, 说白了, 其实他们刚刚好, 克制苏魂, 苏魂能有什么办法对付他们吗? 那让我看看, 你到底有什么本事吧? 吴道大叔说着, 突然一道火光闪过, 然后就来到了苏魂的面前。 这么夸? 苏魂有些惊讶, 如果不是有火光, 这几乎跟瞬移一样了, 这样的速度, 得练多少年? 这是借助了火的力量吗? 苏魂感受到了强大的压迫感, 突然手忙脚乱了起来, 他双手竖起, 好像要下竖, 一般来说, 鬼不会施法, 但他如果是阴山派的, 那就另说。 苏魂也不是等闲之辈, 居然还来得及, 只见一道鬼咒蔓延而出, 犹如恶魔之手, 覆盖在无道大叔身上一样。 可无道大叔突然跟分身了一样, 急到火焰分散开来, 然后朝着不同的方向跑去, 速度犹如疾风, 火焰四射, 眼睛都有点无法直视, 太灼热了。 可恶, 哪个是真的? 苏魂突然有点猛了, 根本无法分清哪个是真身。 阴山派消咒术吗? 暂时将我们体内的诅咒压制, 让我们失去难民离火。 我记得二十几年前, 阴山派的掌门根本不是你, 你到底是怎么混进去, 还当了掌门的? 无道大叔话音一落, 突然来到了他的身后, 身上的火焰大爆, 犹如一只猪雀升天, 恐怖的火焰跟着苏魂一起炸裂开来。 糟糕, 这家伙怎么比其他人强, 作战经验如此丰富? 苏魂连忙化出鬼手抵挡, 无数的鬼气形成盾墙, 全部挡在了苏魂的前面。 呼! 火焰跟火山喷发一样, 烟雾大起, 一个鬼影从浓烟中滑散而出, 但是少了一只手, 而且鬼体不断冒烟, 被灼烧得滋滋作响。 可恶, 苏魂赢了一族的人, 居然在无道大叔的手下吃了瘪, 而且还断了一臂, 要知道他在苏杨手下也都全身而退了, 南明里火太厉害了。 朱雀一族隐居黄河结界, 没有什么战斗经验, 但你想凭这个鬼咒杀我, 简直就是笑话。 无道大叔冷哼一声, 浑身的火焰更加旺盛了, 熊熊大火呼呼地笑叫着。 算你狠, 走着瞧, 苏魂断了一臂, 不敢再恋战, 他不一定会输, 但输了必死无疑。 南明里火是可以烧死他的, 他能赢不是因为他不怕南明里火, 是利用了特殊的鹰山派鬼咒, 暂时压制了朱雀一族体内的诅咒, 让他们无法拥有南明里火。 可无道大叔居然让他无法施法成功, 还差点反杀了。 其他人在哪里? 交出来。 无道大叔想要追, 但是苏魂跑很快, 其他的不敢说, 鹰山派的历代掌门中他应该是跑路最好的了。 一眨眼, 鬼影就不见了。 无道大叔又要顾着农情, 看着没留住苏魂, 所以只能作罢, 根本不敢追。 只有农情逃了出来, 其他的族人应该落在了苏魂的手上。 打跑了苏魂, 无道只是看了我一眼, 见我没动静, 他熄火了, 然后抱起了农情, 打算就此离去。 可就在这个时候, 我突然叫住了他, 然后说道, 你是不是当年去古族求古的少年? 无道回头看了我一眼, 然后皱眉问道, 你是? 还记得苏圣吗? 我是他孙子, 我叫苏杨。 我提起了爷爷。 爷爷当年救了白姑, 也是救了他唯一一个恩人, 四手五入, 那爷爷也算他恩人了, 不然的话, 他也不会拿神域给爷爷做千基散, 这时候提爷爷应该好使。 你是苏圣的孙子, 你来此作甚? 无道对我的敌意少了一些, 但他也没有完全对我很轻, 只是不冷也不淡的样子, 毕竟他这一族本身就是要躲人的, 可能不容易相信人。 我连忙作医道, 实不相瞒, 我师父胡仙来黄河后失去了行踪, 他留下线索, 告诉我要去找黄河神功, 所以我就再次寻找了。 黄河神功? 无道突然脸色沉了下来, 虽然摇头说道, 根本没有什么黄河神功, 可能你师父骗你的, 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黄河多谢, 你是故人之孙, 我也算一番好意提醒。 无道这样一说, 那我就更加肯定有了, 而且他还知道, 就是故意打发我的。 无道大叔想走, 但我怎么可能让他走, 他一定知道些什么, 我必须留住他。 大叔, 等等, 我带你去找一个人。 我连忙叫住了他。 找人? 何人? 无道有些不解, 转头看向我。 朱雀一族的人, 而且你现在带着农情, 也不方便到处走, 得有一个藏身的地方。 我以此引起他的注意, 这样一说, 他百分百会跟着我走了。 我以为 denk我吧。 感谢观看